太初大世界,是仙古狱中 这里各方神殿震动 一位为三眼古仙族猛然睁开眼睛 那恐怖的气息席卷天地 大地山川街洞 无尽灭神风暴席卷高天 深处古老神殿中 一位身形堪比太古凶兽的三眼古仙族 缓缓走出 他的双眼与第三只眼都散发着奇异的光芒 仿佛看尽了岁月 透露出一股深不可测的气息 而此人正是当代三眼古仙族的族长 地宇,杜杰后期大天尊 族长,大势各大仙盟已联合 史荣的仙术骗过了所有人 连同我族两位仙人 远方一道身影恭敬走来 目光很是冷静 九天觉影族也已加入其中 星空古路已全然被占领 叶清幽挥使仙盟大军正朝尽头而来 三日之内 仙灵族再不做出抉择 无族便杀入太初大世界 地宇目光一宁 威严无比的声音传荡四方 凭借史荣仙一人就敢威压我族 介于修士竟敢如此放肆 族长,无族数亿万修士 以整装待发 只待族长一声令下 杀入三千大世界 夺回无族族运 记住王子那位三眼古先族 战意昂然 身如红中 目光犀利如同剑芒 是仙阵已布置完成 九大世界本源已彻底锁定 地宇霸气的目光扫向四方 低沉开口 上立因果道气 以开天地混沌鸿蒙 下立神殿掌玉琪 以通玄名九幽 无族 听我号令 开因果天眼 与九天一战 地宇的声音 如同波纹一般扩散八方 一座座古老神殿 发出冲销般的神光 无数巍峨山脉地气接洞 山河接阵 整个仙古境地开始复苏 一道道恐怖滔天的气势 如同游龙一般席卷天地 那些屹立在大殿上的庞大神殿 拔地而起 那恐怖的战役 弥漫在仙古境地的每一处 所有的声音在这一刻都静止了 只剩下地宇那如雷霆般的声音 在空中回荡 吴族 出征星空古路 他的声音如同狂风暴雨一般 席卷仙古境地 各种杀伐 惊世道气其出 三眼古仙族自古以来战天斗地 无惧生死 轰隆隆 此刻整个是仙古域都在震动 数以亿计的三眼古仙族 如同以群一般浩浩荡荡 从四面八方涌向星空古路尽头 为吴族开落 地狱一声爆喝 三眼其射出震慑万物的光芒 天穷之上绚烂的流光聚集 荡出了漫天裂痕 露出了星空古路的全部面貌 星空古路尽头前方 一道道流光滑过 宛如银河将士 这是九大先盟大军的先头大军 各族修士达数千万 浩浩荡荡开拔向三眼禁地 诸位道友 继杀阵 吞天血涂 话音一落 各方浩大磅礴的气息阴声而起 数万道光柱穿透长空 直射式仙古域 地狱等人而去 轰古域中的神殿猛然震动 同样组成无边杀伐大阵 瞬间击碎这些激荡而来的光柱 蹦 星空古路尽头中 两方大势气场彻底相撞 亿万修仙者开始交锋 鬼哭神嚎之声不绝于耳 无尽心灰为之失色 献血疆场 九天来犯 当受之死罪 哼哼 想必你就是地魁了 借你三眼一用 星空古路尽上空 双方最强者目光凝重 瞬间交手 每一招的威势 都足以毁灭一个小戒雨 强大的令人胆寒 亿万修士不过交锋瞬间 星空古路便四方染血 九天绝影族 看见三眼古仙族后 那血脉中的战役 彻底被激发 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叶清幽坐镇 先蒙联军大后方 面无表情地 看着这一场滔天杀戮 仙灵族镇压三眼古仙族族运 绝不会坐视不管 史荣镇守的那九大世界 本源之地 三眼古仙族 恐怕早已做好准备 他同样一事 他周围各族快速奔走 无尽消息同时 在向着叶清幽告评 后者眼中愈发冷静 一心早已多用 不断分析局势 三眼古仙族的强大 无庸置疑 但九天绝影族 足够将他们 堵在星空古路中 必要将他们杀得胆寒 而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 星空古路深处 陈寻与大黑牛 目光漠然地 看着这场旷世大战 老牛 这三眼怪 果然与当初 天断大平原下的三眼 一模一样 陈寻眉宇凝重 那四方浩大的毁灭崩裂声 震龙玉耳 若是心智不坚者入场 便会走火入魔 不愧是古老大族 猫 大黑牛重重喷出一口鼻息 他看向陈寻 现在杀入仙谷禁地中吗 老牛 等他们两败俱伤 陈寻沉声开口 心底一直有一股心惊肉跳之感 三千大事件 各大先盟联合 后面还有无尽修士大军前来 小心 猫大黑牛瞳孔微微一缩 用鼻子蹭了陈寻一下 没想到这九天先盟 竟然还留了这么一手 陈寻眉头越皱越紧 完全没看懂这里面的局势 不过肯定对他们有利 这便好 大黑牛没有多想什么 因为完全想不明白 只知道 按照现在这么个情况 他和大哥若无先人修为 杀上九天 完全就是找死 这个九天先盟 已经有些超乎他们想象的强大 各族强者为其拼杀 还不乏有杜劫大天尊的存在 呵呵 老牛等他 陈寻突然笑了 眼中闪过一抹冷光 他们死得越多越好 到时候先抓一个三眼怪掌权人 把事情给问清楚 猫猫 此战没那么简单结束 能联合各大世界先盟 恐怕是那无疆万族的兽艺 算了 没一个好东西 陈寻冷哼一声 随口分析了一句 老牛 咱们蹲着吧 还可以收尸 捡些储物件 不能来一趟就亏了 猫 大黑牛狠狠喷出一口鼻息 眼中露出睿智的光芒 还得是大哥 他们目光渐渐看向这方星空大战 很是淡定 毕竟历经过域外战场 还曾是冲锋的小卒 神龙 凤凰 先王等等的风采 那也都瞻仰过了 如今这大场面倒是还好 陈寻与大黑牛的契机 渐渐沉寂 很是有耐心 不到两方最为示弱的一刻 绝不出手 星空古路不断暴动 岁月如梦 战争如歌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 无数修饰如同梦幻泡影般消逝 只留下那些曾经闪耀过的光辉 在星空中焦香灰映 二十年岁月 在这片古老的星空上流逝 留下了深邃的纹路 就像这片天地一样 古朴而坚韧 仙人化身的阴矮失望摇头离去 他真的逃离了 终归世道不同 不相为谋 他说话也从不拐弯抹角 只淡淡留下一句 若无那代人皇出世 人族崛起 终归只是一场幻梦 三千大世界 不会再出现第二位人皇 你们的内斗终归是从未停息 唯有那代人皇 才能让人族真正的万众一心 那位恐怖的凝聚力 足以让各族为妻赴死 更欲要让人族定顶万族第一 只是岁月无情 他无法与那位同代相交 这些介于人族生灵如此 让他打心底看不起 人族的心眼实在太多 更是智骨 但 仙可不是这么修的 他彻底离去 完全看清楚了史荣仙的真正目的 一己私欲 造成大势动乱 还选在真仙界开辟前夕的时候 简直荒唐至极 这对大势万族生灵 与仙道仙贤 来说都是一种莫大侮辱 九天仙蒙死局已定 哄 今日 古路尽头被展开一道巨大裂口 事先古域硬生生 被九天绝影族强者 轰出一道口子 星空古路外的虚无之地 两位仙人正在大战 整个太初 大世界风云激荡 异象频发 天地元气紊乱 山河震荡 吴江古人族 清灵虚无天河 这是一条人族 通往吴江大世界的漫漫长河 自仁皇剑里 为人族血脉可用 其余种族登陵 力斩 史荣先写九大世界本源出世 各方天狱先因浩渺 所有修仙者震撼异常 仙人出世 为各大亘古先国 气韵长河可迎抗 各方先帝目光深邃 穿透无尽空间 遥望天河 史荣先这一步 走得大错特错 九天仙蒙和其弱小 哪怕三千大世界所有先盟联合 在吴江万族面前依旧弱小无比 唯有先国才可抗衡几分 但先道不同 各大亘古先国 对于此先无能无力 唯有天运先帝成九龙年 前往虚无天河 无人知其目的 然而 一道惊爆四方的消息 从天河传出 就连新书都已全然震动 史荣先邪各大先盟之主 迎击吴江古人族强者 彻底反叛宣战 甚至所有先盟下辖势力 都开始控制苍穹盗鬼等等 一系列重大先气雏形 完全已经不要命 不少大世界都陷入一片混乱中 而且连域外战场都受到了莫大影响 但此乃开辟先界疆土 回撤根本不可能 也不是短短几十年上百年 就能撤回去的 而此时 混沌族也变得有些疯狂起来 困兽游斗 要死一起死 绝不化为先界疆土养料 此刻不少大世界的种族生灵 退避逃难 先蒙威严已失 先殿自顾不暇 他们还在虚无之地 征战带回矿卖界域 此刻 暗天蒙与垃圾回收场 横空出世 泼洒海量零食 抄抵各大种族驻地 签订先到蒙约 大肆收购 先到垃圾材料 暗天蒙从来就不怕混乱 因为他们从来都是 立于这片平和大势下的混乱之中 他们也第一次 迈出了太乙大世界 终于到了这一刻 先狱里来自各方大世界的 最灵作用 渐渐体现 一张遮天大手 深入各大世界天狱 玄威天狱 蒙目大海域中 一只恐怖的仙奴大军 就此出世 八脉蛟龙一族 彻底被打服 囚禁于一方大阵中 南渝大陆持家 被彻底封锁 天穷是遮天蔽日的战争法器 与空间通道 所有持家人面色难堪 大难临头 南渝先殿殿主 严撤出走蛮荒天狱 被暗天蒙天尊偷袭 灭到法器狂轰乱炸 覆盖方圆万里 将一方空间移为平地 严撤其着麒麟重伤逃离 至今还未归来 各方大世界的先蒙混乱下 吉掩彻底露出了 那隐藏在温润面色下的獠牙 无数修仙者 都在前往蛮荒天狱 然而 他反其道而行 让蛮荒天狱内的附属种族 朝太乙大世界而行 他坐镇蛮荒便可 太乙大世界内的仙国 正是海量用血水精炼器之计 吉掩不知用了什么办法 竟然包援整个 亘古仙国的垃圾回收业务 尤其是天运仙国 凌家大力支持垃圾回收场 后者在这场席卷各方的动乱下 急剧膨胀实力与势力 手段之迅猛 简直让其余势力反应不及 就像是垃圾回收场 看到了未来 早已做好今日的准备 吉掩终于开始登临大事舞台 所有势力之主 都终于注意到了这位男子 就连雾名的垃圾回收业务 都为其让路 现在根本惹不起 这座庞然大物 堪称玄威天狱的最大仙奴贩子 但没人知道 他哪里来的如此众多 仙道资源培养的他们 鬼面族在此刻 也同样是撤离蛮荒天狱 迁徙足地 没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只知道 他们在新书中 再也不接刺杀任务 此族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般 但也没引起太大波澜 而大世界的各方叛乱震动 终于惊动了蛮荒天狱 正在仙谷禁地 万劫石沙中的地天 他盘坐在一片白茫茫的天地中 大劫难 地天倒吸了一口冷气 那霸气的面旁 隐隐间变得有些难看起来 那处古殿下 封存着戒域五蕴宗的人族 山谷内还存活着属内方小戒域 千万凡人 诸位祖老 那地方万万不能动 地天嘀吼一声 眉心不断颤动 不管吴族在历经如何大战 请一定保下此地 不然吴族定会万劫临身 温卡三眼默然射出一道灰红神光 穿透天地 但毫无回应 三眼古仙族 已陷入真正的大战中杀入太初大世界 各方祖老乃至仙人都在被牵制中 早已无法顾忌神殿内的封存普通介于生灵 此战将会彻底奠定三眼古仙族的地位 答 地天不经意间流出一滴冷汗 他们通的因果 毕竟不是自己通的因果 能在大战中相互他们多年 其实已经人之一尽 但那些坐落的神殿 太过靠近边缘 封存弱小生灵的神魄 不可能扛得住仙古禁地的气息 他们很可能会在沉睡中强行苏醒 哪怕没有被大战波及到 也同样会因为无法在世仙古禁中修炼 而寿命断绝 地天目光渐渐变得深邃起来 不能在这里待了 不惜一切代价都要保住他们 不能有任何一点意外发生 他低贺一声 双手结印 身前立马出现一道裂缝 毫不犹豫地踏入其中 世仙古禁 这里悄然传来了几道军烈的声音 而远空数千修士 竟然悄然杀入了世仙古禁 哪怕无将古人足以清零 但叶清幽一直都很冷静 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断其族运 断其后人元气 并贯彻始终 而如今 这里强者大多进出 剩下的便是这些弱小的三眼谷仙族人 一缕缕冲天煞气 硬抗那恐怖的灭神风暴 向着四方神殿冲击 这些神殿乃是阵眼 同样要毁灭 按叶盟主之令行事 白眉 伸出那位三眼谷仙族交给你了 当然 众人冷然点头 各种强大法术环绕其身 瞬间向着四方飞掠而去 某座神殿之下 咔咔 几道低阶神魄军烈的声音 悄然传出 并缓缓向着四方蔓延开来 大事外地介于生灵 一道古老沉稳的声音 在天地间渐渐响起 一位三眼谷仙族老者拔地而起 无尽灭神风暴 在其身边激荡 散发着深不可测的气息 它的存在 仿佛是一座巍峨古月 尤其是那第三只眼 充满着无尽威严 尤其是他肉身散发出的强大气息 竟然流淌着一股 压迫天地法则的磅礴法力 而这并不是规则道区 而是之上的先驱 九天先蒙的人微微色变 尤其是那位白眉 他眼中流露出一丝震撼 先驱已速 渡劫后期之上 半仙之境 虽然此人还是渡劫后期的境界 法术并未有先例 但那肉身已经强大到无以加负 根本无法击杀 唯有击退 本尊第四 已等待你们许久 三眼老者目光深邃 宛若看透了一切 欲断无足元气 就凭借你们各方先蒙吗 不自量力 远空众人眉心一跳 被算到了 白眉目光一冷 笑道 不愧是三眼谷先族 但我们此番前来 你认为 仅仅只是杀入先谷境地吗 哦 三眼老者淡淡一笑 目光就像是看蝼蚁一般 不过是拖住你罢了 白眉淡笑一声 眼中散发出一缕神秘雾气 你们欲断使盟主先到本源 而阵眼就在这是仙谷狱中 哈哈 突然 天穷之上乍响一道轰鸣 并伴随着大笑声而来 其身隐匿在一团浩瀚金光之上 威严凛然 令人不敢直视 此刻天地一片肃杀 就连那无尽的灭神风暴 都在逐渐减弱 看来 人黄与无足的盟约 在你们介于生灵破坏下 彻底作废 天穷之上 威严浩瀚的声音滚滚而来 充满了不可动摇的自信 一群自作聪明的介于修仙者 也妄敢吐落三眼谷先祖 诸位 灭杀他们 冷漠的声音从天穷浩荡而来 话音刚落 有威严谷月崩裂 有大川断流 从四面八方 走出一位为三眼杜结天尊 白眉等人心中一沉 足足还有三十六位杜结天尊 至少还有两位半仙境强者 坐镇仙谷境地 众人脸色都微微变得有些难看 此族的底蕴 到底从何而来 他们自万族大杀伐时代结束后 可从未出世 温兴空古路 突然展开一道法则大道 树道庞大身影 从后空踏步而来 四方面神风暴 轰然破碎 一股金氏战役汹涌而出 直击三眼谷先祖 看来果然如使盟主所料 你们还是雪谷人族藏了一手 后空响彻起沉闷如雷的魂厚声音 天际昏暗 一位为九天绝影族强者踏灵 越过了太初主战场 直倒黄龙 先游风 第四目光凝重 在大地上缓缓踏出一步 直视远空苍穹 冷然道 败族之身 也敢踏入世仙古域 你族看来 是不想久居天地最强万族之位 竟敢随介于生灵 向我族开战 你们真当考虑好了后果吗 天穹之上 那道金光身影 也是冷漠开口 你们的尊位可和他们不一样 如今你我更不是开战之时 先游风冷笑一声 如同一尊顶天立地的巨人 平视那方而去 太初战场正在血战 如今不求打败你们 只求断掉你们几分元气 让无将仙灵族 清灵镇压的 哈哈 没想到九天绝影族 已沦落至此 天穹震动 风云变幻 金光身影大笑 言语间 甚至还透露出一丝失望 第四 他们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代的九天绝影族 大地上 第四微微叹息 目光同样泛起失望 帝尊 此族已不配与我族同恋 唯有始荣先之流 才能让我等正眼视之 先者当一往无前 战天斗地 耍些阴谋 与布局 小道也 金光声音的话语 充斥着绝对的威严 他话语微微一顿 天地间的气氛 突然变得杀意凛然 杀 远空九天先蒙的修士 与九天绝影族 目光一领 低鹤道 出手 我等灭其神殿阵眼 三眼古仙族 你们已是被万族放弃的古族 竟还活在过去的岁月里 诸位道友 灭敌 他们化作一道道流光 身上散发出令人心计的磅礴法力 轰隆隆 两方天尊瞬间在天与交手 大地被法力冲击的军裂 数条灰红山脉 瞬间被毁灭 不过是刹那之间 仙谷禁地的天地法则一片混乱 天象阵战 四野八荒一尊尊恐怖法乡 也开始凝聚于虚空之中 出手即是毁天灭地之井 边缘神殿处 这里已经被庞大烟尘所笼罩 其内不断震动 一道道低阶神魄的破碎声 已经变得越来越快 然而两方才刚刚交手 根本无暇顾及此地 地天按照辈分来说是他老祖宗 他的话自己一直都放在心上 天穷深处 仙游风一拳轰击在虚空中 而此方空间竟然发出一道镜子破碎般的声音 他神色凌厉冷喝道 第四与本尊交手 竟然还敢把一缕神石放在别处 那又如何 第四发出苍老低沉的声音 仰头俯瞰仙游风 九天绝影族的肉身灵气法则 不过如此 让本尊让你九天绝影族体悟一番 何为力道法则 一战 来 红华音一落 两人瞬间肉身搏杀 发出一道惊天动地的碰撞声 而那方空间一道金氏狂流席卷四方 犹如惊涛骇浪一般卷向长空 而九天仙蒙的修士 瞬间向着那些神殿袭击而去 甚至还有镇道大师的存在 逼迫神殿掌玉琪 修 修 一道道强大身影 如同银河星光一般划破天穷 而神殿周围亦有三眼古仙族人守护 他们目光一冷 冲天起 瞬间交战 不惧生死 刷就在双方大战时 星空古路中 一道死气长河 缓缓扑散而来 他散发着一股 令人毛骨悚然的寒气 就连周围的星光都被吞噬 使得这片地方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 这股死气长河浑厚而无穷无尽 仿佛是汇聚了无数亡魂的哀鸣和哭泣 河水黑如深渊 表面涟漪不断 河水的每一滴都充斥着阴冷和死寂 他的流向不明 似乎通往了某个未知的地方 但他所过之处 星空古路的环境都变得荒凉和阴森 事先古遇天穷之上 那道金光身影缓缓露出身形 他面貌尊贵 一态辟腻 尤其是那第三只眼 明显和普通的三眼古仙族不同 他眉头暗簇 冷声道 鬼门关 望千叶 见过帝尊 死气长河涌动 一道盘坐的枯寂身影缓缓出现 无形无相 生死不知 但他言语中 却带着一股和善 曾欠下使盟主一个人情 今日前来偿还 看来 你想与本尊为敌 三眼帝尊淡淡吐出一句 态度异常冰冷 那鬼门关的望子一脉 已经没有存在必要 你们牵扯的因果太多了 死身若隐 日后定来向帝尊赔罪 望千叶态度依旧恭敬 宠辱不惊 还望帝尊不吝赐教 死气长河论道一番 话音一落 一股惊世死气 在长河中轰然爆发 像是一道黑色的飓风 瞬间向着三眼帝尊席卷去 若是如此 在本尊面前 还是远远不够 三眼帝尊冷漠的眼神扫过 他的身躯开始慢慢生腾 而他的声音 竟如同天地法则一般 话音所到之处 死气飓风瞬间被绞碎殆尽 华 望千叶微微一笑 很是淡然 又是一挥长袖 死气长河涌动 两人隔空大战 四方生机渐渐消散 一片荒芜和寂静 这一幕 看得事先的众多天尊强者 都是眼皮一跳 仙谷禁地的压迫 与肃杀感越来越强 必须速战速决 双方刹那之间 又陷入生死大战 天摇地动声连绵不绝 两日后 某座边缘神殿下方 一道痛苦沧桑的双眼 缓缓睁开 他身穿五蕴宗服饰 浑身染血 每一寸肌肤 都在流淌出点点鲜血 那是天地元气消逝 对生灵的反噬 原因修逝 在天地面前太过渺小 嘣 此人全身软弱无力 是一位头发凌乱不堪的男子 而他一条手臂 早已不知所踪 男子跪倒在神魄中 缓缓爬了出来 神殿外界气息恐怖滔天 大战不绝 那崩天灭地声音 直接冲击得他耳膜破碎 他挖的一声 又喷出一口污血 体内原因沉寂 法力禁师 男子眼眶血丝密布 不断发出沙哑的低吼阴结 却发不出任何一个有意义的阴结 他双眼失神恍惚 惊喜是何年 这又是哪里 自己又是谁 男子嘴角不断流出粘稠的血液 他仅存的左臂 却是紧紧捏着一块碎片 甚至已划破了自己的血肉 嵌入了掌心中 他用力地摊开手掌 死死地看着这块燃血的碎片 磨磨磨磨磨鸡招 你可知你鸡坤老祖 当初是何等强大风采 凭借散修之身 闯南斗山战十大仙门弟子 近生铸鸡 行走修仙界 斩杀邪修 后又参战修仙界大战 就算放到如今 对于我和你牛祖来说 那都是相当炸裂的存在 无愧我们鸡师兄之名 磨磨磨鸡招 你他娘的 砍赫灵术啊 你砍别的灵术做什么 造孽啊 别废话 快滚 他身躯剧烈阵战 如同惊雷乍响脑海 那如海如潮般的记忆汹涌而来 他瞳孔欲见血红 想起来了 一切都想起来了 老祖 牛祖 啊 咔杀 几招五官扭曲 喉咙依旧沙哑 只是艰难地在地上爬行 拖出了一道长长的血痕 有三头天外巨兽 被钱国出手 无数惨叫嘶吼声 萦绕在他脑海中 钱国日月无光 山河沉沦 天气之下 仿若就在昨日 历历在目 就在一瞬间 被摧毁殆尽 那里是老祖的家乡 潘宁剧城铁匠铺 还有老祖让五蕴弟子守护的宁家与孙老山 都在瞬息之间 涌沉黑暗 是 一道泄花飞溅 鸡招掌中碎片刹那间穿透了手掌 但他却没有感觉到任何痛意 甚至毫无感觉 只是在那里艰难爬行 他已经失去了理智 禁欲蜂魔般的状态 是自己的弱小 没有保住五蕴宗 没有保住贤月楼 没有保住两位老祖故地 鸡招 吼 鸡招 突然 他身后传来一道道虚弱无比的声音 喷喷喷 甚至还传来倒地声 皆是在瞬间 被外界的大战 冲击的耳膜破碎 柳寒神色痛苦 半掉着眼皮 看着不断向前爬行的鸡招 大骊同样如此 山河倾腹 无物可挡 无物可逃 石无君额头手臂青筋抱起 一手搀扶着旗号 浑身法力尽失 这又是哪里 哪怕介于毁灭 已经过去太多太多年 但对于他们来说 其实就在昨日 那种无力空虚感 早已吞噬了他们道心 甚至都已不再关注 现在是何情况 翁神殿大门缓缓被推开 一道冷漠充满杀意的人族凝视其内 外面一尊三眼谷仙族的尸体 还躺在地面 鲜血成河 甚至已经漫进神殿中 他低沉道 你们是何人 没有回应 唯有一道道 带着仇恨与无尽杀意的目光传来 九天仙蒙的人 冷漠扫过四方 这处神殿 唯能太过弱小 低阶神魄 他瞳孔微微一缩 内心矩阵 就为了这些弱小修士 怎么可能 外界天际中 第四神色微微一变 那出不起眼的神殿 还是被发现了 他长鹤而去 九天仙蒙 那里封存着介于生灵 你们敢乱动 仙游风眉头一蹴 双眼猛然看向那处神殿 内心也是一阵 竟然让第四如此作态 什么人 如此弱小的人族生灵 仅仅是大战余波 就可震杀 各方强者的目光 瞬间投射而去 就连天穷之上的帝尊羽望千叶 也同样指战 看向那方边缘神殿 眼中意味莫名 轰隆隆轰隆隆隆突然 事先古域闪烁起一道无声雷光 弥漫笼罩数一里静地山河 一道远古的雷鸣声 缓慢而又悠长 乍响在上仓之上 天地笼罩起一股莫名冷寂的森然气息 漫天雷光不断闪烁四方 仿佛天地都在默默攻身 迎接着某个远古而可怕的存在 这一刻 所有强者的斗法停滞 都感到了这种无法言喻的诡异 三眼帝尊羽望千叶感受最深 他们的目光交汇 眼中都是充满警惕 如灵精式大敌之感 在那无声雷光的映照下 整个是仙古域 都陷入了一片诡异的宁静 仿佛时间停滞了一般 第四神色变得异常难看 地天的话绝不是妄言 这五蕴宗牵扯着天大因果 仙游峰双拳悄然握紧 双目狮神地望向长空 为何会有一股心惊肉跳之感 如同天地大凶将至 如同大劫将临 什么情况 仙游峰哑然失声 此刻 上仓之上的恐怖雷光闪烁 竟然越来越快 整个灰暗的是仙古域 如同白昼 这一刻 连仙古禁地的天地法则 都被压制 星空古路深处 陈徐与大黑牛 凝视着无尽遥远处 神色一望无际般的平静 竟在此时 缓缓化为混沌虚无 他们 看见了大势域外战场 混沌深空中 一道悠然的叹息响彻混沌 无尽心灰缓缓汇聚于一点 一座座庞大无边的古老星辰 在其周围盘旋 岁月在此刻 已变得有些模糊不清 星辰中央处 一位身着山水白衣 骑上刻着划痕的男子身影 在星辉中逐渐凝聚 沧桑古老 透着岁月的痕迹 叮铃铃 一阵风声响彻混沌虚无 宛如风铃的声音 在虚空中回荡 那是介遇的风 刮动了男子脖子上 那颗斑驳的裂等下品 临时吊坠 翁深空中 六尊庞大无边的灰红法香 伸出双臂 接应盘坐男子 他们神色庄严肃穆 双目紧闭 共尊其主 相当壮丽 一双冷漠无情的五行仙童 在混沌中缓缓展开 凝视着无尽遥远处 深邃 幽远 老牛 接人 三眼古仙族 当于我等长存 仙人若斩他们 便斩仙 天若不留他们 那便斩天 此族当为天地大族 长生族谱第二眼 开始以此族起比 可好 某某 两道平静如死水的声音 响彻在混沌深空中 而他们的身影早已消失 事先古域中 沉闷压抑的气氛 像是扼住了所有人喉咙 第四 脸色愈发难看 威压整个仙谷禁地 亿万里山河 这是自身道运强大道 已经突破了此方天地极限 堪比仙人 突破时的全盛时期威势 仙游风眉心微颤 甚至眼中隐隐带上了一抹怒意 强行镇定质问道 第四老 你们三眼古仙族 到底封尽了何人 与你们无关 第四 凝重开口 境界气息 已经攀升到巅峰 这绝不是雷霆法则 结的气息 第四 第三只眼凝视着上苍 那只瞳孔充满着一股难言震撼 无尽天地脉络 流转流光之中 直指天地本质 蔑视之息 仿若从碎骨开天来 然而不过是才刚探查 他的第三只眼 竟流淌出金色血液 第四瞳孔猛然收缩 像是看见了什么莫大恐怖 死人 他内心泛起惊涛骇浪 方才那一瞬间 竟然看见了 不该存在于是的因果 没有任何因果线 无法追溯过去未来 这是 什么诡异生灵 第四仰望天雨 一滴冷汗竟然悄然落下 也终于明白 地天哪怕牵扯得如此之深 也根本无法看透 唯有借用那群人族修饰的气息 施展神通 记住王指 先由封眼中闪过一色 什么东西 竟然能把这第四老下得如此模样 仙人吗 不 不可能 仙人还做不到让他如此地步 他此时也暗暗 把境界气息攀升到巅峰 那还未降临的存在 明显三眼谷仙族 也不知道是敌是友 各方斗法战场中 所有天尊也是暗暗皱眉 仙谷禁帝天雨异象 已是一种莫大警告 谁也不敢异动 连同神殿那位修士 也同样僵硬在了原地 星空古路尽头 三眼帝尊一手父辈 嘴角挂着淡淡的微笑 天地攻身之相 看来介于生灵 又出了一位了不得的人物 连我是仙谷玉也敢威灵 比当初的使容胆子还大 望千叶眉宇满是深沉 死气长河在悲鸣 他的仙道在被压制 就像是遇见了天命克星 远古死气开到老祖之仇敌 这不是生灵的死气 而是天地的死气 世界崩灭的死气 望千叶手指一颤 已陷入狮神之状 他猛然睁眼 像是发现了什么金氏大秘 无将大事件 碎骨贺灵树残存的天地死气 他渐渐回想起了 自己那一脉的远古传说 开辟死气仙道的道祖曾说 天地死气不可入体 此物灭生机 断后世 此物收纳入体修炼 哪怕你身负到孕 可重活一世 那天地死气也同样会追随而来 犹如石骨之躯 但这从来都不是猜想与推演 而是死气道祖的遗言 他就是被天地死气反噬而死 穷其一生 终不得道 他曾与阴阳开道之祖 更是为好友 用阴阳横生灵死气入身 成功开辟死气仙道 但能平衡 也只是自己的生灵生气 与生灵死气 阴阳道祖 曾点拨死气道祖 若要平衡天地死气 唯有修炼禁忌仙道 五行 唯天地五行可生万物 亦能平衡天地死气 不被侵蚀仙道受命 听起来像是那么回事 但仔细一想 几乎全是完命的大活 走错一步万劫不复 连复生的机会都没有 而且同时修阴阳 天地死气 五行仙道 那不如选择成仙还简单一些 望迁也想到此处 在死气长河中 倒吸了一口冷气 难道叶清幽说的是真的 这个修仙时代 出现了真正的五行开道之足 他久久失神 死气长河 犹如一汪死水般 波澜不起 来了 来了 几道磅礴冷然的声音响彻 皆是郑重望向雷光照耀的浩瀚天雨 那深空中 似乎有一座庞然大雾 正在以极其恐怖的速度降临 大地发出无尽轰鸣 地面碎石不断颤抖 竟然有离地之感 就连各大山脉中的威鹅古月都在颤鸣 地脉之气不断向着长空涌去 所有三眼古仙族生灵眼眶暴涨 这些古月存在的岁月 比自己一脉 存在的岁月还长 甚至还沾染过仙人血液 堪称坚不可摧的存在 但如今竟然眼睁睁地就要脱离地面 被那上苍气息所引动 到底是什么存在 翁突然 一道金氏药芒 照耀整个是仙古玉 所有三眼古仙族的第三只眼 都刹那间同时闭目 连带发出一声痛苦的低鸣 轰隆隆 此刻整个天穷竟猛然炸裂开来 仿佛被利刃生生劈成两半 破碎的天幕向两侧分崩离析 浩瀚的星河倾泻而出 而裂缝那头是一片混沌虚无 在这片深邃的黑暗中 一个浩瀚无垠的绿色星辰轰然浮现 它散发出朦胧的光运 大小跨度之巨大 令在场所有生灵都难以置信 就连那位三眼帝尊 眼眶都是微微一睁 天地初开的天原之气 仙境中无上归宝 翁此时夺目的光芒还未消失 天原星辰前方 竟然燃烧着一轮金色烈日 仿佛要将大地焚烤 灰红磅礴的天地法则 在其中流转 然而其旁竟然还有一轮皎节满月 月华如水般倾泻 将整个古域大得沐浴在冷灰中 其内同样汹涌法则流转 两种强烈对比的法则光辉光 同时笼罩是仙古域的疆土 那些还未成长的三眼古仙族 甚至直接昏死了过去 体内一切法力都像是在逆行运转 两种强烈对比的法则光辉光 同时笼罩三眼古仙族疆土 如同无上仙尊一般清零 日月同辉法乡 三千大势至强法则之一 阴阳法则 各方所有渡劫天尊望之色变 那如山如海般的法则冲击下 让所有人心中都是一领 强大到根本无法对抗的地步 轰隆隆隆雷声自远方传来 荡气回肠 大日与满月在天穷交会 是先古遇天地为之一黑 数千道紫色雷龙从交会处 迸发惊天咆哮 他们寝刻间披向大地 甚至每一道闪电 都带着足以击碎禁地 古遇的毁灭之力 紫色雷龙或横扫斩地 或直轰而下 所过之处 山川成灰 湮灭一切 周围天地都被狂暴雷龙所包围 并伴随着震耳欲龙的雷声 其所有气息 都被紫色雷龙轰击地扭曲混沌 一切声音都消失了 所有杜劫天尊 如同石像一般僵硬 或毅力大地 或毅力半空 但皆是不敢挥使自己法则 也唯有三眼帝尊 泰然自若 不为所动 他第三只眼 缓缓凝视而去 大日与浩月法相下 两道渺小身影 静静俯瞰是先古玉 一人 一牛 三眼帝尊眼中闪过一瞬间的震惊之色 此人与此牛肉身 竟然不是人族与牛族 而是五行之躯 这是什么体质 难道是传说中的仙体吗 三眼帝尊目光深邃 嘴中低难自语 能承载天地禁忌法则的肉身 是重塑还是天生 他看不透此人因果 但眼中依旧是一副如灵大敌之感 这两位的仙道 已经强盛得有些不符合仙人之下的常理 就在此时 一道轻盈的脚步声响起 他 所有杜劫天尊 脸色在此刻骤然色变 那位男子犹如仙人降临 缓缓逼近 步步生风 漫天杀意随风起 轻轻一步便是仙谷禁地山河震荡 那道白衣身影 已经逼近大地 他淡漠目光随意扫过 万物未知凋零 莫名 凋毙 他缓缓看向 众多屹立各方的三眼古仙族 众多三眼强者 都是心中莫名为之一景 甚至还有不由为之倒退一步的族人 这双眼睛太过特别了 特别到近乎只是略微看了一眼 就难以忘记 他的双眼很狭长 瞳孔中隐隐有星光泛起 其内似有吸引力 又透着禁忌的气息 看得你心惊摇曳 如坠深渊 白衣男子嘴角微微上扬 不急不缓地轻声开口 在下陈巡 前来接回后背 还望诸位道友给个面子 莫要不识好歹 一道温润的话音地缓缓传荡四方 四面八方的所有修士 都被这种无声的威压震住 一时无人敢出声 都不知道此人到底是何来历 星空古路尽头 望千叶正欲在死气长河中开口 忽然间 一尊通体漆黑 表面鸣刻天地震纹的大飞观 从虚空中献出 竟散发着道运 其上蕴含着无尽岁月气息 散发出恐怖的死气 与岁月沧桑感 古老道足以让人头皮发麻 望千叶坐下的死气长河 本来已经静止 但此刻 他却突然鼓鼓翻腾 巨浪滔天 仿佛感应到了什么 哄 只听一声惊天巨响 大飞观重重摔入这条死气长河 河面激起数千上万丈高的浪花 整条死气长河 瞬间未知凝固 这尊古老的大飞观 不过是刚出现 不过瞬息之间 就将整条死气长河 瞬间镇压旗下 气息冻结 整个空间与时间 都凝固在了这一刻 翁大飞观 发出一阵古老沉闷的响声 关盖开启的一煞 无尽死气 如同汹涌黑海一般 向着望千叶涌去 直接将望千叶牢牢禁锢 还未等他反映 无边死气 以席卷气全身每一寸 一道惊觉的惨叫声 从中传来 望千叶死气长河 漠然崩溃 星空位置震荡 整个过程快如闪电 但那种弥漫星空四野的死记之气 沉重无比 久久无法散去 其分身被瞬间按压致死 事先古域内 缓缓响彻起一声牛笑 天地依旧一片禁忌 所有杜劫天尊有些傻眼 千叶 三眼帝尊眼皮微跳 深深看了一眼 那头屹立天穷的黑牛 这是何等不祥的存在 竟然能翻手镇压望千叶的死气长河 地面上 陈寻微微一笑 看向仙幽峰 白眉等人 冷笑了一声 若不是宗门后辈在此 你们一个也走不掉 账 慢慢算 糟了 大爹 九天仙蒙的修士 暗暗相视一眼 今日恐怕有些不顺 得先走为妙 但星空古路 已经被三眼帝尊堵住 如今竟然成问中之憋了 第四案中松了一口气 如今族中仙人 与大部分强者 都已前往太初大世界参战 若这一人一牛 甄选此时来此地偷家 他们三眼古仙族 恐怕会损失惨重 但按照如今的情况来看 是有非敌 地天祖宗成不起我 大义 天穷上空 大黑牛目光一宁 眼中泛起久违的激动 脚步一踏 跟随陈寻而去 边缘神殿中 五蕴宗弟子 进阶从神魄中苏醒 他们面色异常难看 根本没有听到外面的对话 只是神色异常凶狠地 看着那位僵硬在原地的神殿强者 强大到离谱的大修士 一散出的一缕气息 都已将他们全部压倒在地 比老族与牛族 还要强大的存在 前国修仙界的毁灭 与他们脱不了干系 几招咬牙切齿 眼中满是血光 修仙界 弱肉强食之地 他早就明白这个道理 也怪不得他人 只是他想站着死 为此而已 哄 突然 神殿大门破碎成两半 两道在漫天烟尘中的光影 渐渐出现在所有人眼前 从身形中不难看出是一人一牛 几招双眼突然呆滞 浑身剧烈颤抖起来 血泪夺眶而出 柳寒目光同样陷入呆滞中 他嘴唇颤抖 只觉喉咙酸色无比 那精致小巧的面容 已被烟尘染得凌乱 他的脸上 却在此刻 莫名多了一道又一道划痕 石无菌眼眶血丝蹦剑而出 那烟尘中的光影 是 齐浩彻底傻眼 喉咙不断发出沙哑的声音 显得异常激动 只是越是激动 脚下流出的鲜血的就越多 但他却浑然不觉 神殿中数万弟子 艰难从地上爬起 目光皆是望向远处 神殿大门的光影 若这修仙界还有奇迹 那一定是他们 那九天先蒙的杜劫初期 天尊浑身一震 立马拱手解释道 两位道友 我自知他们身份特殊 不然不会以如此弱小的修为 被囚禁在此处 在下从未动过他们分毫 甚至以身相护他们 天地可见 日月可见 他语速之快 态度之虔诚恭敬 千叶大天尊的死法 还历历在目 自己身为堂堂杜劫天尊 自然懂道理 通因果 但凡换一位恋须修士前来 恐怕挥手 就把他们全给杀了 不过修为境界越高 说话做事就越是谨慎 杀一群凡人一般的修士 又有何用 两道身影 缓缓从烟尘光影中走来 眼中带着已消散许久的温柔之色 并未搭理这位天尊 牛老咖 几招虚弱地笑了 真的是他们 自己最为敬重的两位长辈 陈寻轻轻将他扶起 眼中满是温和笑意 小子 还能坚持吗 此话一出 四方生机焕发 甚至几人死记的原因 都有了复苏的迹象 乃至精气神都在缓缓恢复 老祖 牛祖 几招敢恢复点点活力 瞬间猛然大喝 唾沫星子都沾到了陈寻脸上 后者却毫不在意 依旧是满眼温和笑意 某某大黑牛激动地狠狠喷出一口赤热鼻息 牛尾早已摇动得快要上天 鸡招眼中悲戏 手指还紧握着雕像碎片 低吼道 是我没有 此事与你们无关 陈寻看向后方所有人微笑道 一如尘世间最为璀璨的一道笑脸 话音更是柔和无比 万千话语都此刻凝滞 只化为了简短的一句 我们回家 我们回家 一道轻柔话音 像是侵入了所有人心脾 所有五蕴宗弟子都瞬间感觉被注视 他们喉咙酸涩 皆是重重点头 狠狠点头 鸡招被放到了大黑牛背上 陈寻已经走到柳寒与石巫君面前 牵起了他们的手向外走去 一如当初 从未改变 数万人紧随其后 寸步不离 他们目光同样紧随那两道伟岸身影 从未感觉过如此心安 或许 这就是有家的感觉 心有所依 哪怕犹如尘埃飘零天地 亦可一往无前 无惧困苦 神殿外 陈寻与大黑牛 目光扫过某处山谷 那里生活着数千万戒与凡人 虽有阵法相互弹 依旧被那惊天动地的气息 冲击地昏厥了过去 情况不是太好 仙谷禁地 并不是一个好的栖身之所 老牛 开路 用元神带他们离去 陈寻沉声道 迅速分析起局势来 让吉言与玄机待人接应 我们现在需要助力 大黑牛冷静点头 某某击招 柳寒 石无君 齐浩带领五蕴宗弟子 跟随老牛元神离开此地 我们随后就到 陈寻语速渐快 莫名看了一眼被撕裂的星空古路 如今还有一些是需要善后 吉招现在脑子清醒了不少 虽然周围看不见任何生灵 但也能感觉 有无数强者的目光 正在注视此处 强大到令人心寒 他低声道 老祖 这里是 三千大世界 太出大世界 星空古路的尽头 横跟在天地中的仙谷禁地 是仙谷玉 陈寻目光微宁 平和吐出一句 此为有仙人灵湿的战场 不可久留 话音刚落 数万五蕴宗弟子 眼眶暴涨 犹如被红中的声音 撞入整个神魂 柳寒忍不住下意识惊呼 三千大世界 石无君面色还算冷静 只是嘴角在不断抽搐 后背都在煞时间被冷汗禁湿 两位老祖 到底强盛到了何等境界 齐浩内心翻江倒海 寝刻间 瞳孔猛然收缩 仙谷禁地 仙人灵世 那两位好像就这样 杀进来了 无数喉咙滚动的声音响起 所有人都陷入了呆滞 他们连大离修仙界都还未去过 孟猛 大黑牛低笑一声 神色异常严肃 现在可不是多想的时候 大哥连本体都已出事 已是在用最强姿态为其开路 甚至还会有身影的大风险存在 但他依旧不顾一切地来了 老牛 走 孟 大黑牛发出一道震响天地的吼声 天穷炸开 一条混沌长路出现 周围满是流转的庇护大阵 一道元神从体内瞬间顿出 几招他们默默相视一眼 眼中的震惊已经退去 重重点头 修仙介入试骗 尚曾写过 遇到危难有人相互时 莫要逞强拖后腿 有机会跑路绝不犹豫 别玩苦大深情那一趟 一众五蕴宗弟子 眼含坚定 只是朝着那两道违案背影拱手 瞬间跟随离去 一句废话都没有 另行禁止 众弟子 随牛祖前行 莫要好奇周围一切 是 石宗主 数万五蕴宗弟子一口同声 胸口像是憋了一口气般 在地面上快速前行 陈循缓缓看向他们离开的方向 胸口微微起伏了几分 他很高兴 非常高兴 但他的面色依旧沉静 并未表现出分毫 翁突然 星空古路镜头震动 一艘恐怖遮天的战船 犹如云雾般滚滚而来 骑上挂着的仙子 异常显眼 气势辉煌 陈循 西门黑牛 一道冰冷无情的女人声音传荡而来 气势之强盛 掀起无尽烟尘 此乃讨伐大师逆贼之事 西门黑牛身为苍穹盗鬼镇尊 难道也要反叛不成 陈循 你已深入过仙狱 再无机会 今日已是你们最后一次机会 告诉本帅 你们是走势流 太以鬼门观妄忧 欲望千叶断道之事 便已可置你们死罪 先自战船上 一位女子身穿白色战甲 战袍飘飞 凌厉目光正直射沉寻而来 征讨逆贼是无疆万族的事 可与始容与九天先蒙无关 在天和拦截古人族 只是代表双方立场 代表不了这大事规则 但征讨三眼古先族 无疆最强万族并无意义 宏大的声音震动前方数十万里 此女法力之磅礴浩瀚 直接无视一众三眼强者 连同那位三眼帝尊 似乎都不被她放在眼里 三眼帝尊副手屹立于云端之上 面色淡然 眼中屁腻并未开口 她甚至眼中对此女也没有一丝仇恨 自始至终 面对各大突发情况 都是那最为平静的一位 那条混沌长路上 五蕴宗弟子默然回头 眼中带着不敢置信的神色 老祖与牛祖这些年 到底在这三千大世界 做了什么事 他们修为低下 什么也看不清 只能听见 那不断回荡天地的女声 孟 大黑牛原神怒笑一声 呵斥所有人 走 莫要添乱 几招低后 拳头暗暗捏紧 最后看了一眼那位伟岸的身影 已经变得预见模糊 此时 远方整个山谷拔地而起 随五蕴宗弟子前行 但这其中 只有少数贤月娄女弟子 甚至还有一些大妖混迹其中 更有不少北京修士与灵寿 那位与陈寻喝茶的蛮族长老 也在此练 江雪辰并未免于其难 为救下一众弟子 早已随着戒狱的毁灭而消逝 随着庇佑 介于后辈的强者 长眠于虚无中 是仙谷遇大地上 陈寻微微抬眸 面无表情 淡淡吐出一句 那又如何 就凭借你们吗 想抓我们 不如让史荣先来面对本道祖 大势的仙欲 可还敢容下我们 此话一出 一道道五色神光 从陈寻体内迸发 天地五行之气颤鸣 如同滚滚洪流 席卷此方虚空 一片肃杀 仙游风第四等人 皆是眉头一皱 这两位的来历 似乎有些复杂 但神殿中那位杜杰初期 天尊面色冷然 额头冷汗不断一滴滴落下 现在动也不是 不动也不是 进退为谷 翁星空古路镜头突然迸发 牵引出无尽星光 像是有什么东西复苏 悄然复苏了一般 一言便冲击得整个仙萌 战船颤动 其智之下 叶清幽缓缓仰头 与陈寻隔空对视 气势不相上下 丝毫不让 清幽 他旁边一位仙灵族女子 轻声开口 他目光微宁 此人难道是半仙静不成 竟不受境界压制 玲珑 杜杰初期 叶清幽目光 依旧看着陈寻 冰冷开口 话音刚落 战船后方 有几位神秘人微微侧目 不受灵气 仙道同等境界压制 走的是另外一条仙道吗 玲珑眼中瞬间恍然 神色也渐渐变得郑重起来 清幽 何道 除了瞬息抹杀望千叶分身的死气仙道 我暂时想不出 战场末尾 叶清对那尊黑官很是好奇 此物凝炼的岁月之气 似乎有些太过久远与不正常 望千叶自分身被瞬息抹杀后 一言不发 孤身入鬼门关藏狱不出 像是道心受到了莫大冲击 鬼门关也宣称再不参与此事 而那尊黑官 很可能是道气之上的绝世宝物 他们只是想来看看 他是否是他们心中那猜测之物 战船前方 叶清幽冷声道 天地五行仙道 开道之祖 足以镇压所有灵气仙道的禁忌仙道 就他吗 玲珑瞳孔微睁 猛然侧头看向是仙谷玉 屹立在大地上的白衣身影 甚至瞳孔中都隐隐带上一丝巨翼 叶蒙主 那他们早已领悟出五行法则 作为开道之祖 他可不相信入渡劫期后 连五行法则都不能领悟 是 叶清幽面色冷然 玲珑缓缓深吸了一口气 终于知道 那位男子为何敢如此嚣张了 若能触碰到五行道运 无人能够斩杀他 哪怕仙人也不行 除非毁灭这方天地根基 倾覆整个三千大事 才能彻底杀死他 已经算是仙道怪物般的存在 清幽 我迷你的道心 玲珑一手按住了叶清幽 轻轻摇头道 但莫要再去逼迫他们 这不是明智之举 太古仙族若是得知降罪 史荣先必死无疑 你说过 会留有后路 玲珑皱眉劝解道 心中不断涌起后怕 我能跟随前来 不止代表的仙灵族 还代表的你我情义 他只听说过西门黑牛之名 死牛乃是苍穹盗鬼一代阵法名将 可记名先使的存在 哪怕是无疆最强万族的生灵 都要为其这些阵机让路 可见其重视程度 里面更是不乏有各大强族修饰存在 九天先蒙强行接管这些阵机 早已是在玩火 若还出手对付算计一代阵尊 留下的后路 都会强行被无疆先殿肃清 叶清幽冷冷一笑 并未回应玲珑 而是直接跨出一步 向着事先鼓欲开口 陈寻 难道你也要做大势逆贼不成 杀掉一位半仙境三眼古仙族 哪怕是化身 分身也可 饶你叛世之大罪 记住王指如若不然 打伤大势逆贼烙印 敢踏入大势疆土一步 陷入无尽追杀 叶清幽双眸凌厉 一面斑驳同径旋力半空 竟然直射那条混沌古路而去 宗门弟子与其同罪 陆入大势契机 即混沌先灵榜分灵 叶清幽 叶蒙主 先蒙战船上 响起一阵惊呼 这叶清幽疯了不成 哄 三眼帝尊冷哼一声 直接横空一掌 轰碎 从那同径击视而出的无尽光束 星空古路上 满是璀璨掉落的心灰 他俯瞰先蒙战船 三只眼莫名犀利 叶清幽 闹够了吗 就你也配在我三眼古仙族面前放肆 滚回太出战场去吧 咻 此刻一道青白色红光冲天起 正是玲珑 他面貌尊贵无上 与三眼帝尊平视而去 叛族 那本尊可有资格与你一谈 他眉头暗簇 已来不及多管叶清幽 他今日说的话太过诡异 已经不像是他 仙灵族 三眼帝尊霸道地淡淡一笑 无名之辈 也敢平视于我 滚 哄 霸道的气势 直接在虚空中 掀起一股恐怖威势 朝着玲珑冲击而去 后者冷哼一声 悍然出手 两人 直接在虚空中掀起大战 仙蒙战船上的人 眼皮微微一跳 竟然就这么简单地打起来了 有些太过挑脱 叶清幽却是眼皮 都未曾抬过一下 眉目愈发冰冷地 看着那位一言不发的白衣男子 五行道祖 答案呢 三眼叛族 可有仙灵族相互 有古人族相互 你站在他们那一边 又有何人相互于你 我知你胆小拒仙欲 怕生死 现在离开 你残存的介遇晚辈 或许还可活 叶清幽然笑意遇见深邃 声调竟愈发高昂 记住 是九天先蒙的怜悯就吓了他们 可别以为是你就吓了他们 狗活之辈 也敢忘谈斩九天 你也配与史荣相提并论 哄 最后一句话 如同山海呼啸般 向着陈寻冲击而去 足以让所有人都听见 这已完全是赤裸裸的羞辱 丝毫不加掩饰 看得是仙谷域内的三眼谷仙族 都是眉头大皱 眼角余光皆是 看向陈寻 他竟然也是介于生灵 大地上 大黑牛眼中涌动出滔天愤怒 瞬间喷出一道震天的炽热鼻息 臭婆娘 找死 梦 呵呵 一道淡然的笑声响彻 陈寻眼中古井无波 直接按住了大黑牛 后者不解的大怒看向他 翁此刻 一尊大黑官已旋立在半空 避葬此女 陈寻气息深邃 面色异常沉稳 甚至情绪都异常稳定 毫无原神分身那些不稳定的道心 你在激将本道祖 到了此刻 你还想引导本道祖 陈寻笑声剑大 笑得天地五行之气 激荡四空 放眼整个三千大事 天地之大 本道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不过是怕本道祖跑了 不敢站在三眼古仙族那一头 不敢反叛大事规则 不敢站在无将万族的对立面 更怕我寻回故人 畏首畏尾 不敢杀上九天仙蒙 陈寻镇定自若地开口 嘴角缓缓上扬 本道祖道心圆满成名 今日自然是要先送你们一程 叶清幽眼中闪过冷光 也不再出言羞辱 低沉道 或许本帅 做过最错误的一次决定 就是将你们送往域外战场 竟缔造出了你这样一个仙道怪物 轰隆隆 他话音刚落 是仙古域中 竟然闪烁起漫天火红 一颗庞大到看不到边际的星云 缓缓从沉寻 指尖降临 整个古域的五行之气都在被猛然抽离 万物瞬间枯迹 元气溃散 山河断流 无数生灵的眼眶中都倒映出这一颗遮天蔽日的火红星云 浑身颤若筛糠 这是什么 什么法术 仙尤峰等人嘴中怒吓 第四同样抱贺大退 一袍 发丝缓缓狂舞 动作都像是放慢了数万倍 但他们的声音都在这一刻彻底失声 天地静默 那看来 还要多谢你了 陈寻微微低头 带着异常温和的笑容 这一法术原名为火球术 价格 两枚列等下品零食 未表谢意 当宋诸位先蒙道友一成 温空隆隆 星云从陈寻的指尖喷布而出 天地瞬间火红一片 仿佛亿万座火山 同时轰然喷发 不过是瞬息之间 整个星空古路阵战 大地崩塌 天翻地覆 火焰的光芒如同白昼 将整个古玉照的通红 星辰的光辉黯然失色 火光在灰暗天穷中 划过如彗星 璀璨无比 一切都在瞬息之间被吞没 仿佛是天地之怒的化身 将一切都在瞬间湮灭成灰烬 那条混沌长路上 所有修饰眼眶都快要瞪爆 整个星空 古路尽头 都被庞大星云淹没 一切生灵的气息全部消失 鸡招的嘴巴 都以张得罪大还不自知 甚至都发不出一点声音 他激动的眼中渐渐涌起热泪 第一次感受到 什么叫真正的鱼有熔烟 这就是自己介遇 先到顶峰修仙者 横压整个介遇战场 开辟大势前路的五蕴老祖 哪怕来到灰红无垠的三千大事件 依旧横压当势 半日后 星空古路的尽头 化为一片熔岩之地 先蒙战船彻底消失 连同那位与三眼帝尊斗法的玲珑 三眼帝尊 屹立于熔岩之上 目光深邃地看着远方 星空虚无之地中 一艘破败战船缓缓行驶 连同那位仙字旗帜 都已变成了山字 其上数位强者神色狼狈 皆是盘坐服用道单养伤 甚至还有仙游风等人也在齐烈 在那星韵 急发瞬间被大神通救回 玲珑面色泛白 一丝烟红鲜血从嘴角流下 体内法则异常混乱 甚至凝练的仙驱都为之受损 数千年内 修为无法提升一分 他眼中并无怨恨 唯有一抹恐惧 数百条天地法则之力 凝练于那座星云中 一击山河倾覆 唯有仙术才可如此 但那陈寻 却是随手激发 这是仙道生灵能做到的事 秦幽 那位五行道族 掌握着毁灭一方大世界的仙术 莫要再去沾染 玲珑话音低沉 苦口婆心地劝解道 此人太古仙族一定会饱下 甚至他的躯体 都已不是人族之身 已被斩断 叶清幽静立在最前方 他的手臂染上了一条条红色艳光 不断在灼烧他的经脉 这样的痛苦已非常人可忍受 但他依旧面不改色 眼中的戾气也全然消失 他倾笑道 此人很重情义 他会坚定不移地 站在三眼古仙族一旁 玲珑沉默良久 开口道 清幽 这样激将的手段太过简单 只会增加他内心的恨意 不是激将 只是为了坚定他的道心 叶清幽洒脱说道 嘴角笑意渐渐收敛 又变成一副冷若冰霜的模样 借于开天者 自然会与史荣性子 有几分相似 你 玲珑 诸位 我们就此分道扬镳 我各方先蒙正式宣传通缉陈巡 西门黑牛 抹去后者苍穹盗鬼镇尊之位 此事上报无将万足 两位不经大事规则的借于修仙者出事 与三眼古仙族叛逆 同流合污 斩杀二人者 各大先蒙为其速先驱 叶清幽眉宇伶俐 话音浩荡磅礴 其坐下五蕴宗弟子 视为同罪 进行大事一切地狱 原神进入新书 此乃各方先蒙令 各大天阶 地阶九天先因阵盘传讯半日 新书内散布一切消息 此人魂灵二时 不入混沌先灵榜 不认天帝 不认种族 此乃天帝邪灵 恐有混沌族奸细之嫌 体内身负混沌法则 息时混沌古兴修炼 当压界前往无将 先人斩 叶清幽目光一横 看向后方 诸位可有意义 谨遵盟主令 发布玄威通缉令 抹除殷天寿 崔英之职 曾强行庇佑罪灵 此乃独职大罪 上报无将先殿 九天先蒙莫要出手 是 让九霄先蒙 九要先蒙 前往祭岭 云台地脉镇守 九天绝影族一脉 镇守星空古路 断其三眼古先族叛逆后路 叶清幽气势霸脸 不断发号施令 在太初大事件掀起大决战 莫要扩散到其他大事件 我九天先蒙自始至终 只有一个目的 清剿大势叛逆 其余各大事件的混乱 不必多管 要么万族派人镇守 要么合力灭杀三眼古先族 那我等先蒙绝不再插手 是 叶蒙主 白眉等人眼中闪过冷光 大乱之势 各大古老 种族出世 各方特殊天狱一族出世 你看你们如何取舍 你们无将万族的力量 如今还足够镇压 三千大事件的混乱吗 有太多大族 都基于那最强万族之位 听闻无将大事件 已有三位仙人临时斗法 玲珑目瞪口呆地看着 还在发号施令的叶清幽 突然感觉 他是如此的陌生 九天先蒙在无将大事件 已在叛逆身份左右游离 只是苍古圣族还在出力 九天先蒙只是竭令不尊 依旧还在清剿三眼古先族 并未有任何反叛无将的举动 太古先族 进驻域外战场 其余强者对此事也保持沉默 一直在观望人族态度 这是要用最后的权利 把他们推到大事的对立面吗 玲珑内心深深一叹 但这怎么可能 有些罪则挥手 即可被无将万族抹去 五行盗族之身 万族怎可前去打压 我等又不是人 他族之一字还未说出 瞳孔突然猛然收缩 缓缓看了一眼叶清幽 他到这一刻终于懂了 无将古人族 翁仙蒙破旧残存的战船 在星空古路中缓缓离去 叶清幽在不经意间小小的闷哼了一声 手臂的艳光线条又加深了几分 其内附着天帝死气 侵蚀仙道本源 痛入骨髓 必须尽快驱散 叶清幽侧侧头 目光深邃地 看了一眼是仙古玉的方向 嘴角竟缓缓露出了一缕笑容 最后一次 望拜你到星永存 是仙古玉中 天帝渐渐变得一片灰蒙 无尽灭神风暴 渐渐席卷四方 各方灰红神殿依旧屹立不倒 神秘古朴 无法追溯其存在岁月 大地上 陈寻目光微冷 方才背后有人出手 不知是谁 大黑牛依旧一脸怒意地看着陈寻 只有一个意思 那臭婆娘日后交给他来 老牛 此方地狱是三眼古仙族的祖地 陈寻伸出一掌 拍向大黑牛的头 冷静道 咱们莫要太过放肆 如今九天仙盟正是强盛之时 不急 摸 大黑牛连连喷出几口鼻息 眼中的愤恨之色 依旧还未消散 如骂他可以 羞辱陈寻 挫骨扬灰 不过 这是他们大安人的祖地 先算了 自然要给他们一个面子 他 他们旁边的神殿内 突然走出一个失魂落魄的杜劫天尊 他手指微颤 目光还在看着那毁灭的星空古路镜头 我 我还没死啊 我还没走啊 他内心咆哮大吼 眼眶都蹦见出血丝 他还有数千年大好寿命 怎么就把他给放弃了 当初来时 可不是这么说的 陈寻侧头 大黑牛转身 那人族男子浑身一震 立马清醒了不少 连忙拱手小声道 前辈 陈寻与大黑牛缓缓相视一眼 这老小子怎么还没走 找死吗 虽然 你是九天先蒙的人 但你并未伤害我宗弟子 至少今日我不会杀你 陈寻面无表情地开口 一抬手一颗丹药击视而去 我们不喜欢在最后一刻救人 你没出手 那便好 此单收下吧 在下风天穿一届散修 陆离 绝非九天先蒙的人 男子面色沉静 恭敬地收下丹药 宠辱不惊 前辈恩怨分明 陆离绝不再参与此事 算欠下前辈一个恩情 此话为时尚早 你杀入仙谷境地 我们只是不杀你 其余的是 当让他们做主 陈寻微微摇头 突然看向某个方向 我的建议是 你如今还是莫做抵抗 死也会死得痛快一些 猫 大黑牛轻笑 看向那倒在血泊中的三眼生灵 被这陆离杀的 是 陆离深吸了一口气 没有再多说什么 修仙界的道理他明白 没有什么不甘 双眼也渐渐变得 有些灰暗起来 哄 天语震动 一位为三眼强者踏空而来 一位老者正在最前列 正是第四 他们身形并未顶天立地 而是缩小了不少 一举一动间 完全是给陈寻与大黑牛面子 也相当尊重他们 大长老 此人 那位陈寻道友的话 可曾听见 当然 交由我族自行处理 此人积压千年 受刑欲 削去法则之力 但不可杀死 如此便可 第四眼中闪过金光 看向身后一侧 可明白 众人微微点头 明白 第四转头 脸庞带上了一丝笑意 身形瞬间出现在 离陈寻不远处的地面 陈寻道友 西门道友 在下第四 弟子一脉大长老 见过大长老 猫猫 陈寻与大黑牛脸上 也是挂上笑意 怎么看着三眼古先祖 怎么顺眼 越看越喜欢 老妞 你看着三眼古先祖 多了一只眼睛 果然比咱们 更加洞悉世间道理 陈寻暗自传音了一句 少有的夸赞了别人一句 所以传言还是不可信 得亲自看了才知道 猫猫 大黑牛也是暗中传音回应 眼中对三眼古先祖 保持着绝对的肯定与赞扬 第四又走上前几步 开口道 两位道友 我们入殿一叙 当然 大长老请 陈寻神色放松 对三眼古先祖 很是尊重与信任 看了大黑牛一眼 老牛 走 猫猫 大黑牛双眼一瞇 立马就懂 好果子早就准备好了 库存都给带出来了 第四身后的三眼强者 也是向着陈寻与大黑牛 点头示意 眼神中还是有些戒备 这一人一牛实力强大 来历不明 相当危险 洛黎虽然身为杜杰天尊 却是一脸坦然被鸭界离去 千年行遇 他自然是受得 只要不死 便一切都有希望 他被鸭界走时 深深看了一眼陈寻与大黑牛 并未有过多言语 第四也带着陈寻他们 往另一方地狱飞去 古狱中 一处中央神殿 其内布局大气恢弘 每一寸材料 都是绝对的老物件 能承载气韵的绝世宝物 看得陈寻与大黑牛 有些眼花缭乱 第四坐在主位也不着急 静静地等着他们欣赏 一柱香后 陈寻与大黑牛坐向侧位 座椅相当宽大 由灭神石铸造 和当年介于灭神法器 不是一个层次的存在 又让他们仔细看了好一阵 陈寻道友 西门道友 第四微笑开口 虽然面色有些苍老 但依旧威严不减 尤其是那第三只眼 就像是天地对此族的馈赠般 丝毫不嫌诡异 而是相当神圣 陈寻面色一素 瞬间起身 看向周围一众三眼谷先族强者 我们今日前来 一是接回宗门弟子 二是感谢三眼谷先族大恩 多谢诸位师舅 多谢 猫猫 猫猫猫 大黑牛神色也变得异常肃母 朝着众人低头视野 这一幕 看得众多三眼谷先族强者 眼皮微微一跳 还有几人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两位的出场 可谓嚣张到了极致 却没想到 是如此讲究仙道礼仪之人 众多强者眉宇威宁 心中不由对这位介于开天者高看了一分 倒也算得上两个另类 介于强者 其实对三眼谷先族 都有一股憎恨 九天先蒙如此 开天者更是如此 第四也在此时起身 神色正重道 两位道友 你们的宗门 与那些凡人生灵皆是 被地天祖宗救下 与我们并无关系 当不得如此 可是封存在介于的生灵 陈寻抬头 眼中闪过一抹微光 不知 这位如今又在何方 我与老牛定当好好感谢 一番这位 呵呵 如今他已在归来途中 第四有事说是 也不隐瞒什么 我族只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地狱生存 但他们的修为太过弱小 只能存活在境地外围 并不是有意 当然 当然 陈寻面色有些激动 虽然我宗弟子 是被天地老祖宗 地天道有所救 但若无三眼古先祖接应 何来他们存活至今 猫猫 大黑牛狠狠拱了一下陈寻 虽然那地天名字不错 但他还是觉得 天地这名字更好 而且 虽然他们看书不多 但懂得道理可是不少 救下如此多生灵的大事 哪能是一个人就能决定的 三眼古先祖 实在太客气 第四瞳孔一颤 天地可乱说不得 他正欲接话 突然一声大吼 震动整个神殿 老牛 猫 上好果子一箱 虽然咱们不多了 但也别小钱 陈寻低声一吼 三眼古先祖 救下咱们如此多的生灵 何曾小气过 花费如此众多的禁地神魄 封印生机 可曾小气过 猫大黑牛长笑一声 也激动起来 直接神识没入 小牛储物界 第四等众多三眼强者 眼眶微睁 脖子都悄然伸长了一分 这话怎么听着那么舒服呢 好果子又是什么 砰 地面上突然出现了一座 巨大的鹤灵树箱子 而且是用五万年份的鹤灵树所作 正值壮年时 用陈寻的凡间手艺 亲手打造 陈寻与大黑牛 研究鹤灵树多年 最终得出了五万年份的鹤灵树 买是最为强壮之时 若用作材料 当是上上之选 更是他们的决然诚意 陈寻面带笑容 看向前方解释道 此为太微子仙果 一颗可增寿三千年 可服用五颗 增寿一万五千年 其内一箱共千颗 是为我们对三眼谷仙族的谢意 猫猫 啊 第四神色终于有些绷不住 下意识惊呼一声 消失在岁月长河中的太微子仙果 竟然是他 他神色也激动起来 面色变换异常精彩 有些没有反应过来 众人三眼谷仙族强者 也是瞳孔一缩 那拳头都在悄然捏紧 神色各异 陈寻眉头一皱 看向众多强者的神色 他们似乎有些不满意 老牛 猫 再来一箱 三眼谷仙族正值大战时 前来时还是想得有些太过小气 仅仅一箱 岂不是太小看我三眼大足 猫猫大黑牛双眼 流露出睿智的光芒 考虑不周 烹神殿中又是一声巨响 又一座五万年鹤灵树箱子出现 其上雕刻着一头燕光赤骨湿 栩栩如生 陈寻眉是随手刻上去的 啊 第四手指一颤 三只眼瞪得老大 这是什么惊天大手笔 他甚至都已经忘记了说话 哼 看来诸位还是有些不相信 陈寻目光 扫过一众强者 他淡然一笑 一手放在大黑牛身上 我与老牛行走修仙界多年 只懂一个道理 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 老牛 猫猫 他娘的 再来一箱好果子 给咱们三眼古仙族 好好补补受命 猫猫 砰 神殿中一道道巨响声响彻 终于在半个时辰后 大战爆发了 陈寻道友 西门道友 算了 算了 够了 够了 陈寻道友 西门道友 信了 我们真的信了 多谢两位道友慷慨馈赠 来人 快去准备宴席 拿出我族珍藏 神殿内大吼声不断 众多三眼 强者奇迹出手 就差直接把陈寻与大黑牛 给抱住 他们眼眶微红 这两位如轻爹灵士 第四显得最为激动 那苍老的吼声最大 毫无一脉 大长老的风范 犹如市井老匹夫一般地 把陈寻架着 再多给 无将万族都得来抢了 哈哈 突然 神殿内爆发起一阵大笑声 其乐融融 所有强者眼中再无戒备 把陈寻与大黑牛围在中间 畅所欲言 陈寻狠狠输了一口气 拱手大笑道 诸位道友 先吃席 先吃席 整个灰红神殿内 突然变得 有些热火朝天来 三眼谷仙族正直战士 本来不该如此 但今日这场颇天富贵 砸在自足头上 自然不能亏待贵客 第四神采意义 荣光焕发 在主位上 不断给陈寻介绍菜品 他们皆是用万年以上的 宝药为主菜 绝没有任何亏待的意思 三眼谷仙族不喝茶 不喝酒 此族习幸喜喝一种 古域中的泉水 有提升大乘七 气血之力的效用 更是炼体宝水 陈寻笑容满面的回应 虽然没有想象中的龙肝凤胆 但也算得上雅致 神殿内也因为这些菜品 变得灵气盎然 一片生机 他与大黑牛更是不挑 收了不少这种泉水 以后拿来泡茶喝 吃喜打包 早已是他们多年习惯 改不掉了 陈寻坐在一张 异常宽敞的桌后 笑道 多谢诸位款待 陈寻道友客解 事先古域 就是两位道友的第二个道场 不错 我们三眼谷仙族 从未接待过外人 两位道友是第一个 陈寻道友 西门道友 敬二位一杯 神殿内众多三眼强者 神色严肃地开口 毫无奉承之意 相当真诚 这是真把他们当作是自己人了 那一箱箱的太威子仙果 五颗果实 就可再活一世 这比渡劫道运 还更加恐怖 可不需要断到重修 两者相加 不知能成就出 如何今世的强者 但在座的每一位 谁又不是一方天尊 哪怕有再多的增售果子 哪怕随手可减 但如此慷慨送出 那根本就不可能 那位陈寻道友 与西门道友的大气与慷慨 远超他们想象 绝对是可交心之人 第三只眼 看不到任何算计在内 这些太威子仙果的数量 足以跋生一代三眼谷仙族 虽说是因果交换 但方才陈寻道友那般作态 绝对是故意的 似乎是在帮助三眼谷仙族 第四把此事看得最为透彻 要是不再拦着他们 后者还能借着装傻给的更多 这样的修仙者 让他内心不由有些震撼 一颗增售果 或许他们会有贪婪之心 但一箱一箱的太威子仙果 砸脸上时 所有的贪婪之心 早已烟消云散 这二位可震杀半仙境的实力 若把他们当傻子 那自己才是真的傻子 就是三眼谷仙族的仙人在此 也不可能动他们分毫 他们的手段光明磊落 不绕任何弯子 可通称明道心 乃是真正的仙道强者 他们不成仙 整个三眼谷仙族的族人 夜晚都得暗自打自己一巴掌 神殿内笑声一片 陈寻笑声很大 这其实是他最向往的修仙生活 自由自在 朋友遍布整个三千大世界 如今五蕴宗长存 已是对他内心最大的慰藉 他笑着笑着 突然沉吟道 大长老 陈寻道友请说 第四差点就要起身 被陈寻一个平和眼神压下 随意点 不知这仙谷禁地神魄 是何如诞生 在下就是好奇随口一问 陈寻说到此处 还解释了一句 见识比较浅薄 若是不方便告知 也无妨 大黑牛吃了口菜 连忙拿出小册子来 禁地神魄 其实他们还是很需要 就怕那些朋友 熬不到真仙界开辟那一天 他还要带着他们 抢仙界地盘去呢 可不能就这样没了 此话一出 神殿内的气氛 瞬间变得有些沉静 众多三眼强者 都是默默相视一眼 轻轻点头 陈寻倾咳一声 眼中浮现出一丝尴尬之色 别是问到别人什么族中 大秘了 第四百首 高声道 陈寻道友 此乃小事 仙谷禁地 乃是岁谷之初诞生的地狱 其地脉连通整个大世界 蕴含着一方 可孕育生灵的神秘法则 所以 一方仙谷禁地 可作为大世界的地基之一 若是被毁灭 大事降臣一分 天灾灵事 山河动荡 亿万生灵 恐有轻腹之危 也因此法则的影响 在无尽岁月中诞生出了 可封存仙道本源的神魄 欲是强大的仙谷禁地 诞生出的神魄就越强大 甚至有可封禁度节天尊仙道本源的神魄 但此物 唯有无疆大世界的仙谷禁地 才可拥有 那里的疆域广袤无垠 天地法则之强盛健全 我也曾去过一次 流连忘返 第四说到此处打去了一句 神殿内的一众三眼强者 都是露出淡笑 气氛一下轻松了许多 陈寻与大黑牛 也是笑了笑 他们当初其实在玄威天都也没逛够 只是心里压了太多事 再无早年心态 不过此物的诞生 也与天地法则的强盛有关 如今三千大事彻底复苏 天地快要进入鼎盛时期 诞生的神魄也是愈加强大 第四又接着说到 但此法则也暗含着毁灭 所以可诞生出灭神时 更可镇压一方仙人 普通修士若是强行来此 唯有身遇 他此话说的有些意味深长 没有解释太多 仙谷禁地的威能三眼谷仙族 还未真正展示过 只是这已关系着族中大秘 点到为止 陈寻缓缓点头 也没有再过多追问其他 拱手笑道 那神魄 看来是牵连着一方大世界之力 只可随着岁月退役增加 不可随意再生 大黑牛也是若有所思 内心还松了口气 他其实没有想太多 只要别像介义修仙那时候 什么修仙资源都酷竭就好 陈寻道友 你所说不错 能封存核道七的神魄 已算得上无上珍宝 拍卖会都不会流出此物 第四微笑道 对于这些事 没有任何隐瞒与忌讳 但若是二位有所需 仅可开口 我三眼谷仙族 沉寂如此悠久岁月 谷狱中的神魄 还不是太过缺少 多谢大长老解惑 禁地神魄 还暂时用不到 若日后没有办法 再来是先谷狱交换 陈寻神色认真 没有客气 当然 第四话语一顿 看向神殿外 眼中闪过一抹金光 画风一转 陈寻道友 帝尊邀你 去珠光湖一叙 不知可否有时间 呵呵 好 陈寻面色洒脱 起身拍了大黑牛一下 老牛 你先吃着 我去去就回 大黑牛轻摸一声 嘴里就没停过 给了陈寻一个放心的眼神 妥 陈寻随即朝着所有人点头示意 瞬间消失在了神殿中 那位三眼帝尊 他其实也想一见 是这里他唯一看不透的强者 灼光湖 湖面上弥漫着薄雾 如同一层薄纱 湖畔的树木参天立 若隐若现地倒映在湖中 似有无数的幻象在荡漾 湖水的颜色 时而婉约如出生的太阳 泛着淡淡的橙红色 时而深邃如 夜幕降临前的紫色 散发着一种神秘的宁静 湖面倒映中渐渐 浮现出一道身影 他的出现 如同湖泊中的幻影 渐渐显现 正是那位面貌尊贵的三眼帝尊 他眼中再无当初那股僻逆与战意 而是一望无际般的平静 散发出岁月沉淀的痕迹 他 一道轻盈脚步声响起 一位挂着临时吊坠的白衣男子走来 他眉宇略低 拱手道 陈寻 见过三眼帝尊 三眼帝尊目光深邃了几分 并未转身 五行道祖 今日一见 看来星海边荒传言非须 仅凭借分身 即可大战十年 搏杀两百位杜劫天尊 陈寻目光泛起湖光的淡灰 只是微微一笑 都过去了 何必再提 你难道已经看出了我的身份 三眼帝尊双手父辈 缓缓转身 吐出的每一个字都中气十足 倒是难得看到 一位道祖低眉 帝尊乃是仙人 修仙大势下 自然不能不尊崇仙道礼仪 陈寻话音飘渺 气质在湖畔旁很是超然 继续说道 帝尊也是晚辈第一位见到的仙人 哈哈 三眼帝尊突然大笑了起来 没有任何气势散发 只是话音抬高了不少 不错 我正是三眼古仙族第三位仙人 陈寻内心一领 神色一抽 他娘的 还真是啊 他就随口炸一下 他呼吸瞬间变得粗重了不少 猜测与事实摆在眼前 完全就是两个不同的场面 怪不得此人一直都如此淡定 一副大局皆在他掌控之下模样 多谢你们赠予的太威子仙果 三眼帝尊 突然语气一缓 三只眼同时看着陈寻 如何得来 我不会多管 也不会多问 能定顶五行道祖的人物 能与你在这个时代相识 是我足荣幸 三眼帝尊目光很是沉静 嘴角终于扬起了一抹微笑 但我说话不惜拐弯抹角 与打雅谜 还是想多问你一句 帝尊请说 陈寻神色变得淡然了不少 也是一笑 可曾恨过我三眼古仙族 是我族封存的族人 加速了戒与灵气的流逝 各大先盟的戒与生灵 一直如此认为 似乎事实也是如此 三眼帝尊瞳孔深邃 哪怕缩小了身躯 也比陈寻高大许多 直愣愣地俯视着他 陈寻文言 却是摇头笑了 不瞒帝尊 当然是恨过 但恨的是我戒与前国 修仙界的生灵 为何被拦住 没有逃脱 三眼帝尊神色微微一正 倒是显得有些诧异 又突然大笑了起来 你倒是与那些戒与开天者 有所不同 陈寻沉吟良久 突然有些回过神来 陈声道 帝尊所说不无道理 是那些封存的三眼古仙族 加速了我戒与灵气流逝 若无他们侵蚀我戒与灵气 恐怕我前国 修仙界 也不可能凋敝得如此之快 从前在下 只是心中想着 如何毁灭九天仙盟 但今日帝尊随口一提点 晚辈倒是误了 陈寻深吸了一口气 眼中闪烁着惊异之色 开始回想起过往自己的修仙历程 不管是钱国 还是大骊 都在逐渐衰落 逼得不得不开天 好家伙 原来根本原因在这里 自己倒是忽略了太多 陈寻眼中金光一闪 犹如醍醐灌顶一般 真正的罪魁祸首 原来是他们 他目光缓缓正式起三眼帝尊 内心暗道 前辈说话可真是不拐弯 陈寻突然内心一阵肉疼 浑身像是有蚂蚁在爬 自己干嘛送那么多好果子给他们 湖面起风了 几缕薄雾缓缓缓飘过 周围的古灵也传来稀稀苏苏的声音 数片落叶渐游过湖中 骑上的金银水珠 倒映出了两道沉默的身影 片刻后 三眼帝尊微微摇头 他眉头簇下一分 我三眼古先祖 曾与人皇有过盟约 我自从降生以来 从未说过一句假话 帝尊贵为仙人之身 晚辈自然是信的 陈寻轻轻点头 不信也得信 挖到人曾经也是这么说的 若我三眼古先祖 会对戒御造成灾难 甚至不断侵蚀戒御灵器 直至毁灭那方世界 恐怕第一个对我们出手的 就是人皇 三眼帝尊话音深沉了几分 陈寻 你从戒御而来 可谓是见证了一切 灭神法器筑机可斩金丹 乃是克制会受的最大力气 你们戒御生灵若取灭神时 是抢夺修仙资源陨落的风险更大 还是挖取灭神时的风险更大 想必你心中自然明白 是 陈寻浑身一阵 瞳孔都在此刻猛然一缩 那天断大勾壳下埋葬的 无尽灵兽尸骨 小赤族群的毁灭 那摒弃灭神风 吹向乾国的大阵 那被切断的大型传颂阵 百里方丈内心的失望与悲哀 激佳的覆灭 三眼帝尊深深看了一眼陈寻 说出了一个惊人真相 我族存在于此 甚至曝散了如此众多的灭神时 一是为了安然存活 二是为了让人族哪怕实力不够 也足以抵御灰兽 灭神时可侵蚀灵气 人皇与我三眼仙辈都曾预计 哪怕戒御陷入下一个天地轮回 也无法侵蚀完整个戒御的灵气 一切后果皆是在可控范围内 哪怕是后路人皇都已为其准备 但我至今未曾看见过任何戒御 圣灵完整逃出戒御 而且似乎制作灭神法器的方法 并未流传开去 介于闭合后 人族看来陷入了无休止的内斗 三眼帝尊话音不及不缓 已经转过身去 逼着所有人族去开天的 其实并不是我三眼古仙族 霍根也不在此处 而是人性 忽颜波浩渺的湖面突然卷起狂澜 一道道恐怖的波纹向着四方扩散 陈循双唇紧闭 双目也在缓缓合上 胸口起伏异常不平稳 只是在那里低难点头 是 三眼帝尊犀利的目光 变得舒缓了几分 淡然道 当初史荣杀入世仙谷狱 他头颅逃离时 我也曾对他说过此话 原来如此 陈循心绪平复得异常快 只是他受上一代九天盟主影响太深 爱憎太过分明 锋芒毕露 醒悟之时已太晚 哪怕到了如今 他也不敢直面我族 三眼帝尊副手仰天 眼中流露出一丝霸气 但九天先盟并未说错 九天觉影族也更未做错 我族如今在这个时代出世 自然是为了颠覆大势规则 乃是真正的大势叛逆 陈循哑然师生 还以为此族是被算计了 结果他们 还真是大势叛贼 但开天毁灭介于一世 不管如何 这是属于生灵求所天地的自由 也是我族奉行的仙道 三眼帝尊淡淡一笑 看透了陈世间太多太多 不管这大势生灵如何看待你们 与你们无关 带领介于万灵斩灭慧兽 以兽献祭 开辟仙道前路 这是何等壮阔之景 三眼帝尊说着说着 就豪迈地大笑出来 霸气外露 人族之人性可败事 也可成大事 我只是当年有些略微遗憾 我若为人族 当为开天者 无将万族 设立生灵先到秩序 为开辟先界断天地轮回因果 此乃逆天行 若无此事 哪怕人皇造成介于莫大祸根 后被人族开天 又何须被他们毁灭介于 你们介于开天者 又何须自相残杀 陈循 晚辈在 陈循朝着三眼帝尊 伸伸拱手 呼吸声都深沉了一分 一股惊天气势 在狠狠压制 此时天地狂风起 湖面波涛汹涌 古墓落叶飘散四空 三眼帝尊副手仰天 朗声道 此言 你可能明误 可能不缺 你到心遗憾 我被修仙者 在苦海争渡无尽岁月 渡心结 破心魔 炼红尘 万载回首 皆是遗憾 岛心皆是缺憾 大师万族 无尽修仙者 哪怕后世或许会出现万道争鸣之鼎盛时代 但岛心不可抛 成仙之路 第一难 岛心圆满 谢帝尊点波 陈寻郑重开口 拱手的姿态又低下了一分 一副求教之相 你并未走史荣仙那条路 他也从未向历代盟主那般亲自出手 三眼帝尊冷声道 但他对戒御生灵出手的狠力程度 乃是历代之罪 连强者也无法出逃 此人到心已计免 你现在还远远不是对手 陈寻眼中闪过一抹冷色 只是默默点头 此事他早已在准备 他更知道 这位帝尊愿意给他说这么多 全是看在好果子的面子上 两人从来都没有任何情义与过往牵扯 你与我族因果已了 与那位叶清幽因果同样已了 这位人族女子的本体还在无疆 乃是可用话术说服一个大族的存在 三眼帝尊眼中带上了一丝郑重之色 他对你已是阳谋 让你站在大势的对立面 你们若站在我族之列 恐怕下场不会太好 陈寻文言笑了笑 目光也看向湖面 多谢帝尊提醒 晚辈已知晓 三眼帝尊眼眶微微一眯 不在此事多言 道心坚定之人不会因天地大势而改变 但今日叶清幽前来之时 他似乎看到了一些 让他也未知心计的大因果 并不是现在 也不是不久后的时代 而是久远到 足以让他感觉模糊朦胧 甚至第一次对因果神通产生了怀疑 这位陈寻先友似乎与人族发生了什么 而那条因果线的波动 就是从叶清幽开始 虽然不想失去这位五行道祖的情义 但他依旧还是想改变一些什么 不想这位再与三眼古仙族有过多牵扯 这位陈寻先友的所作所为 他看在眼里 虽不失人性 但太过感性 此乃仙道大忌 理智永远在被情感左右 无法立即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那叶清幽恐怕对这位陈寻先友的了解极深 甚至是看着他一步步成长而来 他恐怕算计到了后世道心之中 认定陈寻先友 哪怕知晓一切 也不会改变任何 此刻气氛瞬间变得安静了许多 只有湖面泛起的幻象微光 三眼帝尊画风略微一转 吴江最强万族 其实已将各大先盟打入叛贼之链 会清算所有先盟上层 此事被苍古圣族压了下来 略有耳闻 陈寻眼眸深邃了几分 其实并未在蛮荒天狱听到这等消息 更无法了解吴江大事件 知之甚少 他当时还觉得相当高兴 和大多修士一样 都是看看热闹 无法看透其中一切 被各方传播的消息带着思绪走 大战漩涡之中 各大先盟 史荣仙 吴江万族 古人族 三眼帝尊侧头 一手抬起 整个湖面浩大生腾 一尊尊雕像毅力各方 他第三只眼变得异常犀利 五行道祖 帝尊 为表谢意 愿为你施展因果神通 看透这番席卷各方大世界的乱战 如何抉择 随心而动 莫要被大势裹挟 是 陈寻双目一凝 白衣飘动气势生腾 一道道五行神光冲天起 瞬间没入这湖面幻想中 八大先盟 冲破太初大世界之门 于齐天 之行 破旺 八座太初古路 进攻我族八脉 掀起太初之战 与此大世界进行决战 九天绝影族一脉 死守我弟子一脉 镇守史荣九大镇是本源 此战从来不是九天先盟掀起 而是从我族起 三眼帝尊不断挥秀 各大无鹰地貌浮现湖中 我族要第一个拉下 混沌先灵榜的最强 无将万族 就是九天绝影族 此乃世代血仇 你且看好 九天先盟自始至终 随九天绝影族而动 而非九天先阴阵盘 所传训出的信息 九天先盟之所以讨伐我族 只为各大先盟 会施太初大世界 各大先盟的目的 以挥之欲出 攻入天河 与无将古人族大战 使荣先以为先锋 无将万族已看出其目的 之所以还不出手镇压各大先盟 一是域外战场不可回撤 二是此乃人族内乱 陈徐 你当记住 当无将万族宣告三千大事件 各大先盟为叛逆之时 便是所有上层 以覆灭之时 三眼帝尊眼中闪烁着霸气 我族看似在混战之中 但从未入局 各卖主力大军 已入太化 太小 太号等大事件 你可记住一点 介于圣灵的先盟之战 不在我族与九天绝影族中 那是混淆时听 逼万族妥协 让其放路 三眼帝尊手指一点 数尊幻影雕像垮塌 他们自始至终打的主意 都是掀起各方大世界混乱 与吴江古人族开战 翁此方天地狂风呼啸 陈寻双目变得异常清明 脑子终于清晰了不少 抛去了太多无用杂念 他目光深邃地看着湖面 那这样看来 这九天先盟与各大先盟 岂不是封了帝尊先盟目的呢 陈寻眉头微醋 缓缓吐出一句 这对谁来说 都没有任何好处 此事 我们同样没有插手 三眼帝尊淡淡说了一句 现在远远还没有到 真仙界开辟之时 就因为如此的出其不意 才能掀起如此动乱 他嘴角扬起一抹莫名微笑 三眼古仙族出世早有征兆 掀起大战 更是谁也瞒不过 这先盟就像是临时起义 让万族始料不及 不过也唯有这样 才能瞒过太多强者 一步漫步不漫 陈寻眉头又深深皱起 帝尊 人族 会清算 我们介于开天者 何曾说起 曾经了解过一些消息 如今各大先盟如此复死 似乎与人族有着莫大仇怨 加在一起 恐怕唯有这个答案 陈寻目光悠悠 嘴中发出一道叹息 似乎毁灭界域的真正决策者 是吴江最强万族 是同意斩断天地轮回的 所有修仙者 三眼帝尊缓缓侧身 目光注视着陈寻 此事 你可去吴江人黄殿一问 你现在需要做的 并不是考虑此事 大是修仙界 强者为尊 使用阴道心寂灭 无法再进一步 只能止步于人族天河 但你五行道祖不同 三眼帝尊但笑道 你并未被他们算计太多 听说你已先到本源祭免 逃脱先蒙掌控 看来你一路上都有防备 他眼中渐渐流露出一丝欣赏 不管哪位介于开天者 皆是锋芒毕露之辈 自诩大气运者 但捧得太高 摔下的就越惨 哪怕是那位使荣 堪称介于生灵中的佼佼者 但在大势之下 依旧被他们杀得头颅逃窜 被吴江万族 镇压其先蒙内 三千大事广袤无垠 他还是比较喜欢 能一开始就能认清 自我的介于开天者 这样的生灵 才能真正走得更远 湖畔旁 陈寻文言 面色异常平静 他和大黑牛 不是那种天老大 我老二的性子 介于能够开天 那是靠了太多道友 以命拖住 他们再介于 也从来没享受过 什么天骄的待遇 与认同 都是混一混老祖当当 自然和那些介于开天者 有本质上的不同 三眼帝尊沉吟了片刻 继续道 如今道心可有选择 介于开天非我辈之错 哪怕人性如此 此事乃我师兄所托 乃我介于战戒营 元帅所托 乃我与老牛道心所向 再重新选择一次 我们依旧会开天 陈寻沉声道 目录坚定 声音相当浩大 如天雷轰鸣 响彻四方 晚辈初心如此 哪怕大势生灵唾气谩骂 依旧不改 哈哈 很好 三眼帝尊风采无上 朗声大笑 此秩序乃是无将万族所定 又非天地所定 你们又有何措之友 当得如此 他们一族打心底 就看不上那什么大事规则 哪怕成仙作祖 该不承认还是不承认 相当耿直投铁的一个大族 三眼古仙族至此之后 若有所需 我与老牛 哪怕相隔千山万水 定立马赶来 若遇大难 定相互三眼古仙族 陈寻面色变得异常坚定 眼中都闪烁起了异常璀璨的光 不管那恶婆娘想算计什么 晚辈心中如何想便如何做 绝不受外界任何所引导 不灭九天先蒙与玄威先殿 我兄弟气不顺 晚辈喝茶更没有味道 此乃肺腑之言 绝无作假 陈寻一字一句地开口 非发在背后瞬间狂舞 晚辈已明白 现在等太久 都是无用功 待到无将万族正式宣告大事之时 就是九天先蒙最为雷若之日 三眼帝尊听到此言 笑容瞬间僵硬在了脸上 他并不想让三眼古仙族 与陈寻做太多牵扯 点拨了那么多 只是为感谢他赠太微子仙果之情 彻底结束这段因果 但这位陈寻先有的作态 倒是向那些凡尘之人 根本不讲究什么因果循环 你帮我一次 我甚至可以回报到你死之时 三眼帝尊 眉心微微一颤 平静多年的内心 竟然闪过了一丝震撼之感 这位五行道祖 竟然让他感觉到有 脱离这修仙界之感 他目光看向陈寻 渐渐往下 注意到了那颗灵石吊坠 三眼帝尊随口问道 这可是一枚普通的 列等下品灵石 是啊 在下与老牛曾七年 赚取一枚列等下品灵石 此乃我们进入修仙界的开始 虽东躲西藏 倒也无忧也无虑 陈寻也是低头一笑 眼中露出回忆之色 此物从天隐石切出 意义非凡 我等从凡尘中来 自不敢忘 还有一点他没有说出来 他其实很相信气韵与玄学 毕竟接触了太多丧葬之事 也跟过不少老师傅学了许多 此物就是他气韵的象征 一直带着 或许会有好运 那此物倒是宝贵非凡 堪比仙气 三眼帝尊目光微宁 连点了几下头 没有任何打趣之感 话音很是真诚 短短一句话间 他已经彻底明白 这位五行道祖的性子 还有他做出那些决定的原因 陈寻 帝尊 你如今道场在何方 我有三不可助你成仙 自此之后 你我缘分已尽 弟子一脉 已到参战之时 三眼帝尊终于说出了他的最终目的 不助这位五行道祖一把 整个弟子一脉的因果 道心不会圆满 他已看出了 众多三眼天尊 想认作义父之心 唯有自己出手后 他们才能真正的心无旁骛 道心不必自觉亏欠 三不成仙 陈寻内心一阵 竟然还有这种好事 他与大黑牛对成仙之事一窍不通 甚至没有任何关于成仙的秘法传出 他眼眶微微一睁 神色异常肃穆的低头拱手 湖面狂风骤起 嘴角悄然已歪 三眼帝尊第三只缓缓闭合 湖面渐渐变得平静 他沉声开口 欲要叩大事修仙界仙门 度三劫九难 第一劫 斩自我 世间万般 为本我长存 灭其因果 断其杂念 第二劫 明天帝 得三千大事天帝 任其仙位 位不正 则道不成 第三劫 度到新苦海 彼岸仙门 一步临天 一步深渊 如何前行 问本我道心 浩大的声音响彻在天地之中 一片肃杀 威严浩荡 但却无任何一位三眼古仙族人听见此言 晚辈受教 沉寻目光一宁 五行仙童流转其中 神秘浩瀚 你且听好 九难 第一难 道心圆满 第二难 悟道运 所修天地法则不灭 寿命断绝前 则你不灭 此乃仙力雏形 第三难 速仙驱 可突破渡劫后期极限 入半仙之境 肉身未修到渡劫后期 无法承受其仙驱 三眼帝尊说到此处 话语略微一顿 深深看了陈寻肉身一眼 又继续说到 第四难 财难 法则之力圆满 所需仙道资源之浩瀚 非一人之力所能承受 法则之力圆满时 即可勾动天地 寄明其位 第五难 杀劫 三千大势不祥生灵寻来 若无实力 必定陨落 三眼帝尊冷哼一声 目光闪过一抹霸道的寒光 此不祥生灵 若不强行灭杀 西石道玉 足你成道 而当年 此不祥生灵 被他因果神通灭杀 血光滔天 此灵尸骨 依旧被他曝晒在石仙谷狱中 来一个杀一个 陈寻恭敬点头 眼中露出莫名异味 他其实比较喜欢研究这些小东西 到时来了 可就别走了 第六难 道劫 过往所修仙道之声 临江三眼帝尊话音一顿 话风略微一转 你乃是五行道祖之身 无人敢问道劫于你 此难你可忽略 他说完 双眼金光滑过 开道之祖若成仙 不知是何等天地壮阔之景 那时定去一关 第七难 素仙元 前六难若渡 元神空前强大 修仙法 此法我足有 须仙谷禁地灭神时 也是素仙元的仙法之一 三眼帝尊话音意味深长 早已感觉到 陈寻身负灭神之力 此难三眼古仙族 自是要一帮 陈寻先有的底蕴太浅 背后更无大足势力支撑 陈寻身身拱手 心中也有些尴尬 有些东西 是真的靠零食换不到 有价无事 都藏着只给自己人用 但仔细一想 也太过正常 他也不会把太威 子仙果拿去卖 再多也不可能 只留给自己人 绝不便宜给外人 他在这大势的底蕴 不过万年 还常年和大黑牛东躲西藏 现在日子 才算刚好起来一些 才开始原始积累阶段 自然是比不过各方古老势力 三眼帝尊露出一缕淡笑 第八难 素仙丽法乡 道场必须选在各大世界中的特殊天狱 仙谷禁地不可承道 这也是 方才我问你 道场何处的原因 帝尊 蛮荒天狱 可 三眼帝尊理所当然地点头 承道之地的强大 关乎着你仙力的强盛与否 这个时代的每一位仙人 皆是在特殊天狱承道 我等若是可以全胜之时出手 犹如一方天狱向你威压 这已超脱生灵的法力极限于想象 已超脱天地法则之上 生灵生存于天狱之中 哪怕是杜杰修士 也是一存所在天狱之法则出手 而仙人则是在其上 包含天地万象 三眼帝尊不急不缓地向着陈寻解释 用简单的话来说 杜杰乃是一方天狱之尊 而仙人便是这一方天狱之主 陈寻眼眶微睁 心中暗道 牛逼 他终于明白了 和仙人的直观差距在哪里 最多轻浮一方边荒地狱 轻浮整个蛮荒天狱 根本不可能 陈寻眼中露出睿智的光芒 懂啊 出手即可轻浮整个蛮荒天狱 视为仙人 三眼帝尊副手远眺 若是能听见陈寻内心想法 估计他那尖如磐石的道心 都要为之摇晃 这只是一个斗法比喻 随意出手轻浮一方特殊天狱的存在 仙人也不可能 至少现在的仙人 不存在这样的恐怖蔑视之力 三眼帝尊眼眸深沉了几分 但特殊天狱亦有极限 现在并未出现道争 这个时代能有成仙之姿 便不用多想 随着天地愈发强盛 修仙大势黄金 鼎盛时代来临 仙道妖孽平出 这才是最为危险的成仙时代 更别提那连因果神通 都无法看透的无垠真仙界 自己种族仙贤作画前 只留下一句 大势不可逆 真仙界不是万族骗局 此话传荡整个三眼古仙族 三眼帝尊深信不疑 成仙之时 他似乎也看到了天地因果的一角 整个种族在此时断然出世 尤其是那位帝天的回归 他乃是真正的弟子 虽然只有圣灵根 但在那个时代 也是亿万中无一的存在 更重要的是他身负种族最强因果 天赋神通 仁皇的承诺 他族到现在都深信不疑 掀起大战 以到天时地利人和之时 沉默片刻 陈巡看着略微诗神的三眼帝尊 公生问道 帝尊 请问帝九难是什么 帝九难 天劫 三眼帝尊淡淡回应了一声 此劫也叫仙劫 乃是承仙最后一步难关 天劫会助你升华境界 融合其先驱与先缘等 大势天地先雷临身 必须以绝强 身姿迎抗 身负占天之道心 不可退缩半步 三眼帝尊一袍烈烈 一缕霸气的目光直射而出 到了这一步之前 去迎战大势八方半仙强者 聚仙道战役 以破仙观 可停留在半仙之境 逍遥天地万载 三眼帝尊眼中露出一抹不屑 声音异常宏大 陈寻 修仙之徒 一味修炼感悟 求索天地先道 那是仙人做的事 可不是仙人之下做的事 是 陈寻受教 此乃成仙第一步 祝你名物何为仙人 陈寻暗暗深吸了一口气 莫不作声 神态愈发恭敬 眼中异常清明 神采异议 第二步 蛮荒天狱古仙失去 你与西门先有 可敢前去争夺 三眼帝尊头颅扬起了一分 那威严凛然的第三只眼 终于在此刻张开 此乃太乙仙庭坐下古仙失去 藏天种引出 此事无人敢恋话 仙人更不敢瞻其仙庭因果 藏天种布置此欲 只为引出国教福时 三眼帝尊不断向着陈寻 说出一些大秘 话音也变得愈发郑重起来 太乙仙皇之子 为躲灭国大祸 三魂七魄分化出逃 仙皇之子从未出世 而是那屡残魂之身出世 就在影视国教福时中 若要夺得此身 断其藏天种因果 找到那屡残魂之身 三眼帝尊面无表情 气息不知不觉间 变得强盛起来 甚至涌动出一股战意 你也可不寻 若你夺古仙失去之时 背后有仙人出手 我三眼古仙族 为你们接下这桩天大因果 三眼帝尊话音很淡 深邃凛然的目光 穿透是仙古欲天穷 此古仙师 还有那座极品灵石矿脉 则圆满达到杜杰最为鼎盛的时期 这两物必争 成仙之路 所需先到资源之浩瀚 你们背后并无底蕴 只能如此 三眼帝尊冷声道 我族正值全面战士 无法拿出太多 但其余能拿出的一切 我族对你们不会另惜 寿乃是无价之宝 你们无需与我族客解 更不需多言 此乃助你们第二步 记住王指示 第三步 开创成仙功法 若无功法 犹如无根扶平 仙力有手中流沙外泻 哪怕你身为五行道祖之身 也会随着岁月境界跌落 三眼帝尊深深看了陈寻一眼 我族会给你们承仙功法 但只是灵气仙道之路 能悟出何等五行仙法 唯有靠你们自己 此乃助你们承仙第三步 三步若成 仙门即开 三眼帝尊最后一句话 煞时间引起古欲天地异象 充满着无可匹敌的威严和霸气 此承仙三步 不断冲击着陈寻的内心 让他不由地为之有些心潮澎湃 陈寻目光深邃如鸳 五行仙驱已宿 道运已成 仙元可用灭神时 区区仙雷罢了 又不是没被灭杀过 领悟成仙功法一事 只要有参考 他算是行驾 一路就这么摸爬滚打走来的 他思绪变得越来越清晰 一个完整的成仙计划 终于开始渐渐形成 蛮荒天狱成道 非他所愿 他早已描上了 那不可成道的蛮荒星海 此星海的疆域 将于膨胀就是从此地而出 陈寻深吸了一口气 缓身拱手道 多谢帝尊 今日起 你与西门先有入谷域深处 灭神领闭关 那里的灭神石 可非介于普通灭神石能比 多加小心 三眼帝尊淡然开口 能炼化到何种程度 揭开你们境界自身 帝尊我与老牛随意炼化 陈寻还是有些不确定的疑问 眉头微醋 若是炼化太多 无妨 第四已经与你们讲过此时行程 三眼帝尊衣袖一挥 眼中毫不在意 大气朗声道 你们尽可前去 如今可不是那万族大杀伐时代 什么仙道资源都紧缺 是帝尊 那我与老牛就不客气了 陈寻双目一宁 一字一句认真道 三眼古先足 后世 有心了 三眼帝尊刹那间 打断了陈寻的话 神色威严异常 仙人寿十万年 还谈不到后世 也不信自己看见的 那道朦胧因果 你们若能扣开仙门 那一日本地真身降临 再来 亲自为你们庆贺 三眼帝尊踏空而起 在天地中淡淡留下一句话 登仙之路 一步一杀劫 贵为一脉仙道之祖 本地期待那一日 湖畔旁 三眼帝尊已离开许久 陈寻依旧还在低头拱手相送 眼中流露出一丝微微震撼 这就是仙人 厉害 陈寻缓缓倒吸了一口冷气 沉吟良久 心中涌起一股静意 不管是帮他看那各方大事 还是诉说登仙之路都让他受益良多 天地之大 自己一如井底之蛙呀 陈寻自嘲一叹 笑了笑 看来当初面对太宵时真没想错 那仙道底蕴 真不是一人短短数万载岁月能追上的 不过如今五蕴宗长存 日子终归是好起来了 陈寻眼中泛起温柔之色 自己与老牛 终归不是这修仙界的无根无平 不用再四处飘零 哈哈 陈寻想着想着 就大笑了起来 腹手远去 嘴中还在低难 你们这群小家伙 可知何为新疏 何为灵食 嗯 大事灵药 你们肯定也认不出 白衣遇见飘渺 身影朦胧 那淡然又带着笑意的话音 也随之消散在天地间 神殿内 某某大黑牛 哼哧哼哧地吃着宴席 和众多三眼强者 聊得不亦乐乎 一言不合 差点就又想摸出一箱太威子鲜果 他真的太想那些故人 就像是看见了重生后的他们 自己元神 也是一路相互 不断给所有五蕴中弟子传书神念 了解这方大事 尤其是鸡招 大黑牛的元神 都不知道蹭了他多少次 眉眼都笑弯了 有鸡师兄气韵与自己功德相互 就知道 你小子死不了 但最为感谢 还是那三眼谷先祖 没他们 自己与大哥的希望 那是真正被磨灭得干干净净 过往一切都没了 老牛 他娘的 还吃呢 神殿外一声 杂杂呼呼的大吼声传来 相当彪悍 吓得大黑牛脸都一下子扑进了盘子里 惊怒地回应了一句 摸摸 啥意思啊 第四眼中早已明误 起身笑道 那就不打扰两位道友 帝尊已传令 灭身领位两位开放 当得如此 帝尊思虑周到 在下当为其护法 还是那句话 事先古语 就是陈寻道友 与西门道友第二个道场 无需客气 众人起身 郑重其色地开口 反而大舒了一口气 眉宇都变得轻松了不熟 若无帝尊下令 他们闭关修炼 都不得安生 死恩必还 就下一群金丹 原因人足罢了 根本就当担不起 如此颇天富贵 这次帝尊若还不开口偿还 已有三眼强者 准备认作义父 甘为驱使 坐席上 大黑牛眼眶一睁 瞬间起身向外跑去 一个不小心 小牛储物界一滑 砰的一声 一箱好果子 就那么掉了出来 神殿气氛瞬间安静了下来 变得有些微妙 第四手指微微一颤 目光都在失神 这两位道友 就如此考验我们 在座的哪位强者道心 经得起如此考验 神殿所有三眼强者 目光缓缓交汇 甚至还发出喉咙滚动的声音 这一代三眼古仙族 真要从地天老祖宗出世 开始崛起了 第四沉闷的深吸了一口气 此物 帝尊有令 交于地天老祖宗处理 我足自这一代 开启强带之时 葬 明白 众三眼强者 目光渐渐变得犀利无比 重重点头 这一代若是成长起来 他三眼古仙族 将要惊绝整个三千大事 第四呼吸愈发沉重起来 黄眼间 他突然觉得 不应该开战 有些太急 但他内心又突然一震 若是不开战 这五运宗弟子 又如何被牵连出世 他们又如何得到 如此恐怖数量的 太威子仙果 万族大沙伐时代 人皇所作承诺 我族封存生灵入戒狱 这个时代 他们出世于五行道祖等等 一切的一切 第四内心暗道 第三只眼闪烁金色光芒 简直就像是一场 跨越无尽岁月的完美因果闭环 我族真能登陵天地大族吗 他内心翻江倒海 目光穿透神殿之外 深深看了一眼 在那走在大地上 窃窃思雨的两道神秘背影 天地大势的滚滚洪流 终究是来了 路上 一条紫金色的指引大道 悬浮在虚空之中 陈寻与大黑牛 也跟随前去 其余地方不多看不多管 猫 大黑牛一路上 都是惊叹猫猫声 眼眶瞪得老大 陈寻在不断给他 转述三眼帝尊的话 说得简单了不少 猫大黑牛常常喷出一口鼻息 眼中闪烁着微光 一副不懂装懂的模样 呈现的三姐九男 他是听懂了 那大族与大势力的争锋 他倒是没听懂 不过不重要 和他没什么关系 大黑牛走在路上 拱了陈寻一下 随口猫了一声 问了下那仙灵族 与三眼古仙族的关系 陈寻摇头 三眼帝尊并未提到此族 但谁不知道 三眼古仙族 是此族叛逃出来的一脉 连混沌仙灵榜 都不会单独记录此族契机 猫猫 大黑牛咧嘴一笑 你咋不随口问两句呢 老牛 这是别人族中内部事宜 陈寻脸色泛起思索之色 三眼帝尊可是仙人 他没有提及 那就代表不想说 咱们不需要什么事 都去追根纠点 陈寻淡淡一笑 顺手拍向大黑牛的身子 帝尊帮了我们大忙 这就已足够 终于明白 成仙之路该如何走了 大黑牛轻晃着牛头 眼中满是笑意 大哥既然都没多想 那自己就不多想了 他们原本计划 就是慢慢耗天节 耗天地 五行精华等等 没太多方向 傻愣着修炼 今月前来 真是双喜灵门 此时 周围是一片参天古灵 他们已经渐渐 没入一条小道 陈寻眉头一挑 细细地看了两眼 大黑牛的嘴巴 用手把他嘴角的残根抹了 笑道 老牛 三眼族的宴席如何 大黑牛摇动着牛尾 认真地细想了一番 猫猫还不错 但是肯定没有 陈寻做得寻味小吃味道香 哈哈 陈寻大笑 眼中满是轻松 等咱们把一切事 都处理好后 做一个破解车 用咱们破解周改造 带着三妹与小吃 流浪三千大世界去 猫猫 没错 就像咱们见到 大势凡间的那种 灵能法器一般 本座到时候给你露一手 咱们破解周 也该改造改造了 陈寻神秘一笑 你大哥在大势凡间时 你以为只在游荡 偷学手艺呢 猫 大黑牛喷出一口炽热鼻息 目光炯炯地看着陈寻 不愧是大哥 突然 气氛一致 把五运宗弟子先安顿好 他们如今原因死寂 先让所有人闭关恢复一段时间 钱国凡人放在山下 陈寻画风一转 目光微微一凝 老牛 岁月还长 大势辽阔 先借未成 一步步来 走稳 定心 才刚刚开始罢了 大黑牛神色一素 深深看了一眼陈寻 重重点头 在五运宗归来那一刻 他就已定心 走 陈寻目光如电 看向远方 带着大黑牛 大步迈向古林深处 半个时辰后 他们经过一处 毅力大地上的灰红古殿 横向完全看不见边际 他们停留片刻 向着旗内走去 殿内壁画神秘 透露着远古的气息 存在的岁月相当久远 他们目不斜视 渐渐穿过这座古殿 嗡 此刻一股 汹涌如同浪潮般的灭神风 席卷而来 一座连绵数千万里的 红尾山脉 渐渐涌入眼帘 放眼望去 无边无际 蜿蜒曲折 仿佛是一条龙脊 延伸至远方 其上空黑云密布 天穷昏暗得几乎 让人无法看清周围的景象 强烈的灭神风暴 肆虐着这片天地 没有任何活物可存 风暴中 电光闪烁 雷声轰鸣 电弧在天空中划过 将黑云划破 相当之压抑 各大威俄古月旗上 曝散者覆盖着一层透明 而略带黑色的灭神石 随意一看 每座灭神石 都堪比仙诀那庞大身躯 巨大灭神石 宛如星辰般 点缀在山脉的每一个角落 一直延伸到山脉的尽头 而他们宛若黑夜的化身 神秘深邃 让人不寒而栗 陈寻与大黑牛 站在殿外远眺 眼眸满是震惊 顿感口干舌燥 太多了 多到让他们为之头皮发麻 质量更和天断大平原的灭神石 不可相提并论 嘎嘎 陈寻与大黑牛喉咙中 发出怪异的吞唾叶声 呼吸变得越来越紊乱 想必是受了这恐怖的灭神风暴影响 哄 半空中闪烁起一道绚丽异常的五行神光 照耀四方 一艘巨舟缓缓出现 正是破解舟 陈寻与大黑牛 缓缓相视一眼点头 汉匪套装笼罩全身 炼化灭神石必备此物 简直就是克星 他们脚步一踏 冲天起 瞬间站立在鹤头之上 只露出一双眼眸 一个鼻子 一张嘴巴 气息瞬息之间都变得相当心寒 老牛 梦 我问过了三眼帝尊了 这次咱们不用跑路 经过咱们三眼谷仙族一致同意了 自己的店 梦 他还说不用客气 本作都再三确认过了 此乃超级大货 大族敌月 陈寻说着说着 就下意识摸他背上的家伙 空空如也 他面不改色地扣了下背 咱们神石蜕变的机会 终于是到了 大黑牛连连点头 神色激动地 看向远方那无边无际的巨大灭神石 转了 终于可以安心练化 不用再跑路了 老牛 走起 往东方 猛猛 翁破戒舟响彻出一道震天动地的响声 五行庇佑阵法全开 驱散灭神风暴 轻车熟路 疯狂朝着东方驶去 轰隆隆 陈寻盘坐骑上 二指病例 瞳孔中异常犀利 每一座灭神石的破碎 那都是仙人镜碎片 是他们对仙人镜的渴望 大黑牛怒笑一声 一座五行阵道法向拔地而起 破戒舟所过之处 灭神石 进阶碎裂成积粉 也无需再担忧会惊动谁 破戒舟速度如流光 达到灭神岭后终于慢了下来 陈寻与大黑牛 一颗五属性原神缓缓顿出 旋力气头顶 半日后 一座巍峨谷月轰然垮塌 阎尘向上席卷数千丈 瞬间把破戒舟吞没 陈寻与大黑牛 双目闭合盘坐 两尊五行灰红法香 疯狂炼化这些巨大的灭神石 其头顶原神 散发出神秘幽光 向着四面八方 渐渐弥漫 一人一牛 彻底进入了闭关修炼的状态中 灭神岭也因此 多了一个又一个的恐怖天坑 此时众多三眼强者 还在外卫其护法 布置仙谷禁地大阵 如此座态 只希望这两位 道友能安心多吸收一些 毕竟猎神石 升华原神城仙源这条路 异常危险 哪怕是他们自身种族 走这条路的族人 都相当之手 地天没走 三眼帝尊同样没走 此仙法 还是从万族大杀伐时代传下 第四 在一座山巅远眺 目光露出一丝忧愁 叹道 陈寻道友 西门道友 以自身安危为重啊 他摇了摇头 此时乃是由天地精华酝酿而出 虽有大机缘 但更有大风险 自己指望他们先到昌龙 哪怕不能凝聚仙源 最差也可让他们修为大增 修 突然远空爆发出一阵波动 一位三眼天尊 神色阴沉的踏空而来 大长老 何事 第四 心中一领 看来不是什么好消息 九天仙盟通缉陈寻与西门道友 并且以上报吴江仙殿 将整个五蕴宗 同样列为通缉者 大势之下 他们寸步难行 此人说完 眼中涌动着一缕杀意 此消息扩散得相当之快 太以大世界各方震动 这是有史以来 九天仙盟下的最狠力的一次仙令 公然通缉半仙强者 宣传他们魂灵 二十 什么 第四略微震惊后 又冷笑一声 无稽之谈 问道 九天觉影族呢 不多管 此乃大势通缉令 非一族之力能左右 九天仙盟 至少还掌控着一些职权 三眼天尊谋光森寒 魂灵二十自然是不幸 大长老 现在需要派出强者去接应他们 至少要送入蛮荒天狱 陈寻道友道场 派出弟子一脉 二十位天尊 为其开道 第四话音冰冷 眸光看向无尽遥远处 谁敢拦路 无须多言 杀 哪怕太古先祖 义士 是 三眼天尊低眉 缓慢应了一声 突然 气势在此刻轰然爆发 一艘星空战船 旋力虚空之中 他没有任何废话 立即踏入其中 目的地 太乙大世界 玄威天狱 嗡嗡是 仙谷玉天狱连连震动 一艘艘星空古城 瞬间开道离开 此时 那座神殿内的菜肴微冷 已空无一人 太乙大世界 玄威天狱 蒙目大海域 今日阳光明媚 云层霞光不绝 但却是充斥一股 异常凝重的氛围 轰隆轰隆轰隆大海狂笑 犹如山风耸立 一层层地向着地面 压来 大浪之上 一艘艘恐怖如山岳的战船在驶来 上面旗帜写着仙 但这个仙字旗帜 却被一条血淋淋的划痕抹在上方 各方海族经济 都躲在其助地名神禁弃 这是哪来的势力 他们不惧垃圾回收场的吗 嗡嗡天狱 一条条空间通道纵横八方 各大辉弘战船 驶过蒙目大海域天穷 其上的旗帜 依旧是那用血痕划破的仙字旗帜 上面屹立着一个个杀意盎然的仙奴 他们嘴角挂着冰冷的微笑 望向南渔大陆的方向 昂昂至一头头巨大的玄小海龙 遨游四海 眼中依旧透露着冰冷杀意 数百万族人 已集结蒙目大海域 布置今天杀伐大阵 这一次 赌上他们这一脉的族域 一处边荒海域中 被驱赶至此处的八脉蛟龙眼中 闪烁着兴奋与惧怕 黎晨仙殿反叛 玄威仙殿兵临城下 大势力洗牌 崛起的机会来了呀 他们愿为仙殿冲锋 愿说出这里的一切消息 但这里早已成为 蒙目大海域中的一座孤岛 元气泯灭 坐标不存 完全就是被囚禁在此处 所有八脉蛟龙内心极恨 内心嘶吼 急掩狗贼 他与垃圾回收场 乃是与黎晨仙殿同流合污的叛贼 他们要去报信 但依旧没什么用 一处海岛上 一位鬼面族的大成静男子 森寒一笑 轻声道 小辈们 若是再有异动 先灭你族 这已是本尊最后一句话 四 边荒海域中 所有八脉蛟龙 静若寒蝉 世道变了呀 他们竟然敢在大事中 公然灭族 这是大事规则于何物 几位八脉蛟龙掌权者默默摇头 周围绝非只有一位大成尊者 而且 他们这番坐态已经疯了 自己可还不想死 忍着吧 某处大岛上 早年加入垃圾回收场的 五大宗太上长老 齐聚一堂 气氛异常严肃 已经在做着最后决定是关宗门万年道统 不过这些年 他们宗门扶摇直上 甚至还出现了河道后期强者 再进一步 那可就是威震一方的大成尊者 太初大世界爆发恐怖大战 九天先蒙清朝而出 混乱席卷周围各大世界 如今更是爆发出惊天消息 先殿讨伐黎晨先殿 这蒙木大海域 谁人不知 垃圾回收场当初就是背靠黎晨先殿起家的 如今海面与天羽无数战船法器划过 已是反叛之项 明显是要互助黎晨先殿 但九天先蒙与大势规则 深入所有修仙者道心 可不是说敢反就敢反的 五位大宗太上长老 已陷入骑虎南下之场面 诸位 如何作响 这是反 是 垃圾回收场 如今已有这番 莫要废话分析了 只看利弊 咱们已经上了这艘船 先殿处理逆贼手段可是猪连 下不来了 一位老者镇定开口 直接打断那人下文 他目光相当凌厉 几眼大人只有一句话 可入蛮荒天狱 也可断绝关系 现在说再多已无用 蛮荒天狱 有人惊吼 胸口起伏不定 又煞时间平静下来 现在确实已经来不及多想其他 诸位 若返 通告宗门 整装待发 举宗搬迁 老者起身 言语都相当果决 冷声道 当初既然已做出选择 自然要冒着大风险 不可能指的好处 都是修仙之辈 道理无须多言 其余四人 也是郑重起身 相视一眼 重重点头 下达宗门搬迁令 断海 宜山 入蛮荒天狱 谨遵长老令 四面八方 一道道洪亮的高吼声传来 五大宗门驻地轰然震动 周围海域掀起滔天海啸 黎晨岛 五构仙灵 莫浮羊盘坐在四座大幕前 神采飞羊 他嘴角忍不住的羊一起微笑 五蕴宗 是道祖的宗门 道祖更未生死 哪怕被太乙大世界所有仙殿通缉 谁又能耐道祖任何 轰隆隆 一头头巨大五行傀儡 行走在无垢仙岭中 搬动大量鹤灵树才 那些傀儡身躯流转五行之气 身负强大灵压 恐怖异常 他 此时 远方走来两道身影 一男一女 正是云晶 洛霜 见过莫管氏 两人气势强盛 境界已突破核道期 但面对练续期的莫浮羊 依旧恭敬异常 莫浮羊 看向横梗长空的大量战船 敦厚的面容露出微笑 道祖复生 这些墓碑倒已无用处 小姐种下的花田 我已收好 莫管氏 九天先蒙宣告整个太乙大世界 通缉厂主与黎晨仙殿两位店主 云晶话音冰冷 手中握着一大串储物件 黎晨岛已成微岛 我垃圾回收厂强者 已全然进驻四方 玄威仙殿已在前来路上 南渔大陆 已有大宗与散修强者前来 欲要调查五蕴宗 他们心怀不轨 不过已在监视下 洛霜深吸了一口气 这些年已变得更加沉稳 无法联系小姐与厂主 吉掩大人已出动下辖势力 开战抵御仙殿 他同样手拿着一大串储物件 已从灵印中取出全部灵石 不给都天万界灵庄任何封印的机会 莫管氏 这已是开战前景 吉掩大人已在蒙木大海域布置多年 似乎就是为了应对如今突然情况 洛霜深吸了一口气 内心翻江倒海 如今已在大量撤离垃圾回收场修饰 我等也迎来选择之时 难道吉掩的大人对手 一开始就是那坐卧九天的庞然大物吗 怎么可能 洛霜神色复杂 天人交战 外界风云皆动 整个大海域都笼罩在一片恐怖肃杀氛围下 留给选择的时间恐怕不多 莫浮阳意味深长的点头 并未多言 他可是跟着道祖一路走来的 知晓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莫管事 云今目光深邃地看向莫浮阳 郑重缓声道 我们可是要反 此话一出 落双胸口也微微起伏了一分 内心其中相当不平静 那可是临驾九天之上的无上势力 一言定亿万修饰生死的存在 翁突然 地面投射出一阵阴影 一艘庞大无边的战船 缓缓出现在黎晨岛之上 一位大成尊者从中踏出 目光凌厉地 看向无垢先灵 但他竟然在此时拱手道 奉几眼大人之令 接诸位撤离蒙目大海域 莫浮阳眼中泛起激动之色 他早已把道祖与小姐的家当收拾好 恭敬拱手道 谢诸位前辈 晚辈已等候多时 他目光缓缓看向落双与云今 重重点头 云今瞳孔猛然收缩 哪怕早已做好心理准备 但听到确定消息后 还是忍不住浑身一震 不过他也连忙沉声道 乘风山庄已收入储物法宝中 前辈当年不弃 能让云今有如今修为与地位 那反了又能如何 云今又突然嘀吼一声 把旁边狮神的落双 都是吓得眼皮一跳 一道责备的目光瞬间横去 落双目光一鸣 坚定拱手道 落双院相随南宫小姐 凡 诸位请上船 那位大成尊者正色道 三人直接冲天起 眼中毫无犹豫之色 轰隆隆 黎晨岛上空 漠然风云震散 一股惊天气势从黎晨仙殿冲出 崔英目露滔天震惊地出关 这是怎么了 休 休 三道大成强者的声音瞬间冲来 他们拱手道 崔道友 奉起眼大人之令 退走蒙目大海域 阴天尊已在蛮荒天狱 崔英眉头一皱 神念飘散四方 黎晨岛大量生灵出逃 陈巡与西门黑牛 被九天仙门通击 黎晨仙岛被打入叛逆之列 他瞬间回过神来 像是明目了一切 自己天资差了 天兽不少 还未突破 但崔英并未多言 轻轻点头 那就叨扰诸位道友了 请 三人神色一宿 这位副殿主 已突破之大城后期 境界威压异常明显 天羽号大阵响声不断 各方垃圾 回收场岛屿 都有空间阵法强者施展法力 一条条空间通道 早已在当初建立好 终于到了使用之时 远在黎晨岛之外 一处被大阵封印的岛屿上 一位为穆家人仰望天羽 他们等待今日多时 终于到了出世之日 穆族恐怕已到回归之日 嗡嗡 一艘艘庞大战船划过天羽 皆是垃圾回收场的强者 他们沉声道 奉几眼大人之令 接诸位离开 一位穆家准备好新的道场 多谢道友 一位穆家老祖 重咳了几声 这些年来 暗中与垃圾回收场的合作 可是相当密切 蒙目 可是当之无愧的战争法器仙才 难于大陆海岸 轰隆隆 恐怖的气势暴散八方 天与大地皆是一阵 玄威仙殿 难于仙殿以冰临海岸 微月眉头大昼 目之所及 各种恐怖的战争法器 已在天际对准所有仙殿修饰 四空元气 早已被强者泯灭 甚至以曝散空间逆转大阵 让仙殿的修饰 无法瞬间抵达蒙目大海域中 微月目光暗含沙翼 看向大海中 冷声道 玄霄海龙 敢阻我仙殿修饰 是如今各方的战乱 对你们造成了错觉吗 哪怕今日杀不了你们 战乱平定之时 诸多天尊清零 就是你玄霄海龙灭族之日 微月弘亮 且带着杀意的话音 激荡而去 可莫要被一时利益 与混乱 蒙蔽了双眼 触犯大势规则 哪怕天尊都杀不了你们 那背后来的 可就是仙人 森寒的声音 随着海风吹拂而去 所有玄霄海龙如临兵叫 那坚定的目光 瞬间被这三言两语动摇了 心中涌起一股难言的巨矣 玄霄海龙族 三夕时间 再赶拦我们 与叛逆同罪 微月面若冰霜 向着天际呵斥 还有你们 仙奴之身 也敢俯视本尊 好大的胆子 放肆 轰露磅磅浩瀚的声音 像是要把天际击碎 微月长发狂舞 眼中充斥着一股决然怒意 清算之时 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一头巨大的玄霄老海龙 喷出一口龙溪 他屹立在最前方 红亮开口 仙奠 此路不通 区区玄霄海龙族 你们敢反 反了你九天仙盟又如何 老海龙眼中射出幽光 声音之大 传遍四方 所有玄霄海龙族 都是瞳孔猛然收缩 像是在表达同一个意思 族长 别这样直败啊 留点余地啊 海岸旁的所有仙奠修士 面露震撼 久久无言 甚至怀疑自己的耳朵 出现了幻觉 微跃双拳紧握 咬牙切齿道 玄霄海龙族 你胆胆再说一遍 我玄霄海龙族 反了你九天仙盟又如何 老海龙气势生疼 龙溪声暴射八方 声如红中 此路 不通 沙仙殿战船背后 传来一道平静的命令声 抹去玄霄海龙族 一个不留 话音刚落 轰 轰 轰 天际那停靠的无数暗天盟战船 瞬间开跑 根本不讲道理 恐怖的法力瞬间覆盖方圆数万里 而其背后 还有一个巨大战争法器 正在叙事待发 好 好 龙音声响彻 双方瞬间交战 那背后下令之人一手擎天 以一人之力挡住那些战争法器的冲击 他眉头暗皱 冷哼一声 嘴角竟然渐渐露出一丝有趣的笑容 在玄威先殿多年 终于是遇见点乐子了 一道红光冲销而起 天地法则滚滚降临 大战之处所有悬宵海龙族瞬息之间暴退 他们内心惊吼 杜劫天尊 本不想出手 但奈何叛逆太多 唯有用鲜血镇压 先变天尊淡淡一笑 淡漠的目光俯瞰此方战场 一座中行道器已凝聚成形 你们方才已错过最好的存活的机会 长轰隆隆 咻 他话还未说完 突然天外射来一道巨型光柱 接触地面的一刹那 海岸倾覆 海面掀起惊天狂澜 一缕缕辉红天地法则 从天而降 镇压一切 时到伟岸身影踏行于大日之下 他们有三只眼睛 只露出一股威严凛然的阴影 那恐怖的第三只眼 死死地盯着仙殿修饰 其中一位三眼缓缓踏出一步 露出一道冷冽笑容 仙殿修饰 我们才是对手 仙殿天尊身形狼狈 竟然被偷袭击落在地面 威严禁师 他面色阴沉地看向高空 神色漠然之间 浑然大变 在太出世界大战的三眼 古仙族 威月脸色刷的一下 变得比死人的脸还白 完了 太多天尊了 比他此生见过的天尊加起来还要多 三眼族人眼中涌动着战役 看向另一方 你们退走 无需多言 无人敢踏进海域 暗天蒙的人猛逼了 玄霄海龙族吓傻了 什么情况 老海龙小心翼翼地退后了一步 眼眶一颤 绝对没错 传说中的三眼古仙族 战天斗地的强族 糟了 岂不是自己说了一句反了 就跟着真正的大士叛贼 扯上关系了 如今就是跳进这蒙木大海域中 那关系都洗不清了 反九天仙蒙 和反三千大事件 可不是一个道理啊 老海龙仰天悲乎 急眼害我 他面色悲戚 但还是要保持礼仪 恭声道 多谢诸位前辈相救 我们先退 众多喧嚣海龙族 眼色有些茫然 怎么族长 这神色有些不对劲 被救退走 怎么像是去哭丧一般 这不大好事吗 蒙木大海域上空 震响声不绝 养魂气灵族 亲自守护空间通道 清离 清婉目露杀意毅力上空 无惧生死 清婉 看来厂主假死 是为了避祸九天仙蒙 清离扁平的瞳孔 露出一股邪义杀伐之气 看来厂主是要反了 不过小姐 为我族解除仙奴之身 自当生死相随 当年如此 现在亦然 清婉气势昂然 已不再是多年前的淘宝人 他坚定目光直视远方 我族百万修士 已积极蛮荒天狱 愿随常主一战 清离眼眶微睁 衣袍裂裂 无声点头 他深邃目光 依旧望向远空 目之所及 四眼八荒 天上 阔海 皆为同道中人 难于大陆 整个莫家风声鹤唳 众多在外的强者回归 当初陈徐那件事 莫家可是在背后出力不少 如今就连黎晨仙殿 都被打入叛逆之列 他莫家可没有任何心存侥幸 有些事做过 那就要 有做好被清算的准备 这样的叛逆大事 哪怕是仙国凌家来了 都不好使 这里可不是仙国地狱 莫家与凌家更未完婚 碰 外面来了一行女子 整个莫家紧闭的大门 都被一脚给踢飞 带头之人正式御玄 他目光灵力 静止走向莫家大堂 无人赶拦 此时莫家老祖一脸愁色 站在大堂之上 他们在玄威仙殿上曾无人 不能了解到 九天仙蒙对莫家的态度 更从未准备过逃离 这次的消息来得太过突然 让所有人反应不及 他神色一阵 看向大堂外 拱手道 玉璇道友 哼 没想那两个小子 竟然惹出了如此大的祸事 牵连四方 玉璇面若冰霜 只不过嘴角似笑非笑的 但终究还是 有些没出息 怎么这九天仙蒙 只通经的小子 没通经莫夜寒呢 哎 玉璇道友 莫家老祖汗毛倒数 这话能这样随意说出口的 哼 玉璇突然笑了 挥动清白长裙 一下坐在莫家主位上 说道 莫老头 让你家那小子 也得本尊争点气 九天仙蒙又有何惧 莫家老祖哑然一笑 上了九天仙蒙的通经名单 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莫家的数万年名声可就臭了 无需担忧 本尊就坐镇此处 玉璇冷哼一声 霸气外露 若你们莫家被牵连 举足找那个小子去 死一位族人 就拿到他面前去哭丧 啊 莫老头 你呀什么 这是可是他惹出来的 本尊如今还在帮他擦玉璇话音 突然一顿 连忙看了别处一眼 不管如何 他是欠下本尊人情了 他身后的几位师妹 都是忍不住偷笑了一声 玉璇师姐说话做事 可是不讲任何道理的 哪怕是天尊都敢触怒 多谢玉璇道友 莫家老祖轻声一叹 也没想到当年的小事 竟然能惹出如此天大的乱子 玉璇面色很是镇顶 只是淡淡一笑 随即闭目入定 他倒想看看谁敢来莫家 天穷的霞光云彩缓缓飘过 无声无息地见证着修仙街的一切变迁 又渐渐飘向远方 玄威天都 玄威通天塔下 这里的四野依旧热闹非凡 没有受到任何战乱影响与波及 一处略显平凡的阁楼外 一位练须七掌柜正在制作静止 他沉默寡言 就连阁楼内的修士都很少见到他说话 他一道脚步声渐进 他平静道 掌柜 这里可有寿丹贩卖 强者 掌柜目光一宁 内心瞬间警惕 手上的火也慢慢停了下来 他不苟言笑 并未抬头 道友 这里只出售一些法器 并未担要售卖 更何况寿丹 道友恐怕是来错地方了 但观道友气息 气血磅礴 远超练虚期 一看就是服用过寿丹之人 你是谁 掌柜眼中泛起寒光 猛然抬头 但却是一种异常陌生的面孔 道友 这里乃是天都 可别起什么不好的心思 那位说过 会给你们晚辈一个答案 骨骼略显怪异的男子微微一笑 如今大势乱象出现 这里已不是安全之地 在下渊明 见过戴凶 喷掌柜瞳孔猛然收缩 静置碎片从手心滑落 他浑身微颤 是那两位前辈 自己只是一位无名小卒 他们到如今还记得吗 难道如今被九天先蒙通缉的那位同名之人 真是他们 戴性轻眼眶蹦见出血丝 轰然起身 渊明凶 那两位如今在何方 可曾安好 先殿若是要镇压 可是要出动碾压至少两个境界的强者 他突然激动了起来 黄少就是被先殿强者无情镇压而死 哪怕过了如此多年 情景他依旧还历历在目 呵呵 戴凶不必担心 渊明笑了笑 从储物界拿出一刀玉牌 外面有人接应 收拾一下离开此地 入蛮荒天狱 好 戴性轻重重点头 这次没有丝毫犹豫与矫情 他比任何人都明白 这次事件的严重性 更对此人信任无比 受担与答案之事 只有他们之间才知道 渊明拱手离去 没有多言 他此次前来悬危天都 还有其他要事 带走戴性轻 只是因为渡士大人 曾在他们面前提及过此人 急眼说了 不要渡士有任何后顾之忧 戴性轻收拾好一切 紧握玉牌 跟随两人 默默离开悬危天都 没有引起任何人注意 而此时 远在玄威通天塔外的 另一个繁华地狱中 这里仙道傀儡与法器盛行 在远空中 有不少特定航道的 傀儡法器穿行 为不少隐藏身份的修仙者 送货上门 其内中心 甚至还有一座 庞大的地标性建筑 此建筑如同幻影一般 不断变换造型 有数千丈之高 一条长河 洒下连通天外星辰 向着四方蓬勃灵气 这里的万族生灵之多 但丝毫不显的拥挤 因为道路太过宽广 各方仙阁等 其他建筑阁楼占地 亦是相当广阔 今日 一处镇阁背后的 清幽小院内 魏希涵坐在长亭中 他长发飘飘 面容冰霜 正在与自己对异 一如当年 在介于大理一般 修空中 飞来一个小型法器 他缓缓张开 一道神念 缓缓没入魏希涵神势中 他眼中闪过一抹冷光 还是未能探查到 他们丝毫消息 玄威天狱广袤地 让他心计 自己打拼多年 也只是刚好 能在这玄威天独安稳下来 势力根本就伸不出去 抵运太过浅薄 此时 外面来了一位男子 后者公声道 公子 查到了 讲 魏希涵眼中 依旧冰冷 九天先蒙通缉之人 已确定是介于开天者 五蕴宗同样是 从介于而来的宗门 知道了 魏希涵深吸了一口气 强坐镇定 可有过往消息 没有能力探查 男子摇头 眼中有些黯然 等 魏希涵话音一尘 依旧向外多散发一下记号 若是师父与师弟师兄们看见 他们会来的 公子 这么多年不可放弃 现在开始 多关注新书内先蒙消息 明白 男子低喝道 转身离去 待到男子离去后 魏希涵放在棋盘上的手 缓缓捏紧 如果他未来作画 那就交给下一代 重新为魏家在大事积累抵御 魏希涵目光沧桑地望向这片霞光溢彩 而又梦幻的天语 低难道 父亲 母亲 孩儿绝不会放弃 云端之上 玄威仙殿外 两道单薄身影 缓缓走出天门 面无表情 气势颓败 被现实好好上了一刻 这两人正是当初 意气风发的 百里风药与范旺 汉清乌多年过去 他们什么也没做到 谁也没找到 从前的三百六十周大离 如此浩瀚疆域 都不如玄威天都一方地狱 更遑论其他地方 范旺手持灯笼 笛声道 师父 先蒙通缉的修士 是他骂 百里风药轻生一叹 玄威仙殿之主 远在蛮荒天狱 关于此人信息与过往 也全被某位大天尊抹去 查不到任何 先前往UI战场吧 百里风药话音有些悲凉 世间难有十全十美 缺憾才是常态 范旺 就此离去吧 师父 那我介于仙区者 回归我族战舰营 带他举旗 百里风药目光渐渐变得伶俐 现在唯有等 世界太大 我们唯有等待那一日 介于万众归来 范旺手中的灯笼 闪烁得异常明亮 重重点头 也唯有他们 才能有如此实力与号召力 两道身影 往云端穿梭法器的站台而去 渐渐消失 太以大世界 无垠天狱 云族一脉驻地 这里高峰直入九霄 无数云族修仙者再次修炼 那缭绕山峰的云雾 仿若被吞吐一般 要光照耀方圆数百万里大地 翁翁 天穷震动 风云激荡 一艘艘如同山岳一般的战船 缓缓驶来 这一刻 各大高峰红光冲天起 一位为云族强者默然睁眼 神色凌厉 何人 每一艘战船 屹立数位大成尊者 加起来 整整有百位 甚至那艘最前方的战船上 还有一位气势深不可测的 年轻人族女子 如此阵仗 所料不错 恐怕是一位大成后期修士 甚至她是杜劫天尊 都不是没有可能 一处山巅之上 一位云族白袍男子 眸光闪动 他望向长空高鹤道 悬威天狱的垃圾回收场 不请编入我族道场 何意 此话一出 天地气氛一阵凝滞肃杀 各处山脉中的云族子弟 与族中强者皆是面色微变 这数千年来 崛起最为恐怖的一大势力 其内修士 遍布数十个天狱 涉猎先到各大行业 尤其是炼器一行 各族不少炼器大师 竟接相投 卖出的法器低于市场价三成 质量可完全不差 不少人都猜测 其那恐怖的分解能力 但有些觊觎的大势力 掌权人都莫名蒸发 甚至还要被抓去先狱的事情 其财力更是庞大的令人恐惧 九天先阴阵盘每日的午时 整整一刻时间被磁场买下 小道传闻 磁场还涉猎其狱外战场 给各大宗门提供战争法器 如今可是已正式入住蛮荒天狱的存在 人的名 树的尹 光是其名号与传闻就足够威压他们云族一脉 完全就不是一个仙道层次的存在 高峰古陵里不少洞府外出现人影 众多天骄暗暗星际 他们云族与垃圾回收场 可是风马牛不相及 如此威灵又是何意 如今九天先盟正值大战 各方先殿力量微薄 太以大世界皆有乱象 大势规则在现在都有些不管用了 已有大量杀伐之士涌出 上空并无人回应 所有人的目光也并不是 看向那位最强者 而是看向另一位大成静女子 他缓步走向前方 渐渐露出一副英姿飒爽的面容 正是云韶 云韶俯瞰高峰 像是在寻找着什么 两九 他突然目光一凝 法力加持在话音中 奉度是大人之令 接回我玉阁修士 云西汉 温化音吹响 威严浩瀚 那是一种不容置疑的态度 不是询问 更不是请求 而是命名 此话一出 高峰四处精华生四起 云西汉那不是当年为求心中正义 多管了一桩闲事 杀了一位强者子嗣 随后被抓入仙域镇压 多年后才归来 哪怕如今为平息那位强者怒意 还被镇压在熔岩山下 被真火断烧 某处地方 一位云族天骄咬牙切齿 眼中暗含怨恨 为何又是他 云西汉 待他被抓入仙域后 他已是这里最负盛名的天骄 本来按照常理来说 他从仙域回来后 应该是废了 但他似乎又更强大了 那大道之力恐怖滔天 自己又再次落败于他手下 但云西汉却为正眼多看他 哪怕是一眼 他回来后 像是改了性子 不再冲动 也变得沉默寡言 为不给种族一脉多天麻烦 自封于熔岩山下 但今日所有人都反应过来了 此子是在等人 熔岩山下 那滚滚熔岩之中 响彻起一阵低笑声 磅礴的声音 滚滚从这里爆发而出 云烧 我自知几眼不会骗我 杜氏大人更不会骗我 在下终于是等到了这一天 云西汉大笑声响彻天地 洒脱 释怀 他当初未住几眼 迫弃南宫小姐困境 以回归家族为由 请动两位大成尊者 拦截玉璇尊者 天穷之上 云烧眼中闪烁出璀璨光芒 看向某处弟弟 云兄 如今你倒是狼狈了许多 这些年了 受苦了 见过云西汉大人 见过云西汉大人 战传之上 众多大成尊者 恭敬拱手 随行前来的众多修士 低头拱手 大声喝道 天穷之上流光顿起 一位位大成尊者 默然间出现在熔岩山下 分裂两排 为其裂道 这一幕 让各方云族修士 倒吸了一口冷气 眼眶都是在不经一间一颤 好家伙 这才是真正的一飞冲天啊 那处洞府外的云族天骄 目光血红看向远方 牙齿都要咬碎了 为什么不是他 云 西 汉 我云修 与你势不两立 云修内心低吼咆哮 眼中的极度之火 熊熊燃烧 一定是他夺了自己气云 天际 突然有一位大成后期强者 驾驭灵兽急匆匆地前来 那飘扬的黑发 都显得有些莫名狼狈 云勺目光微冷地看去 他身后那位女子 也是意味深长地 看向另一侧 星秀老怪 我垃圾回收场 接回云西汉 你星秀宗可有意义 云勺冷哼一声 相当不客气 当年一事 我们已调查得清清楚楚 你那位子嗣如此混账 你不知 错可不在云西汉 误会 星秀老怪眼眶微睁 大喝一声 连忙解释 此事早已作罢 云勺倒有 我宗与垃圾回收场 可是真诚合作 绝无欺凌这些后辈子弟之嫌 那混种修炼邪法 本该就有此一劫 本尊还有一儿一女 以亲自教导 没有一丝嚣张跋扈之性 星宿老怪的语速相当快 宗门方圆数百万里的垃圾回收场业 都敢承包下不久 眼看灰红灵山就要降临 怎么可能在如此关键时刻出乱子 他们眼光异常长远 早已看见了仙道垃圾回收的恐怖暴力 只是花费的时间要长一些 等得起 云勺露出淡淡微笑 我垃圾回收场能选择 你们星宿宗 自然是看在云西汉的面子上 因果已了 可不要再抓着不放 当然 当然 星宿老怪微微松了口气 甚至还朝着熔岩山下的云西汉 拱手了一番 再没有任何恨意 这一幕 又看得云族所有人眼皮一跳 早已被震撼得有些说不出话 背后代表的能量可有些太大了 容颜山下 云西汉面露沉静地缓步走出 没有任何张扬之态 而是砰的一声半跪而下 朝着山巅拱手败别 那几位这些年 为保自己性命做得太多 身为修仙者 不可忘本 高峰山巅之上 几位白袍尊者目露欣慰 微笑点头 西汉 这三千大世界可大得很 当是出去闯一闯了 不必内心自觉有亏欠 天地好广 当心怀坦荡 呵呵 去吧 几道柔和苍苍的声音传荡四方 很是释怀 也很是宽慰 能追随强者 那是殊荣 也更能看见别样的仙道风景 走出自己的路 云西汉重重点头 西汉就此一去 不知何时才能归来 诸位前辈保重 山巅之上的几位寒笑点头 同时朝着远空拱手 这小子就交给你们了 云勺神色正中了几分 缓缓拱手回应 一柱香后 翁半空云雾震散 一条灰红的空间通道降临 云西汉转头深深看了一眼阻地 换上一身衣袍 漠然间看向深邃的空间通道 战船也在此刻 缓缓消失在这片天狱中 被黑暗逐渐吞没 三千大事 域外战场中 望兴崖之上 血依先王覆手远眺 沉默不语 他身后站着一位模样 奇丑无比的人族男子 尤其是那猙獰的牙齿 还裸露在外 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 天狸 血依先王淡淡开口 看来陈寻就是度视老人 是 天狸恭敬异常地低头拱手 眼中带着毫不掩饰的焦急之色 沉声道 先王多谢您这些年的栽培之恩 嗯 血依先王目光淡漠 不嫌不淡地应了一声 见到他时 让他多加小心仓谷圣族 背后算计他的人可不少 他说完眸光深邃了几分 看来当年的怪异之状 背后果然是有推手 九天先萌 血依先王闪过一丝杀意 周围的气氛 都漠然间凝固了几分 勾结域外邪灵 算计大势修仙者 当诸 天狸闻言浑身一震 不敢置信地 看向血依先王背影 度视大人 又和仓谷圣族有什么关系 血依先王淡淡地冷笑一声 你传达我一便可 是 天狸深吸了一口气 度视大人 恐怕是在域外战场中发生过什么大事 关系着一些天大秘密 血依先王 没有在陈寻的话题上多加谈论 而是画风一转 天狸 血是九轮转 好生修炼 你的刀 但为心中清明所拔 天狸眼中流露出浓烈敬意 沉声道 是 呵呵 血依先王嘴角 难得露出一丝微笑 缓缓侧头道 天生凶相又如何 世人多庸俗 本王当年杀尽各族万万人 又有何人敢论 世间唯有强者才可遵 唯有到新承明之辈才可静 你未来的路还长 莫被皮囊所束缚 道心若有缺憾 如何想便如何做 短短戴着沙伐之意的两句话 话音却是那般温和 虽毫无气势流露 却让天狸心中感到一股难言的震撼 天狸 你可知 正是脱离宗们 带回师兄师谷 天狸低吼 腰上挂着的面具 随着牙风晃动 先王之意 晚辈铭记 嗯 血依先王眼中闪过一丝满意 依旧淡然道 你可知本王为何忠于你 不知 天狸憨厚地善笑了一声 先王倒是从未说过 急眼和渡视大人也没说过 为什么带着他 我血依一生战八荒 拜万族强敌 镇守天运国门 仅仅只是从一位小族做起 血依先王副手仰天 朗声道 本王不喜仙道修士的尔虞我诈 小人做太 但为尽忠肝义胆之辈 天狸 你若生于万族大杀伐时代 当与本王同行 天狸正正地看着血依先王 还以为只是自己的资质不错 您 时日无多 用过神魄之人 不可自封 血依先王异常洒脱地 望着虚无声空 朗声笑道 这个时代倒是有些无趣 域外战争已是本王最后一程 先王 有增寿宝药 天狸话音一颤 下意识往前踏了一步 以您的天资 怎可指不天尊敬 我天运先国的底蕴 非你所想象 血依先王微笑摇头 眼中泛起一丝沧桑之色 本王所吃过的增寿宝药 早已到达三种 但就算作画 也应当是血运在战场之中 今日前来 只是相送你一程 无需再多言 血依先王目光一鸣 邪腹一柄 血光长枪 其浩大气势 煞时间席卷天地 天狸 若你能看见未来仙界疆土 记得前来天运凌家 先王 为何 天狸眼眶一睁 抬头看向冲天而起的 血依先王 当然是来参拜本王 这可是本王为你们这些后辈 打下的仙界江山 上空泄光浩瀚 磅礴的天地法则威压天地 血依先王仰天大笑一声 身影 已随滔天血光消逝 唯有那道霸气的言语 还营绕在天地间 路途中 血依先王突然看向某处 仙国军庭 战戒营 他淡淡一笑 眼中竟然出现了追忆之色 百里一足 仁皇坐下 率先攻入三千大世界的先锋大军 踏根古仙国 灭仙古境地 为人族奠定三千大世界根基的杀戮先军 唯一把三眼古仙族 逼得未战先退的恐怖先军 哪怕从未交手 都是唯一 让凌家都感觉不如此族的军庭大势家 万族大杀伐时代中期 百里一族极流涌退 以杀的族中之人 万中不存一 堪称损失最为惨烈的人族一脉 最后莫名消失 哪怕是万族大杀伐时代结束 此族也再未出现在万族大舞台中 大事传闻是遭受了太多种族强者的针对 血脉似乎是出现了大问题 就连先使都未曾记载此族 像是被人族抹去了一切 也只有他这样的时代残余 才为之知晓 百里一族出世已久 无将古人族也不接回他们吗 血衣先往眼中闪烁着滔滔冷光 又露出一道意味深长的笑容 或许真正的遗忘 是什么也不知道 也算是保护他们的方式 恐怕无将最强万族的上层 也会装作不知道 没必要再去沾染此族因果 不如共同好好开疆阔土 开辟仙界疆域 他目光渐渐收回 那血脉中的战役 无愧于军庭世家 哪怕消失了一个大时代 竟然都能传承至今 血衣先往浑身 同样散发出一股惊天战役 目视混沌深空 他眼中竟然带上了一丝欣慰 能与此族同战 也算圆了当初未了的遗憾 远方 望兴崖下 吼 突然响彻起一阵怒吼 大帝被一个庞大巨人一拳轰碎 齐拳散发出五行之力 威能竟然进一步再次被激发 咔碰 碰 碰 大帝军裂 出现一条恐怖沟壳 巨人屹立大帝 霸裂的目光看向四空 高吼道 砸毛凤凰 再敢当本尊 事也一次 撕裂你 历历天穷一条庞大的火凤划过 他眼中闪动着巨矣 这九天绝影族的人变异了 这修的是合炼体功法 昂至一道龙音声响彻 一条太古神龙俯看大帝 眼中流露着浓浓警惕 这九天绝影族的仙族 定是断道重修了 大帝上 仙爵轻握双拳 黑黑低笑 在这一瞬间 天地都散发出一股刺耳的阵鸣 仿若是他那轻轻一握 把四方虚空都给捏碎殆尽 周围各族生灵面色一变 都侧头望向各方 假装没有看见 众所周知 这九天绝影族修体 将灵气仙道融入肉身中 升华仙道境界 现在可倒好出了一位这样的怪物 这仙爵刚入狱外战场之时 便大杀四方 像是封魔了一般 拳风所致 直接把那狱外邪灵 轰成了天地五行之气 这决然的一幕惊具八方 后来那恐怖的恢复能力 更是让各族修饰大跌眼镜 不用疗伤丹药 不用灵气恢复 直接吸收这天地五行之气 修复肉体 这难道不是怪物 这难道不是大势一灵 只要不被打轰碎成积粉 只要他精气未曾耗尽 只要天地五行之气不绝 他就可一直征战 毫无弱点 此时 仙爵奔跑在大地上 速度快如流光 把种族天赋与五行仙道 完美配合到了极致 他眼中闪烁着极度兴奋 道祖并未生死 天离 妖月 走 仙爵狂笑一声 把四面八方都掀起一阵狂风 咱们快去寻道祖 这些年来 我斩杀大量邪灵 灵石已够还债 上空的火凤与太古神龙面色有些无奈 你们本族都还在太初大战 你到底在这兴奋什么呢 家都没了 他们相识一眼 摇头离去 还是离这仙绝远一点 此人不仅暴杀域外邪灵 自己人也照打不误 遇见同境强者 就要挑战一番 若无如此宝区 早已不知身死了多少次 弄得不少仙道强者 看见了此人都是绕着走 都希望他能进入仙国军庭 来人好好管束他一番 远处 妖月面色沉静 再无当初那般妩媚之态 眼中充斥着一股淡淡麻木 他听闻到了那个消息 大势叛逆 先蒙通缉 自己当初又惊又喜 暗自找了一个地方 臭骂了这个都市好一顿 但回过神来后 他内心却是一阵莫名刺痛 那个男子可是他见过最为强大的仙道生灵 镇压同境先遇所有罪灵的存在 仙道本源寂灭 假死逃顿 哪怕是复生 都受到那坐卧九天的先蒙的通缉 他这些年究竟经历了什么 明明他就是一个简单的人 不是吗 妖月喃喃自语 从储物界拿出了一件灰色麻衣 出神良久 为何这个大事 修仙界总是如此不公 为何要如此逼他 他眼中隐忍着一股滔天怒意 嘴唇竟变得有些心红 他手中不由紧握这件陈寻相送的衣物 自己跟随他出仙狱 从来不是要去覆灭什么九天先蒙 那是他与急眼的事 妖月胸口微微起伏 黑发缓缓飘舞在空中 他又想杀人了 他旁边还站着一位老玉 只是他浑身一散出迟暮之气 眼神异常浑浊 更是一副受重伤的模样 看起来已是命不久矣之态 比风小说儿这位老玉 正是跟随前来的云影 当初入狱外战场之时 受了太多伤 很难恢复 如今已成旧疾 气血之力都开始衰败 但他瞳孔还带着感慨与欣慰 没死便好 可逃入蛮荒天狱 此天狱是一个好去处 九天仙蒙可管不到那里 当初还有一头大荒异兽齐鸣 跟随前来 只为了来寻找大黑牛 但他太过心急 大势战争更是太过残酷 仅仅是天外邪神光一击 就把齐鸣轰击得肉身破碎 连躲避的机会都没有 不过他原神陶顿 如今还在云影身上 以待将来为他重塑身躯 山崖上 天离还在恭送血衣先王 并未搭理先诀 妖月面色带着沉重心事 也更为搭理他 云影只是淡淡一笑 同样为开口 仙爵脚步一顿 尴尬住了内心暗叹一声 啥意思啊 找道祖去啊 天离目光朝下 不急不缓地开口 仙爵兄先回蛮荒天狱 急眼说过 杜氏大人会第一个前去找他 等待便可 哦 仙爵问声问气地应了一声 仔细想了想 确实如此 谁能知道 道祖现在究竟在哪 他想着想着 瞳孔一缩 脚步猛然一踏 大地又是一条裂缝爆开 他怒声道 天离 我还有一位师兄 在蒙目大海域 咱们先去接 仙爵兄 九天先蒙消息传出之时 急眼就已做好准备 所有人都已接回 天离淡淡地笑了笑 不愧是他 真是骗得自己好惨 咱们无需担忧 急眼早已算到了今日 不会丢下任何人 更不会出现任何意外 嗯 不认识 仙爵善笑一声 真没见过 那多谢那位急眼兄啊 那我们快去蛮荒天狱等道祖吧 好 我已传讯天运先国的垃圾回收场 接应人 天离神色也变得有些激动 狠狠吐出一口灼气 原来渡氏大人也有宗门 言外之意 他想加入五蕴宗 他曾经也是在宗门长大 比起垃圾回收场 其实宗门更加适合他 哈哈 道祖定会开创五蕴宗五行一脉 仙爵双眼微亮 大笑起来 那我和莫管家 可是开山大弟子了 天离 别废话了 走走 妖月眉头暗中一蹴 对宗门深恶痛绝 所有悲惨回忆 全是在宗门内发生 并不惜陈寻背后的五蕴宗 但他也没有多言 默默与云影踏空 跟随他们离去 蛮荒天狱 在这短短几日内 数千万生灵从各方天狱涌入 但却只是犹如一滴水流入大海般 激荡不起任何风浪 但暗天盟的老巢 幽暗海却是热闹无比 各方强者涌入 完全就是一次大集结 海面与天穷 都是战船的震响声 大海深处 一处修筑在崖壁的鼓楼中 两道身影远远相断作 他们深邃无比的目光 都是看向远方 流露出深不可测的气息 而其中一位 正是暗天盟 盟主 穆青鱼 此人面容轮廓分明 眉毛浓密而整齐 像是两柄利剑 他一袭青衫 宽阔的额头上 一缕白发如同银丝般洒落 与漠黑的发色相应成去 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蔑氏老人 穆青鱼微微侧头 似笑非笑地看着对面 一尊怪异的水形化身 若九天重开 我暗天盟可能一睁 此时水形化身的面孔下 露出一道恐怖怪异的微笑 此时 你可找寻几眼商议 看来蔑氏道友的这道化身之术 还是有所欠缺 穆青鱼眼中略有失望 像是在看傻子一般 不瞒道友说 你的化身之术是在下看过最差的 心智不全 呵呵 水形化身很是淡然地笑了笑 丝毫没有动目 多谢穆盟主此次相助 一朝天子 一朝晨 九天仙盟已衰败 当然得尽早站队 穆青鱼不嫌不淡地吐出一句 我暗天盟日后 可不想站在仙盟队里面 面对这几眼 仙盟已无存在必要 水形化身冷冷地吐出一句 穆盟主想得有些多了 穆青鱼沉默 深深看了水形化身一眼 也不多做解释 这些事 自己与几眼商谈就已足够 这化身的大局观实在太差 这样的化身 若是本体 他能被九天仙盟晚死而不自知 穆青鱼画风一转 不知蔑视道友本体在何方 可前来幽暗海一叙 他有些受不了 和傻子打交道 很没有意义 嗯 在挖矿 挖矿 穆青鱼面色一抽 内心大胆晦气 自己就不该多问 蔑视道友 我还有一炉丹药未炼 失陪 水形化身眼中露出深思 确实在挖矿啊 怎么一副不相信的模样 太初大世界 是仙古玉 灭神领中 传来一道猖狂的大笑声 哈哈哈哈 倒牛 都是我们的 轰隆隆 灭神领中 满是浩大的破碎声 俯看而下 全是一座又一座的天坑 破解周的鹤头上 陈寻浑身冒出灰暗的幽光 浓郁到了极致 一本用神破碎片做成的功法 浮现手中 但此物并不能用神念修炼 必须细细感悟 承受灭神之力 一寸寸磨灭神识的痛苦 若是一个不慎 神识全然泯灭 再无机会速先缘 除非断到重修 完全就是一个靠气韵的凝聚之法 陈寻的笑声 渐渐凝固在了脸上 低声道 老牛 别着急 先充阴神窍 功法暂时别修 梦 大黑牛认真应了一声 目光还放在下方的浩瀚灭神识中 陈寻微微眯眼 这些灭神风暴 在汉匪套装的加持下 根本无法侵蚀他们的神识 只能被炼化 他不断运转着体内五行功法 天地人三窍揭开 各大周天在窍穴中循环 最后又凝聚于一处 像是在冲破什么 陈寻拿出一本小册子 逐字逐句地细细看了起来 又像是回到了原点 此时灭神风暴徐徐吹来 陈寻盘坐静力 一页页地翻过 他嘴角露出一缕淡淡笑意 自己当初还真是傻得有些不知死活 也还好 是在介域成道 天地法则不全 微能大减 大黑牛瞥了陈寻一眼 没有打扰 又继续用五行法则 分解那如山月一般庞大的灭神石 他如今身负五行道运 就是法则的化身 目光所致 灭神石内 无声骤其五行神光 从外界看来 他就像是自行分解一般 根本就没有外力 更无任何法力波动 大黑牛缓缓喷出一口鼻息 面容憨厚 还带着惊叹 还是天地法则好用 不必借用外界五行 哪怕是没有任何气息的仙玉 也可无中生有 尤其是那五行道运 简直就像是法则源泉 生生不息 源源不断 完完全全地杀人于五行之中 不沾任何因果 只是道运与法则也有穷尽石 但大黑牛暂时想不到 能把他们可以逼到如此境地的修仙者 毕竟还有那系统法宝存在 五百四十倍的加持提升 若能呈现三千大世界之大 万族修饰 无人敢在他们面前大叫 猫大黑牛想着想着 就憨憨地笑了 他对斗法没什么太大兴趣 可以保护大家 安然地活着不受欺凌就好 到处走走看看就够了 陈寻依旧还在沉思中 没太注意到大黑牛 时间就这样缓缓流逝 一年后 灭神领一处天坑底部的山洞里 陈寻与大黑牛的头套已摘下 灭神风暴不能轻视其身 更对他们神识无效 陈寻眉心法闻发生异变 死气黑线 竟然在当初介于毁灭后 再现其身 他布满了陈寻肌肤表面 但却相当有序 丝毫不显杂乱 陈寻背后几缕发丝 在黑发与银发之间闪动 他神色有些痛苦 一些莫名的记忆片段 不断闪烁在脑海中 痛苦哀嚎声不断营绕鱼耳 猫大黑牛眼中有些慌乱 陈寻老牛 我没事 陈寻声音有些嘶哑 像是石子划过地面一般 他的面庞在死气黑线的映衬下 有些争鸣 可能是吸收的太极 原神产生了某种共鸣 猫 大黑牛瞳孔一睁 他明明比陈寻吸收的还多 陈寻盘坐余地 头颅低垂 露出一丝苍白的微笑 白手道 老牛 天地人三翘 神翘 体翘 何以为仙翘 他可承载我们的一切力量 化身仙力 挥手即可倾覆一方天狱 陈寻此时还不忘吹牛 分散了一些大黑牛注意力 陈声道 你快去炼化灭神石 还有下一步计划在等着我们 猫猫 大黑牛欲言又止 还是满眼担忧地看着陈寻 老牛 本座在修炼仙法 猫 大黑牛一惊 看着欲要发怒的陈寻后 提翊阳连忙往外跑去 绝不能在此时打扰他 此乃大计 待到大黑牛离开后 陈寻深深看了洞府外眼 目光变得异常冷漠深邃 喃喃自语道 这是谁的记忆 为何看不清 谁在哀嚎 他一声闷哼 那莫名的记忆又在此时消逝 陈寻眉头深深促起 看了一眼旁边的仙缘修炼法 内心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他娘的 假货 陈寻二指并立胸前 一道无形无相的无属性原神 盘坐于其头顶 后者竟然缓缓睁开了一双五行仙童 天地脉络竟在其中 杂乱不堪 温无属性原神 爆发出一道惊天暗芒 竟在此刻冲天起 他无视一切山壁山体阻碍 像是融入了这处灭神领 他思绪所到之处 便可到哪 无属性原神 旋立在灭神领上空 五行先同其内包囊还宇 如星空 一般浩瀚 他目光射向八方 此方天地五行法则瞬间紊乱 轰隆隆 各方面神古月震动 有灭神时冲天起 有灭神时倒垂而下 有灭神时横空穿梭 五行逆乱 天地倾覆 无尽灭神时漠然破碎 粉尘飘散在整个上空 昏暗的天穷 被黑色的尘埃遮蔽 黑暗天目降临 那滔天灭神之力 犹如无数条溪流一般 汇入那道旋立空中的 无属性原神 而此时 因为天地脉络紊乱 天坑竟然倒旋 朝着上空跌落一般 而那些掉落的庞大碎石中 还夹杂一个金轿的黑色小身影 大黑牛四体 犹如游动在手中一般 长啸大叫 摸摸摸 摸摸 呵呵 老牛 打扰了 陈寻露出淡笑 盘坐在一块无序移动的碎石上 目光倒着 看向大黑牛 这才是五行法则 与混沌法则的运用之法 此乃真正的蔑视之力 混沌法则 可不仅仅再是用来赶路的 老牛你且看好 猫 大黑牛瞪大了眼睛长笑 陈寻又鼓道出什么法术了 他眼中露出大哥牛逼的崇敬之情 陈寻当年可是看了百家功法 还买了不少大式法术与传道士钻研 都没怎么看他用过 算了 还是差了点 突然 就在大黑牛准备开炉击败时 传来一道淡淡失望声 让他的动作戛然而止 陈寻摇头 不管是时间还是境界远远不够 这些年都忙着跑路去了 没过过几天安生日子 来日再说 他现在乃是杜劫天尊 对仙道的理解已算是达到顶点 可在大势开山立交的存在 一眼就可看出自己哪方面不足 不过现在这些事 对于自己来说都不太重要 成仙才是大事 他这半年来曾推演 强行炼化古仙诗区 虽是一条大捷径 但肯定仙路有缺 不是一条好路 但自己已经等不起了 陈寻深吸了一口气 看了一眼 还在盯着他的大黑牛 此子还差他三分 自然不能让他与自己走一样的有缺仙路 怎么也得让他在后面等着 免得这老牛成仙后 差他九分 此时 天穷闪烁灰色暗雷 陈寻原神吸收的速度之恐怖 辽阔无比的灭神灵 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泯灭其一角 老牛 我在研究研究升华仙元之法 陈寻黑发飘扬在灭神风暴中 神色平和道 咱们从前的速度太慢 某某大黑牛漂浮在空中 连连点头 什么也没多想 突然 陈寻面色微变 一缕血色记忆闪过脑海 他深吸一口气 默默将这些杂念甩去 莫名其妙 他双目一凝 又继续施展法则 炼化灭神时 大黑牛在远空瞪大了眼睛 静静看着陈寻的本体原神一变 此乃从无根精气花孕育而出 牵连着它们的根本 一人一牛 也渐渐彻底沉寂在无边灭神灵中 光阴荏染 白居过细 百年光景 灵身时见桃花笑 弹青听水争夜长 静如弹指一挥间 唯有那份淡然 永远镇刻在心间 陈寻与大黑牛 默默守望着无垠的灭神灵 任四眼萧瑟 任光阴静好 灭神时终将散尽 只剩五行法则不变地流淌 曾经镇压仙古禁帝一方的灭神灵 如今却是变得有些枯迹 短短百年 竟眼睁睁地消失了一半 翁今日古遇天狱浑然大变 囚禁灭神灵的大阵竟然松动 恐怖的灭神风暴席卷高天 其上暗灰色节云翻滚 一道道惊天闪电皮下 却全数汇聚像半山腰的一处裂骨 这裂骨中 陈寻的无属性原神 盘膝而坐 周身气势在不断增强 一举一动 皆有凝练到了极致的浩瀚灭神风暴相随 他没有嘴巴 没有鼻子 唯有一双五行仙童 冷峻如刀 看透生死变幻 身形却是像一个男童般 元神双手结印 天地的气机便随之涌动 脚下的古月山石 都在这强大气场下 瞬间粉碎 他身上源源不断散发出 五色的法则光环 照亮幽暗的山谷 花 他身躯猛然一阵 声音远远传向古域的每个角落 山川未知颤动 下一刻 无数道灵力暗芒 自原神蹦射出来 劫云刹那间退散 甚至都不能抵挡其一瞬 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显得异常狼狈与惧怕 自惊天地 无人可问劫于本道祖 陈寻的本体副手 毅力山巅之上 一美飘飘 声音带着不可抗拒的霸道 在这仙谷禁地中 缓缓回荡 猫猫 远方另一座山巅之上 这仙谷禁地的远古笑声 如同闷雷乍响一般 滚滚远去 咸员出城 轰隆隆 天地的阵鸣声浩大不绝 惊动了 还镇守在 视仙谷域的所有三眼古仙族人 第四从神殿踏空而起 遥望被破除法阵的灭神灵 他面色一抽 下意识惊呼大吼 我足灭神灵了 大长老 是那个方向没错 一位三眼天尊面色难看 内心竟然还产生了一丝自我怀疑 那里可蕴含着天地毁灭法则 自称一方阵机 吸收如此海量的灭神石 他们难道没有出世 这怎么可能 第四眼眶都要瞪报 浑厚的声音正响 灭神灵被吞噬了一半 啊 几位三眼天尊踏空而来 眼中带着不敢置信 大长老 灭神灵绵延数千万里大地 就是仙人 也不可能吞噬如此之多 此乃我足底蕴之一 那可是无尽岁月形成的灭神石 仙道修士的克制之物 有三眼天尊发出颤音 瞠目结舌地望向灭神灵方向 那里满是深渊天坑 像是被绝地三万了尺般 如此丧心病狂 神石就如同修仙者的眼睛 灭神石虽然克制神石 但也绝不能被修仙者如此吸收 神石哪怕再过强大 也是有极限 第四不断发出吞咽唾沫的声音 他们这是有多少元神 才可承载如此数量浩瀚的灭神石 这一刻 天地所有声音都消失了 几位三眼天尊面面相去 这凝聚的会是何等仙缘 还有为何方才会有节的气息 穿透外界而来 有消失的异常快 此刻 不少三眼生灵目录滔天震撼望向长空 他们都在长空中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在缓缓形成 激荡的气流 正朝灭神领压来 威势恢弘 第四瞳孔一抖 猛然看向漩涡深处 此刻一尊闭眼仙童 不急不缓地从漩涡中降临而下 其身侧道运化虚伪时 如同游龙一般 常伴于身 威慑古惊 他目光淡漠无情 穿透一切空间 瞬间横扫而来 这一瞬 第四等强者 都只感觉心头一震 面色瞬间变得异常难堪 竟然出现一股不可违逆之感 那稚气的面庞上 分明蕴藏着 超越杜结期的黄黄气息 令人窒息 难以直视 在这惊鸿一撇下 他们差点就要被威压地弯下腰背 漩涡却突然震散 天地瞬间一片清明 威压不存 唯有两道身影长存 大长老 诸位 多有得罪 某某陈寻与大黑牛 站在远空真诚拱手 面色稍显尴尬 收放有些不自如 陈寻道友 西门道友 你们如今可好 第四狠狠输了一口气 毫不在意 但他背后已出现一丝冷汗 竟被那道运 环绕的仙缘一眼镇压 自己可是半仙境修饰 他强作镇定 又多看了一眼 那消失一半的灭神灵 陈寻道友与西门道友 送了如此多香的太微子鲜果 区区这点损失 可恶啊 第四五关 微微变得有些扭曲 巫族绝不肉痛 远空之上 陈寻没有嘻嘻哈哈 神色异常严肃 诸位道友 我与老牛遇回蛮荒天狱 如今食不我待 就不矫情多言了 某某大黑牛 喷出一口炽热鼻息 去抢古仙剑 第四目光微宁 陈寻道友 如此焦急 我三眼古仙族的损失 陈寻定会补上 这次多谢了 不必 这乃是帝尊承诺 更是我族承诺 呵呵 放心吧 陈寻淡笑一声 知道这次消耗有些过大 可能把别人几百代的积累 都给弄没了 听说帝天还未回归 此言一出 第四心中一灵 面色变得深沉了不少 帝天祖宗 应该是困在万劫石沙中了 但这是天骄 必须要历经的磨难 他族意志没有多管 相信他能靠自己走出 是 第四陈生道 陈寻道友 不必担心 帝天祖宗 不过是被困住百年 还没有到生死危难的地步 万劫石沙若有灭神石 日后定当拿来赠予我三眼古仙族 猫猫 大黑牛看了陈寻一眼 肯定地点头 无主之地 根据修仙界四舍五路大法 那就是他们的 那处古仙界一世 陈寻再度朝着所有三眼古仙族败别 成仙之后 一切皆修 翁大黑牛抬起牛掌 天穷撕裂 一片混沌虚无扑散 他们目光正重 转身踏入其中 半月后 蛮荒天狱 碧穷领海 见天地茅庐外 一条灰红山脉拔地而起 其内山巒重叠 云雾缭绕 大阵横行 各大楼台隔雨被修筑而起 大量仙才被送入这条山脉中 一座座庞大主峰在山脉中矗立 各有千秋 这座山脉被命名为玉竹山脉 起天上有一座巍峨的玉宫 白色的玉石熠熠生辉 仿佛是镶嵌在云层中 玉宫前有一座白玉桥 横跨在白云之上 镜头通向的 正是这座茅庐 而此峰被命名为玉青 从天穷斧坎下 有主峰如同一只展翅玉飞的金凤 阳光洒在山巅 令其闪烁着金光 还有主峰山体如同青龙盘卧 树木郁郁葱葱 MX81ZW 那山峰的主殿建筑 飘逸而宏伟 墙壁被涂成深蓝色 上面会有白云朵朵 玄妙而又精巧 更有主峰山巅 是一片碧绿的湖泊 湖面如镜 倒映着蓝天和风巅 而其天象更是怪异 竟在不断飘雪 视为九宫 还有太多主峰 横跟在这片山脉间 神秘而又幽远 并未被开发 但这一幕光是远观 就让人驻足惊叹 这绝对是天狱大宗道场 根本想象不到 其内究竟是何壮阔之景 而玉竹山脉的山脚下 是一片凡人地狱 那里生活着数千万凡人 被一座庞大无边的山谷包围 其内山河大川屹立 凡人终其一生都难以踏遍每一处 而这片凡人地狱 百年内有一座仙门降临 并降下仙玉 接管凡间秩序 此仙门名为擎天宗 短短百年 教化万名 更选择一脉作为皇室 结束四方战乱 开教立国 国号为前 这座山谷 就算容纳数亿凡人 也是绰绰有余 但此宗却从不收徒 似乎只为教化 有凡人登仙路 只说缘分未到 凡人虽然不知为何 但秦天宗内的长老们可是知道 背后还有老大哥 武运宗 此宗都还未发话 他们哪敢多加插手凡间 太上长老玄机更曾说 武运宗如今正为百废待兴之时 等 秦天宗见证了凡人百年一代的兴衰 普通弟子虽然不怎么感兴趣 这些长老倒是大感有趣 时常在云端窥视 他们不敢多探视玉竹山脉 也根本探视不了 一座大镇自天将 蛮荒天狱大道之力随其流转 毫无破绽可言 玄机曾警告道 若要强迫此镇 拿出可倾覆边荒地狱的法力 此镇随天狱的强盛而强大 蕴含其天地镇道法则 可演化成长 此话一出 镇惊秦天宗所有强者 镇道法则 太以大事件 唯有苍穹镇道工的天尊 才有一线机会领悟此道 太上长老的话 直接打消了他们所有想法 此山脉只可用特殊的禁止令牌进入 原本生活在这片山脉中的灵兽 却是赖着不走了 就连凶兽都被那白灵收编 守护我五蕴宗上古灵药园 我被义不容辞 蛙道人这些年倒是没有回来 听说是在蛮荒星海地关修炼 称王作罢 拿回一些久远传承 只是他曾大怒 这蛮荒星海 不少遗族还在敬畏人皇 狗屁不是 但蛙道人如今实力有限 也只能无能狂怒 别人敬畏他 也只是因为他曾经的身份 要是把这些遗族惹急了 自己也没有好果子吃 他也一直扯着虎皮当大骑 到哪都要说一句 灭是老人是我小辈 灭是黑牛 是我同族一脉 蛙道人也是鬼精鬼精的 待到有实力后 再来收拾你们这群 被人皇匡骗的遗族 也是他在蛮荒星海闭关 并未回归的一大理由 玉竹山脉 紫消风 沉闷压抑的强大气息 萦绕在天地间 这里是沉家人洞府坐落处 给单独开辟了一封 牛祖亲自同意 名正言顺 宗门内有家族之事 更是合理合规 自成一脉 此时 两头太古凶兽蹲 坐在紫消风山脚下 头颅却是傻愣地望着山顶 眼睛瞪得老大 如今陈道天 他们算是真正看见了 他们的真容 这不两头狗熊模样吗 他与前辈前往万劫石杀 还未归来 这两头太古凶兽 就寂养在这里了 后者也相当乐意 陈家人到哪 他们到哪 陈道天倾咳一声 牛祖还在施展土形之力 加固玉竹山脉 以后斗法切磋 恐怕是山石都难打碎一块 牛祖的意思是 还差了太多仙材巩固地基 咱们家如今还很缺零食 连新书都还未进入 那里连通的 可是整个三千大事件 不急 新书万族大拍卖会 咱们以后肯定是要去的 先把正式做完 吴运宗弟子 生机流逝太多 垃圾回收场 以运输来许多疗伤丹药 甚至还送来猎鹰丹 短短百年 已足够重生 不过说真的 那几眼做事还真是周到 有人嘖嘖一叹 对几眼不是太了解 只知道是老爷子固有 势力很是强大 遍布四方 乃是超级大户 陈道天淡笑一声 还是等老爷子回来 主持着宗门大局吧 有两位可是他的清传弟子 修武行先道 此话一出 一众陈家人亦会点头 这带武运宗弟子 有老爷子与牛祖的好果子 可是能比普通修仙者 多活一世的存在 但最让他们惊议的是 竟然这些低阶修士 还有老爷子的小册子传承 两者加在一起 这可有些不得了 后面绝会出先道大妖念 陈道天深吸了一口气 公声道 贺林姑姑还未出世 她可屏蔽 大势一方契机 不让修士出现在混沌先灵榜上 众人相顾无言 内心皆是一阵 老爷子炼体之术 与炼丹之术可是一绝 牛祖郁郁灵药之术 更是无人能出其用 这老爷子的宗门 后世恐怕是要逆天啊 陈道天顿敢有些口干舌燥 话风一转 咱们先守护好此地山脉 如今蛮荒天狱混乱无比 各方天狱强者涌入 就怕有些不长眼的修士 惊扰到五蕴宗弟子 嗯 陈家人眼中闪过一抹灵力 秦天宗只是第一道防线罢了 话音未来 天际最远处 突然出现一座宝船 上方只有一人 他背着一座土色棺果 末发飘扬在空中 而此人正是藏忧 宝船上还躺着一条庞大蛟龙 后者獠牙破碎 气息萎靡 被一股诡异木气缠身 怎么也无法激发体内的规则之力 但他眼中依旧带着不屈 风范不减 一颗硕大的蛟龙头 紧紧盯着远方 这是哪里 自己身为八脉蛟龙族一脉之尊 跟随最强万族之一 太古神龙族 冲锋陷阵 于荒原中与这藏天种展开大战 然而 那些藏天种的祖老 却是在大战之时 转头对付自己 那可是一位杜劫天尊 就在光天化日之下 不顾脸皮地偷袭一位大成中期修士 而且 不顾太古神龙族阻挠 哪怕拼着受伤 也要把自己重伤带走 他区区八脉蛟龙的一脉之尊 何得何能被如此针对 但太古神龙族失守之后 也并未营救 八脉蛟龙族 在神龙坐下太过不起眼 能出手 阻拦天尊 就已是对附属种族的天大恩赐 焦尊者此时已有些心灰意冷 族中先贤 未在万族大杀伐时代 登陵强族 如今想崛起 已是千难万难 不过是强族的炮灰 但他早已留下后手 自他这一代起 后辈子弟 便不再参与什么势力争锋 八脉蛟龙族 以无强族希望 随心所欲地修宪吧 只是未来被强者欺凌 自足一脉 也再无办法站出来帮谁 焦尊者眼中平静 内心带着坦然 落入藏天种手中 早已做好复死准备 可不会像蝼蚁一般求饶 大成尊者自有尊严 他嘴角泛起一丝冷笑 如此大费周章地针对自己 就是为了把他送来此地 藏幽目光幽远 看向那座突兀 拔起连绵的宏伟山脉时 眉头微微一皱 我走错地方了 不过他眼中的一色稍显即逝 这样的场面 在大事常有 开辟道场 修筑洞府等等 修仙之辈 怎么可能认错路 猫猫 山脉中传来一声愤怒 如同飓风一般轰然踏淋在宝船上 哄 宝船震荡 旗内法阵瞬息之间 眼气息鼓 根本阻挡不了他分毫 藏幽心中一惊 竟下意识倒退了一步 前辈 梦 大黑牛满眼冰冷 伸出牛掌指住藏幽 事宜先一边待着 是 藏幽面色微变 凝视着大黑牛 相当自觉地走到了船头处 他们之间似乎有些仇怨 但自己绝不会多管 宝船中央 焦尊者瞳孔猛然收缩 龙口都在不知不觉地张大 一到久远的回忆映入脑海 渐渐和这头大黑牛的身影重叠 那是一处垃圾倒 自己降下打龙巾 抽得那位人族男子血肉崩溃 根骨尽断 而那时候 拖起那位男子的灵兽 正是这头大黑牛 怎么可能 焦尊者虚弱地喷出一口龙溪 面色异常难看 就连瞳孔与话音都在颤抖 能让那藏天种的修士 喊前辈 杜劫天尊 他脑海犹如被一道惊雷劈下 瞬间乍响在自身子府四方 甚至已经蔓延全身 方才那坦然赴死的神情终于变缓 转变为了一丝恐惧 猫 大黑牛不断喷出炽热的鼻息 眼眶蹦见出一条条血丝 他牛掌在此时狠狠捏紧 双脚已站立在龙头面前 此时天地气氛一片肃杀 就连元气的流动速度都在缓缓变慢 狭踩的云端都变得昏昏沉沉的 大黑牛气势已开始逐渐攀升 一股恐怖煞气流转其身 天穷乍响一道闷雷 雷光遍布 不远处的藏忧头皮微微发麻 以悄然运转法力庇佑其身 甚至背后的光果已拉开一脚 祭出本命法器 护住元神 宝传中央 焦尊者的龙头五官变得相当扭曲 背面前 这头大黑牛气势冲击成的如此模样 他浑身颤若筛康 话音异常嘶哑前辈 当年之事 我并未吓死 但焦尊者话还未说完 大黑牛的巨拳 伴随惊天雷鸣 宛如天劫降下 周围山川都在随之震动 猛 这一击仿佛撕裂了虚空 恐怖的天雷夹杂着强烈的电弧 在一瞬间爆发 狠狠轰击在焦尊者的头颅之上 哄 整个宝船底部崩碎成无数碎片 如同破碎的镜子 飞溅四散 啊 焦尊者的身体 如同遭受了天崩地裂一般 一道惊绝天地惨痛嘶吼声自他嘴巴中迸发而出 此时此刻 他的身体不受控制地从宝船底部冲出 凶猛地朝着地面坠落 就像是一颗堕入深渊的流星一般 整艘宝船 在这一刹那 崩解成无数光点 星光四溢 焦尊者的身躯 在空中不断肢解 被那一拳轰的支离破碎 筋脉断裂 筋骨粉碎 如同遭受人间炼狱般折磨 尽管他已是仙道强者 但在大黑牛的雷霆拳下 痛苦仍然让他机遇疯狂 碰 大地响彻起一阵巨大轰鸣 阎尘滚滚而起 一条蛟龙骨架 渐渐裸露出来 唯有那颗龙头 还算完好 焦尊者眼中充斥着绝望 双眼都变得模糊无比 坑洞中已凝聚出血泊 他嘴中发出如同鬼怪一般的嘶鸣声 骨架不断在巨坑血泊中抽搐 哪怕意识浑浊 依旧还是本能地看着上空 脸色森白 空中 藏幽看着空空荡荡的四周 目瞪口呆 这是自己的三瓶法器啊 没 没了 他眼神木讷地望着还在愤怒中的大黑牛 似乎在说 前辈 我的船 我的宝船 但藏幽很快回过神来 深深看了一眼 被轰击得只剩下骨架的交尊者 看来这黑牛前辈是留守了 应该是在等茅庐的那位 大黑牛眼中闪烁着冷光 还在俯瞰着大地 脚步一踏 轰然往下俯冲 交尊者已无法发出声音 他满眼死寂 只感觉自己的尾骨 像是被提了起来 此时天穷云雾掀起一阵波涛 竟缓缓延伸出一条云端大道 通往的 正是那座白玉桥 藏幽目光锐利 看向那座白玉桥时 眉宇静不游地微微一颤 阴阳流转 随天地时称而变换颜色 这是法则 他郑重拱手道 晚辈藏幽 见过前辈 大黑牛微微点头 一掌提着交尊者围鼓 一掌朝藏幽招了招手 猫 藏幽神色威猛 没听懂 但是看掌势 应该是跟他走的意思 他拱手道 是 前辈 当他们踏进玉竹山脉时 树道冷冽目光 从各大主风激射而来 藏幽心中泛起一股寒意 不多看 不多管 这处庞大山脉有些不对劲 竟然还有太古凶兽 白玉桥头边 看不清延伸到哪处 下方是一处恐怖断崖 也根本探视不到底部 四面八方大法阵环绕 其桥本身就是用法则铸造而成 藏幽倒吸了一口气 好大的手笔 与之从前相较 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碰 大黑牛直接把交尊者甩到了桥头处 后者直接昏死了过去 白玉桥相当宽敞 自形成一片天地 若无接引 无人可渡 大黑牛看向藏幽 神色冷漠地拱手了一番 某某喝 呵呵 藏幽嘴角笑得有些抽搐 晚辈就在这里等那位 某 大黑牛轻轻点头 看了一眼天外 马上就快要到了 天外 混沌路途中 陈寻神色伶俐 那些记忆画面越来越清晰 竟然能牵动自己心神 痛苦植入到心 他也彻底看清了其中一角 大黑牛看着时常头痛的陈寻 狠狠拱了他一下 需要灵药治病部 呼 陈寻缓缓输了一口气 目光深邃地 看向大黑牛 老牛 三眼古仙族的功法 有点问题 猫 似乎沾染着一点因果之力 我倒心似乎受到一些影响 陈寻画音很是沉重 眼中也泛起莫名意味 你知道 我看到了什么吗 猫 大黑牛喷出一口长长的鼻息 啥 为什么他什么也没感觉到 我们介于毁灭时的一角 陈寻画音微微一颤 额头竟然出现一滴冷汗 闭关百年 后面几十年里 我像是身临其境 听见了无数声铃的哀嚎 越来越清晰 猫 大黑牛内心一阵 眼眶微微睁大 像是想起了什么 介于一府开天 引动大势雷结者 一直都是陈寻 他是真正的开天者 陈寻苍白一笑 他族的功法 也不是这么好修的呀 总会莫名 沾染到点什么东西 大黑牛沉默了 看了陈寻一眼 又悄然低下了头 交尊者已经到了吧 陈寻微笑 拍了拍大黑牛 没有在介于话题上多纠结 还欠此龙一边 这次回归正好还上 猫 大黑牛重重点头 眼中还在露出愤恨之色 一下就被陈寻带偏了 呵呵 走 猫猫 两道身影迅速划过混沌 空间都在不断为其缩短 他们曾经把其法则 完全当成了赶路的工具 真没发现有太大作用 两日后 白玉桥上 清风遁起 天地一片浩然 各大主风的修饰气息蓬勃而起 四方修炼的灵兽凶兽等等 进阶出关 先觉 莫浮扬等人露出激动之色 盗祖降临 望一道浩渺轻柔的声音 乍响天穷 一条青线下的银河 漠然从某处空间中洒下 一人一牛的身影 渐渐出现 其出现的刹那 天地五行为其开路 这一刻 天地仿佛都为之躬身 风声停息 山川静默 都在无声的致敬 就在这岁月停滞的瞬息 各大主风爆发出今天的喧嚣 参见老祖 牛祖 参见道祖 参见前辈 整个玉竹山脉 无数生灵躬身参拜 就连那两头太古凶兽 都是神色一宿 发出恭敬的低吼声低头 乃是发自心底的敬意 陈寻淡淡一笑 抬手示意 诸位无须多礼 我五运宗自今开始重建 当自强不息 其余一切事宜暂缓 话音虽淡然 却涵盖方圆数十万里 每一个生灵都感觉自己在被注视 在被关注 而且 竟然还暗含着一股磅礴生机 各方的花草树木 竟然被此因所影响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拔高了几分 甚至还有陷入境界 瓶颈灵兽浑身一颤 感觉来了 是那种突破的感觉 各方弟子暗自扎舌 这就是五运老祖 界域中传奇一般的存在 当初可以说 几乎每一个宗门 都有他五运老祖的传说 简直就是一部 前国修仙界活着的历史 各方生灵静默 内心激动异常 尤其是那一众大妖 听说太威子仙术并未断绝 他们感觉到心又圆满了 前辈大意 但唯有那白灵 头颅都要翘上了天 挖到人说了 他回来咱就是护山凶兽 不 护山灵兽 他如今可算是老人 最开始就跟着那位前辈了 论姿排辈 这里的所有灵兽都比不上 有时候 跟脚虽然重要 但选择与眼界 也同样重要 白灵黑黑低笑一声 嘴角暗暗露出一抹嚣张异常的笑容 一个不经意间 还昂起头颅左右看了看 舒服 白玉桥上 两道朦胧身影缓步走来 藏忧的心都快要提到嗓子眼 他算是最为恭敬的一位 拱手低头就未抬起来过 太强大了 强大地让人心生不起任何反抗之心 娇尊者此时已经苏醒 他艰难地抬起眼皮 看向那白玉桥上缓步走来的白衣身影 太熟悉了 是他 看着他们渐渐走近的身影 他嘴角竟然在此时泛起一丝落寞微笑 若你能活着走出千年仙玉 本尊在蛮荒天等着你 走出玄威天 登临大成尊者之位 陈徐 你还欠我八脉蛟龙族一遍 此便本尊等着你前来领受 若你连玄威天都无法走出 那倒算是本尊太过高看你 你就埋葬在蒙木大海域 被殷殿主护住到作画吧 蛟尊者笑意弥漫 笑得嘴越张越大 那是一种自嘲 一种无力 没想到当年那位炼虚小修士 如今竟然已强盛到如此地步 而自己在他们面前 不过是区区一介大成中期修士 哈哈 焦尊者终于发出了声音 却是笑得凄凉 无奈 嘶哑开口道 小龙见见过前辈 陈徐脚步微微一顿 平和微笑道 焦尊者 我还欠你一边 本座说过 会还你 哪怕你死了 我也会绝坟还给你 森然冷记的话音传荡在四空 藏幽听的头皮发麻 在一旁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这是什么仇 什么怨 焦尊者头颅往地面重重一颗 强行坐卧起身 像是流露出了眼中最后一丝不屈 陈徐 那你可接好了 这是本尊最后一遍 也是你牵下本族一脉的最后一遍 来 陈徐大喝一声 一步踏出 目光深邃如鸢 毫无气势斩露 更没有施展任何抵御法术 不远处的藏幽目光一沉 深深看了一眼这个骨架蛟龙 好胆色 大黑牛蔓延冷光 暗自退到一旁 后蹄还扬了几下 焦尊者喷出一口炽热龙溪 他怒吼一声 凝聚肉身最后的骨肉精华 这一边不会用打龙筋 而将是用他的龙骨抽下 昂焦尊者猛然腾空万丈 嘴中不断发出斯明般的怒吼 各大煮风声灵都摇摇看去 眸光深沉如水 依旧静力无声 白玉桥上 陈徐微微仰头 衣袍被这焦尊者凝聚的威势 吹得烈烈作响 他神色认真 没有任何小看与不屑 此焦龙气势不负一脉之尊 空中云端 焦尊者朝桥上怒笑 陈徐 此边抽下 你与我族恩怨已了 还请你莫要为难我族 当然 陈徐冰冷开口 话音不急不缓 却已带上一股誓 焦尊者闻言 神色静渐渐变得平静 天尊金口欲言 足够了 好 下一刻 焦尊者的身影 如同一道崩山巨浪 从三万丈高空 急速俯冲而下 每一寸空气 都仿佛被他的气势压缩 发出尖锐的丝鸣声 他的龙童中 蕴含着腹死般的绝绝 龙头争鸣恐怖 被削去血肉的龙骨 在高速下坠中 闪烁着阴森的光芒 一往无前地冲向白玉桥 那一瞬间的俯冲 仿佛将整个天空都撕裂 风声呼啸 云雾翻滚 巨大身躯头下的影子 掩蔽了整片大地 让人感到无尽的压迫 焦尊者死死地盯着 那道渺小的白衣身影 天地的气息 不断萦绕在腐冲的耳旁 岁月在这一刻 都像是在变得缓慢 他想起了当初 第一次踏入修仙界 八脉焦龙族的长辈眼中 露出的浓烈期待 大事必有我族子弟 焦震海一席之地 数千年后 族中长辈一一陨落 他们这一脉的重担 终于落在了他身上 望他能带领这一脉 走出蒙目大海域 他很是不堪 在玄威天狱下八截先殿 在蛮荒天狱上 八截太古神龙族 但到头来 似乎只是一场空 什么也没有改变 什么也没有做到 焦尊者想着想着 露出了一丝淡笑 没想到 到了最后 自己最为光辉 最值得传送的一件事 竟然是对一位天尊出手 他看着那位 静力不动的白衣身影 笑容渐身 修仙多年 值得了 陈寻 多谢 焦尊者内心大笑 眼中突然露出一抹寒光 他们此刻已近在咫尺 但他丝毫没有拒异 昂娇尊者怒笑天地 气势笼罩而下 尾部龙骨 如同一柄巨大战斧 轰然一声 狠狠砸在了陈寻头顶 轰隆隆 四空爆发出一声巨响 空气如同被撕裂一般扭曲 元气丝鸣 煞事间电闪雷鸣 那恐怖的气息 如同波纹一般 向着四眼扩散 大黑牛冰冷的眼眸微动 只是静静地看着 藏幽嘴唇微微张大 死死地盯着这一幕 眼中充斥着一股难言的震撼 就连远方主峰山脉上的陈家人 都是面色微变 下意识踏前了两步 真算是开了眼界 修仙大士 竟然真有这样的生灵 两头太古凶兽 也是为之傻眼 那可是仙道怪物啊 这小蛟龙 怎么敢出手的 五蕴宗的弟子 早已目瞪口呆 一时间完全说不出话来 皆是被这一幕所震撼 死龙血肉近尸 竟以龙骨向老祖出手 仙爵发出一声怒吼 找死 敢对盗祖出手 但他还未冲上云端 就被莫浮阳拉住了 后者微微摇头 此事他很了解 不管如何 是这老蛟龙当年放了盗祖一马 后续更未纠缠过任何 也没有放任八脉蛟龙族 七零垃圾回收场 比那陆川可好得多 仙爵气势微弱 神色微微一正 但师兄既然已经拦下 自然不敢多加放死 白玉桥上 元气波动异常剧烈 天地异象连绵不绝 焦尊者砸在陈寻头顶的龙骨 如同蜘蛛网一般碎裂 龙头更是鲜血淋漓 搭 龙血缓缓滴落在桥上 陈寻眸光深沉 纹丝未动 就连发丝都未被这龙骨抽断一根 焦尊者露出嗜血般的笑容 低沉嘶哑道 原来 这就是杜劫天尊境的威势吗 可惜 本尊再无机会窥探到此境玄妙 陈寻 你 你不欠 本尊一脉了 焦尊者眼眸低垂 每说一个字 都是大片鲜血流淌 他虚弱笑道 我今日虽败 但不过是当初萧小 以境界压制 陈寻 你且记住 对你出手之修士 乃八脉焦龙族 大成尊者 焦震海 焦尊者仰天长孝 龙银生镇四方山河 他朗生狂笑 八脉焦龙 一族自我背起 不再妥协大事 不再忍辱苟且 自当乘风而上 鼎立天地 啊 一道天鹰 自焦尊者最后一丝血脉散发 无尽的天地规则之力 在四空破碎 如同晶莹的玉堤 洒下大地 他目光缓缓死寂 最后的目光 却是看向面色沉静的陈寻 流露出了一丝浓浓的敬重 陈寻 陈鹰片刻 朝天拱手 淡淡一笑 送 焦尊者生先 一脉之尊当有风骨 我自当尊重道有选择 闻言 焦尊者笑了 哪怕此时只剩下一颗头颅 不过 他却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朝天穷缓缓飞去 生于天地 归于天地 此乃仙者归宿 花椒尊者的头颅 闪烁着霞光云彩 渐渐变得虚幻起来 最后 寂静无声地消散在了这片天地间 大黑牛冰冷的眼神微变 内心还残存的愤然 也被彻底平复 他不由地喷出一口略带震撼的鼻息 此龙若是求饶 他相信 陈寻还真可能放他一马 但怎么也没想到 此龙竟宁死不屈 爆发出了难得在八脉蛟龙族身上看见的品质 尊严 陈寻面色淡然 依旧还在望向天穷 他一直轻点虚空 让几眼别再针对八脉蛟龙族 埋下的天大祸根拔去 我与此族因果已了 并无仇怨 话音缓缓消散在虚空之中 不知传荡何方而去 藏游深吸了一口气 心中倒是记住了娇震海此名 有些修仙者 从不以修为论高低 此蛟龙倒是可敬 更是理解 藏游眸光闪动一色 看向白玉桥上的陈寻 晚辈藏游 见过前辈 他态度异常恭敬 此人气息已内敛到极致 哪怕自己是大成后妻 也丝毫感受不到 这位强者透露出任何气势 藏游 陈寻低难了一声 一缕云雾缓缓缓飘过其身 微笑道 这些年辛苦了 能为前辈办事 是晚辈荣幸 藏游头颅低了一分 面色又突然变得有些愁愁 吞吞吐吐吐地开口 前辈 那晚辈的债 交尊者的事 莫要用临时衡量 陈寻淡淡开口 一手父辈 用此事谈价 倒是污住了他 这件事就此作罢 啊 藏游嘴角一抽 不过细细一品 又自觉相当有道理 这样的人物 确实不能算作是一桩交易 但他想说的 并不是此事 毕竟当初已给他一枚宝丹 怎么可能再要酬劳 这枚丹药 还放在足地被以为要天尊奋为至宝 日日夜夜钻研不休 甚至还让他带为引荐 想要前来讨教 记住王指 他其实真正想问的 就是自己的宝舟 那可是用太古神龙的尊者神谷打造 价值非凡 但还未待藏游多享 一句淡淡飘来的话 让他犹如被五雷轰顶 终身难忘 但这些年的利息可以抵去 算作是你藏天种强者出手的代价 前辈 哪来的利息 藏游嘀吼一声 背上的土官都晃动了一分 他脸上的神情变化异常精彩 咱们 咱们当初 藏游小友 你可能并未在凡间待过 陈寻目光深沉 很是认真的开口 你欠下本作零食 自然是要按照本作的规矩来 此事你若是不幸 可去大事凡间一问 有理有据 晚辈当然相信 藏游内心一阵 怎么感觉越欠越多了 小心翼翼地多问了一句 前辈 利息是多少 每年一成 也就是九万上品零食 陈寻目光还放在天穷 每一句话都说得相当认真 毫无玩笑之感 此事 也足以免去你上千万上品零食 本作从不会亏待相当于我的生灵 不必感谢 这是你藏天种应得的 猫 大黑牛在一旁附和点头 还给了藏游一个肯定的眼神 大哥并未说谎 当初就写在账单上的 就是他当时忙着离去 并未细看 啊 藏游眼眶都快要瞪爆 竟在内心发出嘶吼 他下意识地抬起颤抖的幼指 又连忙放下 急切道 前辈 我有零食 我现在就还 上品零食 这是族中长辈托我带来的 可不能再要利息了呀 嗯 陈勋听到有零食后 双眼微微一亮 终于不再看天 给了大黑牛一个你懂的眼神 猫 大黑牛提子一扬 回应了一个我懂的目光 他走到陈勋身前 低声摸了几句 还看了一眼坠坠不安的藏游 陈勋眉头一蹴 差点没有维持住风度 就差大骂一声 败家牛啊 他摇头笑道 藏幽小友 前辈 你的宝传多少零食 可否用丹药抵扣 晚辈心中并无怨恨之意 黑牛前辈只是无意出手 但此宝传炼之不易 一枚天元宝丹可好 好 藏幽神色一速 立马就硬下 生怕陈勋后悔 他此次前来 其实也想换一枚这宝丹 赚了 陈勋内心轻松了一口气 这天元宝丹 乃是白嫖天地气息炼之的 虽然炼之不易 但只要不花费零食就好 这些东西 他也从未打算拿出去售卖 大黑牛也跑去接过 藏幽储物界里的 九十万上品零食 他双眼也闪烁着金光 牛尾都在不自觉地摇摆起来 当初他们假死 为了不露出破绽 可是能留的东西 都全留下了 尤其是那千基零印里 存储的大量零食 突然死亡 又未曾立过仙道遗嘱 那这财产 可就属于都天万界零庄了 若是假死前 把这些零售全部取出 什么地产之类的全部变卖 一眼就看出是要提前准备跑路 死了 谁信 这笔债 他们还一直记在心里 怎么也要还给他们 都是辛辛苦苦分解垃圾来的 不过都天万界零庄的体量 庞大的有些超乎想象 未成仙人 讲道理的底气 还是有些不够 先搁浅 此时藏幽也恭敬地接过一个贺灵树药匣子 外观朴实无华 但他眼中的喜色 却是一傻而逝 是那美宝丹 陈寻目光微宁 突然问道 藏幽 你可知这古仙失去 此话一出 气氛漠然一致 藏幽直视看向陈寻 沉生开口 看来前辈已经知晓了 此时是你们引出 是 引出太乙先庭 国教浮食 藏幽大惊失色 这位前辈 怎么什么都知道 真是自己人 当初陈寻把千万步将说出口的事 他可是告知了藏天种的不朽 但那位未曾多言 很是敷衍 更未做出什么指示 他倒吸了一口冷气 小心翼翼地说道 前辈 可能是 此事我并未参与 不敢妄言 可否给你们藏天种打个招呼 嗯 前辈 此古仙戒我要了 你们要找的人 我定会寻到 陈寻神色郑重 不想四处树敌 还是给别人一个面子 只要我寿命未断绝 此言一直作孝 本座如今有些信奉因果 不会匡骗于人 猫 大黑牛瞳孔一睁 陈寻信奉的东西又变了 老牛 你闭嘴 陈寻双眼微眯 暗自传音了一句 只是多了一个信奉的 行走在光怪陆里的修仙界 多一分信仰 多一分保障 猫大黑牛喷出一口鼻息 眼中若有所思 悟了 藏幽神色微变 前辈此话 晚辈定会传达 他说话滴水不漏 这样的大事 根本不是他的身份能决定的 更不能对这位前辈 做出任何承诺 好 陈寻微微点头 若是藏天肿的道友不云 我与老牛亲自前去拜访 藏幽小友 放心 我们不会乱来 都是修仙之辈 最讲道理 他看着冷汗微貌的藏幽 笑着多解释了一句 这小兄弟 果然还是入室不够久 心性还是差了点 自己如此和善的一人 没必要害怕 是 那晚辈就不多留了 若有机会 再来拜访二位前辈 呵呵 好 某某 陈寻与大黑牛 都笑着回应了一声 明明就是 两个不同种族 但动作神态 简直就像是一个 模子刻出来的 把藏幽都给看笑了 他也是大松了一口气 此时山脉外围 静止延伸出一条通道 踏上即可到达外界 藏幽拱手败别 潇洒地踏云而去 毕竟坐驾没了 一日 三轮号日高照 洒下万丈金光 一处主风中 传来震天动地的 凄厉惨叫声 道祖 为何我还了债 还道欠零食啊 这么多年 在域外战场出生入死 白干了呀 哈哈 仙爵 没事去凡间看看吧 陈寻大笑一声 带着大黑牛远去 莫福阳在仙爵旁边 带着祥和的微笑 能欠道祖的债 那可是莫大殊荣 仙爵如今还理解不了 他安慰了几句 仙爵就离去了 道祖听闻 妖月在凡间钱国 立马赶去了 看来是有要事 因为看妖月的神态 他似乎并不喜欢 待在宗门内 就随他去了 莫福阳眼中带着感慨 嘴角的笑容 一直就未消失过 道祖走前曾说 待他归来 再彻夜畅谈一番 玉竹山脉 山脚下的凡间 陈寻与大黑牛 没入这座 从事先古域 捧来的庞大山谷 衣着也换了一番 变得平凡普通 钱国 某座小城 他们缓步走入城中 一股凡间烟火的气息 扑面而来 这里的百姓安居乐业 路边全是吆喝声 就连建筑的风格 都与当年无异 陈寻与大黑牛 在城楼下驻足良久 看着人来人往的街道 轻轻地笑了 老妞 走吧 某他们如同农人 踏入了一条 并不宽敞的街道 路边有一个煎饼摊 一位面色腊黄 头发凌乱的青年女子 正在卖饼 她手里的活从未停下 很是忙碌 不少路过的旅人 都急匆匆接过几个煎饼 继续赶路 这位女子并不是腹白貌美 而是带着一股淳朴 还伴随着异常灿烂清澈的笑容 送往着前来购买煎饼的凡间旅客 煎饼摊旁边 有几个不大不小的桌子 一看就是城外砍伐的树木做的 而且是刚砍不久 陈寻双眼微眯 惊艳老道 她一屁股直接坐下 大黑牛也随意地趴在地上 客观 要几分煎饼啊 青年女子漠然转头 手脚很是麻利 但当她看见那一人一牛时 浑身却是漠然一震 脑海中那多年前的记忆 终于在今日缓缓重合 她知道 他们不会死的 陈寻笑容灿烂 目光犹如这尘世间 最清澈的一缕清泉 毫不忌讳地看向她 女子僵直在原地 眼中像是流转了千言万语 却是轻轻歪了一下头 灿烂笑道 小哥 要吃我做的煎饼吗 当然 我与老牛嘴馋一久 陈寻灿烂笑容 渐渐变得柔和起来 补充道 而且在街尾处 就已闻到香味 已有些等不及 好啊 女子笑着点头 手上全是面粉 就连脸庞也沾了些 丝毫不显拘谨 呵呵 两人淡淡地相识一笑 就像是久别重逢的老友 在这煎饼的飘香下 郁家回味悠长 此时清风徐徐吹过 浮动着简陋的煎饼瘫一脚 却又宛若揉碎了一切烦念杂陈 意向是这人世间 最为简单美好的一幕 而这位女子并不是凡人 正是当初在玄威天都 有过两面之园的穷华水域 只不过改变了一番模样 更毫不掩饰地 流露出修仙者的气息 至于她是怎么混进钱国来的 自然有急掩一份功劳 陈寻摇头微笑 不知道她到底给急掩使了什么迷魂药 大黑牛目光炯炯有神 这模样看来是来游历凡尘了 他们刚来大事就听闻过 现在的修仙大时代下 这些大祖子弟的历练之地 必有凡间 但如此看来 藏天种的修士并没有历练凡尘 连利息都不知道 不知沉睡了多久 而仙爵那惨痛的模样 看来是知道的 并没有一脸猛 大黑牛想着想着 就趴在地上笑了 摸片刻之后 琼华水域端上来两盘煎饼 一盘放在桌上 一盘放在了地上 她大大方方地坐下 笑道 陈寻 牛牛 先尝尝 好 猫猫 陈寻与大黑牛也是平和一笑 细嚼慢咽了起来 很细腻 陈寻品味道 放下了手中煎饼 笑道 水域姑娘 你怎么找到此处的 吉岩可不是一个好说话的人 猫大黑牛敷衍一叫 还在继续吃 不打扰他们叙旧 琼华水域笑咪咪的 我去你们墓碑参拜过 但发现有些不对劲 后来我就找到吉岩哥 问了点消息 嗯 你们认识 对啊 那次相遇后 吉岩哥就参加了天都天交圣会 我们在那里相识 琼华水域一手俯着下颚 脸庞又沾染了些面粉 后来九天先蒙通缉你们 宗门又进不去 吉岩哥说 让我在这里等你们 哦 陈寻眼中恍然 又突然感觉有些不对劲 眼眶微睁 陈生道 水域姑娘 什么墓碑 猫 大黑牛也是眼中一惊 莫管家见的 琼华水域眼中有些惊讶 但还是一五一十地 给陈寻诉说了当年的情况 能给修仙者见大墓 并且还承在生前气息 这可不是随手刨个坟 立个杯就行的 一注香后 陈寻拳头悄然捏紧 暗暗与大黑牛相识了一眼 这宋恒与顾黎盛 竟然在无垢仙岭哭了几年坟 自己竟然还丝毫没有感应 宋恒此聊 已有取死之道 马德 陈寻暗骂一声 竟然还把自己一家 给风光大葬了 还整个蒙目大海域都知晓了 一世英明被这死胖子 毁于一旦 大黑牛喷出一口鼻息 神色还处于猛逼状态 活了这么久 从前都是他们在别人面前哭丧 没想到被这宋恒 带着顾公子哭丧了几年 此子恐怕是坏裸气 陈寻喘气了 声音的大了不少 我说 当年刚来蛮荒天狱时 怎么哪都不顺 梦 大黑牛黑黑一笑 宋恒完了 大哥这连罪名都给他提前定好了 琼华水域双眼微微睁大 连忙解释道 那位宋前辈并没有坏气韵 他应该是在定位 没有什么不好的心思 呵呵 水域姑娘 我心里有瘦 陈寻嘴角露出温和笑容 宋恒乃是我们固有 不会让他死的 哦 琼华水域笑了笑 集眼哥说 宋前辈只跟着你呢 连他都挥视不动 更不知行踪 所以我就来这里等你了 水域姑娘 九龙悬门要找宋恒 陈寻目光微宁 虽然这胖子有些不着调 但怎么说 也算是跟了他多年 外人可不能动 陈寻 不是的 琼华水域连忙摆手 生怕有些误会 手中面粉都在空中飘飞 我是借着来凡间历练的机会 偷偷跑来这里的 我想找宋前辈拜师 原来如此 陈寻话音一缓 没有任何怀疑 笑道 若有机会 我给你引荐 嬷嬷真的吗 陈寻 谢谢你 琼华水域笑页如新 从储物界拿出了两块 纯白无瑕的宝玉 这是我亲手雕刻的 里面沾染过悬门气息 常年带着 可增长气韵呢 陈寻 妞妞 看看喜欢吗 好好好 陈寻没有一点矫情 小心结果 他真心喜欢这样的物件 大笑道 多谢水域姑娘了 那我们就不多客气了 嬷嬷 大黑牛也是双眼一亮 好精美的玉佩 里面似有霞光流转 材质也更不简单 像是玄威天玉的土特产空铜玉 琼华水域 依旧笑眯眯的 也没有去多解释 这两块玉佩有多珍贵 陈寻又吃起了煎饼 随口问道 水域姑娘 你叫我水域吧 琼华水域一手脱腮 双眼眨了眨 好 水域 陈寻倾咳一声 这钱国凡间可还算习惯 挺好的 琼华水域直勾勾地盯着 陈寻吃饼 性子很是大方 这记忆 还是我偷学的呢 凡间也很是简单 日出而做 日入而息 很宁静 是 陈寻口中喷出一点碎末 有些没忍住 他还以为就自己喜欢用神石偷学 原来修饰都是这德性 他大笑了一声 赞同道 不错 很宁静 我记得当初从小山村出来 也是第一个学的作品 猫猫 大黑牛在一旁附和 神色认真的 看向琼华水域 这是真的 琼华水域笑容灿烂 轻轻点头 眼中从未出现过任何愁绪 一副乐观简单模样 他们也渐渐聊了起来 陈寻还去露了一手 大黑牛在一旁猫猫地吆喝 琼华水域笑着在一旁和面 摊上热气腾腾 他时不时撒一点面粉在大黑牛脸上 他从一开始就很喜欢大黑牛 不知不觉中 一个早晨就卖出不少煎饼 不少路人都称赞陈寻做的煎饼 绝 琼华水域侧头笑道 陈寻 你的手艺比我好多了 哼 当然 在下与老牛 曾经也是夜市一霸 打遍天下无敌手 所创寻味小吃 可是遍不凡间的存在 后来呢 后来清天大老爷来了 挡了其他百姓活络 派出大军把我们小吃摊都给镇压了 就流浪去了 哈哈 猫猫 摊饭前传来一阵轻松的笑声 琼华水域也是个话牢 嘴里的话就没有听过 他们聊的话题也都很简单 全是废话 但往往这样的废话 更深入人心 午后 琼华水域笑容渐渐收敛 神色认真了几分 陈寻 牛牛 嗯 猫 你们 这些年 没事吧 琼华水域深吸了一口气 这句话像是藏在心中已久 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深 但往往这样的话 才让他更为难以启齿 甚至会让他人认为他别有目的 陈寻脸上一直挂着淡淡笑容 没事 不还都活得好好的吗 嗯 琼华水域有些漫不经心 突然 就在此时 一位待见的红裙女子 脚下生风 迅速穿过街道 一副江湖侠客的模样 把周围的百姓 弄得都往街边倒退了几步 郑玉大骂时 一看那妖妹的面相 竟然带着一股沙印 一看就不好惹 皆是立马闭嘴 暗骂一声晦气 红裙女子气势汹汹地 朝着煎饼摊冲来 记住王子渡市 我跨过三十座大城 翻山越岭 结果 你在这和别的女人卖煎饼吗 红裙女子破口大骂 隔得老远那泼辣声音 就传荡而来 骗子 话音一落 还在吃煎饼的旅人 被这声音 吓得煎饼都一口呛到了喉咙里 面色像是吃了屎一样难受 呜呜呜的 大黑牛面色大惊失色 完了 又是这副模样 又要来找陈寻吵架了 他轻谋一声 连忙悄悄走到一旁 免得陈寻吵架 又吵输了 怪到自己头上 说自己不善言辞 穷华水域 看着一旁面色尴尬 久久无语的陈寻 扑斥一笑 倒是难得看到这面色淡然 一副玩世不恭的男子 如此模样 陈寻哈哈一笑 本来想顺手拍一下大黑牛的 哪知后者跑得老远 一下给拍空了 他嘴角一抽 侧头横了大黑牛一眼 他娘的 出卖本作 他假装没看见 前提鼓刀起了地上的面粉 他从来都不喜欢吵架 认识他的生灵都知道 陈寻镇定地看了一眼天色 阳光正好 他目光缓缓看向 这副江湖儿女模样的妖月 微笑道 听说你不在宗门 我与老牛就来钱国寻你了 陈寻神色有些感慨 知道仙爵 天离 齐鸣他们去域外战场找他们了 那里的情况稍有不慎就会陨落 连大族凤凰都有参战 这样舍生忘死的情谊 已经不能用什么仙道境界之类的来衡量 尤其莫兄 连大婚都不成了 发动天运仙国邻家关系 只为寻求自己下落 给追随自己的生灵一个交代 此事他一直默默记在心中 将来定为他主持仙道大婚 当空前盛大 铭记一方大世界 一阵寒风刮来 妖月远远地站在街道上 面色冰冷地看着陈寻 一言不发 完全和穷华水域是两个极端 当年事发突然 太过仓促 陈寻难得地解释了一句 话音很是温和 并不是有意隐瞒你们 我以为你死了 妖月冷冰冰地吐出一句 瞳孔中倒映的世界 仿若只有陈寻一人 我在域外战场 找了你很多年 我知道 你若不回来 我就在那里一直找下去 妖月言语冰冷 斩钉截铁 更没有任何多余解释 陈寻手指微微一颤 强行沉下了一口气 又笑道 今后不会了 这是最后一次 穷华水域小嘴微张 被这紧张的气氛 弄得有些手足无措 只能静默地看着 妖月冷哼一声 侧过头去 那我就不久留了 蛮荒天狱 宗门 我不喜欢 你们 没死就好 你要去哪 去玄威天狱凡间呆呆 如今战场煞气缠身 不利于修行 妖月依旧冷冰冰地 随意找了一个借口 也正好向你告别 过去这些年 多谢照顾 她说完 转身持剑拱手 眼中还依旧带着些麻木 陈寻喉咙滚动 欲言又止 仙爵曾说 妖月在狱外战场有些风魔 大开杀戒 若不是有各方 仙国强者相互 死得最快的就是她 妖月 在 幻月仙宗之事 那位妖人 已被我 镇压在茅庐后山 陈寻眉宇深深骤起 终还是说出了口 如何处置此人 由你决定 此事若你开口 我为你亲自出手 幻月仙宗宗主 哪怕是月皇族组长 我让他们来 他们就必须来 琼华水域眼眶微睁 不愧是能被九天先蒙 点名通缉的男人 这一瞬间 陈寻的身影 突然在她心中 变得伪暗了起来 闻言 妖月浑身一震 眼眸都在站立 沉默良久 她轻轻摇头 脸上的神色如冰山融化 终时露出了一丝笑意 度是 帮我杀了她便好 其余一切都已不重要 此人 我也不想再见 此族我也不想再待 妖月眼眶 突然变得有些朦胧地 看着陈寻 只是紧紧地盯着陈寻 灵动的眼眸 蕴含着千言万语 此生不幸 未遇良失 此生大幸 万念俱灰之时 遇有陈寻 给了自己这位 飘零在大势的 微不足道的生灵 一缕温暖与光亮 她笑容渐深 偏头看着陈寻 内心满是释怀 陈寻也是露出清澈的笑容 回应着妖月 不含有任何意味 那我走了 想起我时 来凡间看看我吧 一定会的 谢谢 妖月声若闻营 从储物界快速 拿出了一枚流影石 神石煞时间牵连陈寻 留下了这一瞬间的画面 她快步离开了 嘴角是带笑的 消失在了这茫茫人海中 陈寻一手父辈 目送着妖月离开 直至消失在前国 琼华水域温柔一笑 没有多言 只是静静地看着 那位女子的身上 像是背负了许多故事 陈寻微微一叹 转身道 水域 我与老牛也要离开了 嗯 好 琼华水域重重点头 我就是来此地历练 宋前辈的事不着急 陈寻你千万不要 多放在心上 陈寻点头拱手 看向大黑牛 老牛 走了 猫 宗门之事 分四脉 陈家 灵气仙道 五行仙道 其他仙道 暂时就这样吧 其余是带到九天仙盟之后 陈寻随意安排了一句 目光微冷 我们现在立即前往古仙界 如今先让宗门安稳下来 猫 大黑牛目光锐利 狠狠喷出一口鼻息 已来不及一一找所有人叙旧 琼华水域低头 一言不发 完全没有听懂 他还是喜欢聊一些废话 水域 就此一去 有缘来日再会 某某陈寻 妞妞 你们当心啊 琼华水域猛然看向上空 还朝他们招了招手 带着灿烂无暇的笑容 陈寻与大黑牛也笑了 轻轻点头 彻底消失在这片天地 三日后 蛮荒天狱 幽暗海 一处 修筑在悬崖上的小岛鼓楼中 几眼端坐在窗边 眼中金光闪动 轻轻吐出一句 知道了 天理与千山 目光沉静地站在几眼身后 一左一右 八脉蛟龙一族的罪证 抹去 是 千山目光一凝 微微点头 看来度士大人 已打算放过八脉蛟龙族 他心一直都不够狠 几眼淡淡一笑 品味起悲中之茶 但就算放过此族 也要让鬼面族 一直盯着他们 是 千山眼角于光 看了几眼一眼 若他们再有异动 此事就与度士无关 乃是我们之间的事 几眼面色又渐渐变得清和起来 目光看向窗外 画风一转 太初大世界战场 与九天仙蒙情况如何 相当混乱 仙殿已无法控制住局势 已有天尊陨落 一方天狱降下血雨 千山眉头深皱 这并不是什么好事 毁灭性的战争法器移山倒海 太初大世界的仙道秩序 已全然崩溃 那里的几方更古仙国与仙古禁地呢 没有多管 仙国已算是发动国战 进驻域外战场 其余仙古禁地 甚至没有出动一位天尊 毫无声息 千山话音深沉 时刻在关注太初战场局势 由几方大世界传来消息 已出现三眼古仙族身影 天穷异想频发 几眼眼眸下台 一指轻敲捉案 似在思索 天离深吸了一口气 暗暗咽下一口唾沫 如今已有些看不透几眼境界良久 几眼侧头问道 九天仙盟与其余各大仙盟呢 还在太初与三眼古仙族大战 但九天绝影族是主力 像是要把所有三眼古仙族生灵斩尽 不对 几眼摇头 笑容渐深 九天仙盟能联合各大世界仙盟 此事早已酝酿已久 九天绝影族恐怕只是被利用 千山目光微宁 人族天河 那位九天仙盟的仙人 我站的位置太低 推测不到他们的目的 但是我知道 现在我们应该做什么 几眼缓缓起身 清河的目光闪过一丝冰冷 九天仙盟争调大量强者入战场 九大世界仙道秩序混乱 不稳 几眼 何意 千山深吸了一口气 我们现在的势力与实力 可不足够与九天仙盟硬碰 现在应当想的是 九天仙盟的内部是如何组成 我们将来应当怎样接受 想想吴江大世界 创立九天仙盟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当然 是为了稳固大势仙道秩序 为了仙道的正向发展 而不是回到那个 弱肉强食的那个混乱杀伐时代 几眼自问自答 气势变得相当深邃 我曾探查过往的数次展天之战 皆是盟主这一脉迎战 其余大世界的力量可是分毫未动 此话一出 天离瞳孔微微一缩 原来如此 几眼 但这次 那位盟主不仅发动九天仙盟所有力量 甚至还牵动各大世界仙盟 哪怕在发动展天之战 九天仙盟剩下的也是一具空壳 几眼背后发丝轻舞 他挥袖转身看向千山与天梨 冷然道 若这次谁在发动展天之战 必死之局 若只为了打打杀杀 就算杀完了那一脉的所有人 我们可还有底牌与能力 重塑九天仙盟 镇压九大世界叛乱 又或者是你们觉得 无将万族能给我们如此多的时间 花费数千年 乃至万年重塑九天仙盟吗 度是若杀上九天 我们与无将最强万族谈判的筹码 可是一点没有 这代的九天盟主 可没有留下任何退路 那结果只有一个 无将万族亲自重塑 为重新树立仙道威严 我们自然是叛逆 甚至可能会被斩首在亿万生灵前 就算我们不去 度是修为经事 一人独上九天 哪怕仙人也斩不了他 哪怕他能够独自逃脱 但大势叛逆 株连一切 域外邪灵大击灭后 数十仙人 数百位仙人 数千位仙人清灵 他又能护住多少人 吉言语不惊人死不休 纵观浩瀚先使 大势叛逆 可从未有过好下场 这也绝不是 度是想要的结果 吉言 千山内心突然 弥漫上一股寒意 还真没有考虑那么周全 天离嘴唇也是一颤 只想着 能跟随度是大人 杀上九天 吉言面色一缓 所以 如今当时发展之机 惊吞混乱下的各方 先到产业 若有不从那便杀 往后由我们制定 这九天秩序 若成大业 不可有妇人之人 我们与度是走的路不同 是 天离 千山不约而同的 低头拱手 让云西汉 敬驻新书 此地乃是我们 日后发展的重中之重 探清九天先盟结构 网络各方大世界 先到大财 道院 道工 先攻更不可放过 用零食杂 也要杂出来一批修士 尤其是精通练器 阵法与俘虏者 其他先隔与势力 出价多少 我们垃圾回收场 出价两倍 三倍 四倍 并单独修筑道场 千一灵脉 不要令熄零食 此乃万年大计 若是宗门 联合收购各方天狱 先到垃圾材料 宗门就是我们 垃圾回收场的注点 若是大势家 大势力 签订先到盟约 可长期合作先财 将他们拉上这艘战船 还有 传训黑牛前辈 还需万座五行分解大阵 我们已走出玄威天狱 布局整个太乙大事件 此乃根本 一切 只为九天先盟覆灭之时 无缝接手 吉言眼中 难得闪烁起一丝野心之色 面色异常正重 九天先盟爆发大战 局势诡决 既然如此 那我们当初在仙玉内制定的计划 同样改变 明白 天狱与千山拱手低后 马首是瞻 突破渡劫之时 锁定大势 仙玉位置 吉言面色冰冷 嘴角的清河神色已然消失 不管仙玉是不是生灵 他必须在我们的掌控下 渡势已送来天元宝丹 诸位 此丹可突破资质桎 莫要让渡势失望 吉言轻输了一口气 面色柔和了几分 我们已可比万族生灵多活一事 你们皆是各自天狱天骄 如何修行 我就不再多言 天理与千山神色正重 无声点头 每一个都记在心里 五蕴宗乃是渡势宗门 多送些功法与炼体灵妖过去 渡势如今 身上可没有什么低阶仙道资源 吉言细细安排起来 没有遗落过任何事 那些弟子修为不高 资质平庸 蛮荒天狱更没有历练之地 此事帮他们在其他天狱解决 是 此宗门 我们不过多来往 提供一些基本仙道资源就好 待到五蕴宗彻底扎根蛮荒天狱 便断绝关系 吉言 天理眼眶微微一睁 这是何意 他还想加入五蕴宗 此乃都市心中最后一片净土 我懂他 吉言笑了笑 轻轻摆手 自我们在仙狱相识 他便带着家人四处奔波 甚至泯灭仙道本源于天地 无奈假死 可别太过打扰他的宗门 哎 天理轻生一叹 梅雨染上了几缕忧愁 已经知晓都市大人的介遇被毁灭了 千山眉头微醋 并未多言 当年他与黑牛前辈 以身相互所有人 度天地先进两千层 自己就发誓 绝不会做任何对不起他的事 吉言嘴角带着微笑 覆手望向长空 能与都市相识 真当是不负此生 从前我曾妄言 不应生在这个时代 如今想来 倒是年少轻狂 多言了 都市 望你仙道昌龙 一举登仙 吉言朗声一笑 目光愈发深邃 天理与千山微微一正 倒是从未见到吉言如此笑过 度视大人的复生 恐怕他才是内心最为高兴那人 古罗外 石剑白带着一大群族人 恭敬地站在外面 他悠悠一叹 面露感慨 后生可畏啊 一想当年 那位男子仅仅是恋虚妻 就敢带着这几人直面自己 数千年过去 这几人皆成一方强者 势力遍布一方大世界 数千大族追随 呵呵 石剑白淡淡地笑了笑 依旧还保持着当年的沉稳与霸气 不知那位如今再何方 倒是想迫不及待地见一见了 周围族人微微侧目 石剑白百年前 带着几眼大人 破灭种族血脉封印 那时候 祖老就已宣称 石剑白登陵荒谷族 族长之位 他们种族坐落在仙苍原内 占据了数十座上品 临时矿脉 但万族大杀伐时代下 他们种族造成的杀孽太重 被大族仙人 亲手封进血脉 哪怕过了数百万 上千万年 也依旧挥之不去 他们种族不再出天骄 后继无人 强行靠着底蕴称霸一方 那仙法恐怖地让人头皮发麻 唯有用制作千基另印的子斧清灵液 与硅原子神经 才可慢慢磨灭 而且还需要海量 即也二话不说 将垃圾回收场的绝密拿出 并用出了所有人都 未曾见过的秘法 破灭仙法 荒谷族所有族人阵战 所有闭关的强者进阶出关 愿为极眼驱使万年 古楼下 石剑白目光深邃了几分 看向露出半个身子 副手仰天的极眼 他暗暗吸了一口气 此人不是人族 而是真正的大势一灵 那天赋与神通诡异绝伦 根本就不存在于是 独一无二 但如今的修仙大势下 一灵和大势修仙者的地位 也没有什么两样 生存的土壤好了许多 石剑白不再多想 而是开始想起 仙苍原内的事 他与极眼曾交谈过 这个绵延亿万里的灰红疆土 后者想要 他当时听见这句话时 吓得直接退后了一步 先不说驻扎在那里的凤巢 还是其他古族等等势力 动作一大 若是触怒到天狱长生世家 哪怕是九天仙盟都得跪 这九天仙盟 听起来很是唬人 但就算要去展天 他荒古族 自然也是不待怕的 这是吴江最强万族默认的潜规则 也更不会插手太多 此仙盟每代都在更迭断代 敌运其实一直都不深 一直都是靠着吴江万族的威严 下下普通修士与强者罢了 不过一旦触怒到长生世家 仙古禁帝 亘古仙国 道宫 仙宫等等 那才是真正的绝望 一点机会都不会有 石剑白内心发寒 垃圾回收场看似庞大 乃是崛起的仙道星宿 但在这些惊天敌运大势力下 不过是暴风雨中的蝗虫 随时都可能被绞碎殆尽 而这样的想法 一点也不夸张 毕竟陈寻也是如此作祥 他能活到现在 就是太看得清自己的位置 心中唯有一个想法 过数十万年后 咱们再来比比底蕴与人脉 我现在也不招惹你们 绕着走 蛮荒天狱 忠心地狱 古仙剑 耶 月光透过稳郁的树叶 洒在一座古老的山栏之上 九曲长河飞流之下 其周围坐坐高耸的古月遍布 各具特色 这些山栏如藤蔓般连结在一起 形成壮观的山脉 每座仙山上 都见有气势磅礴的宗门铸地 耸立云端 宛如凌空的仙境 其中一座大风 峭壁陡峭 直指苍穹 上面栖息着雄伟的凤凰 翅膀煽动 天穹顿时燃烧起雄雄烈火 另一座主风 则被五色祥云环绕 尚有金龙腾空 巨大的龙铃 在月夜下闪烁着森寒的光芒 整个古仙界外围 弥漫着浓厚的灵气 各种异兽 灵兽自在穿行 百鸟齐鸣 古树参天 散发出古老神秘的氛围 更有气吞山河的各族散修强者 鼎立一方 死死地顶着这股仙界的静止 这些年来 已陨落太多太多修仙者 古仙失去 哪怕是残存的气息 就足够让天尊都为之头皮发麻 或许这地方 根本就不是天骄能来争夺的 乃是老一辈修士争夺的地方 又或许 这失去根本就不想让外人动 这百年来 陨落得最多的便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天域天骄 成了真正的天骄目的 今夜 各方天尊齐聚仙山 商议为有合力破之一处 瓜分极品矿脉 还有另一层意思 古仙失去 大家就别想去悟到了 文秀 突然 就在各方强者商议时 月夜下 两道黑影犹如流星划过天穷 气势辉煌 磅礴如上苍微灵 轰隆隆 古仙界外围山脉震动 天摇地动 动静大的 让各族生灵都眼眶暴争 谁 这里如此多仙有在此 谁敢如此放肆 肆意破镜 死乃大贼 不少苍老声音怒吼 震动一方天地 这样的事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但每次造成的动荡 都异常恐怖 牵连他人 他们这些年 各方势力都已制定规矩 不可在古仙界外围肆意破镜 不然将遭受合力绞杀 古仙界上空 两个带着汉匪头套的修士眼中 闪过一丝惊慌 什么情况 老妞 你看娘的 说了悄悄进去 陈寻低吼一声 眼眶陡然睁大 你搞这么大动静做什么 低调 猫猫 大黑牛也是低吼一声回去 他咋知道 这五行破镜术也不顶用 唉 小心点 陈寻暗叹一声 做贼怎么又被发现了 我去会会他们 猫猫 大黑牛眸光犀利地点头 他已拿出三柄正旗 不断挥动牛掌 翁三丙正旗 破入古仙界静置 轰然爆发出 闪耀整个月夜的灿光 若是细细感受 整个忠心天狱 都为之震动了一分 啊 众多天尊眼中露出滔天震惊 蕴含经世道运的天地震道法则 谁 突如其来的动静 吸引了众多修饰的目光 纷纷仰望天际 在月色下 一个黑影 渐渐显露出轮廓 陈寻抚看四方 站在空中 凛然不惧众多仙道势力的 诧异目光 冷然道 此乃我族仙贤 难道进入这里 还要过问诸位不成 他洪亮的声音 在夜空中回荡 如同雷霆一般 令人不寒而栗 煞世间 一股朦胧的金光 迅速升腾而起 如同一道巨浪般 滔天而来 将古仙界一方上空笼罩其中 仙缘升腾而起 一股半仙境的威势 如同滚滚洪流而来 弥漫天地 天地法则顷刻间 变得混乱无比 仙缘的存在 引发了天地法则的剧烈波动 导致外围的天地法则 都变得混乱不堪 天穷云彩翻滚 月华和阴影不断交替 仿佛整个世界 都陷入了一种混沌之中 地面上的山脉和湖泊 也受到了波及 一时间 山河失色 湖泊淹没 仿佛要被这股威势碾压成渣 强大的一颗威压蛮荒天狱 一方天地 众多修士纷纷感受到 这股巨大的威势 他们的身体都不由自主地颤抖 仿佛要被这股威势碾压成渣 天尊级别的存在也不例外 他们的脸色都变得铁青 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迫 记住网址 嗡嗡嗡 此刻大黑牛破阵那处 震气之间 灵气涌动 天地法则纷纷呼应 一种无法形容的威压弥漫开来 宛如天道之力 降临凡尘 这一幕 让人观之色变 半仙境强者 一处山巒下 隐匿的藏天种弟子 脸色浑然大变 这头套前辈竟然说的话 我足先贤 难道是国教的前辈出事了 有人激动低吼 半仙境强者亲自开口 如此天大因果 岂能有错 哼 果然 浮士教还存于世间 前辈终归是来了 藏天种的弟子面色泛红 哪怕被这恐怖的气势威灵 但也丝毫不显慌弯 他们等的就是浮士教的强者 突然 有人面色微变 看向远空破阵的黑影人 由于问道 师兄 那位怎么像是在强迫古仙静置 莫要多管 一位悲观人 面色淡定 胸有成竹 此事 长老们自有定夺 我们只需要传回消息 好 师弟沉生点头 虽然感觉有点不对劲 但还是先看看再说 此时 四面八方的修士 进阶沉默 像是有什么东西 卡在了喉咙一般 还有不少大成尊者 悄然拱手 一句话不敢多言 他们甚至都不敢仰视 月夜下那道黑影 更不敢嘲弄 那略显滑稽怪异的装束 外围山巅上 响彻起一声凤鸣 一头巨大凤凰展翅高飞 凤语张开有上万丈之庞大 将整个天语 都染得火红一片 当他出现的那一刻 地面上忍不住响彻起 一阵精华声 凤巢 赤皇大天尊 没想到这位也来了 竟然还隐匿在小辈中 古仙界如今 真是我被难以染指的地方 地面上有人惊呼 有人感叹 有人摇头 但唯独猜不到 那两个黑衣人是何来历 竟然是这位古仙的后辈 他们差点就信了 天穷之上 赤皇目光异常犀利地 看向陈寻 竟突然微微俯首 用略显古老的声音开口 赤皇 见过前辈 陈寻眉头青阳 你谁啊 但气势也是异常彪悍 回应道 何事 他说完冷立的目光 又横向几处有异动的杜竭修士 一副老子 就是不讲道理的模样 本座再问一次 此地乃是无主之地 我族先贤与灭之地 若谁再敢废话一句 直接上来斗法 哼 好大的威风 我心缺先公 倒是头一次见到如此 突然 一道略显不愤的声音 淡淡响彻在这无边夜风中 但他话还未说完 陈寻面色一冷 一指刹那间向内方点去 轰隆隆 轰隆隆 圆月刹那间被云幕遮蔽 陈寻一直引动天节 顿时 整个夜空仿佛被撕裂开来 惊使雷霆 汇聚成一片滚滚雷云 覆盖了整片的上空 连同赤黄的雨雁 都为之掩气息鼓 后者面色大害 身形瞬间暴退 此刻雷霆闪电如千万条银龙 在夜幕中肆意咆哮 宛如天节来临之兆 哼 恐怖的蔑视之威 渐渐汇聚成一个庞大的雷云漩涡 如同上古仙神的怒吼 令夜空都变得若隐若现 一时间 众多修饰的心头 都涌现出一股深深的惊恐之感 这就是半仙境之威吗 星雀仙宫那人不愤的神色渐渐凝固 转变为一抹惊骇之色 猛然看向上空 快躲 几道气 是天节的气息 星雀仙宫众人头皮发麻的惊吼 甚至眼中 看向那人眼中都戴上了一抹怨恨 活了这么多年了 这种疯子 你见少了 竟还敢出言计讽 那位天尊朝着上空狂笑 我星雀仙宫 倒是头一次见到如此强盛的半仙强者 我倒不顾啊 翁金氏雷霆降下到一半骤然停止 那恐怖的毁灭气息 依然还在朝着四方扩散 星雀仙宫的众人目自欲裂 无望之灾啊 他们整个驻地都被头顶 那恐怖的金氏雷霆覆盖 一片要是白光 完全像是成了天地孤儿一般 四野静密 只是望着那方快要降下的天节雷霆 暗暗咽下唾沫 就连长生世家的一众天尊 也面面相去 闭嘴不言 在那里不断暗中传音 从未见过这等仙法 竟然能催动天节 所有道宫与仙宫的天尊 也是神色 一脸震撼无言 这是哪冒出来的仙道怪物 难道这位还真是古仙后人不成 现在这场面 就算他们不是 也得是 蛮荒天狱弱肉强食 强者为尊 自家老祖没有出动 那自然是不想沾染上 这股仙街的因果 定然不可能是压人 还有此人那嚣张的态度 与出手的封魔程度 还有那诡异的装束 这半仙强者 脑子绝对是有些不正常 竟敢冒着得罪 各大古老势力的风险出手 不怕秋后算账吗 此时 不少天尊强者的目光暗中交汇 都是轻轻摇头 完全看不透适合种族 适合来历 哪怕方才出手 都丝毫没有气息一散 无法追溯 看似张扬 却是两位隐匿手段 极其高深之辈 天机道宫驻地 有人目光闪动 传音道 道兄 服侍国教之人出世了 半仙境强者 非我们能敌 仙人不出 举世无敌 要请那几位 道兄出山吗 看古仙界扩散的波动 静止可破 恐怕他们早已在关注之中 一道道沉闷的传音响彻 目光交汇得异常之快 此人身掌天结之力 太过霸道与诡异 天机处 柯顶无声无息地出现 他嘴角带着淡笑 目光看向那两位黑衣头套人 低难道 好强大的仙人 此人寿命悠长啊 话落 他微微掐指 淡然的面色突然凝滞 嘴角那屡淡笑 也漠然消失 一脸凝重 三眼古仙族 柯顶面色变得有些不善 自语道 三眼帝尊 我只是路过此处 古仙界 我等不会沾染 那些后辈不过想获取极品灵石 不会破坏市区 因果之道 你们一族可比我天机道宫更为了解 如此便好 一道冷漠的声音 如同山峰飘过 不知从何处起 又从何处落 柯顶面无表情 目光深邃地 看了某个方向一眼 他曾探查到一些远古大秘 此族的因果神通 可是莫名被某位古仙皇之子 修炼到了极致 他也独自推演过 因果神通的极致 绝不是窥探过去未来 而是 斩断天地痕迹 让岁月都为之断层 此族很可能与太乙仙庭有些关系 甚至他们竟然敢公然反叛无疆大事件 那血脉中的反骨 他可不幸 仅仅只是为了心中仙道 太乙仙庭 三眼谷仙族 国教浮食 倒是越来越去了 柯顶眼中散发着璀璨的神光 难得地出现了振奋的情绪 微笑道 哼 远古那被斩断的岁月 终于要开始渐渐浮出水面了 预观天下大事 必先将掌握常人所不能知之事 柯顶眼中闪烁着 对远古心密浓浓的八卦之火 若能参悟其中 我天机道工的传承 恐怕会在上一层楼 万族大沙伐时代的脉络 就快要拼凑出一脚 他笑容渐深 眼中闪烁的慧芒 就快要一出 这才是修仙的极致乐趣 突然 一道森寒的目光 穿透无尽遥远处 直射而来 何方萧萧 敢探视本座 柯顶面色微微一正 又流露出一丝笑意点头 小辈 我并无敌意 这一瞬间 天际那道灰红的仙缘 刹那间震动了一分 就连神光都暗淡了不少 古仙界外围 上空 陈寻心中一灵 不经意间地淡然收回目光 保持住镇定 遇见仙人不要慌 我乃古仙后人 片刻之后 他内心狂吼 大爷的 挥手可倾抚一方天狱的仙人 他娘的 如今仙人做事 也这么鬼鬼祟祟的吗 他暗骂一声 一丝冷汗流淌过后背 装大了 但必须要给老牛争取时间 他传音大吼 老牛 你行不行 咱们得快些跑落 有仙人入场了 猫 猫猫猫 大黑牛的声音 也瞬间变得惊慌无比 但是手中的火 可是一点没慢 已使出看家本领 古仙界的静置 强大而古老 仿佛是天地之法的象征 它形成了一道巨大的光幕 环绕着整个古仙界 如同一座坚不可摧的城墙 这光幕散发出神秘的气息 闪烁着淡淡的仙光 天地法则在其内外流动 形成了一种凝练无比的屏障 尤其是那表面闪烁着奇幻的纹路 似乎蕴含着无尽的天地法则 乃是这位古仙诗区异散的浓厚仙力 这与当年的真灵古城 有异曲同工之妙 大黑牛心中发出 别到时候再出现一个古仙残魂 那真的没得完 何况他更不了解仙人境界 也不知这句诗区生前 到底有多强大 竟然身形 就能堪比一方天狱 大黑牛的额头 早已冒出冷汗 压力巨大 这是他在苍穹盗鬼都没有见过的奇异震道禁止 唯有用震道法则强迫 如今这场面可来不及 让他细细研究 大哥都慌了 梦 大黑牛内心怒笑一声 他的双眸之中蕴含着强大的决心 奇牛长高举 仿若是要拖住整片天穷 嗡嗡嗡 天地间传来一阵阵低沉的颤鸣声 整个古仙界禁止都在为大黑牛的动作而震动 大黑牛的肉身开始逐渐变得透明 他的牛蹄踏动着复杂的步伐 仿佛在编织一张无形的网 突然 一道道凝聚的光线从大黑牛身上喷涌而出 如同无数流光异彩的丝线编织成的网 开始覆盖了整片古仙界外围禁止 五形法则与震道法则在此刻彻底交织 并以混沌法则为影凝聚 恢弘阵图 猫大黑牛内心继续咆哮 眼中闪过凶光 一掌握向虚空 一掌催动蕴含无尽岁月之力的五形阵旗 聚天阵以压古仙失去异散法则 聚地阵以射古仙残存气息 破 轰隆隆 这道光网开始渐渐扩张 宛如一张庞大的珠网 不断延伸 与古仙界外围的禁止 形成了交错之势 那些仙界的禁止 开始剧烈颤动 发出一阵嘎嘎的尖锐声响 仿佛在承受着极大的压力 翁这一刻 苍穹摇晃 山川震动 如此惊天动静 无数修士冲天起 惊怒暴退 甚至有强者都忍不住出口怒骂 强行破阵的下场又来了 那就是 牵连无数道友 古仙界外围瞬间大乱 就连藏天种的修士 也是大惊失色 连忙跑路 此方天地法则 变得无序混乱 夜风不再是夜风 而是雷暴 甚至天地还下起了瓢泼大雨 而这雨也并不是普通雨 而是向上舱打开水闸 不断向尘世间倒灌大洪水 云雾此时垂倒 仿若倒旋 竟然朝着地面一块块砸下 各方大乘尊者 与杜杰天尊 皆是使出大法力 迅速逃窜 狼狈异常 诸位道友 先逃 这两位贼子 不当人子啊 无妄之灾 气煞我眼 四面八方都是惊吼 半空传来无数尖锐的法器破空声 全是在逃离此地 还好让后辈多年前就已撤离此地 如若不然 全得被这两位弄死在这里 不出意外 绝对会成为整个蛮荒天狱的功敌 天穷之上 陈寻也是嘴角一抽 五行先驱万法不清 还能抵挡得住 只是他也被大黑牛的阵道法则 无差别压制 面色异常难受 五百四十倍的道运法则加成 这大黑牛是要捅破天了 陈寻目光一横 看向疯狂逃离 世皇大喊道 小辈 到底何事 前辈 来日再谈 晚辈先撤离 好 你说的 日后凤朝本作可去定了 陈寻高吼一声 根本不把自己当外人 啊 世皇五官微微扭曲 他不是这个意思 但现在来不及多解释 跑路要紧 他可不想莫名其妙地 陨落在古仙界外围 一柱相后 白芒金光闪烁四空 古仙界的静置 硬生生被大黑牛 轰开一条深邃无垠的裂缝 他转头望向陈寻那处 焦急传音大喊 摸摸摸 老牛 大黑牛喷出一口强盛无比的鼻息 眼神焦急地不断向着陈寻挥掌 再不进去就进不去了 陈寻大笑一声 一边暴退 一边还警惕地看向四方 警方老六偷家 不过四野强者都被清退 硬是一个人没来 老牛 走 陈寻化为一道流光 拉着大黑牛 直接冲入裂缝中 丝毫没有停留 片刻之后 静置裂缝 疯狂弥漫四方 直接修补其裂缝 一点机会都没有留下 远空急事而来的两位半仙强者 牙齿都快要咬碎了 竟然没有剪到漏 两人暗暗相视一眼 那黑衣人的破镜手段 倒是值得参考一番 看来这股仙界静置 唯有激其一点强迫 更不能畏首畏尾 他们当初就是太谨慎 一旦牵连到四方道友 就立刻停止 没人得罪得起如此众多的大势力 而这两位黑衣人 也渐渐成为了一个传说 多年后都未曾出世 其身份也是被各方猜忌 古仙界呢 当陈巡与大黑牛的法力 透过古仙界的静置进入内部时 整个天地仿佛都震战了一下 这里是与世隔绝的新一片天地 日月同辉 阴阳流转 那句庞大无垠的古仙诗区 散发着一种无与伦比的气势 就连他们那浩瀚的神识 也无法看到其边界 其诗巨大的头颅高耸入云 庞大的四肢伸展在各个方向 宛若一座鼎立天地的仙山 一股苍凉古老的气息扑面而来 陈巡与大黑牛所站立的位置 仅仅是尸体表面的一处微小部分 但已足够令他们目瞪口呆 这股仙尸体的肌肤 如同青色的玉石 光滑而透亮 在他的身上 有着一些神秘的纹路 宛如仙纹 流淌着淡淡的仙气 而尸体的眼眸 虽然已经失去了生机 但却仿佛蕴含着远古的威严 令人不寒而栗 他们的身边 弥漫着浓郁的仙气 四周的景色如梦似幻 金银山脉微额耸立 峡谷中流淌着金银的溪流 古树参天 树叶闪烁着五彩斑斓的光芒 石区甚至已有不少地方化为山海 其表面蕴含着一条 绵延数千万里的灰红矿脉 它流淌在一片金色大海中 延伸至天际 一眼看不到头 而不是在肌肤地表 在矿脉海洋的深处 有着无数如同星辰般闪烁的金色光点 这些光点便是极品零食 它们的光芒照亮了整片海洋 如同银河一般绚烂 咕咕咕咕 两道吞咽唾沫的声音悄然响起 打破这片灰红无垠的寂静天地 陈寻与大黑牛瞠目结舌 还是第一次见识到露天的零食矿脉 而且还是传说中的极品零食矿脉 它们从前只是见过灵脉 它们此刻已有些震撼地说不出话来 有一种羞了假仙的感觉 陈寻甚至都对三眼帝尊的化身产生了怀疑 你们真的是仙人吗 这才是真正的仙人 它呼吸变得凝重了不少 这样的仙人失去 它甚至毫不怀疑 定能挥手覆灭一方天狱 哪怕寂灭了无尽岁月的余威 都让它内心丝毫不敢放肆 更不敢有丝毫亵渍 更别提炼化 先到境界越高 敬畏越甚 拜见仙人 猛猫 陈寻与大黑牛连忙脱下汉匪头套 郑重其事地拱手一败 不敢有任何嬉笑之意 这奇幻大帝一望无际 它们所处的地方相当开阔 并不是在什么古林中 而像是在一片原野上 踏着不知是这位失去的 哪根仙谷 片刻后 碰 碰 碰 大黑牛小心翼翼地 喷出一口鼻息 连忙祭出108座香炉 浑身挂满铃铛 叮铃铃地摇响起来 相当富有节奏 陈寻换上了一身丧服 祭出百气之王 唢呐 藏歌吹响在这片苍老古老的天地中 甚至口中还念念有词 晚辈陈寻 西门黑牛 今日踏入仙人葬地 实属罪过 但绝没有丝毫亵渎前辈尸体之心思 愿仙人长眠 与岁月万古 与天地神河 还望仙人在天之灵 神允 心眠 安息 晚辈将以最为崇高的仙道礼仪 惦仙人羽化 祭仙人诗躯不朽 送仙人万古世界 名仙人余为 陈寻喃喃自语 眉心法文闪烁 仙人涌动 仿佛与天地相容 他眼眶此刻默然一争 再败古仙人 猫猫 大黑牛仰天长笑 声音如同远古的回响 他的声音携带着 萧瑟和悲凉 仿佛是在为古仙界的主人 为这失去化为的仙藏地墨埃 叮铃铃 远方那黄金海洋的波浪 在这一刻 似乎也平静了下来 仿佛是在聆听陈寻和大黑牛的记闻 天地间弥漫着一股庄严 而肃穆的氛围 仿佛是在见证着古仙的安息 翁然而 就在这宁静之际 远方的天穹 开始闪烁着无边的清光 恐怖的法则和仙气交织在一起 它们如同亿万修士大军般汇聚 气势磅礴 竟缓缓凝聚成了一字古仙文 这古仙文的形成 宏大而威严 它的每一笔 都蕴含着无尽的仙道法则 每一画都散发着深邃的仙气 清光闪烁的古仙文在天穹中凝结 仿佛是一道天地之文 一股古老的仙力从中涌现 它不言不语 陈寻与大黑牛眼中闪过一丝明雾 心中充满了敬意 虽然没看懂其字 但却能通其意 仙术 藏自觉 老娘 此乃古仙溃藏 快前程领寿 陈寻的话音 低沉而富有力量 一挥一袍 盘坐于大地之上 梦 大黑牛目光还在遥望藏自觉 面露震撼 但也立刻进行明示 哄 天穹响彻起一道古老的轰鸣 藏字引咏 勾动苍茫大地上 那两道渺小的身影 陈寻眉心法纹 宛如一个微小的螺旋 开始逐渐融入 大黑牛浑身长出绒毛 魁梧雄状 此刻他的眉心 也闪烁起一道玄傲法纹 勾动仙文 藏自觉的仙力 在他们的体内涌动 像是一股生命的洪流 而不是死亡洪流 陈寻与大黑牛 缓缓合上双眸 深深吸纳古仙之气 他们的神魂 似穿越了岁月的长廊 进入了一个古老的境界 在这境界中 他们感知到了生命的脆弱与短暂 也感知到了永恒的存在 生死轮回 永恒存在 陈寻的声音如同泛银一般 轻声响彻在古仙界内 某某大黑牛双目微合 随着陈寻低难 渐渐地 他们开始感知到 生死轮回的律动 那是一种深邃的感悟 宛如天地法则的精髓 生死法则从不是独立 而是相辅相成 仙术葬自觉 就像是将他们的生死法则 贯彻在了一起 他们的仙道本源时而默契从生 时而又生机勃发 不断在生死之间轮回交织 而他们此刻的五行仙驱 竟然在漠然间变得更加强大 像是经历了无数生死间的不断淬炼 轰隆隆 古仙界四面八方 都渐渐响彻起古老的轰鸣 他们感觉自己的神魂 像是变成了一头惊天巨兽 不断吸食着古仙界的馈赠 大事仙道常识 肉身不可承道 神魂愈强 炼体上限愈高 当初养魂七灵族 就是因为由此增强神魂的天赋 被人寄予 落难成了仙奴 若不是此族天赋觉醒困难 可能遭受的磨难还要更多 陈寻此时内心一阵 藏自觉正在借着自己的生死法则 为桥梁勾动神魂 补全五行仙驱抵御 素仙元时 他们借的可是三眼古仙族数百代的抵御 但五行仙驱空伐的抵御 他至今没有办法 从大成七十就已搁置多年 金气花的成型 只能算是仙驱的成型 可帮不了太多仙驱的成长 多谢古仙 陈寻嘴角忍不住的歪气 已快要克制不住 没想到藏自觉境 还有提升仙驱之法好 大黑牛轻眸一声 内心闪过一丝疑惑 他们是不是触及到什么法则了 古仙界的气息 源源不断涌入他们其身 简直就像是早已准备好的馈赠 但这 明显不是给他们准备的 大黑牛浑身一震 连忙把这些想法掐死 本来就是来截胡的 仙人在上 原谅他们一次 如今局势不得不争 陈寻似乎感觉到了大黑牛的心思 倾壳一声 什么也没多说 我乃古仙人后辈 多谢仙人老祖宗 突然 他侧头看了一眼满脸虔诚的大黑牛 眉宇间冰冷了一分 又静静陷入修炼中 修炼无岁月 转瞬就是十年而过 古仙界天穷的清光渐渐散去 藏自仙文也彻底消散在天地间 陈寻与大黑牛久久震撼无言 在原地没有动弹过一分 原来这位古仙 就是生死仙道的开道之祖 藏 厉害 陈寻深吸了一口气 缓缓起身 此时 他肉身五行神光淡淡环绕 像是彻底融入了天地 而他的肉身 就是这片天地的一部分 天地不灭 五行先驱不灭 亦不朽 如今 想要彻底杀死他 恐怕比登天还要难 一如仙人一般 堪称无法绝杀的存在 陈寻此刻轻轻抬手 目光看向远处一片草地 一道清光瞬间击舍 忽远方草地瞬间枯萎 但这次 却与以往不同 枯萎的草地 竟然凝结成了一团 青涩的生命精华 而不是像从前那样 直接散去 陈寻目光深邃 一根食指勾动 那团生命精华 缓缓落入枯萎的草地中 煞时间 那片枯萎的草地 生机盎然 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快速恢复 与生前一模一样 就连生命纹路都未曾改变 猫 大黑牛震撼地 喷出一口鼻息 侧头看着陈寻 这不是万物晶圆的效果吗 陈寻眼中也露出震撼之色 又摇头道 不 还差了许多 应该是与水灵爵有 异曲同工之妙 猫 大黑牛眼中露出睿智的光芒 很是赞同 这藏字先诀 可抽取生灵的生命力 咱们当初的死气 可只能侵蚀 甚至还能被炼化出体外 陈寻目光悠悠 又找不了一句 不过老牛 这也关系到 咱们从前没能力 买到什么死气大树 催动死气比较原始 大黑牛咧嘴一笑 毫不在意地蹭了下陈寻 他们才活了万年 还没有底蕴根基 正常得很 要是真被他们 在什么山崖下 捡到大法树 那才奇怪了 暂时没这气韵 陈寻轻笑了一声 看来咱们也学会了 展授大法 乃是大势行走的会受的 不过这应该 还不是生死先到的极致 猫猫 大黑牛双眼微眯地点头 大哥作为五行先到开道之组 都没有把五行走到尽头 还在想着 如何传道与生华灵根 创造功法与竖法呢 这位古仙人 虽为生死先到开道之组 但他能强过大哥不成 自然是肯定没有走到尽头的 大黑牛想着想着 越想越觉得有道理 陈寻拍向大黑牛的背 相当舒坦 又接连拍了几下 没去管大黑牛在想什么 他内心自有他自己的想法 与先到逻辑 猫猫大黑牛拱着陈寻 给了陈寻一个你懂的眼神 有些话不敢说出口 老妞 你他娘的 还想呢 别 陈寻面色一惊 差点就要来上一招 力拔山西气盖世 咱们已被受到传业 此乃我们祖师 赶紧把这想法掐死 猫 大黑牛眼中大急地一口咬住陈寻 放屁 咋还诬赖他呢 他自从进入古仙界后 就在无恋化古仙人失去的想法 心中唯有敬畏 这样顶天立地的仙道大人物 谁敢动 也怪不得那些仙人不感兴趣 有些是他就是不能做的 也根本生不起任何心思 大黑牛想表达的是 那么大一个极品零食矿脉呢 他眼中突然闪烁起疑惑 不对劲啊 陈寻怎么可能会听错自己的意思 他悟到后 怎么有些心不在焉的 有心事 猫猫 大黑牛秀动起陈寻身上的气息起来 后提还在清扬 若是不对劲 先给这假陈寻一提子 如今自己脑子可灵光得很 陈寻一手握住大黑牛的牛角 善笑了一声 连忙调转话题 老牛 你可知何为极品零食矿脉 猫猫 大黑牛一愣 连忙摇头 自己当初都看镇法书籍 与镇法传道实了 没怎么关注过极品零食 离他们实在太遥远 极品零食乃是天地蕴养的瑰宝 这可能在这些特殊天狱中出现 他们蕴含着纯净的天地法则 乃是法则的聚合体 可不再是虚无缥缈之物 猫大黑牛点头 懂啊 就像是把天地灵气化虚为实 供修饰修炼 天地法则同理 咱们当初四处耗天结 就是为了填充灵根中缺憾的道运法则 足足万条之多 陈寻说到此处 也为之暗暗扎舌 蛮荒天狱能渡截的修饰太少 千年能遇见一个都算是幸运 继续说道 咱们也炼化不了多少 没什么雷翅仙境等等 给我们 猫 大黑牛低头一叹 慢慢积累练化 这薅一下 那薅一下 他们早就算过 数十万年起步吧 还是能熬成功的 老牛 此极品矿脉 算是咱们补充法则底蕴的最后机会 虽然不知道 外面还有多少杜结强者守着咱们 但大机缘伴随着大风险 干了 哪怕惹起众目 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陈寻也是微微叹息一声 他们这次进入古仙界 肯定许多遮天大势力都急了 老牛 最后一票 能不能威压万古 就赌这一次了 大黑牛喷出一口长长的鼻息 眼中坚定不移 能跟着陈寻 就不带怕的 老牛 走 陈寻大喝一声 冲天起 他目光凌厉地 看向远方那浩大广袤金色海域 是一点残羹都不打算留给这大势修仙者 我若成仙 未来定有诸位好果子吃 现在 先让我吃 半个时辰后 金色海洋中 这里金灿灿一片 到处都是裸露的极品零食 没有丝毫气息透露而出 相当内敛 不像是普通灵石那般灵气盎然 轰隆隆 远空刮起一阵金色海啸 将半边天日都给遮蔽 相当壮观 也相当危险 大黑牛屹立海面之上 不过是目光一宁 就已施展一方大阵 将它们庇护其中 其激荡的混乱天地法则 根本无法近身 它满意地喷出一口鼻息 鼻子湿润无比 这几品矿脉 根本就不是修仙者能探寻挖道的 本身就自带一股隐秘法则 大黑牛侧头看向陈寻 还想等他夸赞自己一句 但哪知道 陈寻又是一副漫不经心 似有心神的模样 猫 怎么了 老牛 陈寻目光看向远方 淡淡笑了笑 此地若是能带着小赤前来 咱们兄弟可又要开工了 他可是最喜欢挖屋主矿满 猫猫 大黑牛也跟着笑了起来 又随口问了一句 猫猫 快了 陈寻眉宇变得深沉了一分 但嘴角依旧挂着淡笑 我们若成仙 这三千大世界无人能敌 这已是仙道最高境界 猫 仙蒙试了后 那时候 咱们就隐退吧 过过平淡日子 坐等无将万族升华仙剑 就不去参与什么了 陈寻眼眸下台 话音很轻 见到极品临时后 也没有极度兴奋 莫名其妙来了一句 咱们后山中的庄稼 想来已经成熟 倒是想回去看看 大黑牛心中一景 目光犀利地看向陈寻 什么意思 猫 就有些想三妹与小吃了 人嘛 活久了就是这样 喜欢感慨 陈寻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猛地一下拍向大黑牛 他娘的 老牛 如此众多极品临时 咱们可别客气 猫猫大黑牛深深看了陈寻一眼 又敷衍地转头笑了笑 咻 陈寻手一招 一块漂浮在海面上的极品临时入手 此时模样极不规则 凹凸不平 但却是透露出一股饱满圆润之感 捏在手中 竟然还有一股温润的凉意 进入星皮 让陈寻惊气神都是一阵 尤其是那金色的颜色 像是可以吞噬周围光芒 为他闪耀 好东西 陈寻深吸了一口气 目光渐渐变得深邃 一缕神石缓缓探入其中 他瞳孔默然一缩 神石像是进入了一处新的天地 那里被提炼后的天地法则 随着这缕进入的神石 勾动陈寻法则 如涓涓细流一般 反馈陈寻自身 咔吉品临时 请客间出现一丝裂缝 那本如涓涓细流一般的庞大的法则精粹 突然如同洪流一般的 轰然涌入陈寻仙道本源 此时 生死到蕴上的暗淡万条法文 终于有了一丝动静 渐渐闪烁起微光 感悟到此刻 陈寻呼吸声瞬间粗重了不少 感觉终于对了 但明显这吉品临时的法则异常狂暴 根本就不是这么修炼的 不过陈寻以肃气先缘 威压堪比半仙之境 根本就丝毫不在乎 这吉品临时法则精粹的反噬 这一幕 就算三眼帝尊 与其他三眼古仙族人都未曾想到 杜洁静的修炼 可不是这么修的 陈寻与大黑牛 完全是反着来 他们从来就没要陈寻与大黑牛 当初成功肃气先缘 都是让其提升境界底蕴 一步步来 陈寻没有管太多 低吼一声 老牛 动手 梦 大黑牛有样学样 挥动法力 那些隐藏在海面下的吉品临时 进阶浮空 一眉眉向着他们急事而来 陈寻与大黑牛 算不到这些吉品临时 到底有多少 是数亿 还是数百亿等等 都已不再重要 此物已不可用临时衡量 这已算得上是特殊天狱的瑰宝 也怪不得各方天狱强者齐聚 连仙殿修士 都无法抵御住这样的诱惑 三日后 陈寻盘坐海面 眼中闪过一抹亚异 自己的五行元神 竟然在以缓慢的速度恢复 而不是在需要靠着天地五行之气熬 嗡 轰隆隆上空不断响彻着震耳欲聋的恐怖轰鸣 如同长河一般的吉品临时罗列扑散 他已测试过 但这海量的吉品临时 只能补齐生死 阴阳 混沌 雷霆 力道法则 而五行法则完全不通 陈寻眼角于光 看向大黑牛 老牛 天地五行道文 恐怕还得在蛮荒星海内补全 猫 大黑牛呆愣点头 已完全沉浸在修炼中 陈寻看着大黑牛 嘴角无声地洋溢起一缕笑容 缓缓合眼 一人一牛 彻底进入道文修炼中 惊吞着海量无边的吉品临时 换成一般的杜劫天尊 哪怕是半仙境强者 也根本无法承受 古仙界岁月宁静 没有被外界所扰 葬的余威 早已超乎所有人想象 一晃之间 尘世间百年匆匆而过 越来越多的大势力目光 凝望向天河 九天绝影族 与三岩古仙界 彻底爆发全面战争 吴将九天绝影族 布下金石大阵 带领亿万族人 横跨数座大世界 战 太化 太小 太昊 三座大世界内 数十座天狱 已化为两族战场 无数生灵被迫离乡 宗门迁移 道场变迁 凌壤毁灭 太出大世界 各大先盟与一族突然倒戈 开启通往人族天河的亘古大阵 此大世界战乱空前盛大 留守在世仙古域中的弟子一脉 全体出世参战 这沉寂无数岁月的古老大族 终开始向世人展现出金石战力 九天绝影族被打得节节败退 太出大世界的先盟 突然倒戈 让他们始料不及 葬身无数族人 混沌先灵榜族运 为之阵战 域外战场局势更加混乱 混沌族各方天尊 在混沌古星中出世 强行吞噬古星 欲要殊死大战 开启毁灭一般的反扑 各大亘古先国 已有两位先王彻底陨落 无法复生 被混沌法则摧毁殆尽 先国桑中长鸣 气运动荡 天下搞速 九天绝影族 在吴江大世界宣称回撤 由他种族镇压大势叛逆 先灵族此时再也无法沉住起 一位先人登陵吴江 宣告参战 三眼古先族 竟有三位先人 九天绝影族 恐怕不是对手 其余万族默认 大势先到秩序底线 已被三眼古先族打破 有些太过不知好歹 太古先族滔天大怒 吴江大世界中 太古先山下 一艘造型古怪的监视法剑 已在此刻起航 其威势震天动地 光是长度 就达数千万丈 此监视法剑 甚至还在不断吸食天地法则 自行凝聚灰红法香 遮天蔽日 不过是眨眼之间就已消失 其诡异恐怖的是 监视法剑 甚至没有出现过一丝空间波动 就像是凭空消失 就连气息都无法追溯 它的速度早已超越了光 堪比神念思绪 三千大世界 序列前十的最强万族 实力与序列之后的大族 天差地别 仙人不可杀 但序列前十大族中 皆有陆仙之壮举 大势天气之相 在仙史中 更是出现过数次 无人能看透其实力 吴江大世界 人族超级大成 吉 其内包含着数万亿人族修士 今日他们皆是神色震惊朝天 仁皇殿降下仙玉 翁翼万里山河动荡 仙气浩荡缥缪 仙光耀世 济海之中 一尊顶天立地 高达数千万丈的仙魁 缓缓出世 他眼中冷漠无情 充满着决然理智 没有丝毫的情感变化 天河之盼 史荣先牵动九大世界本源 句话道 仙意以宁山河真意 所天地脉落 以赴人族天河 欲要逆乱天河 断我人族元气 史荣布局多年 但与我大事人族站在对立面 他还远远不够资格 行仙 九天仙盟 与各大仙盟布局 已传入尼尔 我人族绝不退让 哪怕重塑介于生灵秩序 也在所不惜 仁皇殿内 传出威严凛然的声音 相当决绝 不容置疑 史荣先的谋划 早已昭然若揭 威逼潜藏在介域中的 三眼古仙族回归 断无将古人族 未来仙界地位 若要覆灭各大仙盟 与大沙伐时代遗族的 亿万修士 域外战场人族 必将回撤 那未来仙界疆土 仁族将会相当被动 甚至序列都将会被动摇 关乎族运的大事 往往就是由这些 一代代的影响造成 史荣先早已孤注一掷 他料想到了一切 此事无将万族 并不会帮仁族 只要自己还有一战之力 那便还有利用的价值 哼 仁皇殿外 行仙目光平静 强盛的仙力 在其周围环绕 话音浩瀚 如同大海狂澜 史荣先已渡仙道第三节 我不是对手 拖住即可 带到三眼谷仙族叛乱平息 仁族其他仙人不能动 至少现在不能动 看来其余大世界也乱了 行仙缓声开口 眸光闪动了一分 似在推演 千年内 天河仙盟无法推进一分 千年后 我会退走 足够 千年后 域外战场仁族军庭回原 覆灭仙盟 史荣先 有人会亲自出手 好 行仙点头 他面向虚空 四方空间如同波纹一般荡漾起来 他缓步踏入其中 彻底消失在了无疆大世界中 仓谷圣域 一座蓝色月华凝聚的无边大地 这里像是天上月宫一般 如梦似幻 一切都轻盈而不真实 月时之上 一位女子坐在旗上 她长发如云 披散在肩上 月群如水一般流淌 随着微风拂过 发出淡淡的银铃声 她的手指轻轻地抚摸着一株月华草 草叶在她的触碰下 发出悠扬的仙音 仿佛在吟唱一首关于月光的歌谣 仿佛是月宫中的仙子 而她正是史荣仙的故人 苍古圣族仙人古希悦 她神色微微有些恍惚 呈现出一股失神之状 她一道脚步声临近 是一位女子 她看着古希悦的模样 微微一叹 姐姐 古希悦依旧没有回神 只是轻声开口 顾瑶 人族动手了 这次无法再帮她 齐霄与柯顶 还在太以仙玉 顾瑶露出一丝勉强的微笑 又走进了几步 她们如今都已成为一方大势力的掌权人 古希悦微笑 神色很是温柔 史荣不会让她们参与 她可是一位好强的人族男子 顾瑶眉头微醋 叹道 仙蒙声势太过浩大了 此事已席卷三千大世界 她们已没有退路 史荣难道如此无情吗 那些追随她的修士与遗族 她欲言又止 不敢多在姐姐面前说她坏话 古希悦神色依旧温柔 微笑摇头 只是需要她们造势 齐霄已来过无疆大世界 史荣以暴死至 其余修士不会有安危 姐姐 你想得有些太简单了 顾瑶目光微宁 九天仙蒙在人族面前 不过是蝼蚁一只 她们不会在乎的 顾瑶 古希悦话音沉重了一分 挥秀起身 向外缓步走去 高挑的身姿凝望银河 姐姐 顾瑶神色恭敬了起来 不敢有丝毫不敬 你只需要知道 此事 本宫可以做主 人族胆敢拦我 古希悦眼眸灿如皓月 温柔之色漠然消散 眼中甚至闪过一丝冰冷 史荣到底想做什么 谁也不知道 顾瑶轻轻吸了一口气 看向古希悦的背影 不敢再说此事 话锋一转说道 姐姐 叶清幽本尊 已被太古先族囚禁在断仙崖中 被锁仙恋 她故意为之 只为让太古先族不插手此事 古希悦话音一缓 谁也无法看清她此事神情 清幽无怨无悔 她们早已没有退路 姐姐 若人族下定覆灭之星 你会去天河吗? 顾瑶心中突兀的意境 若是强行入局 人族可不会再买账 若那柯顶都敢出手 那本宫便去 古希悦此话说得斩钉截铁 闻言 顾瑶心中微微松了一口气 柯顶可是大势公认的胆小鬼 背后更是站着天机道宫 谁出手 她都不可能出手 但听到古希悦此话 顾瑶眸光闪动 姐姐还在生气吗? 此刻 古希悦面无表情 眼中闪烁的朦胧月华 都快要凝出水来 心中暗道 银铁柱 我可不信 这三千大势下 有圣灵能灭杀你 人族天河 三百年岁月翘无声息 又是那般阵龙发聩 这里血光滔滔 四野都是被撕裂的空间 天河滚滚咆哮 蕴含着岁月的长明 像是见证了整个人族的兴衰 天穷之上 三道强大身影 各立一方 史荣县 行县 还有一位人族仙人 孔卿县 孔卿面色如同万年寒冰一般 背负一座镇室仙顶 他冷声道 史荣 我人族 如今如此自相残杀 毫无意义 他说完 便妄想着无边天河 满是惊天大战的痕迹 血迹斑斑 天河中流淌着人族的鲜血 行鲜沉默 自己先驱虽有破损 但先力充盈 丝毫没有疲态 更无一滴鲜血流下 他眼中闪烁着思索 像是在不断分析着什么 思绪闪烁的异常恐怖 古人族 若你们不再针对我介于万灵 那此战便有意义 史荣神色深邃平静 犹如一汪死水 丝毫不起波澜 用浩瀚的声音开口 若依旧不改 妄图再将我被玩弄于鼓掌之中 那老夫便率领亿万修士大军 杀入吴江古人族先遇 此战亦有意义 话音刚落 一缕滔天杀意弥漫 天地脉络瞬间紊乱 天河狂笑 发出痛苦一般的颤鸣 还未带到孔勤开口 行仙以抢先一步平静说道 史荣 此事不可能 仁皇殿不会妥协 愿与你对话 只是最后的先到敬意 孔勤点头 看向史荣 冰冷开口 既然你意已决 那便无需多言 立场不同 当有道争 不论对错 老夫倒想一观 何谓无将天地 区区两位仙人 就想拦住老夫吗 史荣淡淡一笑 最后一句话 突然话音加重 宛若平地乍响一道惊雷 寝客之间 天地共鸣 虚无共鸣 他亦掌握于天地 亦掌握于人族天河 温空隆隆寝客间 太乙大事件 太初大事件 太花大事件 太小大事件 太昊大事件 等九座无边大事件 天地激荡 这一瞬间 万族无数生灵仰望天穷 无将大事件混沌先灵榜 发出惊世轰鸣 人族江家先人 眼眶猛然大争 源头原来是他 天河深空 天运先帝面色微变 天运先国气运 被瞬间压制 国运动荡 而此时 九大事件天地大变 才刚刚开始 异象惊天动地 苍穹镇到宫内 打坐的奇霄猛然睁眼 静低吼道 史荣 你疯了 蛮荒天域内 古仙界外围 还在看戏的柯顶掐指一算 面色浑然大变 史荣老贼 天河之盼 行仙那淡然平静的神色 渐渐转变为了亥然 糟了 孔晴那万古不化的寒意 也随之融化 面露滔天震撼 完了 九大世界本源 三千大事 九大世界中 四野八荒 大川地脉 无边山海 皆是拔地而起的金氏光柱 每一根光柱的直径 竟达到了数亿丈之恐怖 天穷之上 七轮惶惶大日凌空 但也同样被这冲上九霄的金氏光柱遮眼 天地一片摇晃阵战 万族无数生灵新精神害的匍匐击败 太初九天 绝影族一脉亿万生灵 头皮发马 宣称停战 无将九天绝影族 满眼冷意地望向长空 史荣仙 镇压的大事本源 被他催动了 各方天狱元气混乱 电闪雷鸣 风云激荡 有强者冷然开口 那位 难道不是介遇生灵吗 不考虑后世介遇飞升通道吗 他怎敢强行祭出大事本源 恢复巅峰先例 那位早已不顾人族介遇生灵死活 更不会顾升华三千大事的宏伟计划 大事本源之力受损 人族难辞其咎 此事归根究底 乃是人族放任 当回吴将问罪 升华三千大事 乃是一个时代的大忌 可不是围绕着人族转的 有九天绝影族人 看向天地的异象冷亨 望向人族天河的方向拱手 史荣仙人 若用大事本源御敌 那介遇之祸 将不由人族先盟掌管 天际远空 无数三眼古仙族人毅力齐上 气势辉煌 战意滔天 他们只是冷眼看着这一切 天地法则逆乱 因果神通事相 但那又如何 他们从不会抱怨 任何大战环境 轰隆隆 天地昏暗 一尊无边三眼法相盖压还宇 冷漠僻腻的眼神看向四方 诸位族人 随本仙一战 杀入无将大事件 一言祭出 浩瀚的话音 瞬间曝散数十座大世界天域 震荡的无数炼气七生灵 吐出一口老血 眼眶满是血红 战 一万三眼古仙族的仙者们 齐声怒吼 他们的声音 如雷霆般响彻苍穹 犹如蝗虫一般 向着九天绝影族扑杀而去 翁杀 无将九天绝影族杀意惊天 各方天域灵力战棋 丝毫不让 双方都是血性大族 彻底不管了 你史荣仙要做什么是做你的 今日 不杀个天翻地覆 日月无光 南宵万族大杀伐时代之气 轰隆隆 一座座恐怖济然的仙谷境地震动 一尊尊古老存在 缓缓睁眼 望向苍穹静默不语 他们还想再等等 现在可不是乱的时候 还远远不是 各方亘古仙国关闭国门 气运长河 曝散亿万里山河 宣告仙国子民 不要惊慌 此事与我们无关 虽然如此 但九大世界 已彻底乱成一锅粥 每一处天狱的 都时有大战爆发 仙殿威严不存 在九大世界本源出世那一刻 太古仙族 苍古圣族 仙灵族 仁族 仁族等 左卧三千大势云端的顶尖大族 再也无法安宁 各大祖卖仙人出世 仁族公古世家 将家击奔天河之盼而去 无将最强万族 数十位仙人 凌空要事 已顾不上太多 势必要将史荣仙彻底镇压 一日 无将最强万族 借有半仙强者与仙人出世 甚至域外战场第一次出现回源 惊天动地的动静 惊具亿亿万生灵 九天仙蒙 率领各方人族仙蒙 反叛三千大势 史荣仙玉断三千大势 升华真仙界之路 此刻没有大族再能坐得住 他们已经高看了史荣仙太多太多 但谁也没想到 此人介于生灵出身 竟然能把此事做得如此之决绝 这是在断三千大世界的路 断天地的路 更在断戒于生灵的路 而且 催动九大世界本源 反噬惊天动地 仙人也绝不可能承受 以如当初陈寻颠覆天地五行 哪怕身负系统加成 依然被燃为天地灰烬 但催动九大世界本源的代价 可是赴天地五行 遭受反噬的数百倍 数千倍 无将最强万族 各方亘古先帝齐聚 此事已足以铭记在先史中 史荣 无辈皆为求索先道之灵 如今已是升华三千大势前夕 真仙界开辟有望 你又何必求死 太古先族一位古老存在怒吼 已维持不住风范 若是人族欺凌于你们 大可于我族诉说 万万不能造成万古之恨啊 史荣 我苍古圣族当年如此庇佑于你 你可曾还恩于我族 我族可曾让你还恩 有苍古圣族先人 恨铁不成钢的常探 介于生灵一事 可从长计议 凭借你的身份 何须迁怒于大势生灵 一道道劝解的声音 响彻在人族天河中 但却无一道身影存在 都还在来的路上 天河之盼 追随史荣先的先蒙修士 满眼坚定 一位为先蒙强者屹立四方 冷笑地看着远方 你们吴江的万族强者 终于是来了 他们既然敢杀入人族天河 心中早已抱有死至 怕死犹豫的修仙者 在大势很多很多 但不怕死的修仙者也很多 能见到今日如此宏大的光景 已不负自己此生仙道 当随盟主一战 史荣一脸平静淡漠 一直犯着古旧的画笔 凝聚于手中 老夫从来不是来与你们和谈与商议 诸位大族掌权者 只是想看看手中的画笔 能否打开通往吴江的纤路 大事生灵的哀嚎 到底与我介于生灵的哀嚎 又有何不同 心不死 则道不生 始于介欲 荣于大事 先术 画中大事件 吴江 史荣的淡漠的声音 传荡在人族天河 甚至开始渐渐传出天河 弥漫在一方天狱中又渐渐扩散而出 弥漫一座又一座天狱 到了最后 这道正式仙音 竟然弥漫了整个大世界 甚至还未停滞 向着虚无之地扩散而去 画音所到之地 一条条天地脉络 显现于尘世间 一座座山川大鹤 竟然眼睁睁地变成了一幅画 其内生灵窒息弥漫 散发着决然惊恐 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变成了画中生灵 只能不断地痛哭哀嚎 却是发不出一点声音 天地无光 日月变色 此刻大势本源已被催动 伴随着史荣的仙术不断扩散 一位为气势浩瀚的各族仙人观之变色 不约而同的出手 诸位仙有 合力镇压大世界动乱 糟了 天穷之上 仙人灵世 挥使莫大法力 扑散各方天玉山河 脸色难看异常 而此时 九天绝影族与三眼谷仙族 依然还在血战 哪怕大世界有天青之危 仿佛也依旧挡不住他们 太乙大世界 苍穹震到宫内 齐霄眼眸颤动 嘴中竟然在不断咬牙切齿的低难 史荣 你当初竟敢骗我 你要拉着九大世界 为你介于殉葬吗 你的目标 从来都不是古人族 而是这无疆万族 他痛心疾首 双眼威和 冲销而起 自己也要解救大势生灵 还有道宫后辈 这已是和他站在对立面 蛮荒天玉内 玉竹山脉 猫 一道惊天牛笑声响彻天地 一尊黑牛法香顶天立地 撑起了整个玉竹山脉的天 他满眼暴怒之色 哪个老贼 各大主风之中 五蕴宗弟子 与这里的众多灵兽 瞠目结舌地看着天穷 被震撼得一言不发 只是嘴唇在那里一张一合 尤其是那两头太古凶兽 那眼神像是见到了 失去多年的老祖宗一般 吼 吼 两头太古凶兽眼中露出睿智的光芒 竟然在此时眼神交汇 这位黑牛前辈的血脉中 很可能流淌的是 太古凶兽的血 太强大了 他们暂时想不出 比太古凶兽 还更为强大的灵兽 幽暗海中 暗天蒙强者惊骇出手 挥使莫大法力稳固道场 今日就连几眼面色 也是异常难看 仙人打架 烦人遭殃 整个蛮荒天狱 也是乱成了一锅粥 各方势力 都让在外的修士迅速回归 而此时此刻 太乙大世界中 唯一没有受到影响的地方 就是蛮荒星海 但边荒那把灭世大府 依旧还横跟在路上 这谁敢去那逃难 唯有宋恒与顾丽胜 哭天喊地地 跑到那柄大府下哭丧 但奇异的是 这法器有灵 对他们丝毫没有敌意 甚至还在庇佑 两人悲弃的哭丧声 倒是隐隐约约 变得越来越大了 古仙界外 各方大势力的修士 都在快速撤离 满眼不甘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就连长生世家 都隐隐有些怒意 终于查到了一些眉目 藏天种于鬼门关 史荣仙造成九大世界动荡 长生世家彻底沉寂 根本不管大势生灵死活 也不插手无将万族任何事 更没有仙人出世 毕竟长生世家 对外宣传的 可是从来都没有仙人坐镇 他们的目的 从史智中都唯有一个 强盛自己世家 万古永存 但背后 他们已经有些不老实 古仙界他们势在必得 古仙界呢 一道深邃如鸳的五行仙童 凝望四方 天地脉络紊乱无序 甚至都已影响到了古仙界禁止 这是仙力吗 陈寻悠悠开口 睁开了双眼 不过这手段 倒是若本道左三分 想用此法破阵 太天真了 老牛 上 猫 大黑牛惊愣地喷出一口鼻息 怎么莫名其妙地扯到自己身上来了 他神色一速 连忙到 猫猫猫猫 什么 外界也如此 陈寻神色一惊 一指点向虚空 思绪快如闪电 瞳孔都在猛然收缩 沉声道 他娘的 有倾赴一方天狱的仙人出手了 他神色凛然 周围已有五个仙园闭目盘坐 但最为恐怖的是 他们都拥有着自己的仙道本源 而这浩瀚的金色大海 已经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在这短短数百年时间内 枯竭了整整一半 这可是一方大世界各大遮天势力 觊觎的无上机缘 哪怕就是仙人 也算不到 竟然会有如此不当人的饕餃巨瘦 此乃极品零食矿脉 又不是大白菜 大黑牛轻轻喷出一口鼻息 目光锐利地看向陈寻 要不要找个无人天狱试试 看他们能不能挥手湮灭 如果能成 杀上九天 老牛 不急 还没有传出 把仙蒙打入叛逆的消息 陈寻看出了大黑牛眼中的意思 冷笑道 原神留在此处 继续炼化极品零食 我们去蛮荒星海 在那里正道成仙 大黑牛猛然一蹦 脑子一根筋 低笑道 猫 老牛 开落 猫猫 大黑牛重重点头 一开始挥动震气布阵 如今已不需要再强行破阵 陈寻退到了一方 目光闪动地看着在那里 布阵的大黑牛 史荣仙在人族天河出手了 无将万族仙人登灵 事态已经到了千军一发的地步 他神色渐渐变得冷漠 嘴角却是带着一抹笑意 内心暗道 老牛 我已不想再等 从前都是大哥护着你 日后你可要护着大哥了 仙道能有多强盛 我从不在意 能护住咱们 自己人便好 这条逆路 唯有我自己走 不杀个天翻地覆 我心中不安宁 陈寻目光 变得渐渐深邃 又像是一滩一望无际的死水 看不出任何微妙情绪 半个时辰后 大黑牛挥动震气 天穷上空竟然出现一道漩涡 可以清晰地看见外界 他咧嘴一笑 转头看向陈寻 猫猫 陈寻开怀大笑 还竖起了一个大拇指 但随即又话锋一转 老牛 收纳元神 凝聚五行道文 元神不容有缺 但本座身为五行开道之主 自然是比你强胜三分 留下一道元神 再薅些极品灵石再走 猫猫大黑牛双眼有些呆滞 但在五行仙道上 他从不会怀疑什么 连忙收纳起元神 大哥的五行仙道 自然是比自己强胜三分 他又偷偷一笑 陈寻恐怕是有些不舍得 几品灵石被炼化了 想自己偷拿珍藏 修 修 两道流光冲上天穷 顷刻间消失在了古仙界内 路上 陈寻意气风发 带着笑意 大黑牛摸摸地拱着陈寻 也稍显激动 但他眼谈底部却是充斥着一股难言的沉默 大黑牛并未多说什么 眼神中透露着绝对信任与单纯 向着蛮荒星海奔去 但在路上看着各方山河化归于平面的场面 在他们心中留下了久久难以抹去的阴影 视觉冲击力太过惊悚 古仙界内 踏 踏 陈寻起身 他面色平静如水 向着古仙湿躯走去 像是一只蝼蚁 走在一位唐岛的巨人身旁 分不清具体的部位 这一走就是三天三夜 他终于来到了古仙湿躯的脚底 就像是一堵横跟在天地之间的巨墙盘 他的神色依旧没有任何改变 就像是失去了生灵的喜怒哀乐 世间已无任何事可以激起他内心波澜 陈寻缓缓伸出手掌 按压了上去 温辉红璀璨的五行神光冲天起 陈寻发丝狂舞 一袍飘飞 他神色依旧淡然平静 那浓郁到了极致的五行神光 弥漫在古仙界每一处 陈寻依旧还在不断贯注 仙缘中的五行道运不断发出轰鸣 一条 两条 百条 数百条五行道运喷涌而出 天地间仿佛经历了一次洗礼 无数山巒 江河 森林都在这一刻瓦解 化为虚无 整个古仙界宛若天崩之景 一双冷漠无情的五行仙童俯盖着一切 黑白精气花笼罩天地 缓缓旋转 陈寻体内清光狂涌 系统之力在不断加持 陈寻的法力与法则 山河早已超越了境界极限 超越了天地极限 灰红无垠的异象 弥漫散布在整个蛮荒天狱 空间塌缩 宛若一个金氏黑洞凝聚在天狱中央 哪怕是化到仙树 与大势本源散发的气息 都陷入了凝智 红隆隆 红隆隆 山河大川一响声不绝 竟然在产生一股天气之相 天地五行之气被疯狂抽离 元气犹如无根浮贫一般的消逝 浓郁的灵气漠然消散 山川死寂 狂涌的无边大海 犹如陷入无尽深渊 平静如同一汪死水 无数蛮荒生灵仰望苍穹 眼中皆带上了一股无言震撼 古仙界外 一道古老带着愤然的声音激荡而来 既受古仙传承 为何还要行欺失灭祖之事 灭是老人 他正是藏天种的修士 如今大势本源动荡 他们与太古神龙族的大战 戛然而止 皆在稳固自身势力 已无余力布局太多 就算是仙人 也无法预料到 史荣先能行天地不容之大事 更何况他们这些 与此事无关的修仙者 更是算不到 然而他话音一落 古仙界内只是一片沉寂 毫无回应 像是默认 又像是已毫不在意 三眼帝尊曾经对陈寻的承诺 如今也完全无法做到 九大世界本源大乱 他们如今也自身难保 谁也无法预料到 如此天地一变 可以说 史荣先向九大世界出手 向吾江万族出手 那造成的影响力 早已空前绝后 不知破灭了多少 大势力的布局与谋划 甚至足以影响到后世 垃圾回收场 藏天种等等势力 皆在其中 此人屹立在虚空之中 面色异常难看 大势本源动荡 他法力难以发挥出异程 肉身更破灭不了 古仙界静志 此静志 早已被人改变了运转法则 连他们都无法进入 更难以窥探到具体 只能在隐隐约约之间 感应到古仙失去受损 荒唐至极 此人的面色冷如冰山 目光死死地盯着古仙界 炼化仙庭古仙失去 灭世老人 我藏天种 与你不死不休 温化音未落 他已转身离去 浑身上下都弥漫着一股恨意 灭世老人 趁着天地大乱行 欺失灭祖之事 此人不配为修仙者 蛮荒天狱 边荒之中 阴阳俱府下 颂横悲戚的哭喊声 默然一致 他缓缓转头 不敢置信地看着顾黎盛 顾黎盛的气势逐渐生腾 如同滔天的洪水 向四周蔓延 他的双眸中 蕴含着无尽的锋芒 侧头看向古仙界的方向 顾黎盛面含痛苦 神魂撕裂 但攀升的气势 却是越来越恐怖 一座灰弘无垠的天宫 在天穷之上若隐若现 俯瞰大势 顾黎盛的双眼 闪烁着深邃的光芒 宛如两颗璀璨的星星 那异散的气息 仿佛可以镇压天地 灭视一切 黎盛 宋恒感受到了这股气势 不由自主地退后一步 心头涌上一股强烈的激动 他像是在一语一般 正正地看着顾黎盛 如此陌生的模样 葬叔 顾黎盛的声音 如同天籁一般 响彻在边框 他额头清净一根根抱起 又像是一头野兽般的低吼 陈寻 你怎么敢 顾黎盛 宋恒眼眶暴涨 被那如山如海的气势 先飞到了半空之中 大吼道 好兄弟 冷静啊 顾黎盛眉雨满是冰冷 根本没有顾及宋恒 只是看着古仙界的方向 一幅幅远古的画面 不断闪烁脑海 像是遭受了莫大刺激 他浑身微微颤抖 一股无言的岁月沧桑弥漫 刹那之间冲天起 消失远去 宋恒大惊失色地 看着顾黎盛消失的方向 暗道一声不好 必要先将此子镇压 不然长竹恐怕会有大难 古仙界内 天地混沌 一片晦暗模糊 古仙藏的失躯不断抽动 那潜藏在体内深处的生气 与死气被不断抽离 陈巡满眼冷漠无情 一言不发 深处的一掌 犹如吞噬漩涡一般 不断抽取着古仙的生命精华 妾道者 不仁 欺失者 不义 乳仙者 气韵断绝 仙道有缺 天杀志 陈巡瞳孔灰暗 哪怕四方璀璨药师的光芒 都无法映入七眼眸 修仙万载 他最后的原则底线 已在动手那一刻打破 嗡嗡 一股生命脉搏的声音跳动 他嘴角终于挂起了一丝微笑 收起手掌 双手摊开 直接融入了气旁大体内 而此刻他的仙源 在古仙体内逆流而上 像是一颗渺小尘埃 不断往天地之门冲去 他要找到古仙的残存的意志 吞噬 十年后 仙源冲入了一片白茫茫的天地 他自毁根基 让每一缕神念充斥此地 接触到每一个地方 皆是今世的记忆洪流冲击而来 陈寻本体嘴角溢出鲜血 不为所动 他缓缓合眼 欲练其身 必练其残存一切神念与意志 他彻底沉浸其中 像是轮回万事 陷入泥沼 无法自拔 阳光明媚的早晨 不知是何时代 不知身处何方 一个虎头虎脑的小孩子 蹲坐在田笼上 傻笑地看着一处并不大的苞米堆 那里有两个若隐若现的身影 被朝着天 面向着黄土 他叫玉米 没有爹娘 是爷爷奶奶在包米地中捡到的 玉米也从来不知道 爷爷奶奶叫什么名字 只是爷爷奶奶让他这样叫 他就听话地叫着了 自己长大得很快 力气也很大 村子里的孩童 都说自己是怪物 光吃不拉 都不跟他玩 还说他要吃小孩 玉米时常躲在角落里哭泣 唯有爷爷奶奶 不厌其烦地安慰着他 给予世间最为温暖的关怀 还教他编织竹篓等等 每到年末时 他们就一起去集市中卖东西 玉米虽然年龄小 但力气却很大 从不让爷爷奶奶累着 但随着一年又一年 包米感越长越高 他们却越来越矮 矮到再也看不清了他们的身影 玉米胸无大志 更不知天地广阔 只想着守着爷爷奶奶就好 守着这片微不足道的包米地就好 后来 他知道 爷爷奶奶竟然还有儿女 年末时 他们抢走了爷爷奶奶的积蓄 还怒骂了他们 玉米瑟瑟发抖 躲在屋外不敢说话 但他看见旁边毅力的铁锹时 他终于忍不住了 他扛起铁锹 独自把他们打得皮开肉绽 哀嚎连连 就是逃跑时 他们还在不断骂着自己是孽种 是怪物 自己和两个老东西 不得好死 玉米浑身颤抖 手中沾满鲜血 双目失神 但爷爷奶奶并没有责怪他 还安慰了他许久 又过了些日子 爷爷奶奶从一个沾满了泥土的锈帕中 拿出了些铜钱 他们脸上挂着清澈质朴的微笑 在那里商谈着 可以送小玉米去城镇上学些武艺了 玉米沉默无言 只是看着爷爷奶奶那双苍老的手 就像是苞米地旁的枯木树皮一般 透着苍苍腐朽 他心中一景 出现了一股莫名的难受 后来他才知道 原来自己是长大了 玉米如今性格沉默寡言 轻轻点了点头 自己越长越高 爷爷奶奶却是越来越矮 矮到看他时 竟然已需要仰视 半年后 他加入了一家武馆 拿着爷爷奶奶仅有的积蓄 拜师学艺 然而 好景不长 自己的天生神力并没有被重用 反而让馆主 把自己卖给了传说中的仙人 他不愿背井离乡 仙人降怒 露出了他本来的面目 给予自己的血肉神魄 玉米大惊逃窜 但又哪是仙人对手 被囚禁在一处荒山 数月后 一头庞大怪鸟席卷全阵 一口就吞噬了所有生灵 那仙人也在未归来 像是也死在这次动乱中 玉米逃了出来 朝着记忆中的方向跑去 那处包米地 爷爷奶奶还在的 一定在的 他泪水飞溅 看着断壁残垣毫无生机的小镇 脚步丝毫没有停下 但小村子不在 包米地也已不在 爷爷奶奶也不在了 玉米像是失了魂一般 还在发疯般地寻找 却是怎么也找不到痕迹 数年后 他捧起一泼黄土 独自离开了这里 依旧是一副沉默寡言 面如冰山般的样子 玉米背着行囊 行走在这片充斥着危险的地狱上 渴了就喝山泉水 饿了就吃泥土与树皮 爷爷奶奶说 他们就是这样过来的 此时 他身躯的高大 早已超越人族 力量也愈加强大 甚至达到了生死妖兽的地步 玉米也终于了解到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万足灵力 弱肉强食 无比混乱 没有秩序的一个世界 每一个生灵 皆是在如履薄冰的生存 凶兽动辄侵吞数百万生灵 仙道强者挥手覆灭一方道统 山河倾覆 无数凡灵遭殃 而他在地狱 名为大荒 这时起 玉米的崛起之路 也从此开始 他跟随妖兽学艺 与灵兽为伍 以灭杀大荒凶兽为己任 想以一己之利平 大荒乱象 但这样的强大散修 终于是引起一方大势力注意 玉米不善言辞 西子如今 只有与爷爷奶奶 才有说不完的话 他从不认输 被仙道天骄 暴打得分不清东南西北 不是在生死边缘上徘徊 那就是在生死之间徘徊的路上 整个地狱的生灵 都像是 对他充满恶意 玉米心中苦闷 有一口气 一直压在心中 怎么也无法喘出 他时常在山顛低吼 却是没有说出一个字 他开始生食凶兽血肉 脾气也从沉默寡言中 变得越来越凶利 一股凶兽的狠劲 千年后 他身躯已达数百丈 像是一座行走的巨山 高大到足以望不清地面 望不清包米地的模样 望不到爷爷奶奶那勾楼的模样 玉米性格虽然凶利 哪怕万族生灵对他抱以恶意 但却仍然以斩杀凶兽为己任 从中得到的一些先道功法 有什么学什么 爷爷奶奶就是这样教他的 有势力想招揽他 玉米也全然不顾 他不是孤儿 不需要住在别人的地方 自己行走大慌 只是爷爷奶奶让他出去走走 又是数千年而过 玉米也成为镇压一方的强者 但却遭遇到了强敌 他被打得根骨禁断 在身影前那一刻 有人救下了他 此人信顾 他说已经注意到了自己许久 还问自己 心中是否有不平 如今这天地先到秩序混乱不堪 何不一同干一番大事 玉米鲜血淋漓 却是没有丝毫痛苦之色 他沉默点头 我要斩杀凶兽 几百年过去 玉米认识的强者越来越多 万族强者皆有之 他们身负惊天伟地之财 自己依然是格格不入 在他们面前 如同萤火与浩月一般 玉米一直是明白 他们要做的事是对的 自己愿意帮他们冲锋陷阵 当一位无名小卒 他跟随这些强者走出大荒 一路杀入各方天狱 败四方强者 斩杀无数凶兽 强大的让众人都为之心计 哪冒出来的凶人 但玉米一直特立独行 甚至别人都以为 他是一个哑巴与孤儿 无父无母 更无家族与种族 万年后 玉米独自镇守太乙大事件 先恶震天官 他杀得玉外邪灵头皮发麻 甚至都不敢路过此地 与谈及此人 更不敢入侵太乙大事件 也是从这一代开始 玉外邪灵再没有站起来过 被此人杀得 足足断了一个 先到大时代的元气 玉米依旧沉默寡言 一人背对众生 孤零零地 坐手在仙恶阵天官 玉米平复玉外动乱 守护着太乙大事件万族生灵 庞大的肉身伤痕累累 怎么也抹之不去 他却从来没有喊过一声泪 一声痛 玉外起风了 玉米那万古不化的沉默神色 终究是泛起了一丝温暖笑意 玉外那冷冽刺骨的风 今日却是刮得何须无比 就像是回到了从前 自己傻笑地坐在田笼 守护着那片微不足道的苞米地 心安也宁静 爷爷奶奶的那份淳朴善良 终究是在万年之后 击中了玉米眉心 他撑起了太乙大事件的一片天 独自守护着江湾内那亿万里的苞米地 别无所求 仅此而已 千年后 顾黎盛如今已是一副沉闻老练的模样 更是自带一股先天贵气 他在山巅沉身拱手 葬书 望您登仙之徒 万事顺遂 他身后跟着一位小胖子 在那杂杂乎乎地大喊 葬太爷 一路走好啊 顾黎盛目光微冷 拱手的拳头 暗自捏紧了几分 死胖子 今日必要 诛杀此聊 留他不得 小胖子笑呵呵地 拍了拍圆滚滚的肚子 一身黄色道袍 玉米在天际背对着他们 微笑点头 又招了招手 越走越远 顾黎盛眸光暗淡了几分 从前都是藏书面对着自己招手 身影越来越近 今日倒是完全相反 而且心中一直都有一股心惊肉跳的感觉 皇子那 生死个千万不降 天空一声巨响 地底乍震山河 仙相 天龙 仙相 地虎 见过皇子 啊 小胖子笑容渐渐僵硬在了脸上 顷刻间发出了一声震天动地的惊觉惨叫 被群殴得分不清东南西北 不知天地为何物 蛮荒星海 玉米彻底沉寂在其中 斗转星移 那体内潜藏的底蕴轰然爆发 一条灰红无垠的生死法纹 凝聚于眉心 大开生死仙道 生之仙道 与死之仙道 从不应该分开 玉米虽然一直都在征战杀伐的路上 更无惊天伟帝之才 但他的仙道天赋从不弱于任何人 沉默从来都不是不懂 这一悟道就是千年岁月 星海一向滚滚而来 他像是在生死之间轮回交替 不死不灭 不生不死 玉米沉寂的面孔终于露出了一丝骇然之色 像是看见了什么大恐怖一般 但他状态也陷入了一股奇异之景 他无法动弹分毫 像是彻底成为了生死仙道法则 一条生死道运应运而生 但蛮荒星海恢红无垠还远远不够 玉米谋光阵战 他看见了蛮荒星海的轮廓边缘 竟还在不断在膨胀 一轮轮大日星辰在不断升起 又随着岁月黯然陨落 无数星辰在星海内起跃沉浮 自己的仙道竟然在被蛮荒星海吞噬 自己成了养料 反哺着这辉弘无垠的蛮荒星海 自己的道运 根本没有办法鸣刻在其天地内 太过渺小 尤其是一座比一方天狱还广大的星辰上 有一座奇异矿脉 逆转天地五行 他不断干扰着自己的仙道气息 甚至还在与自己的道运交锋 玉米深吸了一口气 大风大浪经历太多 内心已经变得逐渐平静 仙庭还为他准备了太多后手 这些情况皆在预料之中 他缓缓合眼 手握星辰 不断在生死之间的状态轮转交换 但这样的情形 他征战多年早已习惯 生死也早已抛诸脑后 又是万年悟导 一道金氏气息横扫还宇 犹如绝世凶兽复苏 一道顶天立地的身影 屹立在广阔无垠的蛮荒星海内 浩瀚低沉的声音传遍四方 无畏仙 葬 玉米一眼吼落星辰 星海掀起无尽狂澜 气势已强大的无以加富 仿若世间再无敌手 唯有他一人镇压万骨 他俯瞰四方 和道于蛮荒星海 仙道却又被囚禁此处 与大势天地格格不入 玉米面色沉静 不为所动 他哪怕屹立于蛮荒星海 依旧可以守护太乙仙庭 守护此方大事件 但他身上再无生灵的生气 也更无死气 诡异的状态依旧还在他身上流转 就在此刻 突然 玉米的目光突然穿透了无尽岁月 望向某一处 平静开口 传承者 陈寻 陈寻瞳孔猛然收缩 震撼无言 为何他可以与自己跨越岁月长河对话 葬到底强盛到了何等地步 国教服侍布局蛮荒星海 驻葬成道 他们掌握着天大的仙道秘密 而这位古仙竟然是顾离圣的叔叔 还有那位小胖子 他同样也看见了 宋赫 他们竟然皆是太乙仙庭的生灵 这个时代 可是比万族大杀伐时代 还久远了 他内心翻江倒海 手指微颤 像是见到了真正的长生者 见到了威亚一个大时代的金氏仙庭 哪怕是藏也只是仙王之一 聚集在太乙仙庭的天地主角 太多太多了 他从未有过这般震撼 原来蛮荒星海承道之路 早已有强者走过 陈寻眉心法文跳动 神色极度不平静 这句古仙诗区 早已不是一具尸体 而是像一个跨越了无尽岁月的生灵 故公子于他们有大恩 此人是他的叔叔 陈寻瞳孔灰暗 双手摊在腰间 并未拱手 话音低沉地开口 见过藏仙王 本王已无法复生 哪怕你抽取体内残存的生命精华逆转 也是无用 莫要强求 藏自觉可无法逆转生死 藏淡淡一笑 眼中散发着万古孤独之色 哪怕你仙缘融入本王残念 依旧如此 只会断了你未来仙徒 而你也不再是你自己 藏仙王 陈寻手指一颤 第一次有一种被人全然看透的感觉 但此数已是邪法 哪怕遭受反噬晚辈 也甘愿承受 藏凝望着陈寻 轻轻摇头 本王不需要夺涉于任何生灵 此等术法看来已是触碰到你内心底线 道心不圆满 何以成仙 藏仙王 晚辈没有时间了 陈寻苍白无力的一笑 我需要实力 盖压三千大世界的实力 外界情况瞬息万变 没有人会等晚辈安然变强 你仙缘中有皇子的气息 很深 藏没有回应 而是话风一转 是 本王失去出事于此处 是与我先庭国教的约定 助皇子恢复神魂 但却被你生死法文所引动 你我有缘 藏淡然开口 皇子能与你相交 本王自然信你 但你还牵扯着三眼仙族的因果 看来是他们 让你来此成仙 陈寻沉默点头 竟然没有古字 他们并未说错 此地是成仙洁净 藏面色沉静 每一句话 都像是天鹰一般 冲入陈寻脑海 恋化本王失去即可 仙允 不会留存先利于其身 只会回归于成道天地 但本王不同 失去不朽 生死先利 依旧留存于其上 你若答应本王两件事 失去赠予你 尽可拿去 助你成仙 帮本王照顾好皇子 若是仙道秩序崩灭 太以大世界有大难 莫要袖手旁观 帮本王再守护太以大世界一次 藏仙王 陈寻瞳孔猛然一争 已经低吼而出 用邪法让古仙夺舍自己先缘 已经是打破了自己底线 自己已是邪修之行径 万年功德破碎 若是在恋化藏仙王失去 他已无法想象 就和那藏天种修士说的 与想的又有何意 如何再面对众人 藏目光沉静 不为所动 既然你不愿 那本王不抢求 但三眼仙族既然将你指引至此 本王也依然可以指引你另外一条路 陈寻低头 默默记住了藏仙王那两个要求 自己会去做的 藏微微侧头 眼眸如同升空一般浩瀚 他指引了一个方向 取道 这是本王的传承 若你敢在蛮荒星海内登仙路 哎 其中有生死大危机 但你仙道不会有缺 陈寻 你很强 比本王见过的万族生灵还强 更是本王见过的最为强大的生灵 陈寻应该在蛮荒星海中 本王以名你本心 愿送你一成 还望你日后庇佑皇子一成 藏华英深沉了几分 神色很是正种 他无法看透陈寻 陈寻深吸了一口气 其实这与当初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 但怎么在蛮荒星海成道 无人知晓 三眼古仙族更不知晓 若是在蛮荒天狱内成道 他镇压不了万族仙人 但这句古仙诗 最终让他看见了成仙捷径 成功后 在系统之力加持下 定会是举世无敌的战力 陈寻一缕淡淡的执念彻底消失 终于在此刻拱手 晚辈愿意一事 嗯 你随本王残念来 藏仙王 请等待晚辈片刻 陈寻神色清明 眼中溢散出一缕金光 在藏略微诧异的目光下 陈寻从怀中 袖口中等等 拿出了数千上万枚空间巨大的储物件 收纳起了金色海域中的 无尽极品零食 藏淡淡地多看了他一眼 没有多说什么 这条灵脉与他无关 只是被失去的气息引动而出 陈寻行动迅速 一座座灵山被他徒手劈开 五行法则更是被运用到了极致 这法则不拿来挖矿都可惜了 极品零食可遇不可求 老牛还有一具原神在外 还为法则圆满 藏目光悠悠 泛着沧桑身负两条仙道法则的仙者 看来那条天地禁忌仙道 终归是被后背修饰走出来了 他独立于蛮荒星海中 俯瞰着岁月长河 沉默无言 三日后 陈寻踏空离开古仙界 朝着藏的残念指引而去 外界天地依旧是一片混乱之景 满是山河死寂的气息 但威能明显比当初小了些许 他目光微宁 没有停留片刻 朝着边荒急速掠去 一切紊乱的天地脉络 皆不能尽其身 所过之处即为天地五行 天欲边荒之地死气涌动 一柄横跟在天地的阴阳府 还静静地助力在那 陈寻嘴角洋溢起一丝淡笑 这可是安身立命的家伙 翁突然 天穷云雾一阵涌动 一股霸裂无比的灰红气息 朝着大地盖压而来 陈寻 一道冷漠无上的声音 扑散在四空 气息之高贵 仿若天的化身 我知道你会来此地 陈寻面色微变 冷然凝视着天际 气势丝毫不弱 何方道有 长主 顾离生又疯了 快逃 天际深处 传来一声痛哭惨叫的哀嚎 像是被镇压了一般 这小子不讲道理啊 顾离生 陈寻心中一领 双瞳闪烁流光 三魂气魄不全 也能强盛到如此地步吗 天际鲜颖朦 顾离生冰冷的眼神俯瞰着陈寻 你不该动脏书 你更接不起此等天大因果 从那一刻起 你我 他话音突然一顿 浑身漠然大震 神色变化得异常精彩 脏书 没被练化 顾离生嘴角一抽 那强烈的气势 都不由自主地收缩了几分 糟了 先入为主了 有大误会 他双手腹背 话音瞬间柔和了下来 微笑道 你我自然还是朋友 本公子竟然误会余地 果然还是神智有缺 做不得数 陈寻被顾离生一句话 弄得大沉默 久久无言 顾离生 倒又说了吧 常主乃是气韵绵长之人 岂能辱先自断 先到气韵 宋恒暴怒咆哮 像是终于找到了发泄口 咱们好不容易才寻到常主 你想弄得反目成仇不成 顾离生目光深邃 平静的目光下 流露出一丝歉意 但他并未像从前那般 杂杂乎乎地与颂横吵闹 他微微一叹 犹如万古岁月的叹息 缓缓拱手道 藏书 皇子 一道泛着无尽岁月的古老声音 淡淡响起 这一刻 边荒死气流转停滞 看得陈寻眼皮都是微条 他并不知道 藏城先后 他以仙庭发生了什么 他的仙缘 已无法窥探星海城道的绝世仙人 就在此时 一道藏的神念 穿过陈寻脑海 后者目光一沉 深深看了顾离圣一眼 转头向着蛮荒星海飞去 待到他离开后 边荒天地被大法力封闭 彻底成了一处绝遇 顾离圣眼中流露出浓浓的眷恋之色 像是卸下了心中的所有防备 他嘴唇微颤 藏书 仙庭殒灭了 仙皇 没有渡过仙道时节 藏的话音很是沉重 三千大世界 无法承载真仙 仙庭是被天杀 非我们之错 藏书 不是 顾离圣深吸了一口气 我国教已有修士 活出仙道第三世 突破了道运的极限 父皇哪怕失败 但我仙庭依旧强盛 带到开辟 仙庭一代强者进阶作画 其余大世界万族 早已蠢蠢欲动 顾离圣捏紧了双拳 痛苦地闭上了双眼 是我无能 让太乙仙庭内乱四起 没有手下父皇与藏书 你们开辟的仙道盛世 他的故事 已经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 甚至已经足够 重立一部仙史 逆活三世 无法挽救仙庭天青 国教扶持的底蕴 都被耗光殆尽 三千大世界万族 岂能容如此精视仙庭存在 那离万族并行 抛弃种族仇恨 荒唐至极 简直就是谐庭 若再让他们强盛下去 三千大世界 都有被统治之危 文言 藏沉默良久 才缓声开口 皇子 无妨 他的话音很是平静 更没有任何责怪之意 这件事 先皇早已有预见 只要他能借着仙庭气运 突破大势仙道极限 成就国教扶持推演的 真仙之境 那太乙仙庭 就绝无轻腹之危 但失败 太乙仙庭的衰败 也在预料之中 他行走多方大世界 仙庭的存在 万族并未有任何敬畏 反而内心仇视无比 那时当属太古仙族 叫嚣得最为厉害 但在太乙仙庭内 外来觐见的太古仙族 可是对仙庭吹捧的厉害 一副为仙庭 马首是瞻的模样 他们几乎把仙庭内 什么规则等等都学去了 那时候 万族对太乙仙庭 为敌如虎 就此族反其道而行 先皇胸怀广大 海纳百川 玉戎和万族之常 传播仙道秩序 他对太古仙族的造访 都是相当欢迎 更是为了给其他大世界的万族看看 不过此族的行径异常卑劣 葬杀过很多太古仙族的人 对此族之人都从未用正眼看过 觉得仙庭不应该传授他们太多 但后来他坐镇于蛮荒星海 已经管不到他太多 心中还有国教大事 那便是牵引仙庭气韵 辐射蛮荒星海 也失败了 后世先皇闭关 顾离圣代为坚国 可谓是地狱及难度开局 太以大世界内忧外患 连国教都有些扶不起顾离圣 开辟仙庭难 守更难 他们修炼的皆为气韵仙道 仙庭强盛 则他们强盛 仙庭衰落 境界更会随之动荡 这也是气韵仙道的大弊端 顾离圣身为真正意义上的 仙庭气韵之子 在治理亿亿万生灵的天赋上 明显没有先皇强大 与得心应手 时间更是不够 天穷上 顾离圣谋光黯然 自己最大的失败 就是太依靠仙辈 但他们一生征战 几乎都没有子嗣 他们作画后 自己有些无人可用 仙庭彻底崩灭时 就连胖子 也是为了护住自己身死 死前那凄厉惨绝的怒吼 还久久萦绕在自己耳旁 顾离圣 道也我本以为你是气韵之子 奈何这是跟随仙庭 强盛与否变化的气韵啊 不是你的 天杀的 道也我这是被天欺骗 跟错了人啊 快走 顾离圣 道也我要是能有下一世 必先你先目 你要是能活着逃出 咱们下一世再相遇 必镇压你在大墓中 诸位先有 护住皇子 万族狗贼 谁敢与你道也一战 来 一座灰红天宫门外 颂横浑身欲血 怒笑天门 他道袍破碎 一往无前地向着外面杀去 只留下了一道决绝不已的背影 顾离圣内心一阵脚痛 又回忆起了那段痛苦的过往 他面色突然变得异常痛苦 仿若神魂再被不断撕裂一般 藏书顾离圣痛苦的神色中 还流露着深深的眷念 嘴中还在不断低难 能看见皇子安好 臣 甚喜 藏嘴角流露出一丝温暖微笑 一如当年归巢的那一幕 不知如今的时代 可否有仙道秩序 先皇的报复是否实现 有 藏书 这个仙道大时代 已有仙道规则 顾离圣神色激动了一分 那便好 皇子 无需拘束于仙庭过往 藏笑容渐深 露出了从未有过的悠长笑意 我自大荒出世 跟随先皇一路征战 我们这一代 为的就是能看见今日之仙道圣景 先庭虽隐 但一致 尚存 这已足够 藏的目光洞穿一切 没有任何不甘与怨恨 狠是洒脱 皇子 你能活到这一世 那看来国教的仙法 已然成功 藏书 是 顾离圣点头 痛苦道 但九成九的岁月 都混沌不清 浑浑噩噩 有得自会有失 藏淡淡点头 你三魂七魄已然出世 看来国教已然算到什么 皇子应当快些融合 不然 寿命有危 顾离圣的寿命 之所以不流逝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 魂魄被国教用逆天仙术封存 但出世之后 寿命的流逝 已然开始 他重重点头 是 藏书 陈寻 是一位强者 藏冷不丁地冒出一句 皇子 我们原本打算 是祝你融合魂魄 祭出我最后的生死先例 但 计划改变 我会祝他一臂之力 还望皇子 明白臣的苦中 陈寻 顾离圣倾笑了一声 这似乎是唯一能与自己 在浑浑噩噩状态下 正常无比交流的神人 就算连宋恒也做不到如此 此人一直很对他胃口 甚至有些相见恨晚 藏书 陈寻为重情义 我信他 神魂融合 我不着急 他恭敬地看向藏 郑重开口道 但他身负血海深仇 一路艰难崛起 如今已到了重要关头 我不想他走错路 若是陈寻能得到成仙 藏书不必担忧我魂魄之事 他仙道之强盛 贵为禁忌仙道开道之主 我早有体会 好 文言 藏放心了许多 并不想看见他们反目成仇 皇子身名大义 非寻常生灵 可比 宋恒目光一直处于呆滞中 应该又和自己祖宗有关 他不想听这些事啊 他内心一震 完了 又有莫名因果转嫁自身 急急如律令 因果转移老祖宗 万般苦难 净加他身 宋恒深吸了一口气 已在内心做法完事 但听到场主的名讳后 他冷笑一声 这不废话吗 也不看看是谁追随的男人 但他眉宇微冷 那狮子狗 似乎眼光比自己还好啊 入火的比道 有我还早 这狮子狗也不知道跑哪去了 一丝气息都寻觅不到 不会是死了吧 宋恒眼眶微睁 连忙在内心把此想法甩去 应该没这么邪乎 自己还会镇压他 死不了 顾离圣与藏 都为搭理内心想法如此之多的宋恒 自顾自地在那交谈 藏使出先庭的大礼 朝着顾离圣一静 低沉道 皇子往后岁月 慢慢走 他并没有说出多么高深的话语 他依然是那位沉默寡言 不善言辞的玉米 一切的情感 都只会表达在行为之中 顾离圣镇住了 就连痛苦的神色都已消失 他久久地凝望着 那道跨越了无尽岁月的虚影 低难道 藏书 他们都离开了 岁月如此 藏微笑着点头 只要皇子还活着 那我们便活着 若是皇子有闲暇 路过一片片苞米地 风起时 夜如波涛 那便是臣来看您了 若悟到有祸 夜深时 可抬头望向太乙昊月 那是先皇与先后的福泽 是我太乙仙庭存在的痕迹 皇子 葬说到此处 话音微微一顿 又行了一个大礼 郑重道 臣 告退 片刻后 虚影眼中露出欣慰的神色 像是在回忆着什么 那站在自己肩膀上高谈阔论的小子 如今已有一方强者风范 他目光看向蛮荒星海 化为璀璨星光消散 像是从未存在于这片天地 没有留下丝毫痕迹 顾黎盛看着星光消散的方向 双目失神 他喉咙中像是卡着千言万语 却以没有时间多说一句 一股压抑难言的氛围 萦绕在天地间 宋恒狠狠咽下了一口唾沫 这位老前辈方才的目光 怎么总是若有若无地看向自己 弄得自己都不敢插话 憋得很难受 他善笑一声 小心翼翼地问道 黎盛啊 你真是皇子啊 呵呵 小恒我有眼 胖子 哎 哎 皇子 您别激动 慢点说 宋恒大惊失色 被一只手狠狠抓住提了起来 与顾黎盛的眉心狠狠相碰 他吓得惊喊 皇子 在下没有断袖之痞啊 顾黎盛深吸了一口气 笑道 多谢了 兄弟 他笑着笑着 就闭上了双目 手还狠狠长着宋恒后颈 把宋恒搞得欲哭无泪 内心不断咆哮大吼 顾黎盛的气息不断消散 一如当年千万不将出现后的后遗症 他的境界再不断跌落 再无奈骨魂后的岁月沉淀感 情绪也随之变得愈加不稳定 顾黎盛终是落下了两行青泪 一切都像是结束了 宋恒神色终于在此刻变得渐渐平静 他深深看了一眼陷入沉睡顾黎盛 又朝着四方看去 常叹道 黎盛啊 已有仙人牵动本源 轻负九方大事件 天地大劫已然来临 但 场主似乎也要开始带势而动 这才是真正的天地大劫啊 宋恒眼眸闪动着金光 冷笑道 这仅仅只是开始罢了 无将万族 他道袍被边荒狂风吹动得烈烈作响 眼谈深处闪过一抹惊世寒光 你们可是 招惹到了一个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绝世大兄 哈哈 宋恒神色张扬 笑得异常嚣张与猖狂 甚至五官都产生了扭曲之感 有趣啊 咔咔 突然 顾黎盛双眼茫然地缓缓睁开眼睛 喉咙干涩不已 宋恒神色一肃 神态与方才判若两人 他连忙照顾起顾黎盛来 这顾吹牛的后劲 应该是又上来了 一月后 浩瀚无垠 看不到一点边际的蛮荒星海中 陈巡跟随着指引 来到了藏的正道之地 他们跨过了无尽岁月长河 在此地神念合一 陈巡 藏先王 祭出生死道运 迁动星海天地 本王曾在此地万年悟道 今日借助残存神念 助你悟道 星海绝不是天地囚龙 藏那道无尽岁月前的虚影 竟然在与陈巡缓缓融合 后者先缘急剧震动 是他跨越岁月看见的那道身影 陈巡瞳孔露出惊骇之色 那不是记忆吗 为何会眼睁睁地出现这里 更不是先例应照 就像是他 本来就在此处等待着自己 不对劲 陈巡内心一阵 当初颂衡与顾黎盛的出现 都有些太巧了 当初他们身份普通 自己并未在意 但透过藏的记忆 这两人有天大来历 还都找上了自己 当年顾离圣一剑断天地因果 死到不是三眼古仙族神通吗 陈巡想到此处目光 突然变得有些深邃 还有藏先王的星海成道 他们的背后 似乎都指向了太乙国教 符石 陈巡眉头微醋 他不信有人能看透未来 也根本不可能算计到今朝 但真的有这妖巧吗 经过叶青幽一事 他警惕心可是远超过往 但仙道这里已经断了 藏先王对他绝无恶意 宋恒与顾离圣也如此 这幅时往后倒要去拜访拜访 这传承还未断绝的太乙国教 有些邪门 突然 一道魂后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 陈巡 原神皈依 本我合一 是 陈巡眉心一跳 自己身负六个仙道本源 这也被看出来了 自己的手段在强者眼前 果然还是有些不够看 他二指并立胸前 黑发狂舞 五行神光冲销而上 而在此时 一便突起 一道浩瀚磅礴礴的威压 自星海深处滚滚而来 莫要被星海抑制镇压 凝聚先到战役 本王助你生死道运 铭克星海 是 陈巡轻轻点头 但还未等葬施法 一条条铭克着万条道文的道运 朝着四方扩散 无数星辰摇晃震动 发出惊天动地巨响 葬万古不化的平静神色 终于开始变色 渐渐转变为了一丝震惊 怎么可能 温如同海啸般的浩大崩灭声 也随之滚滚而来 星海掀起惊世狂澜 扑散出无边璀璨星河 而其中一座灰红星辰渐渐升起 逆转天地五行 陈巡浑身战意滔天 俯瞰星河 一如当年杀入戒狱战场 一人之力 挡亿万会授于戒灵祖地外 哄他手掌天地五行 浩瀚磅礴的天地五行之力 进入其身 恐怖的震动声响彻八荒 这片地狱 甚至已化成一片五行海 逆五行之力 也敢在本五行道祖面前放肆 但莫威严的声音从无边起 一道庞大无边的五行身影 从这片五行海中淋月而起 既负逆意 又何不归顺于本道祖 轰隆隆 星海升空 瞬间爆发金氏大战 一座座诞生的星辰 被天地五行瞬间抹杀成积粉 无尽星运划过升空 藏瞳孔微缩 眼中渐渐升腾起一股大震撼之意 陈巡的道运 竟然直接成功铭刻在了星海中 比自己当初不知强大了几何 他倒吸了一口冷气 数百条道域 藏内心翻江倒海 哪怕历经了如此多的大风大浪 现在依然像恍若大梦一般 这个时代的修仙者 竟然已经强盛到如此地步 他目光微明 副手远远地看着陈巡 当初那道干扰自己气息的天大难关 竟然也在被强行镇压中 两者相生相克 大战的不可开交 藏神色带着前所未有的郑重 陈巡需要的 不是如何镇压成仙的难关 他需要的是引路 咻咻 咻 深空各方一道道 金石大火球横渡而来 而其上皆是踩踏着白衣与黑衣身影 其后面 巍蛾如古月一般的白色金气花 与血玉金气花 紧随其后 他们风姿无上 战意滔天 辟腻着蛮荒星海意志 陈巡 藏先王 我如何说 你如何做 不祥生灵欲来 登陷一战 先王 正合我意 陈巡朗声大笑 挥手倾覆一方星海 无尽迎合陈灵启悦 动静震动此方天地方圆亿万里 无数生灵下的头皮发麻 连滚带爬的逃窜 藏也在不断向着陈巡传音 向着星海掀门指引 与此同时 一处星辰旷迈中 大黑牛重重 喷出一口鼻息 看着欲要离开的陈巡 老妞 我这次唯有借葬仙王之道呈现 走一次捷径 陈巡目光看向深空 一手按着大黑牛的头 这条仙路 我得以身试法 好生研究研究 但自行承道与借道 肯定大有不同 无庸置疑 大哥呈现后 定会护你一程 走出自己的仙道 猫猫 老妞 咱们寿命还长 仙道我自会慢慢补齐 先让你强盛本座三分 哈哈 走了 陈巡大笑一声 冲天起 老妞 在这里等我 看大哥我如何呈现 大黑牛奔跑了几步 仰望着陈巡的背影 长笑了一声 满眼坚定地点头 从来不会质疑陈巡决定 更不会添乱 他一刻不耽误 瞬间盘坐余地修炼 天地大阵流转于其身 万物皆可成阵 而从这一刻起 岁月也开始如同洪流一般 猛然推进 百年后 人族天河之盼 掀起京师大战 亿万先蒙大军逆天河而上 这条人族修筑的天河 终于染上了同族之血 万族大杀伐时代 仁皇带领人族 从此和登陵吴江 奠定人族的大势地位 而今日 史荣先带领介于万灵 在天河之盼 与吴江万族开战 逆流而上 只为杀入吴江 奠定介于万灵的大势地位 九方大世界山河沉沦 先人灵世 庇佑大势万灵 但依然还是慢了一分 无尽大势生灵痛苦哀嚎 死于非命 九大世界天气之相从未停止 混沌仙灵榜的震动也从未停止 吴江万族绝不会忘记 如此惨痛的损失 先使更是记载为 血腥天变之日 先人叛逝 造成惊天杀戮 域外战场 万族忍痛放弃战果 开始回撤吴江 数十位先人雷霆震怒 史荣之行径 已引起三千大世界众怒 而域外战场失利 更古先国都已坐不住 发兵人族天河 此时 九天绝影族 依然还在和三眼古先族大战中 不死不休 千年后 三千大世界 终于爆发金势动乱 混沌仙灵榜 最强万族序列 一万 被拉下混沌仙灵榜 强者被斩杀过半 而最强万族新贵 竟然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族 也是他们将序列一万的大族 拉下了混沌仙灵榜 大势定格了数百万年的 最强万族格局 终于产生了动荡 也像是一个信号般 不断向着四方扩散 影响越来越恐怖 而九天绝影族的族力 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疯狂下跌 也不仅仅是此族 如今的大乱 就连仙人都有些不够用 也可以说是九天仙盟 开启了这个动乱讯号 史荣仙最在千秋 而九大世界的本源动荡 也在变得愈加微小 已无法对山河造成影响 千年内 已有百位仙人 镇压九大世界 大势岁月恍如一梦 又是千年而过 九大世界本源的动乱 彻底平息 大势亦亦万灵称颂 朝天拱手 谢仙人 太古仙族的灭世法剑 终于出现在太初大世界 这一日 天地无光 只为剿灭三眼叛族 此法剑的出现的那一刻 甚至有修士被吓得当场走火入魔 但大多生灵 都是被吓得唇齿打颤 脸上森白一片 这样的辉弘法器 已经完全颠覆了他们修仙世界观 这就是真正的三千大世界最强种族 太古仙族 翁灭世法剑 犹如天道刑法者 一切声音都消失了 天地一切颜色也已然消失 他冷漠地俯视着无数三眼古仙族生灵 一如俯视蝼蚁一般 威灵整个太初大世界 三眼古仙族的族人 面色浑然大变 糟 太古仙族入场 九天绝影族一脉狂喜 三方大战就此开始 但在这些绝世强者没有关注的地方 不少修仙者也在暗自崛起 蛮荒天狱 梦圣登陵天尊之位 各方大族皆要尊称一声梦天尊 此人自来到蛮荒天狱后 像是游龙归海 大鹏入苍穹 崛起速度之恐怖 让人瞠目结舌 让长生世家 于家的老辈修士 都是胡子一颤 他们已在怀疑 此人身负传说中的仙灵根 乃是真正的大道之子 背后甚至都为此人修改了祖训家规 把叛族之罪无声抹去 像是什么也没有发声一般 只淡淡说了一声 我于家梦圣孔有仙人之姿 此子当年踏飞仙台 我于家就已遇见到今日 此话不说还好 一说出去 梦圣遭了大难 他内心较苦不迭 像是被其他长生世家的强者盯上了一般 就没有过上一天的安生日子 还遭了数次背后老怪物的算计 他到现在都不知道是谁 梦圣并未回五蕴宗 自己现在过得并不安生 不想给五蕴宗带去任何苦难 更不需要那位老前辈庇佑 长生路 当独自奋力千兴 而鹰天兽也是 仗着自己寿命长 还有崔英相伴 在剑道之路上一路高歌猛进 败剑空谷城四方强者 听到于剑尊 他已突破至杜节中期 已经把延彻远远甩在身后 而如今的五蕴宗一片沉寂 一点声响都没有 就在玉竹山脉暗暗窝着 名声丝毫不鲜 但垃圾回收场的发展 与五蕴宗完全是两个极端 先到强者如云 手已经开始 深入太乙大世界的各行各业 人脉广播 就算是暗天蒙 从如今的盟友 也成为了追随者 他们设立暗门八殿 每位殿主皆是杜节期 鬼面族也彻底加入其中 成为一殿 殿主 于芳硕 暗门彻底引退太乙大士 不再与仙殿作对 而是准备玩一点更高级的东西 而垃圾回收场 在吉掩的手中 也爆发出了惊人的力量 掌控度之强 哪怕如此庞大的体系 在他手中也丝毫不显杂乱 不少仙奴皆是被重用 大量仙奴都被垃圾回收场买下 吉掩甚至还送仙奴入道院等等 而垃圾回收场自己的道院 已经在筹备中 其内的体系由吉掩亲自掌管 不由外人染指 里面需要的 也从来不是什么修炼天教 这么多年 陈勋与大黑牛 早已认为垃圾回收场 已经富可敌仙国 往后余生就收账 数着临时过好日子 但实际上 如此扩展垃圾回收疆土 临时早已入不敷出 暗天盟与荒谷族 都早已拿出海量底蕴 补贴快速发展的垃圾回收场 那位盟主也在暗中滴血 这吉掩当初找上自己 还如此大力帮助荒谷族 温水主青蛙 恐怕就是为了今日 但他们已经上了贼船 这如何下得来 半途而废 敌运可就全浪费了 他们还在等待着回报的日子 陈勋与大黑牛同样如此 可以说 早就已经开始等着了 就等着回来收账 八二分 三千大事混乱的岁月依旧 还在继续 水主臣服由未可知 又是五百年后 天河沉寂 放眼望去万里枯骨 滚滚流逝的天河 不断冲刷着鲜血 虽然越来越淡 但又好像怎么也洗刷不清 数百位各族仙人屹立长空 面色冷立地看向远空 史荣先身躯为民 但气势却是依旧强盛 他独自一人 无畏无惧地面向 这数百位仙人 史荣 你做的一切毫无意义 你太让诸多仙有失望 你的罪念 会铭记在浩瀚仙史中 无人会站在你身旁 一道道淡漠失望的声音 响彻天河 区区先蒙联军 妄想杀入吴江 那此情此景 便是残酷事实 你们的父死毫无意义 史荣仰头 神态辟逆着吴江亿万大军 辟逆着数百位无上仙人 他淡淡开口 那又如何 即使老夫唯有一人 也依然是你们不可逾越的 先到高山 老夫一人 依然可代表我介于万灵 与儿等大势生灵一战 老夫所做之事的意义 将由他们来赋予 你们可配 老夫当年介于开天之战 万灵共网 生死无惧 今日 亦然 史荣仓老的声音 热血未凉 朝着八荒四野扩散 今日 老夫虽一人 但并未独网 我无数介于生灵一致尚存 诸位道友 共网 杀 史荣仙狂笑怒吼 残存的仙力 震动天河数百万里 他一人疯狂朝着吴江亿万大军扑杀而去 孤独 坚毅 从未犹豫 这一幕 震撼着吴江大世界各方大军 各族生灵眼眸颤动 这就是介于仙道最强者 史荣仙 天穷之上 数百位仙人如灵大敌 从未轻视 他们眼中带着最后的敬意 诸位仙友 宋史荣 然而 他话音未落 嗡嗡 轰隆隆 突然 史荣后空出现一道道 犹如世界之门的庞大空间漩涡 无比强盛的气息从中流露 仙力浩瀚 扩散方圆亿万里 辉弘天运先国军庭 踏灵天河 苍穹镇道宫 踏灵天河 摇台仙宫 踏灵天河 天机道宫 踏灵天河 苍古圣族 古希悦率领自族一脉 亿万族人 踏灵天河 叶清幽 率领亿万遗族大军 踏灵天河 史荣仙浑身一颤 不敢置信地缓缓转向身后 不仅是他们 还有曾经先途中遇见的无数道友 但也因理念不合 分道扬镳 史荣 当年随你纵天一战 今日 本仙退出道门 愿与你并肩而行 再与这无疆万族一战 一位仙灵族的青年男子 踏天而来 威势滔天 不过 你当年不顾我们反对 登上九天盟主之位 此事 本仙还等着你的歉意 林沐妍 史荣仙话音沉重 他们早已老死不相往来 神色渐渐变得有些难看 史荣 当初我虽不敌你 但若 你被万族围剿而死 自你崛起那一带 陨落的仙道天骄 心中可不平 一位身躯庞大的魔族仙人 踩踏着仙凤而来 他目光冷冽 横扫一方 既然你已找回自我 本仙随你一战又何妨 这才是当初那位史荣 史荣 我们等待今日已许久 不为任何 只是为你而来 问鼎仙道 怎可独行 一位为金氏强者踏天而来 可以说 这里每一位强者的威名都足以在仙史中写出一部传记 仙人从不若于任何生灵 哪怕前方站的是无疆万族 无人心生畏惧 只是想来 那便来了 从不畏畏缩缩 瞻前顾后 天运先帝露出僻逆天下之色 独立于仙庭前方 凝视着无疆万族联军 仙国为何不尊无疆万族 不尊大事规则 若要追溯 那可就太遥远了 当时自太乙仙庭史 更古仙国的弃运仙道 皆是那尊威压三千大事件 太乙仙庭的负责 可以说 不少仙国的先帝 血脉就是自太乙仙庭传下 与大事万族流淌着血脉中的仇恨 他与史荣年少好友 自当遗住 自经天帝格局大变 天运先帝高瞻远瞩 真仙界开辟前夕 万族生灵早已大融合 族运 现在说来 已有些可笑 仙国重臣以议 真仙界定 不会重复万族大杀伐时代过往 将是势力般的崛起 仙人不在混沌仙灵榜族运之内 仙国的势力构成 才是天帝大势所趋 太乙仙庭 就是太过领先于仙道大时代 才被万族生灵所不容 但真仙界开辟 契机已然到来 他天运先国 可不怕无将万族清算 因为他们现在根本做不到 真正的强大仙人先例 留存于大势本源中 不断推进着大势本源 与天帝升华 他们根本就不会出手 道心不在此处 域外战场更是如此 没有人比仙国 还更为了解域外战场的具体情况 万族仙人前赴后继 坐镇每一处开辟的疆域大洲 更不可能出手 史荣强就强在真正 拿捏住了三千大世界的命脉 他敢为人仙 拨动三千大世界的万族格局 但天运先帝自始至终 眼中都流露着一丝深沉 无将万族的老怪物们 可一个都没有出世 甚至就连意念与化身都未来此 他当初开战便来 等的就是他们 但失算了 天穷之上 齐霄面色平静 远远地看着史荣 没想到你如今 竟然能说出这番话 你从不会让人失望 还是那位敢爱敢恨的史荣 而那位风局 也义无反顾地跟随在身后 他当初师尊敢与史荣 先展天一战 他身为清传弟子 自然也敢随他 与无将万族一战 史荣呼吸沉重 面色遇见难堪 牵动九大世界本源 造成的天大杀孽 都不足以阻止你们吗 你们不该来的 柯顶倾壳一声 身影落在最后 史荣祭出大事本源 恢复绝颠先例 反噬已然开始 先允之路已不可逆 他带着天机道工的弟子 只是为了来收尸 绝不是来参战的 史荣 呵呵 柯顶拱手一笑 神色很是坦荡 姚秦这性子你知道的 拦不住 我更不善斗法 只能前来给你助威 不过大事本源 已被其他仙人镇压 情况还好 柯顶 你若是不会说话 就好好带着弟子 回天机道工窝着玩龟呗 突然 一道清冷霸道的声音传来 不给天机道工一点面子 史荣当年展天正道 背后的支持 可是我姚台先公给的 此情他可还没有还 柯顶的微笑 渐渐僵硬在脸上 内心涌上一股怒意 血口喷人 自己可是被他强行拉来的 但他还未说完 一道威严的女生 也在此刻传来 与姚秦的气势争锋相对 姚秦 你姚台先公 何时又与此事有关了 这么多年过去 你还是如此不要脸皮 古夕月挥动着尊贵的衣袍 面如冰山 话音如万年寒冰 看来哪怕成仙作祖 也无法改变你的心性 哟 柯顶看热闹不嫌是大 嘴角挂着若有若无的一丝微笑 眼神虽然平视远空 两脚余光 可是一点没离开 老冤家巨头了呀 他们当初去往万族添交盛会时 就杀得不分上下 闻斗得更是让他直呼过瘾 不过自己肯定是 站在姚秦这一头 姚秦冷笑一声 同样挥动袖袍 本宫做了何事 难道还要请示你 古夕月不成 你也配在本宫面前叫嚣 古夕月眼眶微睁 姚秦同样仰头俯视 两个女人像是定格在了这一刻 成为了这片残败天地 最美的一缕凄美风景 而这里的所有人 可没有心思管他们 皆是战役冲销 对着万族联军怒目而逝 先到争锋 万事不可退 叶清幽面色沉静 只是静静地看着史荣 传音而去 蒙主 已无法拖住 吴江太古先祖已然出动 你先例有失 付出了一些代价离开 但足以拦下一劫仙人 还有一战之力 叶清幽情绪很是稳定 话音不急不缓 我没有让他们来 是他们自愿追随 愿助你一臂之力 至少有了谈判的条件 蒙主 你时日无多 叶清幽情绪 终于还是在此刻 有了一丝起伏 如今唯有一战 戒狱才会有一线生机 史荣内心深深一叹 这不是他想看见的结果 古希月此时侧头 深深看了一眼史荣 你到底在拖什么 到底在等谁 但他并未开口质问 也更觉得自己的想法荒谬无比 不过古希月太了解史荣了 这世间就无人比他更为了解史荣 尤其是那位柯顶 看似很不靠谱 但心机与谋算 乃是今世恐怖之辈 绝不能被他表面所骗 他来了 他自然也要来 就在此刻 震天动地的喧嚣声响起 史荣 还在等什么 到了今日 可别再畏首畏尾 我们今日前来 自然已是准备好了身后事 好 好 无数庞大灵兽与凶兽 高吼于天河 大阵环绕 这乃是修仙界极致的波澜壮阔之景 仙人为将 修仙者与亿万灵兽为兵 天河另一方 吴江万族联军 也狠狠深吸了一口气 数百位仙人屹立前方 当仁不让 史荣面色略微一沉 缓缓转身 诸位 随我杀 轰隆隆 轰隆隆 咻 咻 诸位先有 剿灭大势叛逆 好 好 天摇地动 天河在此刻奔腾咆哮 以化为一方必识大阵 而亿万生灵的大战 仙人的大战意向惊世 数座大世界 甚至都在映照 吴江大世界 万族桥梁 而连接的中心 只是一座谷 但它又像是天地的中心 承载着无尽的仙道奥秘 让人肃然起敬 其内传来一道道 平静深邃的声音 真仙界开辟前夕 自有大祸乱 堵不如书 三眼古仙族 复苏的妖婷 还有麒麟一族 各大仙盟等等 当给他们一个宣泄的机会 事集 一切 皆为顺应天理 若无大乱千动 三千大世界内部祸乱 恐怕还会隐忍 隐患倒是出现得越多越好 我被自观吧 机会一给他们 祸乱之后 天地格局自成 至少往后数十万年内 大势平稳 欲行逆天之大盛世 一切皆可抛 他们的神念 不断在谷内传导 瞬息之间 便是数万句话 如今的大乱 可以说是他们一手促成 不参与 不引导 这些人 才是三千大世界的 真正顶尖仙道之辈 也是升华三千大世界的 主要引领者 一切大事的诡计 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下 他们不以种族自称 更不代表任何种族 为三千大事 仙道表率 那些沉寂在大世界中的仙谷 静地不动 自然知道吴江到底有多强大 他们可没有使荣仙的死至 更无扩张之举 师出无名 如今的天大乱象 只是这群人在放任 真仙界开辟前夕 借着三千大世界内部示弱 有仇报仇 有怨报怨 看得出局势 敢做敢为的修士 与势力自然乘风而上 没有眼界 看不出不敢做的修士 那就好好自保 死了也无人申冤 动乱的势力互相杀伐 吴江万族也一直在参与保护 亿万生灵也都看得见 可没有不管 威严自存 待到霍乱彻底结束后 才是真正的大恐怖降临 隐匿许久的实力不仅暴露 而且不安定的势力 接连冒出在强者目光下 还因杀伐实力大损 那时候只需要简单的震杀与招安 不费吹灰之力 一举多得 再敢造次 可就有些不知好歹了 亿万生灵在他们眼中 已经与周围的花草 没有什么区别 皆为天道意念之一 不管这些修士 造成多大的杀孽 与顺手才死一片花草 斗法毁灭一方古灵的意义 都是相同 万物有灵 他们看着三千大世界的动乱 心中唯有平静 毫无悲天闽人之意 每一位修仙者造成的杀孽 早已不知几何 自己过往亦然 也是因为如此 哪怕三千大世界的动乱 死伤亿万生灵 也未有真正的顶尖强者 出手镇压一切 活得太明白 真正的天地大势 并未被逆反 如今一切皆是顺应天行 而他们才是真正的逆天之人 天运仙国仙道妖孽 灵云深 想走的路就是这条路 比起仙道争锋等等 他还是更想加入这个真仙界开辟计划 然而 陈寻老祖与西门老祖 却不这样觉得 太乙大事件 蛮荒星海 无数星辰阵战 发出震天动地的狂涌声 星海仿若一条银河 横贯天地尽头 整个蛮荒星海的意志与生灵 都在攻身 他们都在面向同一个方向 蛮荒星海的中心 大黑牛祭出数百座香炉 依旧在朝着一个方向前程祭拜 眼眸都在不断颤抖 自己的法则道运 哪怕在系统法宝的加持下 都完全顶不住 无数恭敬 又带着颤阴的生灵天鹰 在蛮荒星海内响彻 拜 一股天地至尊的气息 不断朝着八方狂涌 灰红烈士仙雷大劫御来 但依旧在不断阵战 似乎就连仙雷都不敢劈下 轰隆隆 轰隆隆 震耳欲聋的声音 传遍恢弘无音的星海 那座逆五行旷迈星辰空空荡荡 天地满是五行道音 满是生死之气扑散 就连掩埋无尽岁月的枯骨 都不由地震战了一下 像是要从地底爬出一般 活了 但这一幕仿若就是幻觉 枯骨又陷入无尽死寂 蛮荒星海中央 藏的身影 已经随着岁月长河流去 它失去的生死先例 已全然消失 但失去不朽 毅然还静静地躺立在蛮荒天狱中心 一道无上的身影 静静地端坐虚空 黑发如同云霞一般飘逸 神态平和如止水 它的容颜宛如被岁月捐刻 透着一股超凡脱俗的气息 它坐在那里 眼中闪烁着深邃的仙光 包囊还宇 如同一座永恒的山峰 屹立不倒 与天地相容 踏 远空走来一道颤若筛康 满眼惊际与恭敬的不祥生灵 此不祥生灵行走的每一步 天地之间的一切不安宁 但这样恐怖的存在 却在一步一扣手 拜 道祖 他话音诡异无常 异常难听 但也不难听出他内心的惊骇 像是见到了世间最为恐怖 最不能理解的存在一般 盘坐男子眉宇轻动 望向深空 一股莫名的仙力 降临其身 他不似人族 不似仙道生灵 更不似一灵 他就像是独立于三千大世界的存在 本作 陈寻 男子低难了一声 却犹如天道之音 扑散在整个蛮荒星海 亿万生灵同时俯首 不敢多说一言 陈寻正正地望向了自己的灵石吊坠 他像是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醒来时竟有些恍惚 翁他闷哼一声 自己体内竟然有缘的气息 哪怕是先到本源祭灭 这道气息都从未消失 陈寻瞳孔微微一缩 神魂像是瞬间进入了一片熟悉无比的世界 家乡 小界域 陈寻的肉身 躺倒在界域中 他像是化身了万物 每一滴雨 每一片风 他内心极度震惊 看见了山河大川 看见了界域所有生灵 更看见了那座盘宁巨城 看见了五蕴宗 看见了驻守在界域战场的万千修士 万物万灵各行其事 一片生机勃勃之下 但好景不长 天外三艘庞然大物 悄然降临 陈寻看见了他们那淡漠的眼神 听见了那平静无比的声音 毁灭 好 陈寻心中发出野兽般的怒笑 阻止 一定要阻止他们 但他的肉身完全不受控制 像是早已与界域融为一体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却无法改变任何 界域天窃 也影响着化为界域的陈寻心绪 一座座山川大河沉沦 像是痛击在他肉身 无数生灵的哀嚎声渐渐清晰 曾经的那些莫名记忆片段 终于在今日缓缓拼凑完全 陈寻眼睁睁地看着一寸寸山河 消失烟灭 无力 孙老山崩塌被湮灭了 成了鸡粉 宁家人冲入祠堂 向着宁丝跪拜 向着那张一人一牛的画像 哭喊祈求 望老祖显灵 就万灵于水火 轰隆隆 巨石从远空飞来 无数血肉飞溅 祠堂毁灭 大地蔓延出一道道恐怖裂缝 宛若深渊 一道道渺小身影 涌沉黑暗 宁师与师母的灵牌 也碎裂成一块块朽木 渐渐化为鸡粉 随风而逝 九星谷 宁云山脉同样如此 陈寻的过往 不断在被碾碎 又像是被一次又一次地来回碾压 而他竟然在眼睁睁地见证着一切 五蕴宗 仙隐山 姬坤 柳渊 石敬等等无数仙辈的墓碑碎裂 哪怕尸骨未寒 同样也被碾压成鸡粉 清晰无比 就在陈寻眼前 一瞬间 五蕴宗弟子 就死伤数千上万人 他看见了鸡招他们 以身庇佑后辈子弟撤离 那是一股深深的绝望 足以鸣刻进永世到新的一幕 他看见了江雪辰 应就后辈法力耗尽 天地灵气不存 倒在了半途中 咸月楼金与一脉传承彻底断绝 大离天下 他看见了无数仙贤后辈永迹 他们的无畏牺牲 并未换来后辈前路的坦荡 天河万里粉肿崩灭 介于元帅之躯 化为了燕尘 他看见了太多太多 化神大修士 以身护道 让介于后辈撤离 他们豪迈无畏的声音 不断萦绕在陈寻耳旁 没有人怪过那位介于先驱者 竟然没有一人 温崩天灭地的声音传来 三道灭世光柱 从天外积舍而来 陈寻双眼失明 又陷入耳鸣 介于的痛苦 直入其身 天河之盼 化神大修士 发出了震耳欲龙的不屈长敏 陈寻的脸上 躺着万灵血 他喉咙沙哑 正正地望着这一切 介于本源留存他身上的最后一缕气息 也在缓缓消逝 喉 陈寻的情绪 沾染着介于万灵的悲痛 他现在一如当年梦胜等人 束手无策地绝望弥漫心底 自身的渺小 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蛮荒星海中心 陈寻瞳孔灰暗无光 沉默无言 一缕无根无凭的因果之力 自先缘中诞生 他嘴唇微张 肃目开口 介于诸位道友 久等了 陈寻此刻已起身 他孤立于星海之中 眼中蕴含着无尽的岁月光阴 凝望着曾经毁灭他们的蔑视 仙雷天节 他目光微冷 轰隆隆 上空响彻其毁天灭地的巨大崩灭声 仙雷天节迸发出无尽雷光 向着数千万里 数亿万里 扩散崩灭 无尽昊日星辰剧烈颤抖 接在向着那道白衣身影膜拜 为正 天之上 仙尊 那位叩首的不祥生灵 已被恐吓的五官扭曲 一道目光 镇压蔑视仙雷 天帝不敢问节于其身 他又怎么敢 这位可没有明刻于 盗运于星海天帝中 他可是强行镇压 不被天帝所求 身负数个天帝法则 数千盗运其名 数千万条法则之力 其名蛮荒星海 不祥生灵 内心发出滔天长笑 五官愈加扭曲 这位才是天帝不祥之祖啊 咻 碰 仙雷大劫崩灭 不祥生灵 被这辉弘无尽的残存气息 冲击的道心都快要不稳 他身躯都在剧烈颤抖 像是狂风暴雨中的蝗虫一般 弱小又无助 又根本不敢动弹一分 道祖不言 天下万灵何人敢动 我 无上伟丽自蛮荒星海 降临陈寻其身 他的身姿仙气朦胧 五彩霞光环绕 无影星海波光灵灵 泛着绚烂的霞光 他的身体如悬浮于星海之巅 仙气弥漫 周围的星辰光芒璀璨 宛如亿万颗明珠 点缀在虚空中 陈寻的五脏六腑 经脉筋骨 都在这无上伟力的注入下 焕发出勃勃生机 他的威势 愈加庄严肃穆 通天彻地 超越了尘世的一切 迈入了修仙者 不可知不可测之境 仙 系统的桎梏之力 在此刻轰然破碎 陈寻的仙道气势 还在无限跋升 这幅恢弘大气的场面 映照整个蛮荒星海 仙人福泽 洒下漫天朦胧鲜灰 每一座有生灵存在的星辰中 不管是何种族 是何境界的修饰 皆在匍匐跪拜 拜道祖 拜仙尊 悠扬恭敬的声音 传遍在整个蛮荒星海 话音之前程 天地可见 星辰可见 蛙道人同样也在堤吼 他目光穿透无尽遥远 沙圣等人依旧在齐烈 皆在堤吼跪拜 星海成仙之今世壮景 竟然能被他们看见 某座星辰上 一头大黑牛 响彻惊天狂笑 祭道祖 轰隆隆 惊天动地的浩大阵鸣声 从未停止 甚至已开始向着蛮荒天狱 扩散而去 蛮荒天狱 天穹一片璀璨 大日与浩月的光辉皆被掩盖 无尽银河扑散天穹 这一刻 蛮荒天狱像是与蛮荒星海 彻底接轨 仙宫大能出世 目露滔天震撼的仰望银河 道宫大能出世 观之色变 这一幕 可比当初古仙降临 还更为凶险 有修仙者在这时候呈现 但他们在虚空之中相视 皆是默默摇头 天狱内没有任何感应 更无任何生灵 铭刻到孕于旗内 是蛮荒星海 异象惊世 扑散石荒 五蕴宗的弟子 面含极致激动 又在狠狠压制 只是面朝天 拱手致敬 先觉 莫浮阳面露无边震撼 傻愣地仰望天穷 道祖 成仙了 玉竹山脉 山脚 玄技面色严肃 低头拱手 万帝子接列阵在后 恭敬朝天拱手 天帝异象 犹如银河寻天 天帝见证 万灵见证 幽暗海中 几眼狠狠捏着椅子 激动的神色 再也无法压制住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渡世 天理与千山等人 早已冲出了古楼 皆在宫营渡世大人 承仙之景 见空古城内 阴天兽意气风发 一人持剑独立于城楼之上 他无声朗笑 老朽等着一日 已许久 寻小子 某处山川洞府中 梦圣面色沉静 已收拾好洞府 凝练的所有法器与道器 都以整装待发 人狠话不多 天狱内 沉寂在四方的太古凶兽 内心都是一灵 大风起西云飞扬 天地不祥之面是凶兆 蛮荒天狱 边荒 窝 那座沉寂数千年的岁月的阴阳大府 在拔地而起 无尽死气 如同洪流一般 灌注其身 像是一道天地死印 铭记在了所有看见这一幕生灵的 道心深处 宋恒与顾离圣目光凝重 死死地盯着那柄阴阳府 经过数千年岁月 他们的气息 已有些深不可测 谁也不知道 他们在这数千年内做了什么 胖子 叫道爷何事 陈寻突破成仙 正到星海 长主 自然不会走寻长路 一切不合理的事 在他身上皆为合理 宋恒淡然一笑 气势异常深邃 这柄镇压边荒数千年的道气 终归是动弹了 你要去吗 杀万族狗贼 蛇我弃谁 宋恒仰天一笑 道爷我是跟定长主了 顾离圣目光一宁 深深看了一眼宋恒 既然如此 那本公子也要出手了 怎可让余地独行 你 宋恒正欲说话 但他还未说完 天穷乍响无边雷光 他面色刷得一下泛白 天沙的呀 千万 不叫 天空一声巨响 地底炸震山河 边黄发出浩瀚无音的雷霆震鸣声 而此时 他们出现的场面威势是当初垃圾回收场外出现时的数千上万倍 蛮荒天狱内 太古神龙族面露惊悚大海 血脉那恐怖的压制之力竟无边而起 真灵天龙 某座道场之中 藏天种百万弟子被关裂震 数位老者屹立常空 天龙地虎出世 皇子献世 古先王传承者 星海成仙 太医鬼门关 皇子献世 而等又在等什么 藏天种一位老者发出古老的仙闻 一直点向虚空 大势将临 蛮荒星海中心 陈寻面色平静如水 他微微低头 一手轻握零石吊坠 掌心顷刻间迸发亿万缕光芒 向着四面八方积舍而去 我介于万灵的杖 无将万足 九天仙蒙 是时候该算一算啊 他的声音像是天道之音 宛若万道清风 轻轻响彻在天地之间 无数过往的回忆 无数介于先贤的遗志 皆在他脑海中划过 汪一禀正是阴阳府横贯天地而来 不偏不倚地被陈寻握在手中 他神色略微有些痛苦地合上双眼 缓慢而又悠长地吐出了一口浊气 片刻之后 陈寻缓缓睁眼 那是一双淡魔万物的仙童 其内不再蕴含痛苦 不再蕴含情感 远空那位不祥生灵 头皮发麻 头颅都快要埋进自己脚下 根本不敢仰视其一眼 为何自己遇上了如此仙道怪物 寻战 陈寻一幅指向星海之外的三千大世界 慈府瞬间脱离手掌 斩破星海 破入天狱长空 哪怕是天穷 都已被华裂一道不可修复的黑色裂缝 而慈府的方向 竟是朝着玄威天狱而行 星海内 不祥生灵不敢有丝毫不敬 叩首狂吼 怨随道祖一战 一日后 难于大陆仙殿 被輔光牵连 周围山河倾覆 一片断壁残垣 盐车被掩埋在废墟下 他手指发颤 瞳孔都快要缩成一根针 就差那么一点 仙道成空 三日后 玄威天独异象惊世 一柄大府 沿途破灭无数大阵 横贯天地而来 无物可挡 直至玄威仙殿 轰隆隆 在万族生灵目瞪口袋的见证下 那座屹立了不知多少万年的玄威仙殿 陨落天穷 像是一尊巨兽 落入无边大海 那位白发天尊 像是被邪魔入侵了心神般 在天都之上自觉仙道 天气之向久久不绝 这一幕 振战天都万灵 逃 而此府还未停止 所有参与当年戒狱之事的修士 无意逃过 要么生死 要么大幕崩面 家族与宗门之辈哭天喊地 这是遭了何罪 而此事 就像是一个巨大信号般 还活着的介遇生灵神魂中 都流转出一道莫名气息 蛮荒星海中 好 好 一尊黑牛冲锋在前 踏入边荒 狂笑天地 轰隆隆 轰隆隆隆 身后亿万星海大军 踏入蛮荒天狱 挖到人披上战袍 目露惊是杀意 他环抱双臂 嘴寒清尘草 脚踩白绫 风踩无上 他一拳朝天 像是在宣告世人一般 本尊万族大杀伐时代 李仙大将军 未来五蕴宗的护山仙兽 愿随盗祖一战 好 好 身后大军狂笑 煞气震天 杀盛锦随其后 挥使数千万遗族大军 随大将军前行 地面上 数尊太古凶兽随大军前行 大地烟尘滚滚 山河震荡 而其一头太古凶兽肩膀之上 太宇副手站立 他淡淡看了上空挖到一人一眼 本尊太宇愿随盗祖一战 太宇霸裂的目光辟逆一方 不将任何人放在眼里 而其身旁 数万宗门修士紧随其来 正是玄机 秦天宗 愿随盗祖一战 好 玄机目光冷冽 气势分毫不让 此行杀入人族天河 玄机圣地 天书圣地等等六大圣地 已被陈霸天与陈燕书整合一处 百万强大修士 整装待发 祭祖 山巅之上 传来震天高喉 愿随盗祖一战 入天河 无名小道上 孟盛拱手低吼 愿随前辈一战 剑空古城内 阴天兽与崔英并行 他们皆在拱手 愿随盗祖一战 而他们身后 整个剑空古城都已加入 剑尊也在齐列 没有多说什么 只说 愿为阴天兽堵上剑空传城 为一战 玉竹山脉内 陈家人已起身 他们仰天拱手 愿随盗祖一战 先决 莫浮阳眼中流露出战役 愿随盗祖一战 各大主峰之上 数万五蕴宗弟子 在石吾军的带领下拱手祭拜 他们还没有惨战资格 山巅狂风起 石吾军独立于最前方 即我五蕴战旗 大势斩天之战 愿劳祖凯旋 愿劳祖凯旋 浩瀚坚决的声音 曝散八方 所有五蕴弟子目录坚定 一口同声 幽暗海中 无数战船法器 停靠在无边海域中 数千万个族修士 整装待发 一位为天尊玉空而来 其名翱翔天地 目入凶光 先遇强大罪灵大几简 一位面色温润的男子 毅力长天 他长吸了一口气 诸位 度势成仙 斩天之战势在必行 石不我待 可愿随盗祖一战 入人族天河 迎战九天先蒙 迎战无将万族 目之所及 皆为大敌 愿随盗祖一战 愿随盗祖一战 好 好 大海掀起无尽狂澜 一座座毁灭战争法器 玉空启航 每一位领队修士 皆为度劫天尊 急眼 看向身旁天梨 轻声道 天梨 在 天梨此时以热血沸腾 大刀早已饥渴难耐 他等这一日已许久 就不待怕死的 你随我前往乌江大事件 什么 天梨瞳孔暴涨 不敢置信地看向急眼 这是何意 不必多问 随我去邀 去 天梨面色难看 但急眼不善斗法 自己肯定是要相互他的 急眼微笑点头 带着天梨从另一方离去 这里的所有事 他都已经部署完好 可放心离去 剩下的一切 就交给度势了 整个蛮荒天狱 乱成了一锅粥 但基本都是开户山大阵 闭门谢客 先公 道公 长生世家等等遮天大势力 皆在闭口不言 召回所有在外行走弟子 天狱各族皆是如此 莫要招惹 绕道而行 而此时长生世家 瑜伽 他们又做了一个 违背老祖宗的决定 域外战场中 百里一族驻地 这里煞气变天 一道道杀光横扫四方 他们神识都看见了那道举气身影 回来了 诸位 立我介于战旗 百里问天 容颜已有苍老之色 但风范依旧 怒吼道 回原介狱 随我介于先驱者 再战九天 远随介于先驱者一战 好 好 百里军庭 无数九华风魔员长笑 他们面露滔天激动 等待这一日已许久 混沌深处 一棵惊天鹤林五行树照耀四方 一道朦胧的人影 在此刻若隐若现 不难看出 是一位女子的身姿 而她的旁边 有一头威武的雄狮毅力 灰红无边的艳光 曝散四方 强盛得令人心惊 他们似乎也是介狱的生灵 同样被复苏的介狱一致所牵动 大哥 一道清零如天籁的女声响起 泛着略微忧怨 这次可别再咆哮我们了 寻哥 牛哥 那头雄狮仰天咆哮 万里之外的 一颗混沌古星 被猴得轰然爆裂 其后化为星陨 砸死不知多少域外邪灵 太初大事件内 三眼古仙族还在苦战 那监视法剑 已经开始在让战局倾倒 温秀 突然 一道横贯天地的辅光展来 似乎要将太初大事件这片天给斩断 他狠狠地朝着这艘监视法剑劈下 众目睽睽下 数千万里之长的监视法剑 竟然被硬生生劈成了两半 就连其内半仙之境的太古仙族 都慌忙逃窜 面色露出前所未有的惊颤 什么鬼东西 遮天巨雾朝着大地落下 这一刻 天地寂静无声 所有生灵都还沉浸在震撼之中 久久不能回神 但三眼古仙族 却是来劲了 演了这么久 终于可以不演了 已到杀入巫将之时 此时 一道仙人身影显露世间 无上气息镇压一切 而这位 正是三眼帝尊 巫族 参见帝尊 随盗族一战 杀入天河 若九天绝影族再敢阻拦 灭族 谨遵帝尊令 轰隆隆 无数三眼古仙族 冲销而起 战役滔天 他们的目的自始至终 都是杀入巫将大事件 而真正的天河 今是大乱战 自沉寻道祖成仙 十 他以大事件 鬼门关 在鬼门之下 一位长发飘飘的仙人毅力 他的身影如山峰般挺拔 凛然有微 前方是一望无际的鬼川 幽暗深邃 弥漫着浓郁的阴气 这位仙人的眉宇间 透露出几分沧桑 他的目光注视着鬼川 似乎在寻找着什么 突然 他伸出手掌 一股强大的仙力涌出 如潮水般涌向鬼川 鬼川表面变得波动不安 他手掌逐渐升起 将仙力渗入鬼川与之相连 鬼川的水面开始波荡 彷復有一条无形的通道正在建立 而其尽头正是人族天河 鬼川的黑水开始逐渐变得清澈 与人族天河的尽头竟然在缓缓融为一体 宛如两个不同世界的心跳 开始同频共振 鬼川和人族天河之间的距离 在这位仙人的干预下 被缩短到了极点 他面露沧桑 举头望向天外 悠悠话音 宛若鬼川生生不息地回荡 鬼门关愿为道族与皇子开道 在通道的两端 鬼门关的阴气 与人族天河的阳气 开始愈发交融 阴阳之气交相灰映 形成了一片绚烂的光彩 犹如流光溢彩的桥梁 这位仙人目光一鸣 浩瀚先力涌现八方 一手托起太乙鬼门关 通道的两端 鬼门关和人族天河 都涌现出惊世异象 太乙大世界的各方生灵 皆是目瞪口呆地注视着这一幕 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在鬼门关一侧 无数阴魂幽魄凝望着这一幕 惊诧不已 而在人族天河那一端 虚空璀璨 天地法则交织 无数修饰俯瞰天河 震撼于这个前所未有的景象 人族天河竟然被侵蚀同化了 天河大战之地 风起云涌 无将万族上百位仙人 屹立天穷各大欣慰 神色揭露出一丝震惊 太乙鬼门 是敌是友 九天仙蒙 叶清幽等人面色如灵大敌 大势局势诡决 似乎已有第三方大势力准备入场 天河之盼 亿万修士大军 面色沉浸如水 唯有那滔天的煞气 在天地中萦绕 双方都相当有默契地停止了大战 可不会轻易 让外人来捡便宜 天运先帝目若铭心 深邃而幽静 每一个举动都带着无上威严 他神色漠然地俯瞰着天河一变 太乙鬼门关 这方古老势力 如今也参战了妖 就是不知到底是来帮谁的 天运先帝 如今也是披甲上阵 太乙大世界的惊世大变 还未传荡到人族天河来 这里大战滔天 天地法则紊乱 消息可传不到这么快 来者不善 有先者气息 正在锁定天河之位 异常强大 诸位先有 多加小心 三劫之上妖 谁 无将先人 神色带着前所未有的凝重 无将大世界 并未传来增援消息 因为根本就没有 把他们放在眼中 九大世界本源 才是重中之重 静观 一位无将先人 俯瞰着天河尽头 淡然开口 此时闹得越大 怕的应该是他们 可不是我们 天河四方无将万族联军修士 眉目冰冷 史荣先已有先允之相 短短数千年将先人耗死 这一战绩 足以名留无将先使 两方交界处 史荣先气息 已经萎靡到了极点 借用九大世界本源之力 对抗百位先人 他早已山穷水尽 反是已进入自己 先到本源 他手指微颤 已感觉到 有绝世先人 正在锁定人族天河位置 不知道是他 还是那凌驾于万族之上的强者 若是后者 他们绝无一点希望 也是他真正不希望 这些道友前来参战的根本原因 史荣的皮肤已变得相当甚人 满是抱起的先到经脉 他已经快有些撑不住 不过他计划中最重要的一环 便是自己的先语 老夫愿为介于万灵再开路一次 史荣内心发出绝望般的怒吼 他已转身 刺瞎的双目 凝望着异象连绵的天河尽头 而此刻 大世界内 新书内部已然被引爆 能与吴江最强万族 平起平坐的正式大组织 也在默默地关注着此事 都天万界灵庄 也是其中之一 数百道强大先缘化为灵体 齐聚在一处 先丽浩瀚的广场中 而星空之中 竟然映照着天河景象 清晰无比 有人沉申开口 若史荣先允 吴江人族看来 也会改变先盟构造了 此事的影响力 近代以来前所未有 辐射整个三千大世界 有人附和点头 过往各大先盟的展天之战 影响力太小太小 史荣之事 已被老前辈们关注 介于祸患 看来已到解决之时 但介于无数 仙人可是有限 断绝根源 太难 不过只要能逼出一位 史荣这样的人物 那对我大事来说也是一方灾难 那就看人族 与那些老前辈们如何抉择 不管如何 史荣之心 让我所震撼 也太过惋惜 众多强者在新书内微微一叹 介于生灵实在太过渺小 渺小到若无史荣发生 足以让三千大世界忽略不计 毕竟三千大世界 随便拉出一族 都已是你介于生灵数量的 数千上万倍 先盟看似强大 但在一方大世界内的特殊天狱 都不足以成雄 他们随即不在此话题上多说 而是画风略微一转 太以大世界有些不平静 有位开道之祖成仙 带领亿万大军 从蛮荒天狱杀出 从未听说过此人 万族天骄盛会 可有此名 混沌仙灵榜 可有此名 恐怕此人连太以大世界都未曾出过 自称盗祖 实在荒唐 亦如井底之蛙 有人摇头淡笑 史荣当初的崛起 那可是一路杀法而上 不知做了多少震惊八方的大事 孤身杀入仙谷境地 那只是其中之一 盗祖之称 可不是开辟了一条仙道 就有资格叫出 那是实力盖压八方的存在 仙道绝颠的存在 我于天地中 无人敢向其挑战 我作画天地监后 万事后背无人可超越 此为一道之祖 铭记于天地中 流芳百世 这位叫陈寻 其余消息一概不知 更不知所修何道 哼 竟敢杀入天河 胆量滔天啊 倒是要好好看看 到底是哪来的道祖 有人朗声一笑 挥手扑散出太以大世界的轮廓 众强者也随即望去 空气突然一阵凝滞 如同死一般的寂静 方才那位出言有些不逊的强者 瞳孔微缩 莫名的感觉 仙缘有一滴冷汗 缓缓冒出 几两股一阵发凉 太以大世界呢 天穷一片昏暗 无尽雷光涌动 天地五行之气 汹涌如潮 大地深处 一道道灰弘庞大的五行光柱 冲销而上 天地灵气被压制得滋滋作响 元气暴动得像是 遇见了绝世大地 这一刻 灵须传音法盘失效 九天仙音阵盘失效 甚至就连新书都无法进入 一片至暗之景 半空满是纷飞的草木 仙古禁地沉寂 亘古仙国沉没 亿亿万生灵星际 所有修灵气仙道的修士 都在此刻法力尽失 浩瀚先例 倾覆整个太以大世界 变天了 新书内那群强者神色浑然大变 突然一双璀璨如星河的淡漠 先同明世而来 太以天地轮廓的场景 骤然崩灭消失 咔咔咔 新书内那处虚空轰然破碎 虚空风暴冲击着他们的仙缘 所有强者的脸色 都变得异常僵硬 混沌仙法 此时在无人开口 看到的那一瞬间已经足够 全盛时期的仙人 不受大势本源所迁累 不受天地所约束 沉默 竟持续了足足一炷香的时间 诸位先有 有跳脱天地之外的存在出现 不在命数之中 天河恐有大难 无将万族 没有算到此人 清灵 前去一关 走 数十道仙缘瞬间消散 众多强者眼中 都戴上了前所未有的凝重 这样的惊世人物 如何成仙 如何崛起呢 这样的人物 要瞒过三千大世界的顶尖势力 根本不可能 可以说 这大势正道成仙的人 他们互相之间都叫得出名号 成仙之姿 想低调修炼都不可能 三日后 人族天河 天际北方 四方虚空阵战轰鸣 流淌亿万里的天河波涛汹涌 滚滚雷鸣不断响彻在上仓之上 像是绝世大凶降临之凶兆 猎诸仙石绝阵 太古仙族 稳固虚空 有生灵强行侵袭 不是从鬼川来 放肆 万族联军 皆有仙人统领大局 无将古人族眼中露出怒意 强行破露天河 哪怕是史荣仙那一方势力都不敢 天际南方 史荣那一方的阵容 同样已开始列阵 天运先帝深深凝望了虚空一眼 仙国的气韵也无法传导 太乙大世界与这里的联系 像是被横空切断了一般 叶清幽神色冰冷 从他脸上读不出任何 只是身后 那尊顶天立地的法相 已开始调转方向 已赶到虚空之中 那如山如海般的仙力 灵木炎仙袍烈烈 望着虚空冷然开口 何方仙有 此刻一道道浩瀚强盛的声音 接向着虚空而去 质问者有之 呵斥者有之 轰隆隆 轰隆隆 突然 虚空爆发出一道 崩灭灭敌的大毁灭声 像是弹壳碎裂一般 向着八方蔓延 璀璨夺目到了极致的五行神光 激荡在整个人族天河 羞然而 深邃黑暗的通道内 一尊身形庞大无比的仙人 竟然倒飞而来 他整个身躯在虚空中狂荡 不断向着人族天河急速坠落 其身后留下一道闪烁的仙光伟绩 彷彿是天外来客 带着毁灭的威能降临人族天河 扑哧 轰隆隆 那位仙人从数万丈高空 狠狠地砸在了人族天河的水面上 激起了如同海啸一般的浪花 整个河面都为之震荡 波涛汹涌 这一幕 惊得双方亿万修士大军 面色俱变 无人能够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可是仙人啊 这位仙人的诡异出场 让整个天河战场都陷入了死寂 一时间鸦雀无声 突然 吴江仙人有人惊怒喊道 讨厌仙有 此人被派去太乙大世界镇压本源 竟然被人硬生生轰飞到了此处 天河底部 讨厌闷哼一声 毫无仙人风范 他眼中露出惊觉之色 放声大吼 诸位仙有 他们来了 惊觉天地的嘶吼声传荡方圆数百万里 不管南北哪方 亿万修士大军 文言 内心都泛起一阵胆寒 只觉几两鼓都在发寒 望一股沉闷浩大的声音 自虚空深处响起 一艘庞大无边的战船 犹如流光一般的驶来 传手为展翅仙鹤 其上毅力四道身影 一位黑衣男子 毅力于最前方 淡漠的目光俯瞰着万族修士 哪怕是仙 同样也被压在这道霸绝天地的目光下 他一句话未说 但那股决然的恐怖压迫感 弥漫在整个天河之上 已有不少修士手指 都在不由地震战 仙道压迫感 沉询 叶青游内心陡然一阵 那冰冷的神色 煞时间都变得相当不自然 这一幕被古月熙看在眼中 他眉头大醋 这是何人 柯顶只觉此时汗毛乍起 内心一叹 第三方大势力 终于开始登场了呀 而这一幕 好似才刚刚开始 一座灰红天宫 如同锁链一般 嵌入天河虚空 整个空间都像是被固定了一般 再无那恐怖的阵战轰鸣声 此时 一道尊贵无上的朦胧仙影 副手站立于天宫门外 屁靡众生 昂吼 一颗庞大无边的龙头 从天宫右侧探出 一颗庞大无边的虎头 从天宫左侧探出 甚至都无法具体看出 他们的身形究竟有多么庞大 灵霄天宫 真灵天龙 真灵地虎 太乙仙庭 吴将某位仙人眼中 露出了前所未有的震撼 顷刻间认了出来 摇台仙宫的摇晴 眼眶也是 不由的一争 离谱 天运先帝神色微变 仙国君庭仙族 皆是倒吸了一口冷气 仙国的祖字辈 天宫不远处 一座仙木缓缓降临 那是一座横贯天地门户 门户下盘坐着一位手持螺盘 嘴带冷笑的胖道人 天河镜头瞬间咆哮 鬼穿涌动 无数阴魂从中冒出 一位为太乙鬼门关修士 登陵天河 吼 吼 虚空深处 传来震天动地的大吼声 无尽大军从四面八方来袭 一位为仙道强者登陵天河 藏天宗紧随其后 吼 刚稳固不久的天河虚空 不知被谁一拳轰碎 亿万三眼古仙族生灵 登陵人族天河 三位仙人屹立一方 目光看向正西方的陈寻 那战天斗地的意志 横扫天河 让万族联军都不由后退了一步 眼中带着前所未有的警惕 看不透局势了 什么情况 这一刻 所有生灵的目光 皆是注视在了那位男子身上 北方 吴江仙人面色森寒 看向陈寻 我吴江万族 正在清剿大势叛逆 而等强行破入天河 看来是想与我万族为敌了 介于生灵的气息 不出所料 又是史荣的固有 那便无需多言 唯一战 上百位仙人眼中 涌动出金石战役 要是当初面对史荣是碾压 那现在可就不一定了 恐怕是要动真格了 南方天际 先蒙无人开口 史荣更未开口 那刺入骨髓的杀意 明显朝着自己这方弥漫而来 有些不对劲 古月熙目光一明 竟在此时开口 不管这位仙有为何而来 但至少 三眼谷仙族 是在大势叛逆之恋 不如仙河立 但他话还未说完 一道猖狂的笑声 回荡在整个天地 正是那位聚洲上的男子 九天先蒙 吴江万族 沉寻笑声渐小 寒风如平地惊雷 一般乍起 天地煞时间凝结出 无数冰惊 他深邃如冤的冷漠眼神 平视无尽遥远处 缓缓开口 天河 就是你们所有人的藏地 当以你们之血 祭我 介于万灵 此话蕴含无上先例 震荡天河 冲击万族到兴 那连缅百万里的万族修士 连军瞳孔都是 不经一间一缩 这是疯了腰 有人在天河下惊吼 蛮荒天狱独占 两百位天尊的蔑视老人 是他 有天尊惊吼 像是回忆起了什么恐怖的场面 永世不敢忘 此人当年 就有莫大恐怖 没想到如今 竟然已成仙人 九天仙蒙 有人身躯震战 他就是曾经窥探过 陈寻仙徒的修士之一 那禀大府 沾染诸多法则仙器 已有仙器雏形 魔族仙人眼中露出了震惊之色 慈府酝养的岁月 碎骨和灵树 古希悦突然开口 露出极度不可思的神色 此乃天地或种 甚至那艘横根天地的巨州材料 依旧是 姚秦倒吸了一口冷气 目光只是死死地 盯着虚空镜头 那里还有一头凶物并未现实 诸位小心 似乎是那天地不祥 众仙人闻言 神色威灵 成仙路上谁都避不过此物 乃是自盗运诞生 但它到底有多强 皆是随盗运 强盛与否而来 此灵唯有仙谷境地可斩 大多仙人都是暂退此物 太过诡异凶险 大势中斩它 堪比仙人斩杀真灵的后遗症 满身不祥 陨落得不明不白 此寥若是不敌 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哪怕仙力也不可追溯 是仙人都不会多提及的一个禁忌话题 但如今这情况 这不祥生灵也来参战了 姚秦方才最感觉到 离谱的便是此事 先庭古仙皇之子 复苏他早已得到消息 内心还算平静 史荣 此人看不出深浅 灵木言沉生道 神色异常冷烈 他的仙道 不是我大师的仙道 恐怕是一灵 史荣沉默 一言不发 谁也无法看清 刺瞎双眼的他 到底在想什么 又是何神态 然而 还来不及万灵多想 陈寻冷漠的瞳孔 已扫过所有仙人 他更不需要再有任何废话 只是嘴唇微张 星陨天穷虚空 已被破界周冲破 一道又一道的五行法则 灰映在天地之间 威压十方仙道 这像是一道号令天地的仙音 响彻八荒四野 激荡着整个灰红无垠的人族天河 浩浩荡荡 震觉虚空 哇 轰隆隆 轰隆隆 百座 千座 万座 数十万座 堪比蒙目大海域的金氏星辰降临 如同千百颗流星从苍穹中坠落 每一颗都散发出无尽的光芒 星辰如烈火般燃烧 星光如银河般波澜壮阔 星陨的威势将一切都席卷其中 而其异变更不是不绝 每一颗星陨都化为一颗超级巨星 火焰 水柱 木刺 金光 大地震战 五大先例交汇 形成了毁灭性的冲击 吴将仙人谋光一鸣 放声大吼 诸位先有 杀 吼 吼 天摇地动 整个天河都在惊颤 亿万修士大军皆动 漫天的星云陨落 星光如红流 一位为仙人冲天起 杀 顾离圣双目泵发出璀璨的沙光 冲上九霄 天龙与地湖井随其后 发出响彻天地的怒吼 直指吴将仙人 虚空万物 被恐怖的仙力冲击的粉碎 宛若当初天地先进那般开天辟地之井 一尊尊道气 震荡在天河之上 崩天灭地 万族狗贼 道也我今日必图劲等 宋恒朗声狂笑 手中罗盘照耀天河 凝聚出一股金氏木气 横空无尽岁月而来 他驱使灰红仙目 散发着滔天的威压 直接朝着吴将仙人杀去 毫无拘异 无数修士大军 皆在发出怒吼 皆在冲天起 大后方无尽战场法器开始对轰 天河之外星辰抖动 天地法则大乱 大黑牛怒笑一声 直奔九天仙蒙夜 轻幽而去 必杀此婆娘 三眼古仙族紧随其后 三位仙人仙光浩瀚 朝着九天仙蒙的人 直接震杀而去 天地一片大沙伐之景 血光滔滔 但要数谁冲击的最凶猛 沙伐的最狠力 当属戒狱之辈 阴天兽身仙士卒 既见海星空 与仙蒙天尊独占 像是发狂了一般 更带着异常畅快的大笑声 道心圆满 虽死无憾 不仅是他 还有那万千戒狱修士 同样如此 此事陈寻不想拦 也根本不需要拦 这已不是仙道境界 可以衡量的事 轰隆隆 轰隆隆 三方势力已彻底交汇 陷入金氏战局中 挖到人煞气滔天 像是找回了当年的感觉一般 挥师遗族裂 杀伐战阵 大杀四方 天河南方 梦 一声巨响 一座黑棺猛然砸下 盖压四方 无尽死气化为死海 侵蚀仙道之力 侵蚀仙道本源 天大不祥之物 叶清幽猛然抱推万丈 闭腻的目光看向远空大黑牛 半仙之境 竟敢妄图是仙 猫猫 猫猫猫 大黑牛狂笑 将自己这辈子 绘得最脏的话 一股脑吐出 猫猫猫猫猫 叶清幽神色渐渐阴沉了下来 像是听懂了一般 此牛竟敢偷袭他 若是他没有恢复仙力 绝会被砸得魂飞魄散 此官的威能他当初可是领略过 万古未有 仙人之下 找死 叶清幽神色突然平静下来 话音异常森寒 仙力震荡八方 大地震战 通体被仙光缭绕 一尊恢弘无垠的法香 自虚空涌现 一如一尊绝世女仙 僻逆着那道渺小黑影 那强盛到了极点的契机 也锁定大黑牛而去 他漠然张口 浩瀚仙音激荡而来 无知生灵 便许你一战 大地之上 大黑牛仰头 冷冷一笑 他早已等今日许久 他双体毅力而起 无尽绒毛遍布全身 一如甲皱 乌黑森然 好 一声牛笑传荡天河 一如海啸一般 向着八方扩散 天河逆流 无尽阴影笼罩其上 一尊五头十臂的黑牛法香 拔地而起 雄姿伟岸 高达百万丈 而其上笼罩着无尽先缘物矮 那是叠加了不知多少的大阵在环绕 威势浩荡百万里 天穷今世雷鸣涌现 黑牛法香 与这尊女仙遥遥对立 气势分庭抗礼 叶清幽微吸了一口气 平静的眸子中 泛起一丝波澜 轻言道 一战 梦 轰隆隆 半仙与仙人的大战至此开始 震撼了无数生灵 尤其是那位奇霄仙人 他内心深深一叹 但已来不及多想什么 因为此刻 陈寻老祖已经杀疯了 他孤身杀入三军交汇中央 独占百位仙人 这一方战场就连天地法则 都已被磨灭成灰 恐怖的气息盖压整个战场 甚至已经向着天河外扩散 先有贵为道祖之身 何至于此 有仙人道气被金氏一幅轰灭 放声怒吼 五行仙道 天地五行之气无法断绝 有仙人狂笑 自成仙后第一次感到头皮发麻 蔑视之仙力 哄 大战之激烈 已可堪称天地无关 人族耗尽树带铸造的天河下游 被生生截断 那奔腾的河流 像是在发出悲鸣一般 陈巡神色冷漠 五行仙区每时每刻 都在被万族仙人镇榜 但那又如何 他雷霆法则营绕在天地 无尽狂勇的雷光撒下天河 哪怕如此 他也还有多余先例 关注四方战友 这是他活了两万余年 有史以来第一次率领大军参战 冲锋在前 哪怕介于战场都没有如此 而杀戮依旧在继续 不曾停息 藏字诀 陈巡口中清难 惊天大便突起 中央战场斗转星移 一座庞大无边的天沿星辰 此虚空中缓缓降临 生死先例 在天沿星辰中交织 虽说仙人不可斩 而今日之战 他便会让整个三千大世界看看 仙人亦可杀 陈巡神念奔腾千万里 灰府平退数十位仙人 皆是暴退数万丈之远 在这一瞬间 天地气氛一片肃杀 无论是谁都感觉到了 一股异常可怕的气息 所有仙人都感觉到了 陈巡在激发一种莫大仙术 天地想彻起一声声冷喝 诸位仙人 莫要给此人准备时间 杀 无将仙人齐齐出手 无边强盛的仙力震荡还宇 同时向着陈巡攻杀而来 此方地狱早已化为一片绝狱 天地法则都已被淹灭 仙光伟力激荡中央 将陈巡声音淹灭在无尽仙光雾矮中 就连时空都被轰击得支离破碎 而这场金氏大战 犹如风暴一般 席卷整个三千大世界 无将大世界亿万种族被彻底惊动 震惊的目光 皆朝着人族天河而来 不管是那渺小的介于开天者 沉寂一个时代的三眼古仙族 大杀伐时代复苏的人族大将军 还有那古仙庭的仙士 甚至已有传闻 长生世家与太古凶兽 都已参战天河 一件又一件的战况 震动了整个三千大世界 甚至蔓延向了域外战场 那里参战的无尽修士 与混沌族都梦了 尤其是那里坐镇的仙人 也不由得露出震撼之色 像是自己穿越了时代一般 竟然有人能够引领他们 如此金氏大乱战 恐怕也只有在仙士中的 万族大杀伐时代篇 能看见了 数座大世界 已有天河意向映着诸天 一年后 人族天河有鲜血 低落虚空 顿入大世界 此消息一出 万族亿万修士神色大喜 启程奔赴寻找鲜血之路 踏上仙徒征程 仙人打架 可谓万族修士受益啊 但随着岁月渐渐前行 十年后 太华大世界 竟然出现天气之相 天昏地暗 一股恐怖的光字云霄虚空而下 那是一尊仙师 修仙师划过数座天狱 天地法则为其开道 万灵目瞪口呆 这一刻 天地为之沉寂 仙语 这个时代竟然出现仙语之相 无数生灵星际 到心森寒一片 皆在目送着这尊仙师横渡 不知飞往何方 这一刻 整个三千大世界的上层人物 都已知晓 事态已经开始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 一位位仙人 皆在朝着天河而行 这场大战 不可再继续下去了 太古仙山 仁皇殿等等 最强万族的老怪物们 已亲自动身 这场仙陨 就像是一个莫大讯号 不可再闹下去 这个时代 可不再是万族大杀伐时代 他们也更不想回到 那个朝不保夕的求仙时代 无将大世界 万族桥梁外 两道宝金风霜的身影的 渐渐出现在一座断崖之上 而此时前方已经无路 是一片无序法则交织的虚无之地 晚辈 急眼 晚辈 天梨 求见仙人 两人恭敬拱手 话语不卑不亢 无人回应 急眼面色平静 天梨面色同样平静 因为他们 已经保持这个姿势 整整五年 话语每日一说 也说了整整五年 呼前方虚无之地中 无序法则犹如大海波涛 突然泛起波纹 向着四方扩散 一股遮天蔽日般的灰红仙粒 盖压而来 吃 急眼与天梨 皆是闷哼了一声 依旧不为所动 他以大世界的两位求仙者 所为何事 一道沧桑的声音 曝散而来 肃目而又沉重 以一种他们完全无法理解的方式 传导而来 急眼低头拱手 眼中毫无喜意 为先蒙之势而来 为稳定的大势秩序而来 为升华无垠真仙界而来 介于生灵几眼 愿为先人驱使 闻言 天梨的牙齿紧咬了一分 但依旧 还在低头拱手 不敢多言 但几眼的话 并未有人回应 又是无尽沉默 一月后 翁一座 无边桥梁延伸而来 其上鲜芒璀 映照着万族 生灵的面貌万象 古老而又不朽 光是望上一眼 便有一眼回眸 千万年的岁月沧桑之感 但几眼神色 却是阴沉如水 那座桥梁 并未延伸到山崖上 而仅仅只是延伸了一半 前方依旧无路 深处 也更没有任何话音传来 丝毫指引也没有 几眼 天梨抬头 看向了这条 无序法则交织的路 冷声道 血衣先王曾传到于我 先者 路 是杀出来的 从不是走出来的 他脚步踏前 一柄长刀横在身前 丑陋的面孔露出坚定 跟我走 我护你 可不要在仙人面前露出狼狈之像 杜师大人还在天河血战 几眼看着那道高大的背影 深深看了他一眼 没有多言 走 天梨侧头黑黑一笑 很是猙獰 脚步一踏 冲入这片波纹荡漾的法则虚空中 咻 咻 哄 一如天地红中砸来 天梨刚踏上的一瞬间 他眼眶瞬间变得血红 一刀展开周围缭绕的无序法则 大吼道 几眼 走 几眼神色平静 无声点头踏出一步 万族桥梁外 两道渺小身影 一前一后 不断向着前方行进 一道血光无声蹦践 最前方那道身影 只是微微一顿 又无惧无畏地朝前而走 好 天梨朝天怒吼 不断斩断着四空无序法则 所有压力进加他身 他身上的伤口 也变得越来越多 神石 元神等等皆在受损 而这一走 就是数月 桥梁下 天梨一袍破碎 使出了雪衣仙王的雪式九轮转 终归是开路成功 但他也有些山穷水尽 鲜血流淌在全身 天梨 几眼浑身完好无损 目光深邃地看着他 辛苦了 可 天梨正欲开口 却被呛了一声 他神色苍白 张开血口勉强地笑了笑 咱们在垃圾倒的时候就说过 我会相互你的 天梨说完就软绵绵地倒了下去 被几眼一手接住 后者面无表情地说道 先在这里歇息养伤 我去去就回 几眼说完就把天梨 小心翼翼地放在了桥上 这里并无那恐怖的无序法则侵蚀 他眼眸着闪过一抹 微不可差的冷光 公声道 晚辈几眼 求见仙人 云 淡漠的声音 萦绕在天地间 一道道横压万古的眼眸投射而来 注视着 这位渺小生灵 几眼缓缓抬头 看向桥梁尽头的这座 通往天穷的神山 缓缓深吸了一口气 毅然踏上前路 翁三日后 一位为万族掌权者 踏天而来 甚至不乏仙人的存在 他们踏入各自桥梁 一道桥梁 只可行一族之人 向着这座神山汇聚 万族掌权者们 神色皆带着凝重 禁忌先到现世 开道之祖血战人族天河 三千大世界皆震 万族皆经 此事不能够再放任 大势天气 仙人陨落 已开始影响三千大世界升华大忌 极眼立于神山一座古仙殿外 他的气息极度被压制 无将万族强者将临 他却是流露出一丝淡淡微笑 风采依旧 渡视 极眼清河的目光 看向远空天界 未走完的路 我来走 算计无将万族的计划 才刚刚开始 一位为万族强者目光扫来 明媚是知 此人又是谁 极眼迎上诸多强者目光 眼中出现犀利之色 黑一发向后狂舞 拱手朗声道 五行道祖好友 极眼 沉闷的声音向着四方扩散 不少强者闻言 眉宇冰冷了一分 深深看了极眼一眼 万族强者皆无言 没有任何怒骂嘲讽 他们威视临天 静止走向古仙殿 但也无人 与极眼攀谈一句 将他冷落在外 极眼面对万族强者无视 哪怕压力滔天 他神色依旧 沉静 不为所动 只是静静目送的他们 进入古仙殿 最后一脚踏入了其中 问 古仙殿大门缓缓关上 其内并无极眼位置 但他却是像是主人般的姿态 对着万族强者的目光审视 好胆色 不愧是那位五行道祖的好友 有强者竟然在心底 暗赞了一声 不过他们嘴角 还是带着一抹冷笑 并不待见此方势力 一位位先使转路人 已在各方就绪 无将万族掌权人难得相聚 每一句话 每一个决策 就足以影响 三千大世界的先到未来 人族天河血战已然开始 极眼与无将万族的争锋 也在此刻开始 三千大事件 人族天河 这里天摇地动 大战连绵 整个天河已染上一层淡淡的血色 虚空之外 无尽的浩瀚仙力抱舍八方 天河之下 数座大世界举世皆经 一位位先人灵世 强行破开人族天河大阵 大势天气 万灵悲痛 各族无数生灵朝天拱手 满是悲意 一座座辉弘道气 横跨千万里 没入人族天河 那里是个大大世界出世的先人 甚至还有从域外战场回归的先人 上千位先人 汇聚人族天河 亘古未有 登陵天帝先位 每一位都是一方大世界中响当当的人物 仙道绝颠 生灵传送万古的存在 如今齐聚 天帝先音浩渺 意向浩荡山河 这一刻 万族无数生灵都在仰望天河 仙国子民亦然 仙古禁地 生灵亦然 就连域外战场的混沌族 也在仰望天穷 眼中闪动着一抹深深的绝望 自太乙古仙庭受命于天 他们混沌族的元气就已被断尽 横跨了无尽岁月 祸果终究是来了 他们无力在抵挡 先到如此强盛的三千大世界 被他们杀得如屠猪狗 混沌大天尊眼眸惊颤 那道屹立在上苍之上的绝颠身影 是那位 绝不错 陈寻 杀尽他们 哈哈 混沌大天尊有些风魔 竟在内心狂笑起来 他寿命将尽 已无惧怕之物 断他们大势数代元气 又如何升华三千大世界 他眼中闪烁着凶光 身躯都在微产 可谓是唯先就欲外 天河战场中 上千位仙人 以无上之姿 从四面八方 破入人族天河 他们看着其内 那毁天灭地这一幕 内心终究还是泛起了一丝波澜 轰隆隆 天地法则凝滞 灵气破散 元气消逝 天地五行之气 被压制得嗡嗡作响 就连那浩瀚天河都不再涌动 陷入诡异的平静 好 好 惊天动地的血战 瞬息之间停止 故离圣眼中 压抑着极度仇恨 他喉咙发出 犹如受伤野兽一般的嘶吼 又是这熟悉的一幕 天龙与地狐眼眶血红 发出震天咆哮 他们永世 不会忘记这一幕 先停覆灭的那一幕 宋横道袍飘飞在空中 身上争鸣的血痕无数 全是致命伤 但却不是这时候的造成的 那是上一世所受的伤 映照在了这个时代 他目光已有些不理智 也没有人能在这场 大沙伐的惊世乱战中 保持理智 这一刻 所有人都已经停手 回到各自阵营 然而 大黑牛依旧还在与叶清幽大战 后者发丝泛白 生命精华都被杀得流逝 他满眼心悸 自始至终都太忽略这头大黑牛 猫 大黑牛喷出炽热的鼻息 眼中战役依旧强盛 大黑官有史以来 第一次被生灵碎灭一角 他可不管太多 欲要硬生生耗死叶清幽 老牛 他还未继续出手 一道冷喝声传来 是大哥 大黑牛满眼不甘地扫过叶清幽面旁 又怒骂了几十句相当脏的话 转头向着自家阵营 顺移而去 远空 陈寻握着一柄堂血的大腹 近立于空中 冷漠地望向远空上千位仙人 没有丝毫距异 陈寻 三眼帝尊站在陈寻身侧 身位差了一步 三眼依然流露着战天斗地之意 上千位仙人齐聚 倒是有趣 多谢帝尊相助 陈寻仰头看向远空 但莫开口 向着四方渐渐扩散 多谢诸位道友相助 陈寻 永世不敢忘 此话一出 无数修士震惊抬头 甚至有修士艰难从血泊中爬起 露出一丝艰难的低笑 与有荣烟 能随道祖一战 阴天兽 梦圣 百里问天 百里风耀等人 却是脸色浑然大变 不敢置信地看着陈寻 小吃此刻法力尽失 他看着天穷 那道伟岸背影 怒笑一声 寻歌 虚空之中 一颗遮天蔽日的巨树稳固四方空间 南宫鹤林 以闭眼融入自己的本命法宝 若大哥舍命一战 五行之气将由他来攻击 远空 一位身躯高达千万丈的太古仙族男子 平静开口 陈寻先有 在下太号 此战不可再继续 我们以明你意 已有先有先允 此事 我无将万族不会追究 愿以大势之伤 凭你心中之分 太号踏空前来 毅力在被斩断的天河另一头 介于霍乱 乃是人族自身之祸 与大势生灵无关 今日 我仲先前来 愿与你在这天河一论 人黄殿 已有古老存在踏出 微微一探 陈寻眼中古井无波 深邃异常 冷声道 人族 瓦解先蒙 放归介于生灵 谁造的祸 谁来顶 这才是我意 陈寻 你从介于而出 归根溯源 同为人族 介于祸乱 非一日之功 这已是人黄殿商议后的最好结果 人黄殿老者目光一宁 直射陈寻而来 哪怕先蒙不存 介于吞噬大势本源 难道可以随意放任 这又致我大势万族生灵于何物 天地寂静 冷风刺入骨髓 陈寻台府 直指这位人族先人而去 一字一句冷漠道 人族 谁造的祸 谁来顶 若还是不懂 我便杀入三千大世界 让开天者毁掉一座介域 我便杀一方天狱生灵 我看看 是你们毁灭的快 还是本道族毁灭的快 陈寻五行先同流转其上 黑发闪动着恐怖电弧 竟在渐渐转变为银色 他看向当初那百位先人 或者你们认为 当初与你们百先大战 就是本道族的极限 轰隆隆 此言一出 天地共鸣 天河轰然狂笑 如同雷鸣般的声音 震荡在所有生灵耳中 那百位先人眼中 露出了一抹前所未有的巨异 他们甚至没有丝毫怀疑 因为那位先有的陨落 就是当着他们的面 被这位道族 硬生生展落在大室 太号眉头一簇 浑厚的声音响彻 陈寻先有 大势本源 我万族不可让 没有任何余地 仓谷圣族的先人 浩大的声音 也扑散在天河战场中 阁下身为人族 贵为道族 通天地 小阴阳 我们万族升华三千大世界 同样是在帮人族 拯救介于生灵 真仙界成 非生通道开 万事皆修 先有如此作态 只是会更多的介于陨落 你我皆为先人 更不应用感情形式 仓谷圣族的先人摇头 眼中甚至闪过一抹失望 此事已不是势力之争 族运之争 这是天地之争 万族不可退步 人族 陈寻冷笑一声 看向远空人族先人 我陈寻从来都不是人族 我这条命是介于给的 来到大事后 命也是应老旧的 本道族身上流淌的每一滴血 每一寸肉 都与你人族毫无关系 人族陈寻的仙道本源 早就死了 死在了那女人的算计引导中 陈寻雷光闪烁在身躯的每一处 银发狂舞飘飞 浩瀚威严铺天盖地 亦如仙音贯耳 我陈寻一介山村小明出身 五十余岁踏上仙徒 两千余年结音 一路自私自利 贪生怕死 大战不敢参加 故有不敢相认 实乃苟且偷生之辈 后远渡天段大平原 浪得一些虚名 整个修仙界为之相送 后入介于战场 相识百里种虎元帅 毅然苟且 不敢冲锋在前 与我介于道友并肩作战 开天入大事 星云灵士 又被尊者 打得筋骨血肉禁断 入千年仙玉 至此被他人算计 魂与玉外 陈寻霸裂的声音 不断响彻在天河战场 本道祖过往逃避了 太多太多次 如今两万余岁 登陵天地先位 仙人之下 我曾为蝼蚁 陈寻横空一卧 太以大世界 悬威天玉山河震动 一尊尊尸体 与三尊法器残骸 穿破空间而来 哄 那位白发天尊的尸首 被陈寻当着 亿万修饰的面 一脚踩爆 那三尊灭玉法器的残骸 更在被一点一点地 缓慢磨灭成渣 陈寻的话音微微一顿 又发出声震天河的怒吼 惊心人之上 何人敢与本道祖一战 自天河横断为始 万族不退 我陈寻一人 义府 镇压此方天地 直至杀入无将 重塑大事规则 我为五行道祖 天地何人可斩我 何人敢斩我 翁震撼天地的雷音 宛若天地宣言一般 传荡各方大世界 亿万生灵瞳孔阵战 就连在暗地记录的 仙士观也为之比传 五行道祖 天河战场所有仙人 瞠目结舌 内心震撼如大海波涛 仙人不可斩 自浩瀚仙士来 从无仙人被斩陨落 但这一大铁 则早已被打破 他们也更杀不了此人 唯有一直拖住 直至寿命断绝 仁皇殿与仁族仙人 面孔冷若冰霜 没有任何反驳的点 陈寻确实已经不是仁族血脉 他们更未帮过他什么 地面上 阴天兽瞳孔失神 低难道 陈寻小子 你 远空 太后微微闭上双眼 犹如天地般的叹息 仙人之下的所有修士 离开仁族天河 不再追究 抹去一切罪责 太后 有仙人惊喊 此事 三千大世界 会给陈寻先有一个交代 太后猛然睁眼 威势铺天盖地 无边战意涌动 但希望 仙人能有此资格 诸位 天地争锋 哪怕胜之不武 也当一战 可 只能如此 好 天河先立狂勇 事态不可控 已经到了无以加富的地步 哪怕是天尊 半仙都已无资格参与此战 陈寻嘴角露出一丝恐怖的低笑 从未回头 诸位 带我归来 一道决然伟岸的背影 伸手向侧面一握 一条混沌古路穿透虚空 所有人惊喊大吼地 被卷入这无边黑暗中 强行送回大世界 万族联军同样大撤退 九天先盟联军大撤退 上千位仙人的混战 足以把一方大世界打得天崩地灭 一柄京士大府横贯天地 陈寻肉身无边暴涨 一如一位天地巨人 向着万族众仙杀去 京士血战轰然爆发 无尽到处在此刻爆发 人族天河有史以来 第一次产生了崩灭之景 陈寻银发狂舞 怒笑天地 天崩地灭 无尽夜火燃尽一方 爆发出了真正的全盛实力 天地一片模糊 已杀得混沌不轻 所有仙人都不在试探 每一次施法 都是蔑士大树 朝朝皆是底牌 他们根本就不打算 与这位五行盗祖号 天河的动荡异象 甚至已传入无疆大事件 亿万生灵都深深记住了 这位盗祖的名字 真正的绝世凶人 前无古人 后也很难再有来者 足以让仙使官 也振战地存在 这便是陈寻要给他 介于讨回的公道 要给活着的介于万灵达 天河众仙血战 持续了整整三十年 三位无疆万族之上的 绝颠仙人登陵天河 此时天河已然断流 向着无尽虚空倾泻而下 一位男子顶天立地 满脸淌血地站在 无边天河中央 他满脸冷笑 亦如古来仙神一般 亦夫当官 万夫莫开 力道法则 周围虚空大崩灭 甚至有仙人被卷入其中 陷入了无尽流放 数百位仙人身受重伤 面色经济难言 说不出一句话 大地上满是崩灭的 灰红倒气 泛着古旧沧桑 一股大血的 凄凉浩广之意 陈寻冷笑的面容 渐渐收敛 看向天际某处 还是不够啊 双拳终究难敌四手 这三千大事 不知还潜藏了多少仙人 这三位 很强 让他仙缘 都感到了一股压迫感 深空处 一位面貌奇异古怪的青年 淡淡开口 陈寻 莫要违逆天地大事 九天盟主之位可以给你 怎待介于生灵 由你自行决定 参与升华大事计划 也同样是拯救 生灵介于之法 人族 已宣称不再参与此事 但仙盟之主 若是由他族担任 人族如何崛起 想必你已知晓 他们的下场 恐怕不会太好 另一位仙人面色祥和 话音不急不缓 若再是一意孤行 后果恐怕会违逆仙有道心 你不是我们对手 不需要毫无意义的斗法 仙有内心存有大自在 此乃仙徒根本 我们亦是 介于之祸 乃是人族作孽 望仙有明白 万族生灵并不需要 共同偿还因果 第三位仙人微笑道 仙有故人 无人敢去针对 如何取舍 仙有内心看来是早有想法 陈寻神色 渐渐变得平静下来 吃笑一声 有些颓败 他突然想起了宁师 曾教导他 达则奸己天下 但他自踏上仙徒后 却从未这样做过 哪怕成仙作祖 依旧如此 师父 陈寻嘀喃了一声 温暖地笑了笑 陈寻不当人足了 但您的教导 我还记着 他看向远空 目光示然 平和道 本道祖星河正道 并未明刻 先应于大事天地中 不受三千大事所负 这些年 他一直在与仙人大战 也一直在禁私 甚至早已做好一个计划与决定 因为他知道 背后还有更强大的仙人 但他不会绝望 不会沉寂 自己长生 终会有峰回路转之时 如今天地 无人能够斩自己 够了 不错 三人轻轻点头 还朝着陈寻拱手了一番 升华仙界可是真 开飞升通道可是真 是真 我信你们 但若是片本道祖 今日的天大因果 日后 将由这三千大事来承受 当然 三人点头 目入郑重 此人虽然不敌他们 但他们也杀不死 这位五行道祖 也就是所谓的毫无意义的斗法 我陈寻 愿孤身镇压无数戒于本源 天地共建之 先戒不成 一日不出 愿随戒于本源 共往 与岁月同转 陈寻话音飘渺 渐渐往四方扩散 辐射一座又一座的大事件 若本道祖寿命断绝 望有生灵继承一致 若万族欺骗于我 日月共建之 本道祖先灵必在无尽岁月后转世归来 杀回三千大事件 万灵共建之 一道道天鹰 响彻在整个三千大事件 响彻在无疆大事件 无数戒于生灵黯然落泪 拜五行道祖 一处目无外 戴性轻垂垂老矣 他仰天望天 嘴角再无那缕微笑 眼角流出一行青泪 前辈还有太多太多人 有人黯然 有人感慨 有人震惊 有人不敢置信 玄威天狱 凡间地狱内 某座镇外有一座小山 那里种植着满山的山茶花 因为他喜欢喝茶 种茶人便随意种下了 并未有什么寓意 一位女子静立在半山腰上 他望向长空 微微一笑 没想到你已经到了 威压万族的境界 但这人是你 道不显得奇怪 度势 无疆大世界中 万族先人暗暗松了一口气 人黄殿暗暗松了一口气 这已是最好的结果 这样的仙道怪物 唯有用岁月磨灭腐朽 他们都不想再面对此人 算计什么之类的 更是想都没想 针对后人 那就更不可能 天河之巅 三位仙人相视一眼 默默点头 像是早已遇见到了今日 对陈寻的做法 也并不感到诧异 若是要破局 唯有如此 陈寻辉弘的先例冲销而上 目光异常深邃 致介于后来者 当你们从先史中 看见这一幕时 你们或许已然坦荡走出介域 在洞府中安然修仙 钻研功法古籍 那这便是最好的结果 后事 先史记载 五行道祖于天河血战 拜万族百位仙人 横断人族天河 万族联军不敢进 后拜万族众仙 以深圳介于本源 开天地清明 人族介于霍乱 自五行道祖天河一战结束 寄到介于 无将万族仙人莫敢不从 仁皇殿自这一代 断绝介于联系 不再插手先盟 所有介于生灵 关于本源与会寿之事的通缉取消 罪则抹去 如今天河中 陈寻嘴角露出淡笑 突然看向九天先盟的盟主与副盟主 诸位 私人恩怨 就别再插手了 还需要一些时间处理一切 众多仙人倒吸了一口冷气 大战得以有些胆寒 皆在无声无息间地 退出人族天河 此战已到落幕之时 天河之巅那三位 仙人面无表情 已算是默认 他们并未在感人 以身镇压无数介于本源 自然是需要时间处理一些大事之中的事 陈寻提起大夫 四空涌动出决然的杀意 他面色冷漠无情 史荣 叶清幽 两人依旧还站在南方 目睹了一切 史荣深受本源反噬之痛 他的身躯 庞伏老去了数千年 面容苍白而褶皱 宛如一张古老的羊皮纸 嘴唇紧闭 庞伏在 忍受着难以言喻的痛苦 那位曾经风采无上的挺拔身躯 如今勾搂着 似乎承受了大事的无情重压 他的头发已然斑白 一头长发 如同枯树的枝丫 纷纷垂落 史荣嘴唇干裂 流淌着一丝血丝 嘴角微微上翘 带着一丝微笑 庞伏在嘲笑着什么 盟主 你在等他腰 叶清幽轻声开口 长发如黑色的瀑布般 垂落至腰间 披散在肩上 散发着悠悠的寒光 他双眸深色而清澈 如同寒冰般的湖泊 无惧陈寻投射而来的杀意 只是他没想到 是这般结果 陈寻的决断太过果决 甚至让他这位仙人 都有些反应不及 这场旷世大战更是结束的 让他感觉有些莫名其妙 戛然而止 陈寻并未与万族为敌 一个自私自利到了极致 从来不顾其他介于死活的修仙者 他很难想象 这人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 还是有些没有看透他 叶清幽道 心像是被什么堵住了一般 异常难受 他内心低吼 你怎么可能被万千介于所述 直到寿命断绝 他眼中闪烁着寒光 与陈寻冷冽的目光在空中交汇 竟在此时开口 陈寻 你就是如此交代的妖 妥协于大势万族 此战就算被后世传颂 但你依旧没有改变什么 贵为禁忌仙道之主 介于生灵出身 还用本盟主来教你妖 叶清幽冷声呵斥而去 早已破罐子破摔 杀入吾江大世界 破灭万族镇守的大势本源 让天地回归正行 这才是至根 你如今如此作态 与懦夫何意 看似奸己介于天下 但牺牲的 不过是你自己的仙道 吾江万族仙人 会记得你的好妖 他们只会在背后窃笑 叶清幽越说越激动 朝着陈寻怒骂而去 待你作画于天地 介于生灵 谁人能挣到心海 何人又能继承你的遗志 仙蒙依旧会继续重塑 介于依旧会被毁灭 你可算到后世疑惑 他们只是在对你用缓兵之计 让你在最为强盛之时沉寂 你懂吗 五行道卓 叶清幽的英气凛然的怒吼声 响彻在天河之上 介于生灵仙徒何等坎坷 又何必自觉 话音未落 他气息已变得异常狂暴 像是要走火入魔一般 这陈寻看似英勇无畏 骨子里却还带着一股悚 完全不能与始容媲美 他恨 恨到咬牙切齿 恨到道心都快要入魔 为什么五行道卓不是始容 却是这样的废物胆小鬼 上天不公 深空 三位仙人面无表情 没有多言一句 只是静静地看着 若是陈寻不出手 他们自会出手 仙蒙的所作所为 已没有任何余地饶恕 手恶必诛 始容开启了大势动乱 让万族仙人为其注目 也使他们硬生生忽略了 这位五行道卓 甚至没有探查到 他一丝的成仙契机 若是成仙路上 他们多做参与 此人绝不会参战 只会参与真仙界升华计划 按照过往传统 仙蒙必须要后继有人 但这始容先搞了太多小动作 故有势力更是强大 蒙蔽了无疆人族 最重要的是 谁也无法窥探未来 始容牵动九大世界本源 五行道卓成仙 竟然强盛到这等地步 一切都失控了 不过陈寻这一辈 堪称大势崛起最为凶猛的强者 也是沉寂的最快的强者 堪称昙花一现 最终慢慢被岁月掩埋 关于叶清幽的话 与他们无关 天穷之上 陈寻嘴角渐渐扬起一抹冷笑 对叶清幽的质问不屑一顾 你也配与我诉说这些妖 本道卓做什么 还要与你解释 苍天河突然刮起 无尽汹涌的灭神风暴 陈寻气势再度攀升 他当初若是没有长几个心眼 三妹与小赤必死无疑 因老当初弟子的死 借于残存之人 被追杀得四散奔逃 也是你搞的吧 叶清幽 搜突然间 一股灰暗的风暴猛然爆发 风暴中弥漫着灰黑色的仙力 可侵蚀着仙源与仙力 浩大的灭神风暴中央 乌云密布 雷电交加 陈寻副手旋力在风暴中央 俯瞰叶清幽 他手指不断结印 此地的灭神风暴 煞世间变得比仙谷禁地 还要更加恐怖数百倍 轰一座数百万丈的冰渊 顷刻间出现在天地间 其冰渊如一座冰山巨塔 倒挂在天穷之下 其上灰红仙力流转 冰冷的气息凛然肆意 下方天和煞世间凝结成冰 朝着灭神风暴狠狠轰击而来 引发出一次次惊天动地的碰撞 陈寻 叶清幽发出刺耳的尖笑 头顶仙缘竟在渗血 天地仙境中 已果然斩断了自身万道锁链 整个天穷阴森恐怖 他的倒数根本挡不住 如此恐怖的灭神风暴 每一次动用仙缘 都是在侵蚀自我的仙道本源 陈寻神色冷漠 口中念念有词 一缕毁灭仙力 在他身前凝聚而成 犹如龙蛇般游走 这便是仙谷禁地中 灭神风暴的起源 叶清幽 经过数千年的大战 你如今又有几分实力 挡住本道祖 浩瀚灰红的声音 如同天地雷音乍响 这一刻 他的气势已经达到了巅峰 威压天地 令整个天和虚空都颤抖 这一缕毁灭仙力 化为了一根毁灭长矛 寝刻间 虚空如烈火般燃烧 灭神风暴的灰芒 如银河般波澜壮阔 陈寻微视 则如滔天巨浪 席卷一切 虚空一指 毁灭长矛 犹如划破无垠夜空的 黑色闪电一般 瞬间贯穿破碎了那百万丈的灰红冰渊 轰隆隆 天地间风雪大起 天和冰面瞬间破碎 仙力犹如星灰一般 破碎在四空 然而 这根毁灭长矛 依旧还没有停下 他的速度 已经超越了时空的界限 叶清幽瞳孔猛然收缩 完全反应来不及 哪怕他使出全力 也无法抵挡 哄 震天动地的崩灭声 震动在无垠天和 毁灭长矛 瞬间贯穿入他的身体 将他的仙体撕裂 一滴滴鲜血流淌入天和大地 恐怖的震鸣声将大地都在崩灭 裂缝蔓延向方圆数十万里 叶清幽无力地站在这苍茫大地 他被毁灭长矛 硬生生击落在了大地上 而长矛依旧还贯穿在他身体 深深地插在大地中 这一幕如同天地的悲鸣 让整个天和都在震战 叶清幽头颅微微向下 面色苍白如指 无法逃离 像是有天地之力 狠狠禁锢住了自己 就连仙力也被囚禁 他喉咙滚烫 瞳孔涣 艰难地看向那位 如同仙神一般的男子 眼中还是充满不甘 这不是他们想要的结果 深空处 三位仙人暗暗相视了一眼 灭神之力升华的元神 不过 他们倒是丝毫不感兴趣 这可是一道之祖 可不是什么大成与天尊修士 还能被同为仙人境的生灵窥视 众仙一战 这位道祖还没有用权力 他的仙区与天地五行相连 道气岁月亘古 已可追溯到仙庭时期 但那生死仙力 才是击杀人皇殿仙人的真正原因 击家 击若男 三杰仙 三人眼中 还是略微闪过一抹忌惮 众仙都被大势本源所迁累 无法全胜时期一战 但这位道祖 可用五行仙力溯源 短暂切断其本源与道运联系 再用生死仙力 祭出道数葬自绝 硬生生 轰杀了一位仁族仙人 若陈循再不祭道入戒雨 可以说他就是一个 三千大世界之上的仙人历任 真正的老怪物们 不会允许这样的存在 大家一样 才有活路可走 万族仙人 才敢毫无顾忌地 镇压大势本源 升华三千大世界 他们来时 就已暗示得相当明显 莫要违逆 先有大自在本心 言外之意 你带着家人逍遥天地皆可 培养弟子也可 但 必须记到 仙人之间 话无需说得太满 太难看 用凡俗的话来讲 现在的三千大世界 还不允许出现 你这妖牛逼的存在 记道 固有皆在 万族不追究 更不会使绊子 算计 不记道 不当先盟之主 那他们三人 就是来与陈寻天河论斗 别想离开 更不再有大自在的机会 显然 这位道族很明示礼 万族看似无事 但众仙已做出天大让步 几家硬生生损失一位仙人 也是打碎了牙 血水狠狠往里吞 他们造成的三千大势动乱 也是万族修饰兜底 更放过了无数逆贼 皆是看在这位道祖悬崖勒马 愿退一步 他们与陈寻的交谈的短短几句话内 已暗含无数争锋 走错一步 仙徒黯然 不过 他们也倒是希望 陈寻能活得久一些 既到介遇本源 换来介遇十万年安宁 也更不希望再出现 史荣这般道心死忌之人 仁皇殿内 因真仙界开辟之后的仙界布局 争锋早已开始 无将人族内部动乱布止 先蒙的根早已烂掉 但仁族内部的事 他们都没有多管 史荣只能算是一颗棋子 稳固三千大师内部的棋子 也该到了结束的时候 他们的目光 渐渐放在了远空那位 腐朽沉寂的史荣身上 天穷之难 史荣轻轻一叹 刺下的双目静静地看着大地 看着那位跟随他一路崛起的 叶清幽 清幽 大地上 叶清幽苍白一笑 盟主 终归还是失败了 三千大师依旧高高在上 我们底蕴终究还是太浅薄 这一路走来 辛苦了 史荣剧烈咳嗽了几声 话音很是苍老 不过 我们做过的祸事 应当坦然承受 是 盟主 叶清幽面色颓败 涣散的眸光 变得异常黯然 盟主想走的路 终究与自己不一样 若是他参与 说不定现在的结果 恐怕会不一样 但那样做 或许 他就不是那位史荣 叶清幽低头 淡淡释然一笑 闭上了双眼 另一方远空 古锡悦 柯顶 姚晴 齐霄等人还在 他们双眸深邃 自陈寻独占千位先人后 就再无一言 终究还是没有逃过这般宿命 史荣中被下一代斩杀 下一代终究还是坐上了九天先盟之位 寄到戒狱直至寿命断绝 结局可谓最为凄惨 柯顶此时眉头暗暗大促 不对劲 天大不对劲 他内心很是难受 甚至现在想当面 去质问这位盗主 到底在想什么 但那独占众心的绝世凶威 还映照在他眼前 他是真不敢靠近 这位五行盗主 柯顶感觉浑身像是有蚂蚁在爬 这三眼谷先祖 也推得莫名其妙 相当果决 这种族肯定是看见什么大因果了 他也很想去当面问问 能不能告诉我 柯顶在不动声色地掐指 神色很是沉重认真 他来前绝不会算错 天河一战 牵动着未来三千大事的惊世变动 回去再算算 柯顶内心暗道一声 三眼谷先祖 先庭皇子 藏天种 太以鬼门关 剑空古城 那万族大杀伐时代的大将军 长生世家 他眸光深邃 像是抓住了什么一般 浑身蚂蚁爬的感觉越来越深 这位盗主看似大大咧咧 一副占天斗地的模样 但他可是能在大成之境 反算仙人的存在 太多人都忽略了他的心智 柯顶目光一沉 这位盗主 可别再骗万族仙人 骗三千大事众生 不可能啊 他神色变化稍显有些精彩 这件事 只能靠岁月印证 算是算不出来的 柯顶小心翼翼地用余光 看了这位绝强仙人一眼 瞬间一开 已准备好为史荣收尸 别把他先尸毁了就好 仙人早已对生死看淡 尤其是这迟来的大因果 就连史荣挚友 奇骚也没有阻拦 古月熙呼吸沉重了几分 看向远空那位神色 冷漠无情的银发男子 柔声哀求道 陈寻先有 陈寻 史荣突然中气十足地开口 一下打断了古月熙 你介于毁灭 就是老夫亲自下令 可敢与老夫史荣借一战 话音未落 天地间刮起了一阵刺骨无比的寒风 就连众人的先驱也无法抵挡 陈寻背起阴阳五行符 目光死死地盯着那位老瞎子 杀意滔天 我等今日已许久 不杀你 难消我心头之恨 你们一个也逃不掉 人族激若难如此 你亦然 此话一出 众人内心一阵 吴江姬家 姬若难尽与此事有关 柯顶瞬间回神 姬家又与陈寻戒狱 又有什么关系 他深吸了一口气 百仙大战之时 陈寻突然像是发疯了一般 硬扛着众仙道术 对着那姬若难施展生死先例 就连那五行先驱都被占得重塑了一次 在众仙眼前硬生生轰杀了姬若难 举世皆惊 史荣 柯顶瞳孔微缩 他了解的远古心力可比仙人还多 难道那座戒狱是仁皇崛起之地 吴江姬家可是仁皇本族 史荣当初的绝望绝不是来自万族之上 他一定看到了太多不堪 太多大事背后的黑暗 甚至可能幕后主使就是仁皇本族 姬家 柯顶背后突然一阵发寒 这件事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三千大世界 混沌仙灵榜 万族序列第六 足以让仙人都感到恐惧的足利 史荣心底潜藏的秘密 从未被揭开 他突然内心嘲讽一笑 仁皇 自宁血脉断绝 仁族看来依旧难堪大任 五行道祖宣告天地 退足 吴江仁族哪怕到现在 也未占出一位 若您在天有灵 看到子民如此 想必也会相当失望吧 仁族陈循孤君独占众仙 于仁族修筑的天河 这曾是仁族进驻吴江大世界的辉煌之路 却以寸寸染上自足之血 哼 真是天大的讽刺 吴去 柯顶那胆小的神色已失 眼中闪过一抹极致黯然 仙代介于开天者如此 史荣如此 五行道祖如此 恶心 至极 他心中像是憋了一口难掩的闷气 双眼变得犀利无比 吴江仁族一代代造下的孽 终有自食恶果那一日 柯顶面若冰霜 突然有些急切地想看到真仙界开辟那一天 天地格局大变 你吴江仁族 还能继承人皇遗则 继续强盛下去要 不仅是柯顶 陈寻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让天和所有的仙人 都是心思各异 眼中闪动着微光 深空处 那三位绝颠仙人 微微相视一眼 轻轻摇头 他们自然比所有人都知道得多 不管是生灵介于 还是先蒙主管介于本源一脉 皆有吴江仁族操纵 姬若南是这一代主使 史荣造成的动乱 自然要由他来解决 所以他从一开始便来了 姬若南只是怎么也没想到 堂堂仙人会浑允天地 陈寻会毫无征兆 不惜一切代价地轰杀他 吴江仁族愿退一步 只是被杀怕了 杀沉默了 一位三杰仙人 放到哪一方大世界 都是曾经的绝世天骄 这样的损失 以不可用仙道资源来衡量 天穷 南方 史荣微微一笑 但在干瘪的皮肤下 笑得很是争鸣恐怖 看来是在众仙混战时 有人出卖了仁族鸡家 就是不知道是哪位 月夕啊 他神色坦然 浑身已无仙力 不可再共鸣天地为力 史荣身躯 煞世间化为了七彩流光 一如这世间最灿烂的画笔颜色 装点着这颜色灰暗的大事 史荣 一道凄凉温婉的呼喊 突然响彻天地间 古月夕那雍容华贵的面貌 突然变得难看起来 五行道族已经跟去了 人族天河 叶清幽被仙谷禁地毁灭之力 永世镇压在河畔大地 一滴滴鲜血回归天地 滋养天地 直至本源磨灭消散 彻底成为了一处万族生灵 无法抵达的仙陨之地 姚勤等人内心深深一叹 仙人叶清幽 最终的归宿竟然是如此 不过仙师仍在 对于他们来说 已是最好的结果 至少他没有被万族压往吾江斩仙台 众仙沉没 遥望虚空 大事之外 虚无之地 史荣剑 曾经山清水秀 灵气盎然的景色 已经荡然无存 如今这里草木不生 土地均裂 一片干涸和贫瘠 云层低垂 沉重而阴郁 却是一片残败沉沦的景象 呼 苍凉的风瓜 想在这荒芜的天地之间 扬起沙尘 只有寂静和荒凉的回音 伴随着每一步 踏在干涸土地上的声音 两道身影 渐渐出现在一片黄沙大地 陈寻 史荣 可嗨嗨 史荣突然剧烈咳嗽 每一声咳嗽 似乎都在吐出生命的最后一丝气息 但他依然挺立在黄沙之中 坚韧如铁 陈寻身背大腐 引发在风中飘扬 五行仙童中 没有一丝感情 只有冷漠和决绝 他一步步向前 每一步都像是在撼动整个史荣界 庞复下一步 就能让这片土地崩溃 史荣头颅上仰 身躯挺的笔直 陈寻 来 轰隆 他话音未落 陈寻一拳犹如天崩地裂 以无与伦比的气势 砸在史荣的脸上 那一瞬间 庞扶大帝都在回应这今世的权益 沙尘四箭 黄沙翻腾 整个史荣界都为之振战 陈寻的一拳 便随力道法则如雷霆之机 史荣的脸颊瞬间扭曲 被陈寻的一拳撕裂 鲜血如瀑布般飞溅而出 如火花在黄沙中绽放 砰 而他残败仙体 同样被这一拳击飞 如流星一般贴着地表滑过 猛然坠落在地 砸出一座巨大坑洞 史荣 这一拳 为我介于山河而出 陈寻猛然怒吼 冷漠平静的神色 终于迎来了转变 那是一股滔天怒意 这一击带来的巨大冲击力 传遍整个史荣界 庞扶要将这片大地摧毁 然而 史荣颤颤巍巍地从坑洞中站起 身躯摇摇欲坠 就连祭出本命刀器的法力 都不再有 修一道刺耳如雷鸣般的声音响彻 陈寻紧随而来 又是决然的一拳朝着史荣轰下 这一拳 为我介于万灵而出 这一拳的威势无以伦比 如同介于山河的毁灭之力 如同万灵的愤怒之火 击向史荣 轰隆隆 震天动地的声音 在整个史荣界响彻 那位 曾经在天河发起冲击的无上仙人 以毫无招架之力 被那语点一般的怒拳 轰击得先驱破碎 溃散如尘埃 这一拳 为我师父师母 这一拳 为我孙老 陈寻的每一声怒吼 每一拳挥出 都带着他这万年来的怒意宣泄 无尽的压抑 日日夜夜的隐忍 终于在这一刻彻底爆发 他的怒吼如咆哮的售吼 像是要把史荣界的苍穹撕裂 让天地都为之站立 每一声怒笑 都彷彿是万雷轰鸣 震撼着整个世界 引发了大地的颤抖 最后一拳 陈寻的愤怒 已经到达了巅峰 那犹如山洪一般的情绪 爆发在天地间 如同愤怒的雷霆 在空中炸响 他的拳头 汇聚了万年的怒意 压抑的情感 如同一股澎湃的洪流 涌向史荣 这一拳的威力 如同介于天地之怒 带着介于万灵的怒火 聚集在一点 犹如一颗怒焰之星 从陈寻的拳头中猛然爆发 将整个史荣界的天空 都染成了赤红 史荣狗贼 我去你娘的 陈寻五官扭曲 浩瀚怒吼响彻云霄 情绪如同无尽山洪 倾泻一般 汹涌而至 那一拳如同怒火的化身 轰然砸在史荣身上 蹦 轰隆隆 毁天灭地般的力量 在整个史荣界爆发开来 天穷开裂 火焰般的光芒照耀大地 大地剧烈阵战 黄沙飞扬 史荣被这一拳贯穿其先驱 那恐怖的力道法则 穿身而过 如同绝世艳光一般 还在向背后宣泄 直通史荣界之外 啊 他这一刻再也不能忍受 那声音如同崩溃的山峰 如同哀伤的风声 如同被击碎的神魂 他的身体 在这恐怖的冲击下 不断颤抖 黑血如泉水一般 从他的口鼻中喷涌而出 史荣犹如风中残竹 摇摇欲坠 却还在艰难抬手 为什么是你 为什么是你 压抑着极度痛苦的声音 突然传来 那是陈寻的声音 史荣浑身一震 他渐渐露出了一丝苍白的微笑 没想到你来了 史荣的话音苍老腐朽 但他却没有任何怨恨责怪的意思 彭腐被打的人 并不是自己一般 这一刻 陈寻眼眶竟渐渐变得血红 他胸口不断起伏 不负当初那宣战之模样 不负那血战天河众仙 震战三千大世界的道祖之模样 他的银发渐渐变得凌乱 一缕发丝倒映在眼眶之中 也倒映出了史荣的模样 凡间 双树像 卖画老先生 陈寻 老夫从不希望你来 放屁 陈寻浑身颤抖不止 握拳的双手颤抖不止 眼眸颤抖不止 声音颤抖不止 你与叶清幽早已注意到我 你们早就注意到我了 他的声音沙哑低吼 遍体声寒 心空感弥漫全身 老先生 他虽从未口中承认 但心中一直把他当作老师 尊崇有加 人老了 记不清了 我似乎只记得你们的名字 黑牛喜欢种田 鹤林喜欢种花 小赤似乎喜欢与小孩玩 陈寻妈 倒是喜欢游荡 过往一一浮现在眼前 陈寻眼中流转出万千情绪 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位老瞎子 依旧产生道 就让我如此去填补花卷腰 如此去填补空白吗 天地苍茫一片 那质问的声音 不断回响在每一处 久久不绝 可嗨嗨 史荣猛然咳血 冷冽的风不断穿堂而过 嘴角却是始终挂着一缕温暖微笑 老夫 可 自始至终 从未算计于你 他们都想得太过复杂 老夫只想引起整个大事的注意 必无将人足就犯罢了 介于后辈的路会宽广许多 不必再走老夫同样的路 史荣仰望天穷 声音苍老 却不失魂厚 身受致命伤 却不失中气 他们皆以为老夫在拖 在等什么 其实从来没有 若是老夫生死 仇恨断绝 前路大开 这才是最好的结果 老夫也从未想过 与介于后辈生死对质 此事最好的逃避 何必再延续先蒙过往 只是没想到你成仙太快 太快了 史荣轻轻一叹 让老夫始料不及 让万族仙人始料不及 你选择寄到介于 更让老夫心中 震如江海 柯顶当初并未猜错 他能孤注一掷 并不是看不见希望 只是看见了希望 不想让这希望再重复如同宿命般的过往 陈寻 喜欢游荡 他记得 生灵生于天地间 当有自在 他所做的一切 所求很简单 只是希望陈寻能安然游荡 希望介于的万千生灵 皆可安心游荡 自在求先 他从未等过谁 也更未算计过谁 此生为算自己 话凡卖话 他只是喜欢在那卖话 一壶啄酒便可心安 与陈寻的相遇 从未刻意堪称宿命相逢 自始至终 是陈寻遇见了那位卖话老瞎子 不是卖话老瞎子 遇见了陈寻 黄沙大地上 陈寻深深吸了一口气 双目久久失神 史荣艰难抬腿 拖着残破的仙驱 一步步朝着陈寻走来 他轻轻拍了拍陈寻手臂 陈寻 够了 你以大仇得报 无将万族都愿为你让路 无愧介于开天者之名 哼 老夫不如你 大势生灵 老夫牵动九大世界本源杀了无数 介于的仇也一报 你们想做的 老夫都已经帮你们做了 往后岁月 为自己活一次 你陈寻从不是自私自利 苟且偷生之辈 老夫虽眼瞎 但心明 史荣苍老的话语 缓缓回荡在黄沙中 一切都结束了 不是妖陈寻眼眸颤抖地看着的史荣 是 滴滴答 低沉的天穷突然下起了雨 淋湿了两人 也掩埋了天地间飘散的黄沙 清晰地露出了两人身影的轮廓 陈寻 这些年 画迹如何 史荣无力地开口 老夫的仙徒 就暂化到此处了 虽无太多色彩 但依旧是老夫最为得意的一幅画 陈寻嘴唇突然一颤 尽力在原地久久未动 哼 终究还是未画圆满 烦到如此 先到如此 史荣的手 从陈寻手臂拖下 步履蹒跚地 朝着远方的小巷子走去 轻声道 陈寻 最后的一程雨空白 这次就由老夫自己去填补吧 他 他 轻盈无力地脚步声 响彻在整个史荣界 山川在崩塌 天地脉络在失序 唯有那座小巷子 还依然处立 空空荡荡 铁柱 你回来了 柱子哥 抓鱼去啊 铁柱 隔壁那村子的铁弹 欺负咱们 巷子里的大黄 巷子里很是热闹 路很长 像是一生也走不完 史荣笑了 笑得有些灿烂 这片天地从来不小 人生也从来不须化尽 巷子里的这条路 慢慢走过便是自己的人生 这片无垠的天便是心中无疆 他很早以前就已画出 老先生 远方传来一声呼喊 陈巡 赠于你们一家的那幅画 有介于本源与生命印记 史荣顿步并未转头 这是老夫最后能为介于做的事 如何恢复 老夫画到还不够 陈巡 带老夫去看看这三千大世界 去看看这后世的真仙界 老夫本名 银之义 尊号 史荣仙 他魂后苍老的声音响起 像是生命的最后回响 史荣已被大势添气 毫无生还希望 但他眼中依旧带着坦然 有人求仙是为长生 有人求仙是为追求实力 千人千面 他副手在背 漫步在这空空荡荡的巷子 鲜血已流干 狂骂 一道微小的落地声响起 那是一道燃血的令牌 九天仙蒙令 此令聚集了无数界约念 暗含着无尽血煞因果 更是仙界天道成形之时的天大隐患 此令由无将大世界分化的一缕本源铸成 乃是万族仙人铸造的仙气 众生有本源 大世界同样有本源 简单来说 本源之说 可以比喻为一棵大树的根系 树的根系是整个树的支撑 和供应水分养分的来源 而本源就是生灵仙道的根本来源 提供了修仙者获取境界实力 增长寿命 掌握法术等一切可能性的基础 视为仙道本源 根若没了 修为尽尸 一戳就碎 寿命断绝 大世界本源同样如此 它是万灵的根本 是天地成形的根 若是本源动荡或者流逝 山河元气枯迹 灵气渐微 亦如陈寻所在的小介域 大世界本源同样如生灵体质 成长 强盛 衰落 会被虚无之力缓缓吞噬 会被小介域窃取 哪怕灵气微弱一分 那影响的 也是三千大世界的整个万灵 将被无限放大 也就是当初玄威仙殿 利林垃圾导师所说的话 介域万灵的损失 比不上大势万灵的损失 而三千大世界的先人 为何要镇压本源 就是为了堵住三千大世界之外的虚无之地侵蚀 把三千大世界强行保持在强盛时期 先蒙所做的事 便是堵住另一道口子 小介域本源 窃取大势本源 他们乃是同源 而那些万族之上的绝颠先人 便是为三千大世界开疆阔土 不断壮大弃本源 制定大计 三方各司其职 这个计划 已可追溯到万族大杀伐时代结束之时 这才能让一代代仙人 心甘情愿 升华三千大世界 开辟真仙界 毕竟祖宗也是这样过来的 不过这样做 自然会有些莫名反噬 乃是逆天之举 寿命很难过十万年 也无人逆活出第二世 牺牲不可谓不大 但不管是几节仙人 寿命皆不超过十万年 也无万族战乱 大家心里也很是平衡 使用千动九大世界本源 虽然完全动用不了 但那无上伟力 是真正的大势之力 仙人可都是在其大世界内正道 那威势可想而知 硬生生在天河扛住了百仙为杀 引起了整个三千大世界的注目 不过九大世界本源 常年动荡 自会微弱地流逝于虚无之外 要弄回来 万族付出的代价 可是数倍 也是他们为何要说 使用做的事 完全是损人不利的根本原因 使用愿孤身镇压九大世界本源 早就准备好了今日一战 反是也早已从那一刻就开始了 他不是不出事 掌管不了九天仙蒙 是因为自从那一日开始 使用仙就已经废了 因为就连其化身 也只能是凡人 而且还会离谱地寿终正寝 这让陈寻的化身来装 他都装不出寿终正寝 修仙者一言可辩 九天仙蒙令 是邪气 使用毫无办法 仙人也会有身不由己的时候 但他不想传承到陈寻手中 至少还在他活着的时候 不应该交到他手中 使用的意识 在渐渐陷入黑暗 他跌跌撞撞地 走在泥泞的巷子小路 一手艰难地 扶着那斑驳的墙壁 可嗨嗨 可嗨嗨 有些累了 使用低难一声 渐渐止住了脚步 银铁座 一道倩影呼喊 一如天地清风刮来 温暖 何须 他眼中闪动着月华 一手死死地挽着使用 这次 你没有法力甩开我了 这道倩影 正是古月曦 月曦 使用苍老的声音轻轻响起 莫要恨陈寻 老夫本就没有寿命可活 他只是来送送老夫 他的头偏向着另一处 似乎方向错了 古月曦在他另一边 古月曦神色苦楚地不断点头 只是不断在点头 记得当初相遇你时 你坐在凤舟里 还痛骂了老夫一番 说是夺了你的炼体宝药 刁蛮无比 使用朗声大笑 笑得如同树皮在地上摩擦 异常尖锐 没想到 那位苍古圣族的大小剑 如今已可独占一方 可嗨嗨 真当是快哉 谁叫你当初跟个野小子似的 一点规矩不懂 古月曦淒美一笑 深情地望着使容 你当初大成之境 就赶上十祖万象玉 回我大婚 你这银铁柱 像是从来都不怕死 古月曦笑出了声 躺着淡淡月华 我父亲都说 人族又出了一个了不得的人物 若有来世 记得娶我 赢之意 古月曦满是温柔流转 目光从未离开过那张腐朽 又丑陋不堪的脸 你永远都是那位震骨朔惊 敢爱敢恨的淫之意 我对你从未失望 先哲理当如此 我古月曦的道理 岂可以成败相论 使容浑身一颤 无数话语像是 卡在了喉咙中 滚烫 沙哑 我最喜欢看你作画 你说 能将人世间最为美好的记忆铭记其上 先使不能比拟 流影时不能媲美 只要一想到 就可以画出 你说要画出最为灿烂的无疆 最为灿烂的天地 但你的心 从来都是灰暗无色的 最后 就连双眼都失去了光彩 哒哒哒 落在地上的雨点像是大了些 古月曦话音哽咽了起来 双手无力地 抓着使容那干瘪的手臂 好想 好想再和你重新认识一次 月曦 我送送你 古月曦带着凄美的笑容 打断了使容还未说完的话 是人足负了你们 使容 你不负他们 你从来都不负任何人 呵呵 我们一同走走 好 使容被古月曦搀扶着 慢慢悠悠地走过一个又一个门前 雨下得越来越大 但使容界的天地 从未有过清新 释然 齐霄 瑶晴 柯顶等众仙接来了 他们目送着使容 一步步朝着寂灭走去 这些仙人有使容固有 也有使容曾经的大敌 他们都默默地来了 使容这一生 闯八方秘境 战万族天骄 百折不挠 威名远扬 令人可敬亦可叹 送使容先 齐霄悲痛拱手 送使容 送使容 一位为仙人目露净虫 用着自足大礼相送 使容界响彻着一声声苍凉的回响 他们皆是一方大族 或者大势力掌权者 不管有没有那位五行道祖出现 介于霍乱都不该再出现 他们会倾上 无疆人黄殿 为使容平反 哪怕他们自己不是人族 这次也该到了为人族介于万灵平反的时候 一群混账老东西 磕顶眼含冷光 有史以来第一次不顾身份的低骂 一群无耻老匹夫 枉为仙人 虚无之地 一头身躯堪比数座天狱的庞大玉象 正朝着无尽黑暗 发出一声悲鸣 那恐怖的气势 激荡在无尽遥远处 其头顶 一尊化身 渐渐演化而成 它正是这三千大世界的真正青天大老爷 一灵 镇欲天象 也就是极眼想找的仙欲本体 但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此计划被无限期地搁浅 极眼再未提过一次 沉默 往往是最好的解释 使容先 无罪 镇欲天象 不知在朝谁诉说 威严浩大的声音 传荡在虚无之地 屠戮大势生灵 掀起三千大势动乱的开端 无数生灵 同样因他而死 一道听不出男女的冷漠声传来 玉象 这不应该是你该管的事 更不应该因私情动气 你们难道没有放任 玉象双眼犹如深渊 若他有罪 你们同样有罪 我们自会偿还 但 不是现在 冷漠的声音淡淡响起 此罪 我们认 无需多做解释 那位五行道祖呢 他不应存在于这大势之中 祭道界域是最好的结果 五行仙道 由灭世之力 对于万灵 对于天地 都是莫大灾难 五行道祖作画之后 要么升华三千大世界成功 要么 还未成功之前 界域继续毁灭 我们没有五行仙道那般天地伟丽 但十万年 肯定不够 知道了 玉象冷静了下来 再未开口 那道冷漠声音 也彻底消失 像是从未出现过 飘渺无比 玉象化身 微微一叹 无解之天地大局 唯有等待开辟真仙界 只是过往的血腥黑暗 唯有历代独自承受 史荣界内 一处院落内 史荣静静靠在一棵老树旁 神色很是安详 像是走得有些累了 随意找了一处地方 靠躺歇息一会儿 就自然而然地睡着了 古月西整理着史荣 那苍老腐朽的面容 那空洞的胸膛 也被衣物遮盖 上面悄然滴落着晶莹的月华 史荣已走完她的一生 彻底落幕在这处平凡院落中 天穷众仙相送 绚烂一场 他 院落内见七点点水花 陈荣静静地走来 目光看着这位睡着的老先生 古月西侧头 并未看向陈荣 也并未与他多说一句话 他瞬间化为 一道蓝光消失 尽力在天穷众仙身前 院落中 陈荣走近了些 蹲坐在史荣身旁 悠悠开口 老先生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陈荣就变得喜欢欺骗 我会好好活着 不再抱有仇恨 但这一切并不是结束 只是开始 陈荣望向长空 低难自语 我会带您去看看后世 也会自在求仙 不会辜负您所做之事 他看向了史荣手中 紧握的九天仙蒙力 哄 一股无言的气势 突然激荡在整个史荣界内 陈荣缓缓起身 一如天地挺身 众仙眉宇皆是一跳 这位道祖的仙道之强盛 这里就没有一个能打的 离谱至极 柯顶内心暗自抽搐 这叫钢城仙 这叫一截仙人 那他们是什么 翁翁翁翁 天地狂风起 一道无垠星空扑射而来 那里站着一位位绝颠仙人 皆在面无表情地注视着陈荣 一如上苍 陈荣神色坦荡平静 小心翼翼地接过了那道血色九天仙蒙令 他目光一宁 史荣界像是打开了一条空间通道 那是染着万灵之血的一条阶梯 一条血路 而其顶便是九天仙蒙 蒙主之位 陈荣眉目冷峻 一步步朝着那俯瞰九天之位走去 冰冷开口 诸位无将仙人 铭记本道祖的话 此言传荡三千大事天地 我等铭记 星空内传来正重的声音 借应介于生灵的空间通道 无将万祖已在准备 大事规则也将迎来大变动 欺辱介于生灵的先殿之修士 已迎来清算日 五行道祖之圣举于戒御有利 于大事天地有利 我等从不会胡搅蛮缠 更不会惊扰道祖固有后辈 哪怕是古先皇之子 仙灵族愿归还族运于三眼古先族 只为之五行道祖圣举 一道道沉重的话音传来 星空内的大事绝颠仙人 皆在拱手 赌步如书 从来不是说说而已 他们更不会去说 任何刺激陈荣道新的话 好 陈荣点头 深深看了他们一眼 仙人 每一言皆代表着莫大因果 我信你们 他缓缓吸了一口气 一步踏上这莫名的通天血色阶梯 咻 就在此时 一道刺耳的嗡名鸡事儿来 那是一个茶杯 而远空是一位温润如玉的男子 他带着清和微笑 杜氏 我来晚了些 怎可独占 吉掩 陈荣眼眶微微一睁 天河之战这人 就不知道跑哪去了 后来听说是跑无疆大世界去了 他也不知道吉掩在做什么 不过面对着 司空那陌生的一群仙人 吉掩的出现 倒是让他心中微暖 陈荣淡淡一笑 朗声道 你来得确实太晚 此战早已结束 可轮不到你上场 吴江仙玉 九天仙盟之主 由戒玉生灵 吉掩担任 吉掩转身 一张白色屠戮扑散天穷 面向星空仲仙 尊敬拱手道 诸位仙人 此令名正言顺 晚辈修为浅薄 来慢了些 仲仙不嫌不淡地点头 没有多言 他们来此 并不是为了此事 如今仙盟由谁担任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陈荀 祭道 陈荀眉头大促 陈声道 吉掩 你可从未与我商议过 如今 谁做仙盟之主 根本不重要 重要 吉掩一脚踏空 瞬间落入地面 与陈荀远远对视 认真道 我需要此位 而你根本不需要 仅此而已 他眸光闪烁着金光 暗含着言语 度是 祭道之说我已知晓 哪怕先例不存 化身依旧可行走天地 若是连你化身 都被困在这盟主之位 那一切都将没有意义 自我几眼坐上此位 对大事万族的惊天算计 才算开始 陈荀脚步一震 久久凝视着几眼 眼中意味莫名 度是 九天先盟的职权 已被我派人接管中 我需要你的名义 镇压九大世界之乱 万族已派出修士前来 但被我挡住了 几眼眼中金光闪烁 垃圾回收场背后之人是你 可别被他们架成一具空壳 那介于后世的账可全是 算在你头上 他还有一句话没说出 无将万族已开始算计后世介于 现在的名声广博 只会被他们消耗殆尽 度是的后辈 那可要遭受大难 就算不为你自己想想 为他们想想 几眼冰冷微笑 我乃大事一灵 介于的因果他接得住 度是 九天先盟令让我练化 此令影响心智 侵入先到本源 而他不仅要掌控先盟 还要借着度是 必由万千介于之名 掌控三千大事先盟 这数千年内 史荣千头发起动乱 各大先盟内部空虚 正是入住之时 若他多活一世 还不能成先 那就再活一世 度是能拥有太威子仙果 自然还拥有其他增售宝药 修仙者本源可容纳三种增售宝药 他仅仅只吃过一种 几眼目光深邃地朝着陈寻走去 度是 不要违背你本心 你去做你想做的 我去做我想做的 你我共枉 这是我们当初在仙域内的约定与承诺 几眼 你太小看 度是 几眼阴调突然抬高了一分 与陈寻的距离相隔不到一丈 目光直视而来 我从未小看你 你也不要太小看我 你心中承担的东西已够多 但自由不可施 几眼深吸了一口气 你修成五行仙术 拥有数个仙道本源 何人不知 但为成仙本源合一 自成真我 可不再拥有本源分身 陈寻沉默 他成仙太过急切 用生死仙道成仙 法则不全 没有凝练出仙人分身 更无法像当初一般 分化出原神 他愿意沉寂 只是为了庇佑等待老牛成仙 他也等得起 自由 可以不要 大黑牛的五行仙道 就连几眼都不知晓 他从来都是以正道著称 甚至还被仙使记名 为正尊之位 他到处吹嘘自己 为五行道祖 从来只为弱化老牛的存在 让众多目光聚焦于自己身上 哪怕大黑牛斗法 都几乎不使用五行仙道 踏 脚步声渐进 几眼双眸闪动着锐利之色 已经亲手托起陈寻手臂 放心交给我 我知你不想此事 让任何介于生灵承担 但 对于我来说 这仙蒙之令不是祸患 几眼已握住陈寻紧握仙蒙令的手 冷然道 度是 祭到之后 还能求所先道夭 可以 但无用 除非抽身万千介于 亦或者是寿命断绝之前 与化身合一 但这是我对万族的承诺 对介于万灵的承诺 无法抽身 最好的结果 八万年内 真仙界开辟成功 万族未欺我 陈寻轻轻摇头 话音很是沉重 这数万年内 只能逍遥天地 凭着本心修仙窥天地玄妙 无法追求什么境界 此话一出 星空内一群绝颠仙人 双眼微眯 事实如此 也无法再对三千大世界 对万族生灵有什么危害 更无法展现 那也好 几眼轻输了一口气 话语轻缓了许多 我知你不喜仙道争锋 不喜势力争锋 那便好好活着 他手中的握力增加了几分 我定会让你解脱出来 都市 给我 死乃无疆先欲 你创建的垃圾回收场 已然强大 他们都在各方大世界看着你 几眼笑了 第一次笑得如此灿烂 这一路走来 倒是多谢 你对我们的造福 已经够了 让我们帮你一次 都市 你五蕴宗与介于故人活着不易 他们皆是从尸山血海中逃出 九天仙蒙破灭 无将万族退步 介于霍乱结束 你心中的仇恨 也该暂时放下了 吊吊鱼 养养灵兽 培养宗门弟子 在到处走走看看 呵呵 这才是你该做的 几眼嘴角 挂着淡淡微笑 他与陈寻从来不同 但自己绝不会 要求陈寻要与他走一样的路 只会遵循他本心 这应该才算是真正的朋友 闻言 陈寻手指一颤 紧握先蒙令的手 竟然不由自主松动了一分 几眼 我坐镇九天盟主之位 又不失自由 我们玉阁之人 记得时常相聚 若是有人欺凌五运宗弟子 亦或者你介于故人 那这九大世界 他看来是不想呆了 由我坐镇掌权 才是最好的选择 杜氏 虽说你先到实力强劲 但若论掌权布局 你不如我 甚至还差得太远 你看娘的 急眼 陈寻低骂一声 如此众多 心人在侧 本盗祖不要面子的妖 口舌之争 我从来不羡 你急眼智慧比我低一分 那是不争的事实 两人突然大笑了起来 笑得很是畅快 陈寻眼眸中闪烁着感动 急眼这人看似阴沉沉的 有事他是真敢扛 也敢做 大战开始之初 竟然敢敢去 吴江大世界游说 胆大包天 急眼顺势接过了九天仙蒙令 倒退了几步 朝着陈寻拱手一败 笑容已渐渐消失在脸上 天穷上 齐骁等数位仙人 默默拱手 星空中 那群自无将大世界而来的 绝颠仙人 默默拱手 大地上 陈寻神色坦然 副手在被仰望天穷 轻轻一探 一路虽东躲西藏 但也算过得精彩 结识了无数好友 他二指并立胸前 银发飘飞 磅礴先例 贯穿天上地下 太乙大世界 太初大世界 太华大世界等大世界内 轰隆隆 其边缘天域 借由五行神光冲销而起 向着无尽虚无激荡而去 这一日 天象绝世 各大仙音阵盘 发出极切震撼的解释声 太华大世界 宣告万族生灵 五行道祖祭道戒狱 天地异象 由大势五行之气引动 诸位道友敬心 安心观看这场盛世 太初大世界 宣告万族生灵 太乙大世界 宣告万族生灵 五行先例灵世 道祖陈寻 祭道于小戒狱 太卓大世界 宣告万族生灵 无数浩瀚的声音 响彻在三千大世界 大势天地与五行共鸣 甚至边缘各方天域 发出天摇地动之声 吓得无数修饰胆忏 仙人 道祖 祭道 其意象映照古今 神光盖压大日光辉 冲向无尽虚空中 无数强者向着天外拱手 介于霍乱 困扰三千大势天地 无尽岁月 此刻蛮荒星海阵战 辉弘无尽的先例 化为一道道金氏神光 向着虚无之地迸发 陈寻的仙道 从未鸣刻于大世界中 仙人可镇压大势本源 他同样可用五行仙道 锁定虚无之地的 介于本源镇压 但这样的镇压 与镇压大势本源不同 还为开天的介于 自然不需要强行干扰 只需锁定介于契机 一缕先机明刻其上 留待后世 他现在镇压的是那些 开天介于 镇压其小介于 窃取大势本源 壮大自身 只让其连通大势之路 而不再是绝路 还有大量本来就连通大势的介于 后者介于正值鼎盛之时 剩下的是他先例有限 只能靠着大势万族 接应介于万灵了 不过这一次介于万灵 介于本源不会再逃 不会再自我封印 皆被他强行镇压 无数介于生灵的故乡 尚存 哪怕成就大成 成就天尊 成就仙人 也可心安地回来走走看看 因为介于的背后 还站着那位五行道祖 陈寻祭道 生生撑起了亿万万 介于生灵的故乡 无数介于生灵的先道开始 也撑起了当初 那个面对介于毁灭 无力的自己 幸运结束在了这个时代 三千大世界内 如此辉弘先例的映照 盖压古今仙人 开天地禁忌先道 却又规划于天地 道祖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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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道道浑厚的声音 如雷鸣滚滚 传荡四方 他们没有见过这位道祖 甚至都从未听过陈寻的名字 但此举 于大事生灵有利 于大事天地有利 这一代的万族仙史观 在这浩瀚仙史中 对道祖陈寻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汪 汪 汪 天穷云雾在激荡 无尽霞光在浩荡 如此盛举 莫说无将万族不敢动陈寻 哪怕是绝颠仙人 也不敢动 他们从未像极眼那样想过 什么秋后算账 对付其后辈子弟 三千大事本员 对其铭记承认 万族生灵对其敬虫 来到大事的介于 万灵对其攻身 铭记道祖陈寻之名 没人会去做这般吃力不讨好 沾染莫大因果的事 乌江人黄殿内 传来几道淡淡叹息声 十万年后 这只能算作一段历史 而人族 还要继续走下去 没有世人想象的那般简单 人族并未忘本 他们只是还在隐忍 哪怕混沌仙灵榜 从序列六 掉到了序列七 乌江人族也从未发力 但路途中的牺牲并不可免 就连人黄血脉也不能避免 十万年看似漫长 但在人族岁月中 只是一段毫不起眼的岁月 失去人族五行道祖 固然可悲 但现在并不是大沙伐时代的时候 需要一位位强者 不断站出来 引领人族 介于生灵 是我人族负了你们 人黄殿内 终是响起了一声悲痛 真仙界称 飞升通道大开 才是我人族万众一星 鼎盛之时 无数介于天骄的牺牲 终会换来我人族介于后辈的鼎盛 我人族在仙界等着你们 真仙界 无人敢欺我人族 哪怕是介于飞升之人 人黄殿响起苍凉之声 小介于 是沦为血实的人族崛起之地 是人黄崛起之地 他们又怎敢忘 人黄之志 岂能被所谓的开辟 真仙界压弯了头 人族只是被万族 借着此大计压弯了头 一代代的介于 天骄自相残杀 不断陨落 无将最强万族 看似不闻不顾 但一直都在看着他们 一直都在限制着小介于万灵 他们早已无路可走 从来都不是人族不敢承担 不想承担 是这大事亿万种族 因真仙界大计的无形联合 无形压迫 让他们不能承担 他们就是要看着你 介于万灵自相残杀 要么死在会兽手里 要么死在自相残杀中 再来站在开辟 真仙界的道德制高点上 轻飘飘说出一句 这是人族自己造的孽 这是人黄遗留下的祸果 无将人族背了最大的黑锅 甚至人黄积家 为此陨落仙人 被自足人所杀 这时候 无将其余最强万族 又该笑了 还得暗骂你一声 活该 又在内斗 又在自相残杀 人黄殿内 滔天杀意纵横 无意人开口 有些话 只可一会 从不会讲出 这笔账 人族会在后世与大师万族 在真仙界清算 太古仙族 苍古圣族 毕灭这两大族 五行道祖祭道 人族为何从未站出来 是人族改变不了这个结果 更不想与这群绝颠仙人站在一起 压迫自足之人逼他祭道 更不需要与他们一同说出一些无用的屁话 无将人族对五行道祖与戒狱的决断 都是借着他人之口传导 一切都看似顺理成章 人族一直都在重复着过往的事 毫无异心 诸位先有 我等到心不可乱 是 我被人族铭记今日之血耻 后世 让万族掌权者 先元先驱 血迹五行道祖 先目之前 血迹我人族无数戒与生灵目前 先戒成 大士万族的无形联合 分崩离析 也该在万族大杀伐时代之后 让大士万灵看一看 我人族到底因何而崛起 因何而强盛不息 有因何能从戒与开辟天河之路 杀入无疆大事件 诸位 五行道祖祭道戒与 甚至还与我人族决裂 他如今光脚不怕穿鞋 威压万族先人 所以 现在趁势大量接引 我介于人族 但不可不拘于介于其中 万族还在看着人族 做太多多余的事 只会起到反效果 百里一族呢 不管 他有五行道祖余威庇佑 我人族接引回他们 只会引起万族猜忌 五行道祖自成一族 百里一族跟着他 才是最好的结果 那后世百里一族可会明白 当然 人族若掀起真仙界大战 百里一族那流淌的战役血脉 自会明白 他们从来都是我人族几两 血涂大师万族的先锋 我们现在该做的 便是继续隐忍 最强万族都在忌惮着我人族 但他们躲不过去的 人皇之仇 从不会被岁月消磨殆尽 我人族 很忌仇 从来如此 可没有他族那般洒脱 借着这次介于开天者动乱 混沌先灵榜 我人族可顺势在倒退几位 可行 诸位先有 那便开始为此布局 人皇殿内的声音遇见微小 开始用神念传导 一念即是数千上万句话 谁也不知道 这群人族老怪物们 到底在商议着什么 流淌在那个时代的血仇 人皇殿不会忘记 后辈更不配帮人皇原谅 流淌在这个时代的 介于生灵血仇与耻辱 人皇殿铭记 唯有用万族仙人之血 洗刷 一年之后 史荣剑 陈寻的境界猛然暴退 直至练气漆 他银发转变为了黑发 仙力尽失 最后深深看了一眼仲仙 寝刻间化为了天地五行之气 在仲仙注目下 消散在了天地界 史荣剑内 只留下数道淡淡的叹息 仲仙默默离去 一言不发 五行道祖就此落幕 不过仙根还在 总比化身凡人好 即到万千界域内 仙道路绝 悬在大势仲仙头上的利刃 终被拔去 吴江万族仙人 也开始各司其职 维持三千大世界 仙道秩序 持续了数千年的大势混乱 自此结束 开始渐渐变得平静 而又精彩 不过陈寻至此 也成为了大势生灵中 最为特殊的存在 凭借着炼七七修为 硬是让仙人绕道走 杜结天尊 为其躬身让道 成了三千大势 无人敢算计 无人敢注目的渺小存在 隐于烟尘 三眼帝尊也曾在后世笑谈 这位炼七七道祖 谁敢欺压分毫 哪怕你背后站着仙人 那位仙人 也得把你打得骨肉尽碎 亲自登文赔罪 先使记载 自五行道祖祭道 平定万千介于霍乱 整个三千大世界 在平静安宁的环境下 彻底进入蓬勃发展的 仙道大时代